所謂的新科技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科技決定的想法 因為科技是換成的 科技是無所不能 因此科技決定一切 這句話事實上有部分對 一個新的科技人要在社會中央 他必須考慮到他的實用者 人的因素 他也是一個媒體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媒體的進入因素 更重要他是存活在一個社會裡面 所以你更要考慮他的社會的因素 公共電視在歐洲可以玩得非常好 但這在台灣市場多利益 這是一種社會的因素 所以我想今天在談整個電視數位化的時候 我們應該來思考 媒體跟社會一樣三個的關係 這就是我個人的資料 我是鄭大寶寶謝老師 然後我在民船、文大也有經驗課程 除了這個之外 在學術部以外 我有一些社會主義的工作 比如說我今天做電視保護士的公司 本人練習到這個月的3月30日就結束了 因為3月31號 整個保護士要公給公司 就執行黨資金對付三台之後的一個公共化政策 另外我也有擔任電視學會的監視 還有中文工廣告連結的頭編集 廣告連結是廣告業縣的一個重要康古 從1999年以後都是我來編的 另外我也會擔任這個活動的主觀單位 環境基金的同事長 當然我主要活動還在政大 我的研究室在政大西洋館二樓 各位呢 禮拜天有東西知道爬山 所以順便來找我 我禮拜天的話在研究室裡面 去寫東西我看得出 好 這張圖呢 是我去年呢 就比是更為熱活動 去年是民事辦 我們去英國參訪VBC 這樣在VBC的RESET的地方拍下來的 好 它這個布條 布條字 當然看不清楚 我們把它放到 好 從這個裡面呢 它似乎給我們對數位化也描述了非常好的圓景 所以我們數位化無所不在 只要你喜歡 在類似的地方 你都可以得到你要的資訊 或是你可以得到你要的一個熱 就是VBC 它們在RESET的地方 所掛的一個宣傳的布條 那這個布條 這個布條 它們瞄繪來的 整個數位化之後 非常漂亮的圓景 真的會是這樣嗎 好 我們要數位電視 對各位來講 一點都不陌生 各位我們來一見 看了解什麼數位電視 簡單說 它是一個相對於電視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非常簡單的一個定義 就發售 就是數位訊號 接收 也是一個數位的設備 那我們就給它 稱之為數位電視 這對數位電視 也有非常簡單的概念 第一個 跟傳統的類比電視不一樣 它會有它的互動性 傳統的類比電視 我們的司法 就是王貴 就坐在家裡 電視機前面 播出什麼東西給你 你就看什麼東西 然後電視出來了 你就開始看節目 廣告出來了 你就做其他事情 比如說廣告時間出來之後呢 很多人就會去上廁所 去尿尿 在美國小鎮層裡 有這樣的記錄 雖然小鎮的時候 在電視廣告的時間呢 這個小鎮的人自來的水場 是壓 就會往下回憋 因為整個鎮的人都全部跑去尿尿 好 電視廣告出來 你會開冰箱找公司 電視廣告出來 你會打電話 你會交小朋友功課 我會的時候順便給他們 把掌 好 這是我們的電視傳統行為 它是有安全上網位 單向的一個傳輸 你對電視沒有任何控制 但在說電視以後呢 你會有一些不動性 你會有一些選擇 會有一些選擇 這大概我們在英國的一些畫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第二個 他們的行動接收 這是跟傳統電視不一樣的 傳統電視呢 我們看電視 全部都在家裡電視前面 我們常常在比較呢 在各位如果有參考從頭學的話 大概在比較了 適當媒體的時候 電視跟報紙有非常重要的區域 早是會跟你說 報紙可以帶進廁所裡面去 電視不行 好 但是這種也不打破 它行動接收 以後你可以用內容的東西 來看到電視的訊息 好 另外它有選擇的一個詩選 做法電視的MOD 這也是一個主動權的 你對你用主動的一個群群 另外它有數據的傳播 有所看的話 除了影像之外 它事實上還是有電腦功能 有電腦功能 另外第一個 那是高畫質跟高音質 就是說 很多人對區域有很好的一個充信 所以區域出來之後呢 這個模特林志廷 臉上似乎有長痘 似乎有長痘 都看得清楚 這是高畫質的一個影像 那聲音反而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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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我們現在打開電視機 我們有六七次的頻道 然後等數位化質況呢 剛才就叫我們提到 無線電視台 第二單瓶碗 我示範出來 觀安是我們的無線電視台 有三幾個頻道 再加上九七電視台 我們打開電視機以後呢 我們會有三百個四百個甚至五百個頻道 我一光彎就 這是整個數位化質況呢 整個呈現的一個內容 不一樣 整個呈現的內容 整個呈現的內容 會跟現在的列比電視 會有很大的不同 在列比電視時代 我們思考的是 不要爭取到頻道 所以我們很多網友對打別人 在以前我們社會運動的時候 就要打自己退出 事實上就是這樣的思維 我要有一個發言權 我要有一個頻道 然後在世界裡時代呢 我只要有一台 有一個電視機 電視台的一個營運的指導 就可能會有一個印鈔機 只要打開電視開始播 我的鈔就進來 所以早期呢 還是中式華式的同年呢 他們是單月單息 雙月雙息 年中選定的時候呢 還卡著去嘛 在座位朋友家 還是中式華式的長官 早期是這樣嘛 單月單息 雙月雙息 雙月雙息 你馬上看看 你幾個月的薪水 早期呈現的內容 一個思維是 所謂的頻道喜有性 頻道喜有性 好 現在的數位化一樣 頻道被人不值錢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老三台 事實上屬於一個虧損的狀況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所以早期呢 在類似時代 我們主張應該有公務電視台 來補少數的主角 或是補精英 或是補一般的大眾 因為他必須有個發言權 但是呢 數位化之後呢 你似乎呢 頻道太多了 不需要再把另外一家 背景成為公務電視台 這是一個另外一種思維 所以事實上呢 這在整個的一個 在重溫政策裡面 我們必須了解一下 二者的一個差異 好 數位電視接收 好 看來是我們傳統電視器 我們可以用電腦 好 提起可以看 然後可以看 手機可以看 PDA可以看 這是反映在整個 數位時代的一個思維 就是它們的行動接收 好 手機看電視 PDA看電視 跟傳統電視器 不差不多 道別不差不多 好 這就不遂的 所謂的 數位會有的概念 可以帶進來 數位會有的概念就是說 我相同的一個看電 我會帶所有的媒體來破 沒錯 在科技上的處理 絕對是OK的 但是你從實際上的一個思考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恐怕是我們要去思考 好 我現在整個大的螢幕 我是用的是一個 非常壯觀的一個形象 我用場景 好 用場景呢 讓你把它拿到 PDA 手機來看 你一看就像螞蟻一樣 從科技上的思考 好 數位會有的OK 但從實際上的運動 數位會有的數位 比方必要 我們還要思考 好 整個傳輸平台 我們可以透過地雲坡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 五家五線電視台 他們傳送的一個方式 台式 華式 中式 銀式 還有公式 就是一種地雲坡的傳送公安石 好 另外我們透過有線電視來做 我們可以透過衛星的數位電視 在台灣沒有通往這方面發展 另外有電線網路 就是中華電線MOD 這是不一樣的一個傳輸的平台 好 這四種傳輸平台的一個比較 基本上在無線台的話 可以做到行動接收 可以做到目前的點會 或者可能會進行一些部位的頻道 但是以目前來講 整個的收視臨庭 我們會有點高一點 但這跟節目有關 現在整個我們的 無線電視台的數位台 我給他一個形容詞 要列理節目數位過處 所以挺多人不應看 我家裡又不接收戲 但是我從來沒有辦法裝進去 然後另外有些電視 它的收容率比較高 但是目前的局限範圍比較強 衛星比較不錯 地形的限制 但是台灣似乎不是反這方面來發展 中華電信 這個MOD還有 但目前的服務的客戶比較少 這是台灣目前使用民態的一個比較 當中所謂優點區別 都會隨著時間改變和修改 好 那我們再更進一步來看 地理電視跟數位電視有什麼區別 地理電視大概只會再加一看 你是一種故隸式 那數位電視呢 它是用動視的 好 列理電視呢 通常是即時性的收攤 好 播出來了 我們就看 播出來我們就看 數位電視呢 你透過一些預壓 比如輸引器 這樣一個方式呢 你可以做到time shift 那時間呢 變成由你來掌握 好 它的使用電視器列底呢 是用架上型的 數位電視的方法我們提供 它是用頻道為多元 好 看列理電視呢 是用電視節目的傳播 但是數位電視呢 市場會有很多 它除了電視以外 它會有數據的傳播 甚至很商量 它會玩一些電動玩具 玩一些英文的遊戲都可以 好 列理電視呢 是一種線性的結構 數位電視呢 數位電視呢 數字狀況的結構 好 這差在哪裡呢 換句話說 數位電視以後的發展 背景有複動性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選擇 你看上面的 就是說 你一個同樣的節目進來 你可能到一個節點 你會做一個選擇 我們就跑掉了 所以相同的一個節目 你在看 跟別人在看 恐怕是不一樣的一個選擇 而選擇完以後 又會有不斷的蹲刺 當然這是一個假設的模型 但是可以做到 但對於類比電視來講 它不是一種線性的收視行為 一種mini-less focus 線性的收視行為 就看到我們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坐在電視前面 我們要看的是節目 然後結果出來 廣告出來 我們就是做其他事情 恐怕完以後 我們在回過的環境 時間是跟著跑 是條件在跑 所以這位 先知道什麼問題 先知道我們現在的規定問題 電視是個收視力的調查問題 我們目前的面審 沒辦法來解決 我們數位化之後的 這種樹狀的結構 這沒辦法來解決 當然它還有很多 沒辦法解決 像行動接觸 面審怕沒辦法來處理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好 是不是對廣告來講 也會有不一樣的一個思考 在我們上一位學生的時候 我更進一步來說明 在類比電視 我們要的是我們量的一個概念 在類比電視裡面 我在廣告出去 為什麼電視廣告的同時前呢 因為它一下子 可以讓幾百萬的人同時看到 那以前呢 在播出一項的時候 收視率呢 百分之五十幾 好 京津的時候 什麼叫京津 你們知道嗎 台灣的第一出的連續劇 就中市 他們在 九七年的時候 播的 京津第一出的連續劇 出來收視率呢 將近百分之八十 京津帶著原始 在這裡一個小女生 他跟他媽媽分散 於是他全神地 做Poco去找他媽媽 其實他媽媽住在他家隔壁呢 他們還沒找到 做精心的故事 典型的回照劇 在做人家中市的朋友 這是台灣藝術的連續劇 好 這一種呢 它是我們追求的達眾 但數位電視出來之後 沒有大眾的概念 因為我們頻道太多了 所以數位電視廣告 以後 口罵必須有觀眾化的思考 你不能追求我們大眾 追求電 口罵 就不見得是對的 好 在內裡的電視廣告 傳統電視廣告裡面 它可能資訊的深入 事實上是很短 換句話說 它有三十秒呈現 才能夠演繪了 然後 你多做了十秒 做到兩分鐘 很少 一半兩分鐘 有 以前有個手機 Nokia的廣告 它找機器用來拍 它有聾雅的女孩子 你們看過 有 但是拍兩分鐘鐘 因為太長 太貴 所以它播得非常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三十秒 二十秒廣告 但數位電視廣告之後 是它的資訊量 它有無限的顏色 它無限的顏色 無限的顏色 它們變成跟無限的顏色 都不一樣了 在傳統電視廣告裡面 廣告跟節目是必存的 而且直接用限制的提供 剛才我們在講一邊強調了 廣告跟節目是連在一起的 節目看完 我們看廣告 廣告看完 我們節目出來 我們要看的是節目 我們就看廣告 廣告對我們來講是無重要的資訊 各位收視行為裡面 大概各位都有這樣的感覺 我今天坐在電視前 我要看的是金色摩天文 至於金色摩天文中間 差不多的廣告 是香蕉蛙哥 我一點都不重要 對不對 看完我就忘掉 看完就忘掉 那你看這次廣告有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沒有 沒有 沒有人家的廣告 中間買電視廣告 當然有效果 當然有效果 那有人家會認同 低色度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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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看這廣告把它忘掉 明天看這廣告把它忘掉 後天看了很難不注意它 但是有一天我到超市去 我要去買 泡麵的時候 我就會聯想到 Are you for me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廣告太多了 這它整個訊息呢 全伏在我的老闆裡面 所以電視廣告還是有用 好 這樣子的東西呢 在數位廣告裡面 恐怕就沒有 好 那在數位實在的電視廣告 它是可以獨立來運作 換句話說 疊減之後 我直接來看廣告 我不要看情 我直接看廣告 好 這裏電視呢 它是一種加重的一個 偷看 它可以定點 或者定時 我要看金色同天 就在哪個時段 我要看廖比東地區 就在哪個時段 定點定時 數位電視廣告 它是一個移動的一個收視 所謂呢 基本上 它整個思維會不一樣 然後 列比呢 它是一個單向 數位是個互動 好 列比的廣告 就是目前這樣的一個 它的畫質跟它的音質 但是呢 數位廣告 列出廣告 它整個 它的畫質音質呢 會不一樣 好 列比電視廣告 我們進步的門檻很高 換句話之後 你必須大的廠商 我們找個專業的廣告公司 你花一百個萬 拍一片 一百個萬是起碼的價錢而已 有三十兩廣告 拍到一百個萬來看 OK 如果你找林志祺 那就不一樣了 你找魯友華 那不一樣 找蕭翔 不一樣 好 那你這樣整個進入文台 事實上比較高 但是數位電視之後呢 零到太多了 所以廣告序据量相對的降低 換句話說呢 以後呢 你要製作數位電視廣告 進入門檻 會變得非常低 男人都可以做 好 列比電視我們從量做個思維 數位電視廣告 恐怕應該有觀眾的想法 所以你必須有實的思考出來 所以呢 數位化跟傳統類別呢 在整個電視廣告的完美呢 會有很大的不同 好 接著我們來談日本跟韓國的經驗 所以日本跟韓國的經驗呢 是我們第一屆呢 在辦創意禮的時候呢 我們去日本去韓國去參訪的一些資料 所以各位呢 我們在說呢 今年也有機會到日本到韓國去 好 日本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一個NHK 一個NTT 不是電視台 是東京電視台 NHK呢 它是一個公民的 由日本販送協會 它在1925年 就大部分14年的時候成立 那這個電視台跟我們台灣有沒有關係 有 因為它1925年成立的時候呢 1927年在台灣也成立了 我們台灣的第一家的廣播電視台 事實上就是日本販送協會 在台灣所設立的一個分製的機構 就成為台灣販送協會 那後來呢 就變成台灣的惡惡地的火鍋電臺 那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呢 就把這些日本來屬於日本的一個電 那個火鍋電臺就接收了 接收了 改成中國 中國公司 中國公司 接收日產 從日產變成國產 從國產變成黨產 然後去年呢 就連到 中民 中市呢 一起來馬鈴就賣掉了 市場多受我們的錢 另外呢 因為中民呢 它還是接收日本的販民社會 中國電視成立的時候呢 中廣呢 有投資10%的股份在裡面 所以中間的金額呢 非常複雜 好 好 然後NHK呢 在1950年呢 就開始有公共電視這樣的一個想法 1953公司電視 然後在2013年呢 它在東京大阪與53個都會地區呢 開始播出地面的世衛電視 目前呢 有3500萬付的一個收視度 好 NHK為什麼會集中 基本上它有錢 它不是完全靠日本政府呢 來養它的 而是透過一般的民間的收視 要付錢給HK 所以你要看公共電視 你要看比較好的品質的節目 是要付費的 而不是免費的午餐 它的一個費用呢 就在這邊 你可以一個月付 可以半年付 可以一年付 可以卡派的人到你家的運收 然後呢 你自己轉帳也可以 那看到人家收呢 就跟自己轉帳差不多是塊日幣 就差不多要少一點 這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公共電視台 你地方要求它比較好的品質 那你必須 你要自己付錢 不能靠政府來養 因為我們用現在公式的一個收視率來收 我們只有0.08的收視率 那你要100%全民來共同固權 來維持一個好的公共電視台 然後讓這個0.08的民來看 就點0.08 這事實上還是不公平 所以呢 可以說NHK是另外一種思維 好 NHK播出的頻道 它有中府的頻道 還有教育的頻道 另外有衛星的頻道 好 之類他們也喜歡發展高畫質 還有綠景 每天就開始就沒有辦法 它的特色 基本上 它是可以提供觀眾錄影的服務 然後它設計強勢字幕 它這個字幕 以後做成了重大災害的廣播使用 然後可以Data可以重新傳輸 另外它整個是高畫質多樣性的服務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奇怪的思考 它是用加密的電視器 電視器的遙控器 作為加密自動化的一個介面 它不是用手機 手機是屬於電視廠商 所以NHK當時玩到電視 電視能夠作為加密自動化的一個介面 然後這時候我到NHK參觀 買了兩個玩具 一個是日本的電腦 一個是他們的馬克杯 而為它播這個呢 NHK方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攝影機板 就是說可以參觀的 從那來參觀的地方 就類似我們台式 在大樓底下 有一個電視國館一樣 國規模 那大樓了 台式上大樓了 那上下有30樓 你可以錄進去 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未來日本 NHK 他們對日本的一個電視 發展的一個攝影機板 規劃 可以自己動手去玩 所以走到這邊 就是第二次下 可以讓他們買一個東西 好 另外呢 我們到NTT 到處於這個地方去 NTT 以漢文來講 它就是電電公社 電電公社 它是以手機做為一種思考 換句話說 它用電力系的思考的一個角度來處理問題 它透過一個手機 透過3G的手機 它會做了很多的自動化的設備 對 自動化的設計 主要是因為它是手機的廠商 電力系的廠商 和它思考 當然更做為一個公社 電視台NHK 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們去的時候 拍到的一個機器 這一個什麼機器呢 這是一個 你要去出去玩的時候的 登機報道櫃檯 好 你要把機器的廠商 通過手機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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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把你的訊號 要去的地方 輸進去 輸進去 輸進去以後呢 如果手機跟你回路說 你定位OK 那就OK 不用玩了 也不用去拿機票 到了 你要 登機那天 在約定的時間之前 你到這個報道櫃檯 你要把你手機的一個 條碼 把它寫出來 你把手機輸入你的密碼 呈現這個條碼 跟它對一下 跟它scam一下 OK 它第一個分明 輸出一張機票 先登機證出來 然後輸出 好 如果你出國的話呢 要看你的Potsport 是不是還 有效期間 請你把你的Potsport 把你的輸送拿出來 從這個上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有一個機器碼 擺進去 它scam完以後 NWP就出來了 喔 機票已經 那就可以去更新了 節省整個更新的時間 好 這整個操作的重點在呢 完全在手機上面的控制 完全在手機控制 所以手機呢 會變成它的一個 發展的重心 也成為一種 它未來生活的一個 後缺的 然後手機調整的話 好 它們有一些 當然是無碼的一個閱讀 那中間那一個 是它的一個 閱讀的一個介面 它們需要 只無一萬 它才做起 它們很多 很多的一個設計 好 這是 那個 電電公社 它們的一個 發展 好 另外我們還到故事電視台去 故事電視台呢 故事電視台呢 跟台式有約往 我們台式呢 在1960年 創辦的時光 因為我們對電視不了解 我們找了日本故事電視台 來投資 所以目前呢 台式也有日本故事電視台的 委會 佔了百分之四年多 一共有四家 日本廠商 都佔了目前台式的委會 加起來百分之四年級 故事電視台 故事電視台 是其中之一的 台式跟故事電視台合作對 故事電視台是一個 非常會做生意的 電視台 整個營運模式 直到我們去學習 你看 光看人家的電視台 就會讓空暗心動 這在哪裡 在日本東京排場的地方 各位各位 在東京排場 大概各位跑台場的遊玩區 台場有一些墨 裡面有一些復古的一些街道 對面就是故事電視台 設計會非常漂亮 各位有看到畫面中的 大雲群 大雲群 就完全來讓觀眾參觀 跟觀眾互動的一個場地 跟觀眾互動的場地 所以他們的電視台 在思維裡面 它不是刀刀在上 而是讓觀眾進來 我們去看HK也是一樣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場地 讓觀眾來體驗未來的數位生活 故事電視台的一次 然後就是它的吉祥物 那小狗狗 擺在他們的拉底的地方 一個大攝影機 一個大麥托 一個是文字記者 故事電視台呢 它除了收視率 是日本常識第一次外 它的營收有23% 來自於業外收入 來自業外收入 它不是靠電視廣告 而是電視廣告以外 它的整個投資在數位的設計 它是天使來的日圓 但是把它從山看看 是它們來紀念的一個數字 然後它們被行動電話 那說事情 為它們很期待 那為什麼期待 因為手機 可以拉長看電視的時間 為什麼 這是日本的一個社會集團 日本的條不一樣 台灣現在風情很辛苦 日本比我們更辛苦 上班花一個半小時 平常的事情 下班再花一個半小時 而且它們開隊不一樣 開車 日本是搭大眾交通的工具 所以搭車的時候 不要看手機 所以如果手機電視可以普及的話 對它們來講是有幫助的 另外它們也會發展一些 其它的額外的服務 像地震的警報系統 即使手機關係 所以你看 你發生緊急事件 它們可以把它們叫醒 很不錯的設計 好 目前 我們在2014年去的時報 他們跟我們表示 就是說 他們目前還沒有裝備行動收視的 而來製作內容 你看你看那個大的電視台 事實上都蠻固實的 就從科技的角度來講 我讓手機看電視一點都不難 但是它目前去開發 特別為手機看電視而製作的內容 幹嘛 因為市場會窮 不需要走在前面 然後呢 它整個呢 數位電視的廣告量 在目前比較低 然後呢 整個它的一個主控的設備 在三年之內要全部更新 就現在應該在更新中 而且提加完成 然後整個數位化的基礎建設 由業者共同來完成 不是靠日本政府 我們台灣什麼都要靠政府來做 那實際上是不見的 和平的一個要求 因為錢是業費來賺 然後公共的一些設備呢 需要政府來賺 所以大家來決定的市場 都不見得是可不見的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一個 空間電視台 空間電視台呢 相對於故事電視台來講 是一個很小規模的電視台 小規模的 然後呢 開個小規模 所以 它對數位化的想法 讓我非常難動 它說它不要走在前面 因為呢 整個數位化的投資非常大 然後 以目前來講 後面有限 數位化這種東西 科這種東西 跟傳統的 你必須要拿來介入區格 傳統的有一些生意 你先搶就會先贏 我們剛剛說 你給他 你先搶你會先贏 但是科這種東西呢 跟傳統的學習是不一樣的 它是用跳躍式的學習 各位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這是不一樣的一個學習的思考 各位你要學日文 你要從五十一開始學 你要學英文 你要從二十六個字母開始學 你要學華文 你要從豬英國開始學習 你要學電腦 你要從馬華嗎 各位知道電腦是哪一年 你進來台灣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 你進來台灣是1979年 1979年說 我們台灣才有個人電腦進來 個人電腦進來 個人電腦進來 也不是由政府機構推的 而是在重新南部 一家打瓷器行的老闆 打瓷器行的老闆 打瓷器行的老闆 他覺得打瓷器 生意越來越難做 於是逃跑美國去 跟當時美國的三大個人電腦品牌 在2011 Rabio Share 他們做家電 他們有做客人電腦 他們有做客人電腦 就跟他們打瓷器行進來台灣 有1979年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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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電腦 只有一個黑白螢幕 12吋的黑白螢幕 然後看一個Givo 主機板 CPU 都搶在這個Givo裡面 Givo CPU G80CPU 那是8B Givo 各位想想奇怪 8B 好 看有沒有Rate 當然有 Rate有多大 有5K 好笑喔 好 看有沒有 他的做衣系統 沒有 他做衣系統叫BASIC 他燒在一個肉裡面 那個肉裡面 這樣5K 好 他的瓷唇設備是什麼 他瓷唇設備不是瓷電器 那當然也沒有光碟 那你用什麼來儲存呢 用卡式錄音機 來各位強強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用卡式錄音機來儲存你的資料 好 卡式錄音機都是一個小時 萬一你的資料 是擺在中間的45分 那怎麼辦 請你從頭開始找起 去外面吃個話 回來45分 剛剛找到無料的東西 那你一個東西賣多少錢 當一個電腦 在1979年的時候 賣5萬塊錢 那時候大學的畢業生 一個月賺到錢 賺5千塊 所以你要將近一年的薪水 才能夠買到它 好 這是台灣的第一部電腦 好 你現在學電腦 要不要從第一部電腦的 BASIC的元開始學呢 也不一樣 你要不要從Apple 2開始學呢 也不一樣 你要不要讀它的COMO 讀它的FORCENT 要不要 包吼吼不一樣 你隨時可以定句 這代表從事為 科技這種跳鑰匙的學習 你先跑不見的先移 先跑不見的先移 這是跟傳統的knowledge 不一樣的地方 你家的小朋友 搞不好玩電腦 玩這比你更多 我有多電腦問題 我自己不解決 我找學生來幫我解決 沒錯 幫你又行 這是一種科技的東西 你騎我的腳 騎我的腳 騎我的腳 沒有一點畢業 所以工信天才 都想好 我覺得很好 你整個人都得一個 數位化 我幹嘛跑在前面 我讓別人去玩 玩完以後 整個硬體成熟 整個市場成熟 我一樣可以進去 我不會因為前面沒有進去 所以沒有我的市場 這是一個玩完完全全正確的考量 所以在整個世衛化裡面 無解的要跑在前面 一定要跑在前面 所以他本身 他做什麼來做 他用他的堪臉來淋補 所以他是相當好的一個節目 他整個節目做得非常好 各位 如果你喜歡看古董節目的話 開運監禮團也是那麼做的 開運監禮團做得很大的 一個小東西 他們可以上台下台去找資料 這個東西變成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受歡迎的 就是他的一個電視官軍 電視官軍也是他們的一個主要 在2011年入區 我們有跟安排民視非常細心 安排電視官軍的製作 來跟我們一起聊 電視官軍整個創意的來源 可以從團體討論的關係來呈現 他整個創意的來源 可以來自一個書 可以來自一個POP裡面 可以來聊天觀察的結果 所以電視官軍 他的整個來源非常多元 檢測強調真實 關鍵話他沒有作假 他也不需要作假 他也不需要作假 他也不需要了解 看我們兩個資格公司 我們可以來負責工作團隊 有100 通常為止150到200個人之間 分為6到89 你看 勾長 然後勾出 到2011共有13年 民體級的製作揮 1800萬日圓 各位馬上出一三三案 多少錢 我們台灣一直來卸負使 做了一幾個小時或是一半個小時的節目 600萬的新台幣 那後來人家做得好 但是雖然600萬 雖然一天天200萬日圓 但是收益通常維持兩到三倍 廣告收益都維持兩到三倍 好 他可以一樣這樣做 他也有他的思維 他不要打卡石 我們現在有很多台灣公立節目 一定要找個大名新年來玩玩遊戲 認為這個才可以 才可以呢 吸引人家來看 這次冠軍沒有打卡石 全部是一般的民眾 都是你我 所以他整個節目呈現出來 是有相當豐富的主題感情 換句話說 他呈現實在是日本的一個 日本人的共同價值觀 你只要在各行各業能夠有好好的表現的話 你都可以突然投地 可以全部灌一區 這對我們整個社會的做不一樣 那台灣社會呢 你畢竟做得好不見得了不起 你要讀書要讀得好 你那個西社要好馬歸 才能夠進台大一群系 這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但認為價值觀不是一樣的 各行各業都有做結束的 即使你做印照往南的話 你要做第一名的印照人 你要做九隊小姐 你要做第一名的九隊小姐 現在有一個 第一名公關戰士 有一個結束 他呈現了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的節目跟他整個日本人的一個價值觀 能夠融合 所以他能夠這樣做環境 所以在我們思考結束的時候 或許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日本人的一個數位化的一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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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2011年的終期 他到2011年的終期 才終止他的類型訓畫 就換句話 全面的數位化是在2011年的年中開始 台灣是2011年 台灣居然做了 日本人還要化 日本人的四位化在哪裡 但越落後 國家越偉大 像中國政府 北京 他們是2008的 好 在2003年的年底 在整個日本的數位化 他們的地面坡 也有無限坡 都涵貸的戶數 已經200萬戶 其中東京 690萬 大阪 雲湖 230萬 然後 只有在日本的全體加護的 伺服制而已 好 然後 他認為呢 整個數位化的推動 以第二個Event 來相結合 從他到2006年 都直接接種的時候 他可以成長到200萬台 到2008年的 北京奧運 他可以成長到 400到500萬台 2011年全不公平 北京奧運 他整個數位化的政策 他有思考到這個Event 的一個配合 然後 下個台灣 在這方面 就比較 偏向 在氣房裡面想出來的Schedule 還好去找不上 好 好 日本的數位化的模式 第一個 他想要的 是HTTV 這裡 日本的國際 還很按照片 開放後 比較困難 就 高影音 高畫質的一個節目 這個是呈現一個明顯的意義 所以推動數位化 當你的幫助 另外的思考 是行動接收 行動接收 電圍也是一個 數位化的一個力氣 這是日本的一個經驗 好 接著我們來看韓國的經驗 還在起步的階段 韓國他們的用戶只有150萬戶 使用副動只有30萬戶 電圍會成長 而且會有市場 在前面 只是在燒錢的階段 只是在開口市場的階段 到2016年才能開始獲利 員工有500位 500位比不多 我們老三孩 通通比他們多 主要請各位注意 顧客服務的人 佔了200位 換句話 他們會說 做Cust-Service 是他們的一個重點 打電話來處理 這個服務服務 有15大隊 包括娛樂、證券、地產、氣象、新聞、聯繫資源 計程車、遊戲等等 都有 點選率 是影片最高 聯繫資源最少 這裡期望 台灣營資賺錢 找一些資源很少 它整個的一個界面有15大隊 它會直接從衛星來下載 走一衛星來下載 然後到各個交付去 然後它要付錢的 用分級互惠的官司 每個月要付25000塊的銀幣 可以看到60個 聽到60個 Audio的Channel 跟100個 Video的Channel 然後 背負前的 有14個頻道 這14個頻道 一定要偶爾付貴才能看到 包含其內的頻道 好 再看過來了 你看它的重要 在裡面 Skyline 它是一個common carrier的概念 它是一個傳輸者的概念 而一般的傳輸者的概念 它採取自多分離的策略 就是說 我只有經營這樣的一個頻道 我從衛星來下載 然後 讓人家來接收 然後 至於前面的源頭 不管你提供氣象 不管你提供環境 不管你提供環境 不管你提供人生事業 通通是由協力廠商 一起來做 一起來做 它是一個平台的概念 等於 合作來撥出 堪戀的盃來做 宣傳它來經營 然後 它有廣告的盃 沒錯 但是廣告盃 它整個的錢 是由協力廠商來拿到 它只有收 它賺的錢 賺的錢 賺的是 訂付的貴用 訂付的貴用 它自己會處理堪戀的問題 自負溫的概念 整個 目前不靠廣告收入 這又給我們另外一個提示 所謂廣告收入 一定要有足夠的收視率 或是收視率 你沒有發行 或躺上廣告的價值 沒有發行 沒有看廣告的價值 你作為部落格 就幾個人看 當然你沒有機會 上廣告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發行電 你才能過去收廣告 那協力單位能跟它互動 透過整個網路來傳授 這當然也是應該這樣做的 這是他們出來的互動的選單 你要上廣告 你會點什麼 事實上 我要來接工一下 環地產是一個人做的 但也應該可以做 但是環地產做出來 還是一個靜態的畫面 只有照片 沒有動態 這當然是整個 硬體的平凡的限制 好 再來看大家發行 這家公司 十五名市 有配合人家公司 他才會收 MHP 在整個技術上 是蠻領先的 他可能一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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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做互動摩店 做TV shopping 好 另外我們看一個很重要的電視台 叫KGS 它是韓國的公共電視台 我們兩個頻道 在韓國佔領40%市場在領域 在整個年度的預算 或是人數上 規模最大美名的電視台 他整個今年盟視 主要是收電視執照會 韓國都是一樣的 做為他主要的財源 那節目呢 是以新聞燈文化為主 來接KGS1 然後我們在整個合併 三個電視台的TVC 變成KGSTV2 維持商業營運的盟視 廣告也佔超過流程 剩下就靠製造會 KGS Korea 那是一部文化節目 所以不需要去付錢 這是他們的一個KGS 以下分為幾個頻道 有不同的經營的盟視 他們到了 非常大 這是他們的通道 為了拍照的 你會通到的 可以很多嗎 你們看不清楚 韓國人 這是他們的 員工的大工的消息 在韓國人休安 我們在2004年去的時候 這條街 天天看到法國 天天看到示威 天天看到警察 在美國大使道 附近 不凡他重力 各位 今天去大概 我想一次一下 這是他佛鄉鴻 基本上大工工團接近 我們來看MVC 這是一個 我想華視可以學對一下 文化電視台 我們來看 明天在1961年 他成立的時候 是一個商業電視台 商業的文化電台 然後1969年開始 光明電視 然後1988年 被韓國政府 強迫成為準公共電視台 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 換句話說,MBC是藉由商業電視跟公務電視之間的思維 我想說華視的角色,以後的角色實在蠻接近 不過,MBC是維持一個獨立的董事會 以後華視,照目前的努力來講,是併到公司的系統去 對於公司的董事會來管華視,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它整個經營的模式,有19個電台,是個附屬電台 是個KL的頻道,三個微型頻道 有一些時工師,譬如資料公司,一些科技公司 證明他們的訓練單位等等 主要的,他們的節目做得好 MBC大家都知道,像愛上民主播、青稿飯店 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場景 都是MBC做的 作為公務電視台,他們做這樣的節目 事實上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一個地方 好,吳江鴻,又可以收到 好,從日冷跟韓國的經驗,我想這個主要有關 各位呢,如果我們今天去日本、去韓國 你所看到的,不會只看見到電視數位化這樣的概念 而是用深頭數位化這樣的概念 這什麼數位化,都不是電視數位化 深頭數位化之下,電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而不是全部 不過他們整個思考,數位化的政策思考 對日本人、對韓國人來講 它是考量到整個民眾的數位生活的提升 它不是只有單單關照某一家電視台 或是整個電視台,也不是 它是關注在整個民眾的生活提升 在民眾的生活提升之下 要接著才照顧到電視產業的提升 好,也因為電視產業提升 所以它會連動到整個IP產業 整個IP產業 像韓國、像日本、他們的一個印尼的規格 都是自己來發展 換句話說,他們的一些製播的設備 都是買了韓國人買韓國 日本人買日本貨 台灣、市場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考慮到整個數位化政策 我們比較關注整個電視產業的數位化 而電視產業的數位化裡面 並沒有思考到堪鐵的問題 我們在整個內容的思考裡面 比較常 那IP產業呢 根本沒有想到 整個台灣電視數位化之後 隨著到錢 外商的那些公司 我們別的不說 以攝影機進口的 燈光進口的 賣工進口的 我們整個機器的更新 事實上再造型 是外商的愛依產業 而不受我們自己的公司 所以整個思考裡面 我們跟韓國比起來 我們似乎缺來兩塊 似乎缺來兩塊 好,接著我們來看台灣的數位化政策 所以我們這名客人主要 讓我們各位來討論 一定要來一起來想 這個問題 數位化呢 不能只有關在你的器材裡面 自己來想 你必須考慮到人的因素 所謂人的因素 就是消費者因素 就是觀眾的因素 它為什麼滿你的數位置信 數位化對觀眾朋友沒有鬆起 當然也不 好,頻道選擇會增加 好,它可以享受到 包括高音質的節目 如果沒有HGTV的話 它會有互動選擇 好,看起來好像比較玩 比較好玩 但是呢 有互動選擇之後 相對的操作的困難度就會增加 然後它的設備也必須更新 這個數位化之後 對一般民眾的職業中心 大家會看到這樣 前面的三項是優點 後面的兩項是缺點 我們優點也能夠幫忙 來涵蓋它的缺點 所謂缺點就會產生它的抗議性 所以這時候 我們在整個 這時候手臂思考的問題 然後這時候 去年在英國拍回來的一個電視畫面 非常地複雜 你要看這個之前 你要先戴上你的老花眼鏡 然後按你的遙控器 做一個選擇 各位來這裡或許沒有困難 但對你家的阿公阿媽媽 對你家的阿公阿媽 絕對會有困難 這在整個操作畫面的一個 會碰到的一個難題 好 會有直目畫面 會有這樣的選擇 阿公阿媽的意思 阿公阿媽的意思 阿公阿我畫一塊 他在畫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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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改變 這個方面就改變 好 這個也是 一圈面是一個畫面 旁邊是一個選單 左邊是畫面 右邊是選單 所以跟我們現在的 練習的思考形態 又是不一樣 你看 畫畫玉綠 都是要離選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去無碼 大概使用台灣會比較困難 不過台灣沒有無碼 還好 這是它的遙控器 這是簡單型的遙控器 是上的地方複雜 你看它的遙控器上面 它們有各種不一樣的顏色 有不一樣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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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 可能翻訓建議 共同建議 因為有這樣困難 所以他們是發展 額同期 額同的遙控器 別想不夠玩了 好 數位化是上 對人機大的人 對低設計地位 或低知識選者的人 是讓自己挑戰 接著 數位化 要考慮一些東西 觀眾的利益 有沒有被考慮到 以目前來講 在整個數位化裡面 我覺得並沒有考慮到觀眾的利益 比如說我們現在2010年 就要整個更新 整個我們的數位設備 但是我們現在整個 這股的宣導 似乎還貼不到這樣的訊息 貼不到這樣的訊息 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買了電視器 我現在是2006年 我現在買了電視器 還是類別的 等過三四年之後 變成我的電視器不能用 他不罵死才過來 他會罵人 所以我們在整個 一個數位化的宣導裡面 這裡也是應該被思考的問題 觀眾應該去告知 否則的話 觀眾的利益 會不會有忽略 那我們目前 整個數位的播出裡面 我看來有提過 不管是台式 不管是中式 不管是華式 或是民視 或是中式 我們的節目 所謂數位的節目 只是一個類別的節目 數位播出而已 難怪整個奧運完之功 機箱口就賣不掉 機箱口就賣不掉 因為你從那個所謂台 裡面的數位台裡面 你看不到我們那些新的東西 他的節目 甚至比一般的電視 還難看 都是一些比較 惡切的演員 有惡切的節目在處理 所以這個整個思考裡面 我覺得觀眾的利益 並沒有被我們考慮到的話 所以在整個的 數位的政策裡面 我覺得也要考慮到 低設計地位民眾的需求 不管是 總共政策 或是其他的政策 都是一樣 低設計地位民眾的需求 應該是永遠被政府 列為第一考慮的 政府存在的目的 應該是服務一般的民眾 所謂的一般民眾 都是低設計地位 我剛才在政府機關裡面 當評審 做一些政府宣導的評審 那很多政府計畫的官員 他會跟我講 說 正好是 我待會要選 最好選一個 比較有創意的廣告 有創意 看起來都比較好 我給他一點觀念 我說 政府的宣導創意 一點都不重要 政府宣導要 是要效的 而不是創意 而不是創意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 政府宣導裡面 應該照顧 低設計地位的民眾 比如說 你要宣導長壁圖 長壁圖 長壁圖都要多洗手 應該多說 有些運動 你要照顧小朋友 這些跟高設計地位的民眾來講 一點也不需求 高設計地位的民眾 他會於他人機的網路裡面 他會於他的其他資訊 和網路上的來源 他可以知道 如何來御環長壁圖 但是對低設計地位的民眾來說 他沒有其他的資訊來源 他無疑的資訊來源 就是靠的是政府的宣導 所有政府的宣導 你不應該考慮的是創意 不應該考慮的是誇獎 你應該考慮的是效果 各位想想看 我要御環長壁圖 我拍30秒的廣告 跟我在交代對岸3一樣 或是其他活該搞 我用演員的對話來實現 哪一個會比較有效 我相信演員的對話 會比較來得有效 所以我要去排斥 所謂的制服 制服對政府的宣導來講 是OK的 只要不是為特定的政黨宣傳 只要不是為特定的政策人物宣傳 政府一般的施政的宣傳 我覺得節目制服是OK的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容易溝通的一個方式 而且可以照顧到低色經濟為民眾的需求 這麼的廣告 這麼的宣導 不是要發詳 不是要創意 要的是效果 你沒有效果 你最後再發詳 都沒有用 像以前有一支得獎的廣告影片 是兒童炭腸器 因為它有做的 它要宣導 兒童炭腸之後 要有五個步驟 哪五個步驟 哪五個步驟 哎呀 沒多少 偷偷泡袋瘦 然後它怎麼樣來 呈現這套複雜概念呢 它要找來一個默片 你投給你的演員的默片 把它剪輯起來 到水流 兒童炭腸之後 你要偷偷泡袋瘦 這是偷偷泡袋瘦 那如果知道底層的話 我不會跟他講 為什麼 不是要創意 要穿一身霸 而是他力 導錯 各位想想看 會發出兒童炭腸的家庭 是高色經濟的家庭 還是低色經濟的家庭 各位的家庭不會發生 這樣的兒童炭腸的事件 因為你們都知道 如何來照顧小朋友 如何讓小朋友來避免這些危險的活動 但是低色經濟的民眾 他們每天把幾乎被淹來做差 所以對小朋友照顧會舒服掉 所以你很容易發生的 跟他們移民絕對是在那裡 低色經濟的民眾 所以你整個跟他們溝通 你並用比較平時的語言 讓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讓他們溝通 而不是用美國的默本 作為那種 為他們熟一種 中產階級 知識物質的一個影像元素 來跟他們來講話 所以這個騙子 儘管創立非常好 我覺得它是有效的 這個騙子 所以我們在整個政策裡面 我們必須要照顧到 低色經濟的民眾的需求 我2011年 我要全面的數位化 對高色經濟的民眾 來講 這些都困難 我只要換UK17 或是買一個機上來就好 但是對一般低色經濟的民眾 我還要購買三千塊 買一個機上來 三千塊 過去不值什麼錢 但對很多民眾來講 他可能是他無一個月的菜市 所以在整個政策裡面 觀眾的利益 我們應該一直走來不上去 我們回到一個老文學院來思考 所以各位傳統學員都知道 創新擴散 好 一個新的東西 數位電子 電子的數位化 大概是一個創新 創新呢 我們要幾個元素 在裡面 第一個 你必須有一個傳播者 或是一個創新 在這裡面 我們所謂的創新 就是電子的數位化 好 我們有我們的財納 它就是我們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消費 好 這個創新的破綻裡面 時間有得出的因素 不是你今天講 明天我也接受 好 我宣布說 因為今天 5月1號 晚上12點 整個類型號 沒有了 作為型號來取代 不是這樣 你可下去就可以 中間有 一定要每當時間的運量 每當時間的到我時 這種時間的因素 必須在你創新的破綻裡面 被考來的到 好 所以整個從創新點 到消費的之間 中間必須有些因素 就是它是一個時間的因素 這種時間的因素 它必須加上一些傳播的破綻 你必須有些告知的破綻 你才能夠把這些算計的知識 就是創新的消費 讓它們才知道 好 如果我們用到一個 X型的擴散區間來看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新的事物的擴散區間 它開始結束了 無量上 到餘地的時間之後 就會急劇的增加 但是到餘地的時間之後 它的整合的接觸 就會到達頂端 無藥用的人 永遠無藥用 因為要用沒 早就買 對人家的實行的曲線 各位你們看到了 在右邊 它絕對不會到達天花板 曲線不會到達天花板 所以畫得不好 它一定不會到達天花板 第一 有人聚集一些時候 比如說手機 連人都有 在中間沒有手機 緊急說 其他食飽飯 每人都有手機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中午吃飽 吃飽飯的 有一個就能手機 民視的主任藝術 還竹筆 但是沒有手機 他不是買不起 他可能有一些的關 他不願意接受這樣輕的失誤 有這樣的人 我們台灣的電視機 永遠不及 並不會到達台北境外 為什麼 有些家庭 它拒絕電視 它不再拒絕給我 它是一般的電視生產品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能打大跑 所以我們擴散曲線 它不可能到達滿漲 所以前面的市場是比較少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 急劇的增加 各位思考一下 我們手機的擴散 似乎就成天樣的群現 在90年代 那種非常大的手機 那種典型的大都大那種 旁邊還有一個小地方 變電磁的 只有少數人來抬頭 好 接著呢 慢慢的補給 到了90年代的後期 急劇的增加 在台灣現在變成了 連活動生都會有手機 好 到2000年以後 事實上 都補給率已經到頂了 換句話說 已經不可能再增加手機的門號 就已經到頂了 這時候怎麼辦呢 對手機財商來講 他要的數據就是手機機型的分數 否則他整個就完蛋了 因為一支手機他有用到好幾年 因為手機有用好幾年 我上次的手機用了十年都沒有換 每次他用都被人家績笑 所以對手機財商來講 他們一鼓勵說 你的手機淘汰了 拿出來的面子 所以最好把你的手機 如果老型的話 老是的話 就要把他丟到他裡面去 同時有隻手機把他這樣做 他們要用新手機 然後把這個手機丟到那個湯裡面 把他倒掉 好 這是一個觀念 在整個商品性的擴散裡面 它不是一個晚上 就會達到百分之九十 或是百分之九十的普及率 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前面是我們稱為一日期 中間是我們吃漲期 當然錯了 好 最後一個成熟期 好 接下來我們來考慮 一般的消費主要 平常要接受你的創新品 你的東西有大毛病嗎 第一個 你會考慮到相對的優點 好 你的新的東西跟記錄的有什麼區別 你好處在哪裡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的創新品 你的新品的優點在哪裡 那你必須考慮 好 我處理電視 相對於業體電視 我有什麼優點 如果整個內容是一樣 然後到2011年 人家講說 你的電視機不能用 請人家挖三千塊去買一個機上 你不被人家罵死才過 因為你沒有相對的優點 第二個 你必須考慮相同性 新的東西跟舊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相同性 有相同性 當然容易可以接受 以電視機來講 智商相同性是蠻好的 同樣都有電視 然後要考慮它的複雜性 複雜性 在數位電視來講 會有一些複雜性進來 操作界面會不一樣 整個畫面的選擇會不一樣 還有複雜性 另外要考慮適用的可能性 這東西你能不能夠適用 這個思想考慮 知道我們推廣一個新的產品的時候 你必須去考慮一個優點 去考慮的一些關鍵 你沒有考慮到這個 你當然能夠創意 會很難達成 以手機來講 它能夠相對的優點 有非常好 你會隨時可以帶著手 人家隨時可以找到找到 好 傳統電話能夠相對 有完全一樣 勾畫接聽完全一樣 它能夠複雜 一點都不複雜 主要你會玩那些有的沒有 它就是一個電話器 你不要把大多相機來用 它就是一個電話器 所以它沒有複雜線 那你用試用的能力 有你介意 會有電話的打法站 給你用 所以手機的補給率 會在你的時間之內 呈現完整 基本上它具備掉 是個創新品的個人站 所以數位電視 我們從推廣裡面 這個事物要去考慮 好 通常我們在整個規劃上 創新者 第一期要達到2.5% 早期的13.5% 早期多數 30% 晚期多數30% 抗拒 達16% 台灣首席的抗拒者 是16% 但是美國肯定出來的一個 創新品通常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常態公布的曲線 那以我們台灣的數位電視來講 我們現在 創新者好像2.5% 恐怕都沒有 恐怕都沒有 美國人 或許前面 跑完 在奧運期間 買了機場盒 現在進化都沒有看 各位 台灣的整個數位化的 一個推展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還應該再加碼劑 好 另外在整個加速 採納創新的過程裡面 必須有明顯的力 我剛才我們有提到的 明顯的力 你沒有明顯的力的話 事實上 人家會產生抗拒 好 我們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的數位化的政策裡面 有沒有提供明顯的力 我們整個內容看起來沒有改變 我們世界裡面 都會有過程 我們現在才有行動接收 是一個利益點 但行動接收 還有一些時間 你在開車的時候 轉換的時候 人家看不見 你將來你模糊 所以我們很多人 奧運完以後 機場盒大概有自銷 因為它缺謊 明顯的力 在台灣整個數位化政策裡面 我們來檢討一下 是一個媒體的因素 數位電視也是一個媒體 手機也是一個媒體 但是電視的因素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考慮它 好 數位化對我們整個電視產業 會產生很明顯的攻擊 在2014年7月的無線舞台 他們已經數位化開播了 今年1月開始 29歲以上電視機 必須內建數位電視訊號的接收器 這是今年的政策 請問各位有沒有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訊息 在報酬看到這樣的訊息 都沒有 都沒有 2010年 我們要正式收回電視訊號 整個 非常樂觀的目擊 數位電視機 補給率 會到達58個成果 我可以去答覆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推動環節來講 是沒辦法達到的 好 思考一下 電視比什麼存在 電視存在 主要靠廣告的收入 對K-Valaya 它有發行的收入 好 數位化對我們廣告怎麼辦 我們媒體的經營 千萬不要從科技的角度來思考 科技是無所不能的 但是科技的使用者還是得來 所以媒體的經營必要從人的角度來思考 數位化對我們 電視不是一種單向的重複媒體 而是有互動的功能 它的聯想網路 有個人化的個子 那我們傳統的電視廣告 為什麼這麼說話呢 因為傳統的電視廣告 是用廣播的功能 讓人很多人看到 好 我們雅國 廣告 電視廣告 是用低色度感 用Law Environment 我今天看到忘掉 你今天看到忘掉 我當然也不記得 但是有些網板 後面我想要去訪問 我哪一天網板 車子到國外去玩 我會想要Excape 因為Excape 可以爬上波去 然後無論如何這樣支持 因為電視廣告 不斷的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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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資訊呢 它也詮釋在你的腦海裡面 所以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自動的會去解鎖 自動的會去解鎖 自動會去解鎖 所謂的廣告功能在這裏外 但是數位化說 廣告變成你要去主動連選 變成你要去主動連選 廣告假設讓你被窄 廣告在而不是 電視廣告在而不是廣播的功能 而被窄坡的功能 總是窄坡的功能 電視這種長期的 我們在傳統領用生還可以選用淺化的功能 用淺化的功能裡面,事實上就有型了 就是有型了 你現在看的這個品牌不會記得 但你要買就自然會想到它 大學生不會注意化妝品的品牌 但等它異業了之後 這些女生自然會想到 她以前所接觸到的廣告品牌 你現在不會想要買車子 但有些人想要買車子的時候 你也記得汽車品牌的印象就會不上來 這就是廣告的模樣 當廣告變成這樣點選的時候 沒有人會主動點選廣告 你幹嘛要主動點選廣告 我使用電視機的功能是娛樂 我使用網路股的功能是資訊 廣告對我來講是額外的不需要它 所以在整個數位化的時候 廣告的角色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在美國一家公交的Tiple公司 他們有做一個統計 2014年的報告 他們說2015年 整個有100萬人家庭 會使用VR個人錄影機 錄影機會刪減 自動會跳進廣告 把廣告的地方mask it down 你直接看的是節目或是廣告 因此這種動作使廣告客戶們 刪減電視廣告預算 達10萬70億美元 這份這樣的報告 比如廣告組協會 一直在大公司上被表示 有七層表示 對這種廣告被跳過的技術 他們沒有練個因應之道 因為錄影機本身就好像有功 你在馬路下來通播的時候 廣告就跟你scape down 因此他們有四分之三的廣告組 他們說他們要三點電視廣告預算 其中四分之三的廣告要兩層 兩層人用在哪裡呢 他們用到網路廣告有點形象 也有一半人認為要增加商品的制度 制度廣告有變成制度 這是美國的一個調查 所有人的廣告 他手臂有一點 四年平道真多 但是整個廣告這塊大平 並沒有相對的增加 好 我們現在電視廣告一年 差不多三四百億左右 正確沒有人知道 網路預算多少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們現在直扣市場價格 非常非常混亂 你會殺可以殺人 你不會殺 你就被別人殺 被電視來殺人 所以這種人知道 廣告預算有多少 所以另外一到中東 整個轉台會變成非常嚴重 變非常嚴重 就會變成廣告殺手 即使傳統電視節目的廣告 也不會有人去看廣告 也不會有人去看廣告 廣告形式要不要改 如何來改 現在有行動的天收 有手機可以看電視 手機可以看電視 手機可以看電視 廣告的行動 要跟傳統的電視廣告 一樣 有複動的選擇 複動的廣告要不要跟傳統的廣告一樣 這也是要去思考 收視率要不要做 我們現在的收視率 是全台灣 全8百戶的家庭 在你家裡面 轉台一個屁眸聽的 然後傳統說 他告訴你 我們這裡有幾個鍵 包包看的時候 請你按這個鍵 包包看的時候 請你按這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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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就是要乖 要這樣按 好 關鍵的時候很有興趣 包包看媽媽就按 媽媽看媽媽就按 一起看也按 各位先生的看 一個月以後 他還會這麼乖 當然不會 我放點氣了 放點氣 我稍微壓著這個鍵 我們的壽司令調查 就是這樣來的 這都不變 都這樣來的 那我們就根據這些壽司令調查 全台灣忙成一團 每一共買公司 根據這個來選擇節目 這次來判斷 哪一個節目有人看 這次節目 這次行為 歸歸歸歸歸歸歸 報肚致行為 就整個收視率晚上結 好 我們來過一段冰狼七屍吧 收視率晚上深 中午的時候 給你看屍體跟樓體 晚上看電視的時候 給你看樓體跟屍體 一樣 我們白天好像已經 親吻不是一樣了嗎 我們整個收視率 主導到台灣的電視文化 它不但主導我們台灣 三百億廣告的預算走向 這一千八百戶的家庭 主導到台灣的三百億廣告預算走向 還主導到我們的電視文化 還影響到我們下一代的價值觀 你覺得病狼七屍 國際性很重要 你看我們收視率要不要看 我這個話應該講的 也需要很平衡 收視率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我不應該根據收視率 來思考電視行為應該怎麼做 現在收視率是根據點 不會說我收視率做的 所以電視台的新聞主管 我這某一個新聞 我對著收視率來看 都知道 某一個新聞 收視率拉高 是什麼因素 收視率降下的是什麼因素 我以後這根據官要塞就好 這鐵門家來推特 所以台灣整個電視文化 遏止化 電視台要負一部份的責任 收視率更要負大部份的責任 而且收視率讓整個電視台網路下去 交給人CDRP的貨買 結果跟收視率來貨買 那電視台沒家哀笑 沒家哀笑 早上開始 那個 高經理有來 我每次去跟他聊天 他異常罵就不失禮 因為他們幾乎沒辦法收視 沒辦法收視 所以在台灣在整個事態裡面 應該是思考怎樣 否則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越有種故意越漲 而且會讓各電視台無壓循環 好 電視台業 面移到這樣的情況 怎麼辦 好 我給大家一個見點 第一個 我們要集中鹽花 我們技術要轉鹽花 最後說 不要各台去玩自己的 一個數位的原畫 你不見得先跑先乳 那應該以同一些單位做 好 比如說我們五交公司 認為台灣什麼樣的規格最合適 好 這個公司思考之後 然後技術轉移給其他的電視台 而不是每一家都自己要玩自己的 這到底造成我們投資的一個浪費 另外呢 各台應該有結合關係 比如說我這樣講 我覺得五線台應該要發展HD 然後它那個中文台來服務大眾 然後有線台應該叫SD 然後它那個小動台來服務觀眾 而且不應該限制有線台的 它的定位的上限 我做的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我是有少數的族群 我為了讓你活下去 我當然應該很貴 比如我做的是一種教學的節目 或者教我非常特別的科學 我告訴你人家在耐你的知識等等等等 那這個我一個月有定會 收入五千塊 要的人他會定 不要的人他就不要定 這種工具的關係 政府需要你介入說 我有線台 定以上線我會要買他 應該這樣才會 那五線台不要收錢 它變成一個中文台 在整個無線台裡面 套什麼節目都有 Discovery也進來 HBO也進來 整個就可以變成一個無線壓縮 一起來發展 所以不要自己去玩 各別的一個東西 尤其台灣說 拖延有機會 看它躲過來一步 你躲過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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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整個個社會就哭出來 整個無線台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進入的關係 那事實上 從整個台灣的民眾收視行為來看 我們長看的節目大概10-12時間 各位想要看是不是這樣 我講大部分的時間 雖然你遙控欺利 就是在調停在調 那事實上我們長看 你回想一下 大概不會超過10 覺得我們在78格,10格也不行,12格也會比較複雜 所以在12格之間,有限、無限的頻道,如果能夠把我們經營這些頻道的話 是讓我們現在有出國下去的可能性,而且會賺錢 我常常講一個關聯,你要賣一些店,到屋裡去經營一條街 為什麼光華商場會被我們現在買電子零件的本意? 因為它是一條街,你現在可以找到你所要的、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比較價格,它是一條街的概念 如果你把這個概念塞掉,光華商場剩下一家店,你會去嗎?你不會去 所以一條街的概念,加電的概念,來自重要 所謂的固定型概念,我自己會讓他們讀書 結果可以把六億概念來,無限的,要一條街的概念 經營交接,不是經營接的業者 所以無限電台應該變成無限的家奧局 這樣的概念 然後各台呢,它應該要發展各式 不因為民家,都有新文台,然後可以捐出一些頻道 來合屬新公司,這個新頻道裡面,可能有新文台 可能有Discovery,可能有HVU 然後在無限家奧局裡面,完全滿足觀眾的需求 然後Cable怎麼辦?Cable又做不動話 我訂價也會,但是我提供特殊的資訊 你要的話就來訂 應該用這樣的一個序格 但是台灣有限無限,來過其中運業,來過一起共同來發展 否則現在是一種非常不平等的,心頭式平等 這種不平等的怎麼樣?不管你捷股怎麼樣 你訂價一個月不能超過六百塊 那六百塊做起來都非常的辛苦 這六百塊裡面呢,不但Cable還是要賺錢 他分給東四多少錢,分給中間多少錢 分給三億多少錢 然後還是中四華市民視通通通不到 因為網店網規定他們是閉產 都會對他們分錢 很奇怪的一個限制 好,各台應該以特色來作為定位 我們常常說Candent to the King 那Cable是不是Queen呢? 抱歉,Cable絕對不是Queen Cable現在變成本部值錢 大家有講過話 整個比牌價值在於節目,不在頻道 我不必有這樣的概念 比牌價值不是在頻道 我今天要看大成績 我要看的是大成績 不管它是在巴勒波、在三億波 還是在彩虹頻道波 在彩虹頻道波 我當然要看 因為我看的是大成績 而不是看彩虹頻道 所以我們必須有這樣的概念 各頻道 你必須有你的一個品牌價值出來 那品牌價值就是你的節目 就你的節目 像3D台灣台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 相當成功的一條頻道 因為它很多節目 與十點、十點檔案一條 市場青年會非常好 用心話來玩 然後這一系列 禮拜到禮拜 每一個晚上都幾年會非常好 三億波未來的世界也不錯 像《世界那麼大》、《冒險王》 我會給我看的節目 這個都清理會非常好 然後我們節目館裡 應該有算到節目資產的概念 就是說 整個應該可以重播出 我做的節目可以重播出 可以跨平台播出 可以重組播出 甚至可以跨文化播出 換句話說 在台灣 你看金色摩黑人 到港澳去 他們會不會喜歡 從跨文化 你必須去思考 你有跨文化思考 你才能夠外銷的價值 你沒有跨文化思考 你就沒辦法外銷 所以節目的資產 不是只有波比斯 就是玩下 玩下的資產你賠錢 你一集的節目 製作費要一百多萬 你怎麼能夠收回來 你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節目的資產觀 這樣的概念 另外 你要增加跟觀眾的互動 來增加夜外收入 一定要有一些觀眾公關的概念 我要查看觀眾 觀眾不是跟我們搖搖相對 觀眾在融合在我們電子台裡面 我們來看不死電子台特案 我們再提醒一次 他們意外收入在百分之二十三 這是他的總公司 這個波比電斌 看個畫面比較清楚 波比電斌 也指控在大廈的時候 兩萬元群 波比電斌 不是給員工過 而是給參觀的民眾過 前面是他的帝下部 這是他的帝下部 這是他大樓前面的廣場 前面八集呢 就要舉辦活動 讓觀眾來參加 有新的節目 要對出來 舉辦活動 在電視台本身 電視台基本上 整個AI非常簡單 就是說 在整個到處看到他們的LOGO 可以到處看到他們的吉祥物 好 另外這個什麼地方呢 這就是跟他們電視台無關 這是一個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叫海老米 這個高速公路休息站在哪裡 各位 如果你有搭高速公路從大阪 從基督 要到東京的話 或從民國屋到東京 進入東京之前的 最後一個休息站 就在任意外交海老米 所有採訊 都到外面去 進去看一下 好 他的 日本的高速公路休息站都非常大 他裡面呢 廁所非常擔心的 各種各式各樣的賣店 然後供應的熱茶 然後非常擔心的紙杯 有茶 有白水 另外 他還有一個特別的福利 各位去自媒體 有地 高速公路可以給人外 要到非常詳細的 看你們的地圖 這蠻有用的 你旅行的話 看地圖才比較好玩 否則司機就一看完 你就不知道 各位去到高速公路 看他們地圖 好 在這個高速公路的虛擔裡面 我們看到這樣的東西 他的吉祥物放在這邊 他的吉祥物 好 這幹什麼呢 你像是一個抓娃娃機 抓娃娃機 抓什麼 你是抓他的吉祥物 抓他的吉祥物 好 裡面還有一家 由CORMAN 是他的專屬賣店 富士電時代的專屬賣店 什麼都在賣 跟他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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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心血我們的宣傳 這當然也是拿來賣 跟他桌面 好 你看他做一些果子 做一些點心 然後拿來賣 所以他整個成效 這個也是 這臺灣放得很遠一點 這也是點心 這也是點心 所以整個富士電視台 他概念 這是小毛毯 你開車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睡著 你一死怎麼辦 買一小毛毯給他帶 所以他們也在賣 一千兩百六十元 不算貴 好 這臺灣也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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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臺灣也有水兩台之類的 除了跟關東互動之外 他們還舉辦大型活動 他們有音樂劇 他們有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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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馬西館 有引進國外馬西館的表演 另外有個個 各位從去過臺灣 帶相當的雕刻之身美術館 也是富士電視台精明的 所以他們夜外所謂 在臺灣的事情 富士電視台給我們一個思考 電視台不是靠廣告來賺錢 你應該還有其他官司給他賺錢 對電視台來講 它必須強化所有廣告的容許 而且你必須思考 有所有廣告的同伴 必須廣告對無線台來 對電視台來講 它只有廣告可以讓它生存下去 所以廣告形式要適合 以後怎麼辦 整個廣告形式的改變 會有行動化的思考 你手機收拾的話 各人化 互動主動的想法 然後可以提供 我們大量的資訊 制錄的行銷 制錄的行銷 我覺得會變成廣告流行 尤其廣告很容易 被限定消費者 scape 掉以後 節目 變成主要觀看的標語 這時候 制錄行銷 大概是一個 你唯一能夠去思考 各位看韓劇 女主角用手機 男主角用手機 演技 制錄的 開著車子 制錄的 連劉會的咖啡機 也是制錄的 通通的賣 沒有什麼不能賣 制錄並沒有所謂的 廣告流行理的問題 因為 制錄基本上 它只是一個道具 VG James Bond 他的手錶為什麼要戴 Omina 他不戴 Rolex 因為 Omina 給他學 對 台灣為什麼要開BMW的車子 而不開郁龍的車子 因為BMW給他學 所以它只是一個道具的實現而已 所以我制錄運 是OK的 另外收視率到底要有重 但我們提過 台灣的收視率到最後會很麻煩 影響到我們收視的文化 我自己是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我們要請一個單位叫ABR O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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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視率的調查 一個單位 這是比照 我們現在的報紙廣告 的一個提合單位 我們現在有個ABC Omina Omina ABC 是在集合平面報紙的 平面雜誌 跟報紙的發行量 做為後台廣告的英訊 台灣的ABC 台灣的報紙裡面參加ABC 不如一架 它的名字叫蘋果 其他都沒有人參加 在還沒有ABC之前 制錄跟那個中時聯合 互發行量品 結果ABC出來之後 他們兩個都講 制錄原來要參加 看這兩個人 兩家們都不參加 於是制錄也不參加 不過蘋果後來加進來 所以這個ABC 是用的集合 報紙跟雜誌的發行量 好 現在數位化之後 事實上我們在頭端 就可以了解 會有多少人 來看有的 什麼節目 所以從頭端的集合 就可以了解 所以以後事實上 不需要有一個 所謂的收視力調查公司 那我們從頭端開始 我們要避免電視台造假 所以我們要組成這樣一個單位 ABR這樣的單位 由廣告組 廣告代理商 電視台 共同組成的單位 我們來集合各個電視台 頭端所公布的資料 是正確的 這樣我們收視率 就出來 根本不要花錢去買 根本不要花錢去訂它 因為在整個設計裡面 我們的電視台是收壓的 ABR是補償 絕對正確 它是補償的概念 而我們沒有經過收壓 而且我也有所謂的 操作過程裡面的誤差 就包他看有沒有按 包他看有沒有按 結果出來就沒有看 這樣誤差也不會有 所謂ABR的情商是OK的 好 另外 節目的制度要做 以後會變成主流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要想辦法 要透過西武法的動作 我們現在廣告這次法裡面規定 節目廣告沒有問題 就是說 節目是節目 廣告是廣告 如果你節目廣告化的話 心目局要跟你開滑 心目局要跟你開滑 心目局有個節目 X節目 寄廣告的諮詢委員會 在下回是你們諮詢委員會 我們每個禮拜開 每個月開支會 心目局會送一些資料 看哪些要不要滑 我們要上面寫一件 提供給新聞局都參考要不要滑 很多心目節目都會滑掉 然後某台的心目節目 出現一個大的摩天輪 裡面也寫 建屋山三個曲 滑 對 節目裡面 置物 我對這個詞 比較開關的態度 我覺得即使是廣告理事 是確定的 你的動作大摩天輪 他不能出現建屋山 我真的要去玩怎麼辦 我還不曉得到哪裡去 跑到美麗滑 事實上是 所有人在整個觀念裡面 我覺得這個畫面應該修好 讓整個節目裡面 帶有寶寶的訊息 應該適當的畫面 另外還有學校說過的畫面 現在整個節目節目 都是誰要轉走 都有製作公司轉走 然後電視台也真的看 他都知道 全部都置物 然後一毛錢碰不到 現在比較聰明的電視台 在如果要讓他維持節目 都先講 我要拆掉 要拆掉 所以這種社會的辦法 似乎應該把他協調出來 另外考慮到整個社會化之後 我們社會的因素 就從政策的因素來看 整個社會化之後 我們的社會化目的在哪 有沒有影響 我們有沒有照顧到 我們的IT產業 我們的電腦 我們通信產業有沒有 我們的家電產業有沒有 在目前我們輸入化 每個政策的思考底下 大海唯一能夠獲利的 只有家電產業 因為傳統的電影電視機 淘汰成為輸入電視機之後 家電產業可以獲利 其他大概賺不到錢 手機可以看電視 但是手機請問 在座有幾個用Thank you 全部都用外電視機 所以轉走的市場外電廠商 整個電視水準 我們要透過坎田的提升 我們來做數位化的思考 從而來提升整個 國民的影韻的娛樂水準 另外整個坎田 我們要必須有政策 我們現在整個很多 數位化政策的思考裡面 我們就想到疫情 我們想到軟體 或是軟體想就比較少 如果你只考到疫情的話 你真的會變成文化的殖民地 或是變成賣藥的人 到最後你吳宥白的頻道 你怎麼辦 我知道我切過去 辦個小型的單位 來讓人家來賣藥 我當二環東 我做個縮選就可以了 西文局華錢 大家講好 來西文局華 你要付 西文局華 你來你修復 電視台的拐 電視台錄裏的賺錢 就現在廣播電台的經濟盟視 哪來對我電視台的需要 事實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整個數位化 將實際要影響 所以它必須有 你整個堪點的政策 或是中華變成賣藥台 一定有意思的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要扶持 我們自己的影韻產業 要讓我們自己 國內製作的節目 可以自好地 在我們電視台裡面 來播出 所以我們要贊成 姚文誌姚文局長 所說的 我們要限制 外輪劇的播出 在我們的環境黨 都應該要播外輪劇 我們台灣在WTO 談判裡面 我們事實上是失敗 我們廁所 透過我們在整個 外輪劇的長區植入 大家可以看得多外輪劇 我自己製作的節目 我一個小時 要花100萬 120萬 我買一個外來劇 一個小時 要5萬塊 我的電視廣告 會用收入一樣 請問如果你是電視台老闆 你會採取什麼策略 你這位自己做節目 才傻瓜 所以你必須要保護自己 所以你在整個環境時段 應該整個播自己 國人製作每個節目 不應該它外來劇 整個進來 管它是中劇 管它是韓劇 公眾補充 這個保護 應該有它們的 政策上的意義 另外 我覺得要有一個 租稅化的概念 當你們速度化之後 我們很多錢 都被一米的外國廠商 撞手的時候 我們對這些 一米的外國廠商 我們是要求 它們應該夠負擔一些回饋 所以他們的租稅 是不是應該夠負一點 負一點 我們要補助 我們自己的 節目的製作 當然這個 整個確實的實在也要大 我覺得應該可以思考 美國的關鍵 整個結論我們來看 我們常常以為會說 數位化是電視台的轉機 和起機 這一點我們華爾街均 同意 尤其對無線電視台 師傅對微星電視台一樣 很多人做到半天 四張天前 他們期待數位化之後 我們會使整合的一個 情勢不一樣 會帶來轉機 會帶來契機 有這個機會也沒錯 但是操縱不對的方面 會不會提到 整個數位化 要以聯合作為思考 而不要用科技結論 用科技作為思考 用科技作為思考的話 也容易轉入很多女角界 因為科技是無所不能的 你根本科技好的話 只要發展出很多 消費不需要的東西 雖然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必須用聯合作思考 所以在整個數位化的經營裡面 要考慮到經營的角度 因為可能說 電視台對廣告上來講 很可能是危機 很可能是危機 好 我們這裡有幾個圖 第一個圖 我們呈現的是我們的廣告投資 跟經濟成長 大概會有持平 我們是一個以開花的國家 所以我們不可能期待 台灣的經濟成長 跟中國那種開花共同國家一樣 每人會有八 會有九的經濟成長率 這不可能的 台灣是一個以開花的國家 說我們跟歐美一樣 每人能夠維持個三 維持個四 已經很不錯了 已經正常很不錯了 所以在整個經濟成長裡面 我們會有持平 所以各位不要覺得 中國大陸會超越我們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可能超越 日本 不可能超越英國 美國一樣 經濟成長 絕對有它的 Ceding effect 天花板的效應 你到了一定的天花板之後 你沒有辦法投入 你經濟成長 整個公務所得到 一定的多少錢以後 整個經濟成長會停止 會停止 用台灣一樣 我們現在一萬六千萬人 所以中國大陸 成長到今天的程度 它會停止 它有可能在市場 而且自從大陸 它整個城鄉的差距太大 這變成國家來的 是五一七 所以經濟成長 對台灣來講 我們是持平 既然經濟成長的持平 廣告投資 你都不能期待 它會突破性的提升 多可遠 管理電視節目 廣告整個市場 就只有那麼多錢 那你說我怎麼辦 只好這樣 這兩個是持平 但是有兩個東西 會晚上生 一個是使用網路的時間 各位使用網路的時間增加 另外就是使用媒體的內容增加 早期我們使用媒體 只有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看報紙 一個是看電視 然後後來 我們現在呢 有使用網路 有使用手機 使用ipad 所以有的沒有的螢光 民視的商品 MSA 有一些陌生人在聊天 告我們無聊 被我看無聊的事情 好 這代表我們什麼 我們使用媒體的類型 會變得非常多樣化 會變得非常多樣化 好 但是呢相對 我們看電視的時間往下跌 各位有沒有 看電視的時間往下跌 好 看廣告預約 已經要往下跌 你要往下跌 這六條曲線 這六條線 各位要把它思考一下 這是我們台灣整合發展 數位電視的時候 預期思考就是六條線 好 在我們期觀之下 就會有些不一樣的想法出來 第一個 這個對消費者來講 我們的選擇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但是 還是電視 使我眾多的 娛樂和資訊的來源是沒有 好 我要看新聞 我當然可以看電視新聞 我也可以看報紙新聞 但是 我同樣也看網路循環 我們現在可以報紙發行網路 往下跌 把報紙哀叫 中國忠實網報的發行量 比不上YouTube的他們個人的 部落不可樂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報紙他們沒有機靈的概念 他們認為科技是神 於是就把他報紙的內容 全部破在網路上 而我既然有上網 可以免費的看到這個報紙 我大麻花十塊錢去買 科技 是神 科技有時候不是神 可在整個科技的應用裡面 你必須從你經營的角度來思考 你在整個媒體的一個經營裡面 你不能這種討遇到科技的因素 你必須把整個經營的一個想法帶起來 你所有的動作你一定要賺錢 或是幫你做他幹什麼 我把報紙的內容破在網路上 我能給我賺錢嗎 沒有 沒有就不要去做 不要讓人家這種時髦的 不要讓人家這種科技 這種先進的 如果說我在那邊 放在那邊 大家全部到網路去看 沒有能到身邊去買你的報紙 這比你想的 好 對廠商來講 廣告不在這個唯一 在整個全群化的策略裡下 商品的價格跟資訊 變成非常非常透明 但我想問解案之下 我存在的價值不在於說 我的商品裡面 使用來多少的原料 我的原料有多好 我的物料有多好 我的價值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的價值在我的品牌 各位願意花三萬塊錢 買一個阿媽女的套裝 同樣的形式 同樣的材質 在夜市裡面 他叫做 你阿媽賣你三百塊錢 你要不要買 阿媽女三萬塊 你阿媽只要三百 你要不要買 你不買 為什麼 品牌的價值 就要這個情況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數位化之後 我們整個品牌的行銷 應該有婚眾化的思維 廣告再也不是唯一 要有婚眾化的思維 好 電視產業台來講 製播婚禮 或許是有機會 不要什麼都要抓 好 我是一個電視台 我要製作自己的節目 不見得 節目上別人來做 製播婚禮 而且會變成 極大爆的吉祥發 電視台變成了 極大爆的產業 但是製作那個安排 我們這個吉祥發的功勢 可是兩三個朋友 集合起來 就製作我們的節目 好 這個節目完以後 我們合作完以後 我們就是說再見 重新再找一個新的團隊 新的組合 會變成吉祥化 變成個人的工作室 個人的工作室 在整個數位化的時代 是非常有機會的 而電視台 表示會變成動物園 它不只是一個免疫 它也應該是一個 廣告購買公司 也應該是一個 廣告的製作公司 這目前電視台都應該做 而且還跟廣告公司搶生意 所以呢 我們要提一提話 堪品是定 但是宣傳絕對不是規律 製作公司 另外一個危機 在廣告代理業 廣告代理業呢 一定會以後變成吉祥化 所謂吉祥化 所謂吉祥化 非常地舒服 對廣告公司來講 而且廣告周圍 進入民壇 會非常地低 以前我拍廣告片 我一定要有個團隊 然後我要有個資片 然後呢 我會找導演 或找點檢 然後我會租電廠 然後找來道具 找來物體 我把它弄起來 在整個數位化之中 拍廣告片 會變成非常地簡單 你知道 有無電 這一元素 把它兜一兜 你可能就是一個變得 整個進入品 門檻 會變得非常地低 而且廣告代理業呢 會變得到媒體的殘酷 的競爭 因為你沒有媒體 那媒體它自己有媒體 自己就當廣告公司 你整個競爭會有殘酷 廣告公司呢 廣告公司呢 到二三十個中型廣告公司呢 所以我們在電視劃的話之后 我們有三個要去思考 第一個 從月經年端我們來想 從觀眾的角度我們來想 科技理學運動是不對的 科技的使用者還是人 不管科技怎麼樣免變 我們每一個人每天只有24小時 你有8小時要工作 8小時要睡眠 另外使用每一個時間只有8個小時 半个小时你要分对这么多媒体 这个时候你必须思考 所以不是科技不断的改变 也就是引导人的改变 中间会激过很多的朝派 所以平台会多元化 但不一定会 很多人现在讲平台会 我不觉得有这样的趋势 你相同的一个节目 你拿来对视帐播 大的螢幕OK 你拿来手机播 手机的螢幕小 手机是高昂价格非常昂贵的 因为它有时间会有 所以你不可能拿来拿手机来看一句句 除了你会让有钱 或是有钱的巴巴 或是你不会这样做 我行动收视的话 我在车子的行动中 我不可能每一句来看 一个小时的电视线 所以它整个虽然同样是一个平台 但是它的勘点应该要不一样 勘点应该要不一样 科技上别的都会有 但从使用者观来讲 会员对我来讲 未必有益 未必有益 另外我们从媒体端来考虑 所有电格 不应该都考虑到科技的因素 而能考虑到营业的因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你没有考虑营业的因素 你只要考虑到科技 到最后大开你会往下来去 你前面会搅好很多补机会 然后没办法回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须思考 电视 如果你做到基因的角度 你要思考 它是一个资讯的工具 还是一个娱乐的工具 从它整个定位里面 你来发展你的勘点 而不是从科技的角度来试 另外你要注意媒体的替代 和吸油的效率 所调媒体的替代 在电视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主要的 影音的娱乐就是看电影 电视出来之后 电影院被替代 或是被吸油掉 一部分被转移到电视那里去 这种替代吸油的效率 你现在手机出来 电视是不会被替代 或是被吸油 这是你必须思考的 所以在整个新媒体的替代 一定有救命 便利到冲击和挑战 这种冲击和挑战 就是用替代和吸油的效率 这种必须思考 对你的营运有什么影响 然后从社会观来考量 从整个大陆的社会观来考量 我们要照顾到低设计地位的民众 我们不应该被科技签的走 当你科技签的走入的时候 然后你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改良 不断的往前跑 那些低设计地位的民众 他登不上 他在后面 他在追不上 然后开始骂 这种形成这种理由 形成社会问题 而且变成那种社会 变成的故宫 高设计地位的人摇摇五千 低设计地位的港上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社会 所以在整个电影室 输入到过程里面 这种比较美心电的效应 支撑的效应 你必须考虑到 它 然后呢 必须思考到 设计地位的民众感受 整个呢 我们要关注 不只是牵手量的增多 这已经不是问题 这是科技代表的 我们的金融量增多 而是我们应该 更要关注 能勘验 持的提升 在九零年代 我们美丽的拥抱被打破了 我们看的不只是三来两报 我们看的是凯恩多的报纸 我们看的是凯恩多的电视 这时候 我们要思考 再来 不是只有量的提升 我们要这种持 要那种持 所以呢 在整个持之里面 我们必须有再肯定化的思考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谈谈谋 国际化 国际化是神 国际化万能 国际化虚实 民主 都不算 但是如果你没有再肯定化的价值 你国际化 你会被边缘化 你会被牺牲掉 我提个例子 我在去年呢 也是跟民事呢 他们的川云英人员培训班 我去英国伦敦 而且英国伦敦少得够贵 英国伦敦的地点呢 起价是两块英镑 两块英镑多少钱呢 一百二十块才赢 英国伦敦的地点 起价是这样的 然后 台北说 台北说 年一个十块 这时候六倍 好 餐厅是外面也很贵 旅馆更贵 我们最后一转也很贵 但是饼子会很糟糕 每天早上都会我们吃一样的东西 所以英国大陆是早餐 英语的英包 那边包 一边一起是水 一片 一碗那个 Siri 然后加尼环 我用在台湾卖的 直接讲坤 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 昆芒 Siri 加尼环 是不是下来 英国什么都贵 但是有样东西很便宜 我发现 水果 我在脚路上一个摊子买水果 我一块钱一把 我很喜欢吃香蕉 我买了三条香蕉 两粒水运桃 还有一串葡萄 一块英法 请问这一块 六十块才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吗 海底绝对买不到 为什么英国那么高的物价 可以买得到 国际化的物价 国际化是一种开发中的国家 以开发的国家 对那未开发的国家 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我会觉得 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因为继续国际化过程 你让农产品非常廉价遇到英国去 而英国 漫天年是很高科技化的产品 所以这个例子给我们来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你没有在地化的思考 你谈国际化是失败的 而且会变成国家的殖民 电视也是赢产的 我们节目要外销 请你思考一下帝国家的价值 你没有在地的价值 你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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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九零年代的台湾 是台湾民族的第一次革命的话 那我们这次呢 我们应该把它当做第二次革命 让我们直接解释吧 好 谢谢各位 好 好 好 金刚才一位 检济的特别 经济部跟工业院办的IPS 你卖不得拍照 我所讲的 有一个部分是在你讲的东西 那今天我大概讲的就是 以下这几个主题 那其中有很多蛮特殊的 蛮特殊的 就是说 第一个的话我想整个平台的整合 整个平台整个,我比较强调的就是中央厨房 中央厨房的衍生下去其实是很多的资源的工友 董事长总经理跟相关的员工是被淘汰的 所以没有一个行业比这个行业的竞争或是施杀是这么惨烈的 从一户2000块钱被卖掉到现在一户是45000块被卖掉 所以在这个行业其实也创造很多的赚了几十亿的 赚了几亿的,赚了几千万的人 很可惜在这方面我没有赶上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你要名就没有利,要利就没有名 所以后来我舍得是要名而不要利 不然其实我今天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因为早就可以退休了 如果在20082年参与这个工作来讲的话 事实上早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很简单介绍我本身的在厂观学员 都呆过了这个经历 那可能因为这样说这次很幸运的被推荐 本来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后来幸运的被推荐当这个委员 那目前也是大概在电信产业年只有私下我一个人 当然后面我们会再补相关的四个委员 或者是整个四千以后 或是整个这个 但是还是要依照程序去补这些人员 补这些人员 好,那我们再看看,往下走看看 整个产业,整个媒体产业 把它归类以下的 法令的规范 也就是NCC未来在两年内的作用法要完成的 所以所有相关法令要完成的 就在NCC这边是责任蛮重的 还有应用每天的这些相关的新闻 像这几天的铁路的 这几天的张伟岩的 跟民事的纠纷 其实我们都有在注意到 那我们都在适度的 应该怎么去适度的去做一个说明 那再来就是传输平台 传输平台 传输平台是也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整个传输平台 是整个櫻花十二九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中央厨房 那今天这个中央厨房里面 有一个比较蛮新的 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什么叫做中央厨房 那另外一块是节目内容 也是各位专商的 那再来是数位终端 加值五五 也是跟刚刚所说明的 大概是整个体系 整个通信传播产业 那在这里所说明的是说 即使在未来里面 通信传播跟资讯 是不混的 是不混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我们可以看 每一个人切入的角度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 为什么要这个汇流 那刚刚这个汇流 我已经讲 三网合一、四网合一 其实都可以去做解释 那所谓三网呢 就是影像、数据跟语音 那所谓四网呢 就把无限加进来 把无限加进来 就四个网 去年全世界都在谈三网 今年全世界的主流在谈四网 四个网 四个网可以 那这个四个网里面呢 其实核心里面是HDTV 就是我们讲的高画质的电视 因为我们可以看 都后来有人说 其实手机很普及 那这个电话也很普及 那电视也很普及 但是整个来看 手机应该是最普及的 再来就是电视 在电视 但是呢 我有很多人说 手机起带电视 但是很难 因为我常常举个例子说 在家里的客厅 你绝对不用手机看电视 你一定用电视机看电视 那后面也就说 你手机有什么特点 电视机有什么特点 那整个来讲是 就是这传播、资讯、通讯、汇流 刚刚讲的这个饼会打破 这个饼会打破 不会像过去的样子 那未来每一个产业 都要自己要去规划 自己的一个方针跟政策 就像我们 我们大会规划 一年里面的 执行的政策计划 它会规划三年的方针 就是未来的两三个业里面 我们大会做这样的规划 那其实通讯产业里面 这整个产业里面有三块 一个是基础建设 一个是应用的平台 一个是数位的内容 那基础建设 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一个网路 网路是重要 那以目前整个 不管是中华电信 不管是有线电视 不管是有线电视 不管是其他的人 其他的网路建设是不足的 不足的 他有在走下一步 那谁走下一步快 那谁就利益不败之地 后面我也会做一个说明 那另外应用平台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中央厨房 再来就是内容 就是各位 在这一方面很快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今天的 今天又昨天的 有些新闻 你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手机的内容 大概到2001年 大概有43亿美金最少的量 40亿美金 那其实这一块 是有很大的空间 过去都是铃声下载 那未来其实手机的内容也是很快 那另外数位的内容也是很快 因为现在其实 数位化以后呢 频道绝对够用 频道绝对有很多 可是内容没有 内容没有 不管是哪里都是一样的 就是内容都把过去类比的东西 变成数位的 这是不足的 这是不足的 其实未来还有很多数位内容 其实可以去开发 其实可以去创造 那真正最快 我们可以看 电信的产值 一年大概3700亿 3700亿 就是整个电信的operator 就是营印的业者 大概3700亿 那电信的制造业 在我们台湾的制造业 大概也有3000多亿 有线电数大概有700亿 网路的购物大概500亿 那有线电数的购物大概也700亿 那这个都会成长 可是其实最大的一块就是 红色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电视商务跟电视化政府 电视商务呢 其实大概有3000到1兆的产值 未来 当然绝对不是现在的网路购物 或是现在的那个电视购物 绝对不是这个模式 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产物 那另外一个就是 像韩国的电视化政府做得很好 也鼓吹得很好 那其实这方面也可 因为政府应该把所有的资讯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去告诉所有民众 他的施政的方针 还有他的服务是在哪里 而不是这个很多的地方 老板就更不知道 或是不知道是怎么去做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 有发挥的空间 有发挥的空间 这是这一张所代表所说明的意思 那我们再看整个会员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从中央厨房 会往桌上文化 桌上文化就是我们的电脑 我们的电脑 我们都把它成为桌上文化 再来就是无子无话 或者手指文化 人家手指文化 就是我们的手机 就是我们的手机 另外一个客厅文化 就是我们的电视 因为电视总是老少嫌疑 老少嫌疑 再来 网路为王 服务 这三个网 这三个网 未来整个三个产业 汇流以后 其实比的就是你的网路的品质 再来就是比如你绿龙的充不充足 再来就是你的服务好不好 因为未来台湾80%是服务业 所以服务做得好不好 其实有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现在看下面的三点 IT产业 IT产业我是觉得难看好 因为IT产业 做IT的人一般都有侵略性 比较有侵略性 比较积极性侵略性 所以IT这方面的产业不能忽视它 那IT产业会从Data 因为它从整个数据 但是它一定会走向乙音 所以你可以看 现在所有的ISP 所有的二类的电信 它会从它过去提供资讯服务的人 到现在提供VOIP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想做什么 他们还想做VIO 他们也想提供整个网络上的影音的下载 或是影音的服务 影音的服务 结果他们还是走到Wireless Wireless 无线的部分 那从通信产业里面 从中华电信 或是三家库航 你看它会从乙音 因为它最早是提供乙音的 然后进去数据 因为它还进去ISP 对不对 然后现在MOD 它还进了VIO 它还进了VIO 然后最后VIO 所以这个步调 次序是不同的 可是殊途同归 最后都是视网而已 都是视网而已 那传播产业更不用讲了 因为从过去的VIO 不管是卫星 不管是无线 不管是有线的台 它会从过去的VIO为主 渐进走到DATA 以Cable来讲它有CableModern 它可以提供整个DATA 因为它有EMTA 它又可以提供CableFone 或是VideoFone 所以它会进到Voice 进到Voice 然后再进到Wireless 再进来Wireless 那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产业里面 最后的节慎的地方是在VIO 整个节慎在VIO 为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乙音 其实是必定要提供的服务 可是乙音不是重点的 为什么 因为Skype或是VIO 已经把乙音的货利率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你只要不亏本 已经很好了 你想从乙音里面赚钱 非常非常的难 DATA ISP现在你看很多人都是在苦撑 都在苦撑 其实有人讲说偷评官 那我是觉得其实是一个压缩 就是整个的压缩比 压缩比 这个部分来讲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将来是透明化的 你说今天他给你两MAY 给你一MAY 他要告诉你 这个两MAY 是不是在时势上的两MAY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ISP里面其实有很多因素 你的电脑的速度快不快 他的实力上 到他ISP的中间的速率足不足 还有呢 他今天 他跟国外 今天到日本 到中国大陆 到美国 因为他的频观不足 所以他速度当然不一样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 一类跟二类的 之间的匹零 之间的网路的频观够不够 其实都会构成 其实塞车的原因 所以塞车不是只有原因 是很多的原因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 今天要很老老实地告诉所有的使用者 今天我提供你是怎样的频观 但是我提供怎样的频观 我今天提供一枚 如果真正的一枚 时尚的一枚 到我从你客户 用户到我 ISP这样真正的一枚 那我可能是六百块钱 那如果是两枚 可能是八百块钱 应该很老实地公开 这样的一个资讯 让消责知道 因为NCP的成立 第一个重点是保护消费者成立 第二个才是 建前产业的发展 那产业没有了 是建前整个通信传播的发展 所以它是有优先次序的 优先次序 那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们可以看Videos 才是未来整个惠林产业的主题 才是主流 Data跟Voice只是一个陪衬 或是一个小菜 而不是主菜 这是第一点 我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说明的 那再来呢 下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CPU的速度一定到Gigahertz 已经到这个以基为单位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主机议题也是以基为单位的 对不对 虽然现在有人512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会1Giga来跑 会比较顺畅一点 玩户卡也是从10100 跑到现在1G了 现在也有4G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在整个的传输 这个除处的传输里面的Fiber圈 也已经可以听到2G是正常的 4G呢 已经朝这个目标去走了 硬碟大部分都是以Gigahertz为原则 是不是 那画数 现在马上会出来的 1000万画数的数位相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已经到G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不能100MG到家 一直都要到7月用户 所以我说 其实将来到明年开始 一直到2001年 有些奥运的关系 那一定要想办法100MG到家 这个网络的建设 那100MG到家 不一定是给你100MG 你可以在你的机房里 控制水龙头 那初期要高画质大概要16MG 如果你只要有一台电视机的话 有一台高画质电视机的话 要16MG 它可以控制水龙头 可是网幕基本上一次到定位 一次到定位 又未来10年不要改变 那这个不管中华电视 不管有限电视 都还要再走这一步 那谁走得快 谁就会比较利益不戴自己 利益不戴自己 所以在这里呢 我已经鼓吹了两年了 可是可能要从明年 或是今年年底 可能才会看到 相当的一个初步的状况 才会出现 就是这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污水下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污水下的话 其实提供二类电信 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在政府里面 有N台湾计划 N台湾计划有300亿是共购的管沟 有70亿是无限的 无限的 包括YMAX 包括双网计划有70亿在这个方面 那其实它是在整个水溝旁边 在挖 在开挖一个沟道 一个沟道 那这个其实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保留 因为可能你在建水溝的时候 是质疑破坠 就是说你这个那一段 这一条街有那一条街 没有 这条街有没有 那这个共购完了 要走水溝 要走其他要走富比 那其实污水下的 台湾计市已经到达 应该没有 我记得没有做应该到76点几 加上77 高雄也大概四五十 从污水下的到下去以后 然后从你家里面的防火象出来 这个是不会破坏门面的 这个不会破坏门面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如果你是走这个水溝的话 其实都会从人家的正面 尤其是那个店面的正面进去 一定会破坏煤官 一定会破坏煤官 如果从防火象进去的话 其实不破坏煤官 不破坏煤官 那我们可以看 家里面的瓦斯 也是从后面上来的 不会是从前面这样整个上来的 所以这个是未来一个选择的方式 尤其在台北市高雄市 未来的台中市 那你来看台北市跟高雄市 比较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再来呢 我们一看 Five to Eastern 因为各位 我想这个可能各位比较陌生 但是各位应该有一个听到一个 不管日本韩国在推的 或是美国在推的 光牵到家 那我个人比较不笔合现在 就都要光牵到家 我希望比较是Five to Eastern 也就是说光牵到你家的附近 然后呢 你这个 这个从到你进去光点 一个光点一个光来的光点 到可以提供128副的用物 那这中间是以太网路 那这样到达100Mbps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成本最便宜 因为如果光牵到家 那个光变电的设备 不输机善额的成本 所以那个成本大概是会 50倍到100倍的建制 那以这样的投资这样的话呢 我想每一个业者没有一个人受得了 台湾以台湾的600万物算 不要我们算700万物 算600万物来算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就说如果是有线电视的那个街头 大概不到10块钱 这个中华界面的那个街头 也大概不到10块钱 以太网路 明明显然可能10块20块 可是如果你把光变电的设备摆进去 可能是1000块钱 1000块钱 那1000块钱乘以600万物 那这个实在是很吓人 这个实在是很吓人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比较认为是 应该是到客服 或者到冰点这个程度 那我们也知道呢 过去中国大会在场上讲的就是说 其实光牵比方便便便宜 所以光牵已经非常便宜了 光牵现在比有线电的那个铜牵还便宜 还便宜 因为大量制造的关键 光牵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来讲就是中央厨房 也就是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有电话交换机 那我们在数据里面有数据交换机 在VIP里面有软机交换机 可是在影像里面呢 我们就有影像交换机 那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一个新的名词 后面当然我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未来其实整个产业会看 从一个IP的角度来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IP 但是IP有两个缺点 就是我们知道的 网络里面都讲TCP IP 那任何事情都从IP的角度来看 可是IP有两个缺点 一个缺点是駭客的入侵 一个是中毒 所以这两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实际上是解决的 所以在这种上方 我在后面跟各位讲的 其实我所提出来的理论是 将来每一个用户 或是每一台电视机 或是每一台电脑 我除了配一个IP以外 我还配一个电话号码 配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个电话号码里面 就是要认证你的身份 认证你的身份 我们知道从开始到现在 从有电话到现在 没有听过电话号码被破了 没有 好不好 除了是在你家里面的那个 那个楼梯那个走道间 他用夹子去夹理以外 去偷打以外 没有全世界没有听到 任何一个被破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基上额里面的索码技术 其实没有一个索它百分之百不会被破 都被破过 那你的IP也绝对被破过 是不是 骇客中毒 这个是死有所闻 这个也是皇不胜皇 但是你没有听过 电话号码被破过 所以如果一个基上额 一个电视机 或是一个电脑 它有配一个电话号码 那实际上这是比较secure的 比较安全性 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这是这一张 你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看看 为什么video是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有很多的硕士性可以研究 有硕士性可以研究 因为我们可以看 其实整个影像 会占所有的平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影像 影像 因为影像量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性 我们手机的一个简性 假如一个简性是说一块钱台币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一个简性 它的资料量有多大 可能只有100个by的以下 OK 如果你把这个简性变成是一个data 变成是一个data的东西 或是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用讲话的讲出来的 可能变成1000个by的 1000个by的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简性 或者这1000字的文章 变成一个影片 那可能就要 1MB或2MB或10MB以上 所以如果这个是收一块钱 那可能讲话就要收10块钱 如果说变成一个影片 就要收100块钱 所以这个资料量突然上去的话 但是事实上将来不是这样的 如果按账的话 实在太可怕了 你可以看一个影片 你要付的钱实在是很高 所以从这里看 我们知道影像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点 那另外呢 有很多人把它压得很厉害 那它品质就不好 所以很多人也研究说 我怎么把它压得很凶 但是我品质还好好可以接受 所以这是研究的一个主题 另外一个主题是说 我怎么把它压得低一点 让品质好一点 但是也有人在研究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我们的电话交換器 可以知道六二彩 或是这个赌博的日子 如果到的话呢 很多人在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电话交換器就 放掉了 有没有 就打不通了 有没有 那打不通以后 再起来的话 可能要10分钟15分钟 可能没有人记得 但你们都听过 那我没有这个经验 可是我听过这样 这个交換器就挂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影像交換器 而这样啊 是不是很多人要上来 看这个影像的时候 这交換器就挂了 那其实要研究是说 怎么让这个交換器不要挂 怎么让交換器不要挂 那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说将来再研究这一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这一块来看 那我们可以看的话 在右边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 影像虽然量很少 可是要占的平观实在是太大 实在是太大 所以可以看 因为目前所提供的 不管中华列MOD有其他的 其实可以看 其实平观是不足的 尤其他要看高画质电视 要看未来的奥运的节目 其实是有受到限制的 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也在商务金呢 将他盒子换不换 以他现在盒子 铺出去的10万个盒子 要不要换 就跟ETC一样 是不是 这个到1999年 这个200099年是不是要换 所以其实这个考量 就是整个产值的 业务的模式 是要穿梦的这样一个考量 那这一点 这张词告诉各位说 其实影像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这个Data跟Voice 只是一个小菜而已 只是一个小菜而已 好 那我们再看看 整个来 整个产业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张词所秀出来呢 就是说 我们在尝的E-WAR 对不对 电子化 E-WAR到M-WAR M-WAR就是行动 方便 然后再从文化到U化 对不对 无所不在的网路 无不在框间 U 这个 尤其日本韩国推的很厉害 但是我个人比较希望的是电视化 电视化 不管是手机电视 不管是家里面的客厘电视 其实电视化才是最后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 那从电视化里面呢 我们就是要希望是 你在任何地方 或是你用任何的设备 任何的电视 或是任何的 这个 以后就是 不是像有些人 现在呢 它强迫播东西给你 那你要看什么 将来就是我要看什么 你给我什么 我不要看了 我根本就不要了 是不是 所以on demand service 就是一个 这个 用客户导向的这个方向 其实也是未来的主流 未来的主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往上看的话呢 BS就是这个 这个广播的卫星呢 广播的那个系统里面 其实它有标准电视 有高画质电视 那慢慢会炒高画质 那为什么数位化的进程会这么慢呢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 我们可以看电视机的不符期 电视机的不符期 因为我们再强调 但在那明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去年32寸已经跌到 跌破3万了 对不对 今年37 40 42 如果能够跌破3万 那就是一个司机点 好不好 就是司机点 但是也考量了 因为其实电视机里面有分5集 从第一到第五 对不对 有它的画数不一样 到第五呢 才是1080P 目前来看很多的都是1080I 或是720P的解析度 目前的电视机 那再来考量说 你现在买了 后来年大后年是不是要换 那其实 以现在的节目来看 720P也够了 因为事实上很少很少的节目 都是到1080P的因素 到1080P的因素 到1080P的因素 所以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电视机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 节目在哪里 没有抗电 没有抗电 第三个呢 整个 诱因没有 对 投下去 看不到收入 看不到整个产值 那7月就会畏缩了 畏缩了 那这个时间也可能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是一个好的时机点 因为我们看到奥运 各位知道奥运是在2008年 几月几号 你们知道 8月8号 就是8八节的 2008年8月8号 好不好 8月8号里面 如果你要提供这种服务 如果你没有前一年或前一年半 你是来不及的 因为网络的建设是要时间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从2007年的1月1号开始的话 事实上是有点来不及 是有点来不及 当然最慢的时间是2007年的7月1号 所以各位在看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网络的结构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 下面这个蓝色是提供它的服务 我们希望最少最少将来是 MOD或VOD这样的等级 这样的等级 是一个互动的 那你可以看见现在的东森 跟所有的中销 或是其他有些地方 其实它没有办法互动 它的盒子都是单箱的 它的技术长都知道 可是它的CEO 它都不知道 OK 这个也是说 其实是有落差了 所有CEO弄理它是可以互动的 所有技术长弄理它不能互动的 因为盒子可不可以互动是相关的 你盒子要能互动才可以 所以在这方面是 那右边里面可以看 其实还有很多 尤其最近的这个经典三 那韩国的DNB 也就是不管无线台 或是卫星台它提供的这种陆地的 这种数据广播的方式 其实是很大量的起来 所以其实是很多的外界的诱因 就像我们在2004年的奥运 其实还也是在推这样的 这个DVBT 就是车装或是其他的 也推的蛮好的 但是其实那时候它的价格 如果在降着更低 那个盒子如果降在更低的话 这个其实更好 那时候卖2,900 2,000多 都2,000多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了 中国大陆做出来的 USB的 DVBT 400块台币 如果那时候我拿到那个东西 我拿到台湾卖800块 我就赚翻了 是不是就赚翻了 所以其实这个激烈点 有时候 我们赚的机会点是很多 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往下走 这四化国际行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四化跟长途会不见 就不见了 你们现在VIP 或Skyber的光景 不见了 现在国际还有一点空间 空间 其他真的是没有了 其他没有了 还有在IT产业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软体 中央民国台湾 都没有办法开发的 都是从国外买的 这是很可惜的 那最近我很荣幸 听到很多的在 安全的方面 花很多很多的学校 从台大 焦大 清华 东海 成功大学 长庚大学 在推的资安 那我觉得很好 因为资安是圈到很广 其实资安很多关系到 所有的这个 这个索码的技术 或是相关的 这个Security的东西 其实这一块是有空间 政府也拨了很多议算 在这一方面 其实这也是可以 后面脊椎的 后面才积极脂椎的 这是这一张 那最右边重要的项目 就是中央厨 留在后面 跟各位做说明 好 那我们看整个的 产业的一个 layer architecture 整个一个城市性上面 我这边尽量不讲技术 我讲 原则 common sense 一个原则 我们也知道 左边这边 其实 网路是要 投最多钱 就是最多的 这个高资本的住处 可是 赚钱都在上面 往上面都是赚钱的 你只要 网路好了以后 上面 破了一个硬体 破了一个软体 你就可以提供服务 而且这个时辰是很快的 这个时辰 所以这张图子 告诉各位 这样的一个架构 当然 网路里面以台湾来看 现在只有中华电信 三家雇王 还有呢 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那过去呢 我帮前面电视 写婆婆所说 我是说 我在婆婆所里面 四家唯一跟另外三家不一样 他们三家都重新建 但是我不一样 我弄了说 应该是 跟有线电视合作 有线电视没有的 你再去建你的新王路 可是那时候被扣分 认为是投机 被扣分 可是现在证明是对的 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固网下来买有线电视 他们发觉 建不了 建不了 那这个建不了 其实传播跟电信 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 在建设这个网路的时候 有线电视是可以建的 可是电信是没办法建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到地方政府下去 现在有线电视大部分都一区一家 对不对 大部分都一区一家 那今天 如果你各地的县政府 不让这有线电视 线过去 对不对 然后那一区块的人 看不到有线电视 他去跟系统业者抗议 系统业者告诉我 不是我不要装 是县政府不让我装 县政府的人的电话 就接到手软 OK 接到手软 到最后说 好啦好啦 你去去啦 你去去 这是 传播的特性 对不对 可是电信就没有了 申告路航 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应该有装滑电信的 你今天 没有过去不会影响 因为中央电信已经到啦 对 你收到工房大不了啊 所以你没有这个诱因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它有一个平衡报导的 因为地方的有线电视 假设你相关单位 现在很多啦 就是 营养午餐要接一下 什么要接一下 可是他这也不能破口 因为今天破了甲 那他说 你看了不起 我小小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能破口 不能破口就是它平衡报导 某某人要接营养午餐 你再打开嘴 你不敢闭嘴啦 对不对 可是电信没有这个优势 因为电信它没有相关相对等的媒体 来做这样的执政 所以这两个产业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产业我都夸过 所以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将来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 一定要有基础网 那一定要有执照 因为你没有执照是不能经营的 那这个执照的管控也是在NCC裡面 那他往上涨 其实很重要 一个是电子节目表 那现在他这几个一在炒的就是 那个频道的定位 定品嘛 尤其批评频道 一直希望往前挪 那 其实 数据话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因为数据话就是一个7块 一个7块 那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变动不要太大 因为第一次提出来 有的变动百分之五十几 这个频道 假设一百个频道 有五十个频道调动 你说 这个也没影响消耗准的 绝对有嘛 所以我们都推荐了 因为我们再一个月 那他因为他过去因为这个因素 新闻类接了又没有办 因为这个 很多的因素关系 所以有业者怕说 三个月都没办 那其实我们才接一个月 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其实我们都希望你变动最小 那变动最小 其实也没那么延 大概有25个percent 我们大概基本上 一个25 那也没有对待公开25 就是说 你在我们内部的讨论 25以内 是大概允许你去做一样 变动 那变小就骂了 都不能变动 那其实都不能变动 那你说变动25 大不大 大的一四分之一 是不是 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是说 变动叶小为原则 第二个条件是七块为原则 一个七块七块 一个块一块的 因为将来输会一定是七块的 那这电子节目有的时候 将来也是七块 今天我一个大菜单进来 然后呢 你要哪里的 一层一层往下点 这个往下点呢 也是考虑到 在这边来一下 我们衍生一个 各位应该可以思考的空间 就是说遥控器 对 遥控器其实夜减的越好 你不要在那里面 找很多物料 你用不到嘛 其实我们概念上 夜减的那也好 另外一个呢 为了让小孩子跟老人家方便使用 其实也要可以考虑高档的遥控器 什么叫高档的遥控器 就是 你电视一定 离你的一定有个距离嘛 对不对 那个距离里面就是 现在很多的那种 五英寸 那个七英寸的荧幕嘛 而且是用touch screen的 对不对 用那个触摸式的 就是你的电子节目表 是在上面 手一点 电视机就跳了嘛 对不对 中间用外线 或者用蓝牙 都可以啊 所以高档的遥控器 其实是一个荧幕 是一个荧幕 就是 那你从过去哪里没听过 就是我这一两年一直认为说 创新的idea 应该有些新的 当然这是百分之二十 不可能百分之百多用 因为 其实荧幕还是很贵的 但是荧幕这个价钱 会越来越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 其实上面很多的应用 是其实我们还有带开花的 这里面还有很多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希望 这个目标是2008年 到一定的程度 2010年 也到大概都会去 大概都会去 然后2012、15年 到整个的普及 那我参与这个NCC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的个人自己的任务 是我希望是说 村村有款品 村村有数位电视 就要在三年内 因为过去我做过村村有电话 那时候在蒋经国先生在的时候 民国六十四年到六十七年的时候 三年的时间 大家每一个村弄它 都有电话可以通 那个时候 真的每一村很感谢 为什么 因为看不过去没有电话 都要走十公里 二十公里出来 叫个人 找个医生 很困难 可是你帮他见两只电话 因为电话的联络 真的很方便 那时候都是用无线 不是用有线 因为有线的成本实在太高 所以我也循玉三年内 当然希望能够做到三年 那因为 其实这个是苦材质 因为他的薪水是比教授的薪水还要低的 还要低的 那很多的条款或限制是很多的 还有三年内不能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所以我一直逼人家回学校当老师 回家当老师 然后这个 这个他们从学校过来的人 孩子是三年的年制都不能算 所以其实是很严苛的 严苛的 那但是呢 因为要服务嘛 所以 还是委屈求全 还是委屈求全 好 我们再看 下面看就是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主题 什么叫中央厨房 什么叫中央厨房 就是整个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中央厨房 它是慧如的 它把这个过往的相关的内容 把频道商相关的内容 把购物的相关内容 把精控的相关内容 把行动通讯相关的自信 汇临到这个中央厨房 那这个中央厨房 其实如果你把它讲的 技术名称就是一个交换机 就是一个隐音的交换机 影像的交换机 跟数据的交换机 重点是在影像的交换机 那这个交换机呢 已经有人发明出来了 这是时尚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这个可能各位第一次听到 那这个交换机的虚度点是32G 32G 就是G等于是 我们讲Mega的在前美G的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一个影像的信号的话 一般来讲 大概除了运动 稍微那个的话 以来讲 以MPEG-2来讲 以压缩的MPEG-2来讲 它4Meg 4Meg是一个频道 它是32G 你把32G除以4Meg 刚好是8000个频道 哪有这么多节目啊 对不对 没有这么多节目可以放啊 现在有些电视 100多个频道已经是太 看不完了 就是 拿钱的频道怎么用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现在暂时保留 然后呢再往 然后当然整个家族 可以放上来 再往下走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基础网路 对 那这个基础网路呢 其实电信跟有些东西 是可以充分的利用的 我们可以看 2G 3G的基地台 可以知道2G 3G台 现在有多少个 49700多个 平均132部就一个基地台 132部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项 也要列入管制 其实我们希望有一些方法 措施出来的管制 其实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我刚刚讲一个光点128 对不对 那一个光点128 就是有些人的光点 因为可以知道 无线的东西 它要回到基王 还是要靠有线 不可能靠无线 不可能靠 很多人用无线的 Winux 其实Winux 是在服务偏远地基 Winux 不是在服务都位基 很多人用Winux 来做infocial 这有两个盲点 第一个 无线的东西 品官收到限制 第二个 在都位基 大楼很多 它多路径的干扰很严重 很严重 第三个 中华电信 跟有线的网络 都已经折就完了 那你Winux 要平关 平关正好是拍卖的 要有成本 所以你该拼不拼 为什么呢 你不忌心 来路啊 不管想买了 你还会贪钱 你不会贪钱 所以很多人看我Winux 我不太抗 我个人不太抗 但是因为这是个新科技新制 我们不能挡它 因为很多产业需要这样 可能外销做其他的 可以 或在便利地基去改善 其实是可以的 还有呢 那我们现在刚开放的DAV DAV已经放几张了 但还有几张 未来会开放 那DAV发射站也要来普及 然后再来呢 就是Winux也要来普及 WiFi也要来普及 还有无线的 现在我们这个五家无线电视台 其实无线电视台 将来是跟大哥大 2G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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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大的竞争者 其实它对有线电视 其实不影响 因为它是去创造新的市场 哪个新的市场 手机2300万支 车装 车子600万台 对不对 它是创造这个商机 可是这个商机 这两个呢 有点不太一样 计算有点不太一样 车位上也不太一样 计算的不太一样 在哪里呢 无线五台的广播 是用广播的方式 所以它没有频宽的问题 它只有回传的问题 各位知道 无线广播 没办法回传 那它回传用了 它回传其实可以用GPS 就是2G或3G 里面有一个数据的东西 它用回传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当然 它用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当然它也可以跟3G谈合作 谈合作 那 这是它们的优缺点 那 手机呢 3G的业手最大的问题是 它回传没有问题 因为它本来是双向的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是平凡的问题 每一个GP台呢 才能承受的客户数有限 万一 这个只能承受10个客户 它12个会用进来 第一个就产生刚刚我所讲的 挂掉 第二个是什么 那第11个就进不来了 第11个12个进不来 它会保证它的品质 11 12个进不来 但是有种事就当机了 就当机了 所以这两个技术上有所差异性 然后呢 3G的记忆台有一个优点 因为它前台湾建的记忆台蛮密的 是它的特点 那无限呢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跑可以 很多的地方根本收不到 那收不到 因为建机台就要钱 那钱在哪里 一个自己筹钱很困难 一个是让政府拖 希望政府出钱 帮它建这个基地台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你机台不够 机台没有补习 实际上收拾就有问题 还有一个呢 这个信号穿过家里的墙壁 会损失蛮多的 所以你在室外可以 不保证你室内是可以的 OK 所以像这个普建基地台 那其实如果你跟有线电视合作 包括PHS 包括这个东西 如果跟有线电视最快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它是自己建网路嘛 你跟它租乘租 条件很好 速度是最快的 不管哪一个人 所以一般说法也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台湾只有两个选择 中华电视有线电视 没有什么选择 再来呢 就是用户终端 用户终端会从大众化 就现在各位所看到的 有线电视一百多个频道 慢慢会走向小众或是分众 什么叫小众跟分众呢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地区里面 因为有线电视是一个空区块的里面 我们知道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卖鞋子 可是他要把那个鞋子拿到东森沟 去上这个节目 除了拜托所有关系以外呢 还要等半年 他再上得了节目 只需要上过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你有八千个频道 你可以在这个小众分众上面的话 八千个频道有没有料吧 所以在地的每一个行 不管你是斜的 不管哪一个商店 你都可以要到一个频道 对不对 这个频道 如果你自己可以拍节目 当然没问题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拍节目 那有些电视 或是各位 就可以组一个传播公司 当然专门拍这种节目 专门拍这种节目 所以小众的东西 可能占掉两千到三千个频道 因为在地的各行各业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频道 这是这样的观念来的 这样的小众或是分众的观念来的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排队的 那这个频道呢 我希望不管是电信或是传播人 应该有一个游戏规则 说你今天租一小时一小时的钱 租一天一天的钱 租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钱 租一个月一个月的钱 租一季一季的钱 租半年半年的钱 租一年一年的钱 也就是说你时间任你选 因为这样数月娃 没有什么频道定名的问题 就是数月娃就是 这个区块就是 我要买鞋子 我到这个区块来找鞋子 我要买衣服 到这个区块来买衣服 我要看佛教了 到这个区块来看佛教 然后基督教 到这个区块来看基督教 所以任何的角度来看 就从这里来看 再来什么叫个人 各位都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部落格 有没有 一些很明晴的部落格 但是各位想想看 我所认为的是 其实真正的是TV部落格 电视的部落格 也就是说将来各位 都可以用自己一个频道 你自己一个频道 那这个亲密频道 你把一个 像Sony已经建议推出的 一个很小的 跟过去TV一样 1080i的摄影机 拍出来画质很好 你自己画质很好 那个你自己拍一拍 然后往上丢 对 丢上去以后呢 你也可以说 你要看我这个节目 点我这个节目 要付钱 看这个节目要100块 也可以不要钱的 怎么样 那拜年 也可以拜年 就是说今天 我把我拍的这个节目 要跟人家拜年的 把这个东西拍好 然后丢上去 同时我要把 告诉这个系统说 我要把这个 拜年的节目给谁给谁给谁 OK 那个人只要电视机 他一闪一闪 你有电视的 这个信息的 mail TVmail 你有mail 他只要点mail进去 你做什么 还跟你拜年 还跟你拜年 再来一个 在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同用一个网络 家长跟老师 只要你的电视器上面 跟电脑一样 是有一只K命 你看 你只要播老师家里面的电话 这个电话不一定 撞到电话号码 就是你内码也可以 四个号码、五个号码都可以 然后 老师只要在他看电视 画面就跳出来了 对不对 也不要连络簿 有什么小朋友 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跟老师Talk 如果他的画面 还可以切割的话 甚至可以三五个家长 五六个家长 七八个家长 跟老师直接对谈 老师都直接对谈 老师还可以来控制说 我要让谁花言 也就是视讯会议 都可以做到 这个 我不是跟各位讲假 这个都有产品 这个都有 各位可能今天是在第一次听到 这个都有产品 也就是说 从大众小众个人 八千够不够 其实到这幕最后 八千也是不够的 八千很不够的 那这里来讲 所以你的网路 绝对不能是不平衡的 因为将来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用的网路 都是下心很宽的 上来很窄的 对不对 可是慢慢可以看 其实上下是平衡的 因为将来你很多的影像 现在要往上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个 这个网上送的平衡不够的话 那就会 我们知道 影像是不能delay的 声音跟数据可以delay 因为声音跟数据delay 无所谓 声音delay 稍微声音差一点 怎么不要delay太严重 可是影像一delay就是停格 就是马赛克 对 所以影像是不能delay 所以在这一方影像的平衡要够 影像的平衡要够 那如果说你的影像下载平衡不够 那你说你在你的电脑 或是电视机看的那个 影像的格子 是小的 可是那个前画面15寸 可是因为你只有512mega 或是512k 所以你只能看到五文之一的画面 因为你在画面在天大的时候呢 已经模糊了 因为压缩的太厉害 压缩的太厉害 所以这张告诉各位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央处完 那中央处完就是说 中央处完所有的资源 可以提供给有线电视 可以提供给电信 可以提供给ISP 可以提供给无线 可以提供给任何的传输的载具 当然我们现在也面临到一个中华电信 MOD 那 党政经推出媒体 那天就有人讲说 他不是有线电视啊 我就告诉他说 不是党政经推出有线电视 党政经推出媒体 那媒体你怎么定义 对啊 媒体怎么定义 那这几天中华电信 刚好那个资料内容出发布了一个新的处长 他要制造内容 制造内容 穿不穿媒体 本来你是载具哦 对 有些人是载具哦 因为有些人有频道经营者 系统经营者 载具 穿不穿媒体 还是一个模糊 可是如果也有制造节目 制造相关的 这绝对是媒体 绝对是媒体 所以在参加一考量 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很小心 因为这一段时我真的写到很多 因为我不是写华丽的人 而这我们里面有没有五个华丽的 所以很多从华丽切进来的时候 我真的要写到很多 因为才知道 哦 过去我没有注意到的 现在其实是要注意的 包括一次一次都不能有所闪失 措施也不行 整个用词用字都很小心 所以我真的是写到很多人在这里 好 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整个平台的厨房 当然从卫星过来 这是一条路 那现在很多是从光纜过来的 从那个光纤网路过来的 这是一条 当然很多是从式武器 就是SERVER过来的 其大部分还是从SERVER过来 从SERVER过来 比较大众 什么样 那在整个网路上 我们可以看 最上面那个网路 红色那个网路 是大家现在都建的 不管是中华丽丽 有些人大家都在建的 或是固网都建的 光纤网路 也就是说前半段 从基黄刚刚出来那一段 新加坡建光 可是到嘉丽那一段 有些丽丽还是用那个同轴 对 中华丽是用双脚线 就是电话线 但是将来 两个都会流到什么 以太王 会流到以太王 那就每一个人都要花钱 都要花钱 那不花钱的人 可能就是 当然也不会被消灭 谁消灭 就是他的市场会萎缩 他的市场会萎缩 所以在整个再看 那后面我们一看 就是看到的是基上额 那配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IP 那他可以做随险的事情 可以做网绩网络 也可以做影像电话 等于是三网合一 那将来慢慢 这个盒子也会长耳朵 只要长耳朵 这个盒子也可以说无限 但是目前来讲呢 没有 因为盒子很争议很大 是到底谁出钱 进入出钱 业者出钱 还是大家出钱 对 对 其实像ETC 我们找一个人建议 其实盒子是不要钱 有些电视 我也告诉大家 盒子是不要钱 5年前 但是我被骂的狗狗铃血 盒子不要钱 那什么人会出钱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 盒子不要钱 才有办法普及 盒子你如果要钱 节点没办法普及 我们从中国大会可以看出来 后面大会就说了 他的盒子是不要钱 所以他的速度会很快 速度会很快 这个等于是等笔在跳 等笔在跳 但是何时要钱 在台湾 你看东森跟中家 推的就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 那我们这要看网络 各位应该看 这么多 可能还有 不止这么多 就是你现在已经存在的 网络里有这么多网络 这就给你了 所以 趁几个来给就好了 所以网络就是告诉各位 有这么多的网络 那我们把它 因为现在有两个网络 所以我们把它分这两个网络 的一个 一个 时程 我们可以看 从1993年 到1982年的话 中华电信有PSDN 有电话的交往 有些电视是 纯同轴的网络 纯同轴的网络 然后到94年到98年里面 中华电信有ADS 有些电信开始从 光纤同轴混合了 开始用光纜 开始用光纜 95年到2004年 就开始从单向变成双向 中华电信也变ADS 2 plus 2 plus 因为它的频观可以更高一点 然后从去年开始 前年开始 一直到2010年 FOE 中华电信可能会走到VDS 因为VDS已经可以到54枚了 54枚 可是到100枚都可以 每天讲可以到100枚 在距离比较短 可以到54枚 没问题 那有些电信不动 不动 那就整个挨打 为什么 因为人带已经到54了 你还停不到10 因为有些人只能到10 如果他网络不改变的话 只能到10 如果他变成FOE的话 他可以到100 很少 一击都没有问题 一直到2001年以后才会到光间到家 因为那时候 大家钱都赚可以了 然后光间的设备 光暖的设备 光中光的设备 也比较便宜 所以那个时候才是光间到家 到时候大家都一致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 未来的网络 两个网络其实是一样的 过去网络是不一样 但是未来的网络是不分的 不分的 那从这个网络可以看出来 我不曉得各位的看法 但是我们看 我一常跟相关的叶子 这两个叶子 讲说 如果今天 我是做第一类的人 那我就提供给第二类 什么叫提供给第二类 就是说我从 中华电池有限的机房 一直到ISB 假设某一家ISB的机房 然后到客户那一端 我提 因为ISB最大的致命商 就是他没有网络 如果从客户一直到 我的机房 再到ISB机房 如果我能提供到100MB 10组的100MB 逐的10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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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认识值多少钱 我初步的价格是1000块台币 比如说 入100MB 在上面 网络 因为知道各位现在的费用 其实他们在做广告的时候就是两手车 就是告诉你499 其实499是网络会 对不对 你的资讯料不算 对不对 那我现在也把它切成两段 我提供你100MB 就是1000 至于你ISB长什么 你要什么享受 这个video 想做video phone 那是另外付钱的 那是ISB的 加值场上在赚钱 就是把它分两段 一个是载具 一个是加值应用 所以你加什么应用 你就付什么钱 但是这个实际上二类的 1000块钱 OK 当然这个价钱是可以讨论 但是我初步在去年开始 提供这样的架构 是说 如果你中华电竞跟有线电视 你不要去探某人的钱 那是探某人的钱 那是探某人的钱 这两个人 尤其是有线电视 他只有两个钱可以赚 一个是网络的钱 这是他的赚仓 OK 另外刚才讲 8000个频道 一个租频道 这是他的赚仓 那你说什么 做电信 有些电视过去的工程师 很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高职毕业 工专毕业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前程里面只有一个是博士 那最近几年注入了很多硕士 但是工程都很少 不要说他们要去学电信 像我这种电信写16年 我不敢多讲 我只是钢路门而已 好不好 所以对他们是很难的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 就是说 别人坦也不要坦 要有别人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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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坦你的 别人坦别人坦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奢柏力 就是说 如果你能开放更开放心胸 你让奢柏力进来 你赚你该赚的 他们赚他们该赚的 这个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方向经营 经营方向 不是说 别人要坦 别人坦什么 你要赚多多人 有人吗 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好不好 因为有些东西的人 不是短时间可以培养的 不是短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整个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好 那这个是当初我在两年前 当中有些人建议说 你要慢慢的把网路 朝100米走 然后你要慢慢的从住宅用 我们知道 有线电信 其实最大都在住宅用 但是你不能其中的住宅 你要去到基地台 到SOHO 到社税大楼 中小企业 ISP 甚至雇网 你都可以提供网路住 对 为什么你网路放在那地方 不用白不用 为什么不去住 所以慢慢改变他们 你将来就是刚刚所讲的 然后在这里就说 所有的盒子里面 假设是基本型的 就是不要钱 豪华型的 业者致富 不就是使用者致富 你要好玩的吧 你要有什么录影的功能 你要有硬碟 你要有其他的相关很强的功能 那自己买 自己买 可是基本型的 其实上是要提供的 那很多的东西盒子很贵 其实盒子 不那么贵 为什么 因为假设 现在当然因为很多的软体硬体 被人家绑住 所以要付什么license 付lorty 这个lorty 动不动呢 就是10块美金 但是如果说 你用了 这样的架构 其实它只有三个ic 一个ic 什么ic 以太网路卡 各位都用网路 应该都用网路 你的桌上行一定有个卡 当然有人主机板 已经所有的卡进去了 那你知道这个卡 现在多少钱 15块啦 台幼 150块台并 OK 网路卡一进来以后 什么 就是压缩的边界码剂 MPEG2 MPEG4 或是现在比较流行的H.A64 那H.A64 可以往下相容的话 你将来直接拨 MPEG2 MPEG4 H.A64 我都可以拨啊 那这个晶片 去年是25块美金 今年跌到10块美金 因为去年都是从国外买的 今年联华好几个公司已经在做了 我们自己IC什么进步 自己IC的设计 IC的开花 所以这一块又跌到10块美金 OK 那再来一个哪一个呢 5.1声道 或最少两声道 立体的声道的AV端子 AV的晶片嘛 没有 把这个数位星要解下来 还是要进电视机 进电视机就是AV嘛 那AV多少钱 这可以去算算 其实 盒子不想象那么贵 那当然后面我也讲 其实中国大会的做法是什么 后面我在说明 因为这边我们在讲 我们就看一把网络 那有线电视这两张 这两张下线电视 有线电视最大的支援充当是反向 反向 反向 我们可以看喔 它的数字像呢 会从54一直到750 这很宽喔 所以它现在摆的是116个频道 116个频道 如果数位化以后 一个频道是6个频道 一个类比频道 变成6个数位频道 多少 960个频道 960差8000 差一块啦 960只能到分钟 960没有办法到个人的电视部落格 OK 所以它要不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嘛 另外我们可以看喔 它的反向喔 0到42 反向是这么小的频道 而且0到42喔 网络如果不好的话 前面20都不能用 干扰非常严重 所以只剩下多少 20到42 只剩下22 很窄耶 非常非常窄 网络好一点 10以上还可以用 对 所以这一段是它的致命伤 致命伤 所以你可以看 它在规划的时候 你可以看 它是前面一段 不能用 再用控制之后 网络的监控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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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ce 有没有办法video 没办法video video video一上来就挂了 所以它有致命伤 所以它非变不可 但是很多老板听不进去 那如果听不进去就怎样 我就告诉他们说 你在看着办嗎 我刚才只是讲一句话 政策的错误比他们更严重 你今天不往上改 你再往老方化改的话 将来你再改一次 黑体定搭在一起 我已经告诉你 擅自高质的责任 告诉你不变是不行的 那你如果不听自负责任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讲了 那你自负责任 那同样的ADS有这种问题 因为ADS也是不对称的 因为A就是不对称 对不对 将来还是要改成对称 所以ADS是不是要变 那今天我们讲 有些人就提供EMAG 那你中华定性跟不跟 因为你不跟 你有帮他 可以算 对不对 我已经100了 那你不100 所以这两个单位是在制衡的 是在拉扯的 谁跑得快 就在拉到谁快 谁停下来 他一来停下来 看一看 看你 你有在动 你有在动我 我又等一 我又等你 所以有一点 在这样的一个制衡的效果 所以但是这种制衡点呢 应该让你观望期 只有观望到今年 明年再不动工 就有危机了 又有危机了 好 那从中方厨房下来 我们可以看往下走里面来讲的话 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叫Home Plug Home Plug 也是说 这个 为什么要Home Plug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家里面 装滑得很漂亮 对不对 那进到家里 一台电视机来 两台电视机怎么办 三台电视机怎么办 你要拉零线 其实破坏没关 对不对 那一种方法就无线了 可是各位知道 你家里的无线 如果你弄得不好 无线是会溢波的 所以左右影机都看得到 对不对 或是干的 对不对 那最好是什么 走电源线 电源线 那Home Plug 现在有AV Home Plug 2.0 现在可以跑到200mm 200mm 那200mm 跑video 绝对没问题 所以就是 一个主机插上去 插上街头插上去 另外从街头拉出来 根本不破坏 从电影的街头拉出来 那不破坏没关 所以 就像现在很多人在外面讲的 电力线的宽屏 但是那是外面 我讲的是里面 家里面 家里面 家里面没有问题 过去1.0有问题 因为ブレ卡过不了 如果你的电源 通过有ブレ卡 有开关的东西的话 影像铁要过不了 但现在AV是可以过了 所以又解决 过去只能跑4mm 现在可以跑200mm 当然它中间有跳个70mm 那200mm 所以这个技术 目前是可以的 但是对外在来讲 用电力线的 现在当然很多人在推 可是跟YMAX一样 很多人还要再看 还要再看 因为当然500米 一公米 哪有个问题 可是究竟到最后来讲 还是考虑到成本 成本的问题 不是技术的问题 是成本的问题 也就是说 将来你这个网路建造机 你有没有竞争力 你有竞争力 那可以 如果没有竞争力的话 你很难推出去 OK 然后呢 整个网路的架构 以现在现有的技术来看 就是说 整个环岛的95G 然后落到线里面去的话 32G 我刚刚所讲的 每一个线32G 就有8000个频道 8000个频道 当然你可以再往上 一个线好几个32 也可以 因为这个不一定单线 可以是多线的 然后到点 到快接近你家的时候 2G 然后到你家的时候 最少16米 这是初步上的构存 当然 但是建的时候不会建16米 建的时候一定是建100米 一定是建100米 但是水龙头是在头端控制 是在机房控制水龙头 这是整个未来网路的发展的起始 是这样子 那至于无线也是一样 无线我们可以看到 最底层的是WiFi 就是我们现在的上了网路 上了网路 有4以上 才到10 一般无线网路可以到10 也是极限的 要到100 其实是 当然可以 可是那种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 各位知道 不管哪一种无线 它一定回来 还是要透露光纤 所以它还是要FDTN Fiber to the Node Fiber to the Node 就是一定要到Node 那Node以后才会回到它的机房 不然它回不起到它的机房 回到机房 同样道理 我们在很多人要推的DVH 就是手机有的电视 对不对 还有TDNV 韩国在贴的就是陆地广播的数位广播 数位多明明广播 还有现在DAV 还有呢 美国人在用的Midia Flow Midia Flow 也是用手机看电视的技术 其实它将来的基地台 也都要透过FTDN 回到它的机房 所以你看 有线加无线 天下无敌 你没有加油 只有无线 你是动不了的 然后呢 可以看呢 那我们现在Wireless将来又到10M 从三八路跳到10M 然后再接入95G的整个Factbook 整个骨干网络 整个骨干网络器 是大架构上这样的一个考量 好 那我们再看看 未来的电视机 它的架构呢 我叫它做IPTV Plus 因为IPTV很多在讲 比如像日本的孙正义啊 还有微软啊 都在讲IPTV 那IPTV绝对是未来的主流 为什么要讲未来的主流 其实这个是下一代 整个video产业 整个电视产业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为什么叫Plus呢 因为Plus的技术领先 现在外面上所有的 包括华为 包括Cisco 包括所有人 大概一代的技术 那这个一代呢 可以代表半年 这个一代代代表一年 也可以代表一年班 或是两年 所以这个技术是 有领先的这样一个角度 虽然它还是Prototype 可是它所有的 在评比上面呢 都比现在已经有的IPTV呢 好很多 那它基本上呢 它是节目制作是那一块 它比较不管 网络 它可以接九种网络 就是这个系统 它可以接九种网络 不管ADS的 VD2 XD2的光剑道交 他们的Pont 有些电视 它都可以接 这九种网络都可以接 都可以接 那它可以提供的 目前已经有的功能 夹着的功能 就是基本频道 互惠频道 论骗技术频道 VOD Near VOD Near VOD 还有呢 这个 一种是点播的 一种是广播的 延迟 比如说今天 我 现在来这边 各位也讲 可是我回到家以后 我想看 今天早上 10点到12点的回软新闻 我只要按一个键 然后把时间输入 回软新闻就掉出来 就掉出来 现在有些人都没有做功能 没有做功能 然后它掉出来以后呢 我可以快转慢转 OK 那我掉它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一分钟 掉前面一分钟 或是掉前面15分钟 就随便你点 那它这个系统 你可以储存一天 你可以储存七天 有看你记忆体的容量 有看你整个储存的容量 那这一点 就可以打败现在有线电视 OK 那电视会议啊 电视监控啊 电视游戏啊 电视的mail啊 电视的部落格 OK 以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是美国人 想用这个东西 因为知道 美国的 cable 是比美国的电信 好很多 对不对 它是三分之一 所以美国的电信 就想用这个 就是来打有线电视 话都等于 OK 那它一定要提供的功能 更强 对不对 功能更强 所以 这个功能我后面有个demo 我现在有一个demo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呢 过去的有线电视 可能 或是电信只有一个手引 像有线电视说 像各位的说示威 对不对 600块以下 那还有一国很多字的 有500的 甚至有的线是 南北两区 北七五百五 南七五百的 所以一国多字 这个也是在台湾才有 特殊的欠价 但是将来 其实你可以很多的收入 可以很多的收入 就是说 你很不同的加值 但是这个受益者互惠 也就是说 你要享用才互惠嘛 所以这个客户 不会像现在的 400万 400万 那么多 也就是说 这个比例可能 每一种的服务比例 你可能10% 15% 20% 但是加起来也是很可观的 加起来也是很可观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将来 如果用IPV Plus的话呢 可以更多的收益 那IPTV跟IPV有什么 IPTV跟IP Plus差别呢 就是说 IPTV是不付电话号码的 全部是用IP的 那IPV Plus最少有一点 很特殊不一样 它是带的电话号码 带的电话号码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像TV Blog 可能现在的IPTV还没有 可是它已经有了 还有TV的mail 这些东西 有些有 但是这个五十节比较单纯 但是要带电话码 就比较稍微难一点 然后呢 它可以在家里接八台盒子 可以穿接八台盒子 就是用分机的观念 但它现在技术只能接到八台 差不多八台就不行 就是 可以接到八台电视机 然后每一台电视机 是可以单独列帐 也可以一个账单 也可以八张单 就是账单可以合在一起 也可以分开 也可以分开 所以基本上可以接到八个 那以目前IPTV的技术 是没办法接到八个 其实有些人 它们最大的困难 当然也就是说 今天 你用植母机用什么机 都很难 为什么 植母机 然后就拼到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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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吧 其实它们推演过很多的方式 这什么去防止拖接 防止拖接 防止拖接 这里就不太 因为每一个盒子都配一个号码 所以你都逃不掉 整个来讲 计算都是逃不掉的 只是说未来 他们要考虑的说 到底盒子是送一台 送两台 是合理的 上一台 上两台 你送三台 当然这个成本是不一样 这个peace model也是不太一样 OK 好 那整个家里面的 其实将来是 能 因为从有到 从没有到有 从有到舒适 对吧 从舒适到享受 所以慢慢的 家里只要一条线进 100MB进去 什么事都解决了 什么事都解决了 你大概人也会变得 越来越来越来 包括所有事情的家里 其实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完成 好 那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电视商务 电视商务 其实它的核心里面 还是高化质的电视 高化质的电视 然后 后面一定要 最后一理 一定要有网路 不然到不到家里面去 然后一定要有内容 一定要有家旨服务 一定要有视网 对不对 视网 那视网外面 挂了一个中央厨房 或是系统平台 然后这里面有资讯流 有金流 有物流 有串流 所以你看台湾最近 这几年物流一直很发达 因为整个来配合 那这个东西要有mall 要有线电视 要有电信 要有银行 整个做一个整理性的搭配 那这样搭配来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 这个有三千亿到一兆的产值 那为什么讲这样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 电视购物 其实它整个 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我刚刚所讲的说 像有人要上 上不了 还有整个宅配有困难 整个机率有困难 还有整个保障上也有困难 那 那个网路购物 更安全性受到质疑 可是如果这里是有线电视购物 一算一算 大概有四到六种的安全机制的控制 安全机制的控制 所以大概 比现在网路 大概最少好上 两倍到十倍以上 安全性 安全性 因为网路购物 所以说广告往里打 OK 所以整个来讲 这样有三千 我倒有估计三千到一兆的一个产值 就是电视商务的一个架构 好 那 我们可以看 这里稍微有技术 但是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将来一定是streaming 将来不管你是video data voice 都是streaming 不会分的 那这个streaming里面 其实它有一些protocol 就是我们的通计里面讲的协定 讲一个 我在这边加一个protocol 就知道这是影像的信号 我就快点过去 让它过去 第一个优先过去 那这个是影音 第二个优先 这个数据第三个优先 也就是说 我只要辨别 这个串流里面 到底是影像信号 还是数据信号 还是影音信号 那我当它过去的优先是不一样的 但是绝对都是串流 因为串流只是 已经未来数位化的一个潮流 一个潮流 如果下一代的网路不能有串流 就不是下一代的网路 不是下一代的网路 我们知道 各位也听过IPv6 IPv4 IPv6已经讲了20年 但是20年前有没有光坚 绝对没有光坚 所以IPv6 其实是一个电脑网路 不是一个下一代的网路 它只是下一代的网路 它只是下一代网路的一个子集 那为什么IPv6推的很难 因为它跟IPv4不相容 IPv4的过去的关系它改了很多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要带突破的 前世纪都想突破IPv6 因为它的IP可以更多一点 可是事实上主力非常非常的大 主力非常的大 另外呢 就是一定要能够承载三个网 不能只承载两个网 所以下一代的网路 一定要承载三个网 三个网路 然后呢一定要是可靠性的 还有QoS的 还有安全 安全 那可靠性就是你整个要稳定性 你的网路要稳定性 那自己QoS就要能保证 有频道要保证 至于安全 也就是说你要有SQoS 那你IP还不够SQoS 所以要电话马上做SQoS 或是其他的信用卡啦 或是Smart卡去做SQoS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从柯林文化一直延伸到个人的Vlog 然后一定要端对端 很多的那个厂商 各位知道被动式光阴 它PON 有个英名叫PON PASTIP Optical Fiber 那他们说 你帮我推这个PON 我说我帮你帮你推 他问为什么 我说 你做PON 只帮人家解决一半 没有解决端到端 你只是提供它的网路改善 可是你没有端到端 很难 那换一个计划来讲 其实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今天你要去赚有些电信的钱 你要是先让它赚钱 你赚到它钱 不是说 我就想问你的东西 我赚你的钱 记忆你的赚钱没办法 那你老要的办法 所以 其实很多的业者要的是一个端到端 节列不是一个半套的手维群 所以这个IPT Plus 是一个整个端到端 而且它可以提供100名 同时电视商务 同时电视化政务都可以 甚至一个家庭化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影像的互动性 都是可以提供的 然后其实它在这里 它比较特殊的是说 其实讲的 它的协定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网络上都要靠协定 它的协定只是在一二层上面 它加一个MP 就是NATINION的Portacle 只要看到这个信号 就知道是Video 就先走了 就先走了 所以它这个是有专利的 从这里就算有专利 只有这里它是Proprietary 就是一个什么 不是标准 是一个 其他都标准 其他所有东西都标准 只有这一块它是它自己专属的 所以可以算是办公立的网络 办公立的一个解决答案 它全世界都有专利 只有台湾还没有申请专利 那我们一看呢 整个三网而已 可能我们可能过去的影音 一直到这个信息 到最后是会流到IPTV 那它这里讲的 我们可以看到公路、铁路、海印、航空等骨干网络 很多 那也不会今天有航空就把公路消灭 有航空就把铁路消灭 不可能 但是呢 各位想想看 进到家里只有一条线 你今天不可能说 我进到家里 中央电影也有 然后呢 台湾固房也有 或是素博也有 不可能 独立是企业 因为它为了什么 为了redullency 万一这条断的话 有另外一条 一般家里 你们不会装两条 对 不会用K-1O等 很少 不可能 所以它讲的 进家里只有一条 好不好 那 这是他所讲的 所以它认为 这个 所有的网路是可以管理的 但是骨干是分离的 刚才讲骨干是可以很多的 可是呢 街路是融合的 到家里面是融合的 这一条 可是在骨干上可以很多条 很多人 中华电影有中华电影的 有先有先的 台湖有台湖有素博 亚太有亚太 所以它这一张讲的概念 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整个 整个来看的话 整个架构我们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一定要高解析度 因为越来朝高解析度来看 可以有时候 可以家里买32寸的 LCD的 或是PASMA的 或是HOPOLOS 那你去看有限电视 有个频道 你真的会气死 真的很难看 对 很难看 当然有几个频道 像飞丸有几个频道是不错的 因为他拍的器材是好一点 好不好 气材是好一点 所以 你可以看 整个在续练的过程 其实 谁要花最多钱 无线电视台 Gate所有CAMO 所有东西 都爱淘汰 对吧 有限电视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要有一个转接 就把它转过去了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一个载具 它不是一个制作的 它是一个载具 所以有限电视最容易 所以很多人想说 有限电视怎么烂慢 我说不是慢 你到了时间以后 水到其成 最难的是 无线电视台 动不动几亿几十亿 因为所有设备 从主控护控 所有东西 差不多 完了 完了 那么过去买D1 买D2 现在到D5了 你说怎么办 跟不跟 前美国的无线电台 几乎在 都是1080P 没有1080P 也720P 这是他们最头痛 因为现在广告都收下来 一直减少了 可是要投资 这是我们最难的 在这里也是一个观念 其实他们一直认为 被有限电视打败 其实不是 主要是卫星 因为有限电视有两个 一个是系统商 一个是节目 就是频道公司商 系统经营者 跟频道经营者 其实他们是被频道经营者 打败 是被这种TBS 3D 这种东西打败 因为那个是台抢他广告的人 其实不是有限电视 所以很多人把这种 微星电视 也跟有限电视扯在一起 其实这两个是 有点差别的 有点差别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高解心 第二个是我刚刚所讲 一定要有IV 要有电话号 第三个是网路 要FDDX 我讲FOE 然后打FDDX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互动 你不能是单向的被动 一定要是互动 最后一定是可以是 可以是做电视商务 或是将来是整个是商务上 可以在上面跑的 然后一定是宽秉的上下载 然后呢 为什么要上下载呢 因为将来 这个盒子装上去以后 最好是不要动 最好不要动 因为要动 我们知道 工程师派到你家里去装盒子 其实要钱的 然后呢 又被 你是不是进行公司的 你现在 有些东西不太好 就不要帮他进你家里面去 所以让他进你家里面去 这个 这个 像前几天 我家那个小孩子 这个 这个 因为他要进银行银行 那要领我们的钱 那银行就觉得很怀疑 就报警了 就把他带到派物所去了 对 反正我就不放他回来 后来 这个 因为我再家 我再在家 后来就警察 带他到我们家 他就下来 一进来以后 就直接进到沃王 我太太跟他讲说 你怎么可以上 没有人家引起 所以有时候 过度就这样子 那他说 嫌疑 我太太问他说 嫌疑什么 你们证据嫌疑是什么 对 所以这个 有时候他真的过头了 真的过头了 然后我进来就是 要欢道万兴的 其实真的是 好 这个 过了头 就是这个情形 后来 我们家长在 他也有跟他讲 如果这边家长不在 小孩在的话 那更惨 不是 不是 所以 类似这样的情形 还是要有点的机制 在存在 所以 还是要high security 然后一定要可以下载 今天你在遥控制 这样点以后 你要提供的服务 我就从 机房里面就当给你了 就下载给你了 根本不要动人力 那这样的成本才会降到最低 好不好 降到最低 好 好 那整个发展方向 我刚刚已经很多讲了 就是一定要1285 然后到大楼到设计 一定要光线就到了 光线就到了 这个这样 然后呢 你刚刚讲了就是 他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网目的提供者 一个是输出频道 那一定要四网而已 那将来一定要H.264 当然可能H.264跟各个 就是MPEG MPEG 4 Part 10 就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 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微软的VC1 一个是MPEG 就是H.264 那这1.264的话 如果将来晶片出来的话 它往向下 向下 相笼的话 那这个盒子就不要换 那中华电信 因为新的盒子可能H.264 可是旧的盒子 MPEG 4 MPEG 2 所以他将来这个旧的盒子 也可能要考虑要整个再做一个换 那下面我们可以看 所以说 其实有些人现在大概有六个集团 五个MSO 五个集团 另外一个独立集团 那你可以看 他们过去团了一年多 如果要把头端 共同头端 共同盒子 共网 共同的手法技术 共同的中间软件 谈了一年 没有结果 那这个有先天上的背景的历史 各位看到了东森在内蒙台北电视台里面 他花了几亿 不要几亿 我那时候几亿就对了 建了一个头端 中家在金融建了也几亿的头端 可是这个几亿的头端 从过去建是最新的 可是今天来看是什么 不是最新的 过去如果他花的是七亿 可是从现在去建的话 搞不好一亿就建起来 对 一亿建起来 那新的业者是说 好那你就从一亿开始折算下 然后你过去用了六年 就折就折下来 你看厨房这一支 你哪有可能 我够去开七亿的 我去折下来 搞不好不到两千万 就没有交集 没有交集 另外一个 索码技术 各用不同的 这是有的用中国大陆 怎么弹合 因为你弹合的话 你想合的人 就把它买掉 把另外两家买掉 也很难 唯一有可能是什么 网路互联 把自己的网路先连起来 网路互联起来以后 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不管从塔蕾头打打塔蕾尾的电话 是同一个画家区 没有残土 甚至说 在同一个网路打是不要钱的 是不要钱的 这个倒是有可能 只是你的交換机怎么去换 怎么去换 这样的结果 是可能 其他有时候很难 甚至 Cable Phone要统一采购 或是Cable Phone的EMP要统一采购 其实都要协商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采购制度 所以这个都是 其实要带解决的问题 有时候往往是 很多不是技术的问题 很多不是技术的问题 好 我们在下面来看的话 OK 网路为王 这没有完了 这是100MB到架 内容为王 就是中央主 物物为王 其实服务的态度很重要 其实将来这方面 要多一个信念 自己中国大陆看的话 他在过去的三年 他们的 广电部 他们打了一个字 整体平移 因地制宜 这个时候在共产国家可以 台湾不行 为什么 你可以看那个 那个我们的中佑和中佳就好了 什么叫整体平移 就是数位外以后 内皮就不见 全部切 把内皮一刀两刀就切掉 这台湾不可能 一定用马戏 所以 你只要一张计位 就全部看不到类比 台湾是要平平的 平均一段时间 才会可能过度 因地制宜 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不同地方的策略 不同地方的策略 它有青岛模式 活山模式 杭州模式 太原模式 太原模式一下就上来 为什么 各位知道太原产是什么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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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梅花 梅花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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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 所以 有钱 所以它的盒子一次送十万个 所以它后来集赏 一次送十万个 好 你送十万个 所以最少十万户 三个月半年就十万户 所以盒子不要钱 但是他们这几年发觉 去年开始发觉错了 政策错了 为什么政策错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钱的地区 所以他们在去年 年底开始的十一五计划 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他们改变社会 西部比较重要 便宜利利比较重要 不是都位区比较重要 所以他们改变的时候 基卡分离 基跟卡分开 基卡分离的意思 可以单向可以双向 那出去是用单向 就是先让西部这些农民 这些贫穷的地方的人 可以看到电视 让西部的这些 偏远地区 最少可以看到十二台 到二十四台的电视 这是优先 所以把钱 应该往那边挪了 过去是钱往这边挪 因为政府想办法找银行贷款 或政府补助 或是调高收视会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只有文物会 他们频道 节目都不要钱了 所以节目 乱乱放进去 他是一个唯物会 然后他是说 你今天来身体要看 我要看我要不要给你装 台湾市你来装 我一定要给你装 可是他们是什么 我要评论看看 我要不要给你装 那他是唯物会 从八块人民币 十二块人民币 十七块人民币 现在杭州最高的 四十九块人民币 四十九块人民币 盒子是双向的 同时是有点拨的 杭州是 因为收入比较高 因为要让这个便宜屁股 所以要用基卡分离 那为什么要基卡分离 因为价钱便宜 因为基卡分离 就是盒子 全部用公版 一下制造一千万台 不是一亿台 对不对 从一千万为一个基础 所以成本跌到 两百块人民币 一台 多少 会保 台币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看的所有的东西 或是包括所有哪的东西 或是其他的东西 电子节目表 在USB上面 各位的小拇指上面 各位的记忆体 那个小拇指上面 接插浪器 就是东西的电子节目表 再插中架 中架的电子节目表 插浪护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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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不同的厂商 不同的印商 就是有不同的USB的卡 那些卡70块人民币 自己要不要含64MB 160MB 那另外再弹 OK 电子节目表 所有码 所有东西在那个上面 好 70块 OK 那很多抱怨说 你那小的70块 我那再大的 再200 是不是 那这个有谈论的空间 那就是说 所有的板子是公板 公板要有大量制造 成本就下来了 这是他们目前 正在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他们在最近可能会对一个标准 因为这个标准它有三种 用大卡小卡 一种是电脑的PCMCIA 一种就是USB 那为什么他们选这个呢 因为不管PCMCIA 不管USB 都不要license 不要loyalty 也就是说将来 你开外那个软体 你绝对 不要去被Windows绑掉 被其他人绑掉 你最好开外的东西是Netflix 那客户不要为了你要你的东西 他在买一个Windows 买一个Mac的OS 然后机器最好是在一般的机器 就可以了 不要特别要去绑工作站 以前有人把软体绑到HP的工作站 什么工作站 那工作站的费用跟软体的费用是一样的 所以慢慢要采用一个open的方式去处理 甚至将来开发的middleway 也都是用open的方式 不要像现在很多的middleway的 中间软件的 你还是要付钱 你不付钱 又不行 那这个付钱 通通通通 所有东西的NICE 都能加益 因为这个盒子当然贵 因为什么 你盒子可能搞不好 就是1000块台币 可是咚咚咚咚咚 这些加上去又是1000块台币 所以他们的思考 我几次朝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考量 那所有手码技术呢 这是一个标准 全世界的前市民最好的东西 来跟我谈 我可以把你的东西做在USB里面 那中国的话自己一个标准 自己一个标准 那他们就发掘说整个手码里面呢 全世界的 他们呼吸过了 全世界的手码技术呢 六秒钟以内可以破掉 ok 就说你在六秒钟里面 技术挂好了 六秒钟把它破掉 是可以破的 那他们现在就研究了 研究一个手码东西 一秒钟你要破掉 一秒钟你破不了 就破不了 这个东西一直在往前去走 那当然他们在这个数位里面 他有讲新电视啊新媒体啊 或是其他的 那当然在台湾里面有2300万 有600万的手机跟车机的东西 那这个是过去我在看到的 这个在他们那边一些参考的资料 那我在这个水平上呢 我大概很快地做一个结论 很快地做一个结论 就是一样三个王好不好 那将来一定是笔物笔品是笔内容 笔品的 那会从这个几个文化一直到客厅文化 那HTTV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HTTV 当然IPTV有人叫做 International Personal TV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名字 那其实真的讲还是Portacle IP的TV 那Video是主角 中文厨房加基础网路加Home Plug 加Syncline 就是一个简单的机上盒 加上USB的应用服务 也就是说这个机上盒将来 还有一个USB开口的话 你还有很多的新的应用服务 都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 几个例子来讲 假如说因为家里有小孩 就不让他看成人题 那你就可以把成人的锁码放到USB 那你一出门 大人就把它带走了 让小孩可以拿得到 不要像过去的锁码棒的意思 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还有很多例子 就是说你用不同的应用服务 我就用不同的USB给你 那这是一个新的ID 各位潮污方问 因为将来再制造 你将来有新的服务 你可以把它做到那个应用品 像现在很多的 那麽UIP也是一样 就是你把USB插进去 那它就在电脑上就输入一个电话号码 就输入一个电话 这个现在也有了 现在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USB将来是应用性 其实很多的 那部落格结论 跟电视商务结论 是未来在2008的一个很看好的 那BMV也是目前来讲 其实台湾可以跟的 台湾可以跟的 然后遥控器是用萤幕的 遥控器是用萤幕的 那这是前面我这边所讲的第一个阶段 那看看这个阶段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能稍微休息10分钟 然后再下来 我再讲第二个阶段的相关的部分 好不好 那在休息以前 看这个阶段那里 你们各有任何的问题 有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好不好 好 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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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意思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有東西要互動 因為互動的時候我會落掉講的 其實中方出發的影像加上其實分兩階段 其實8000個頻道 假設一個人一個頻道的話 事實上只有8000個人 在一個區域裡面不只8000個人 所以它這裡分兩階段 也就是說 它把8000個頻道裡面的4000個頻段切出來 就是說同時間只能讓4000個人看他自己專有的頻道 就叫點播 就類似MOD一樣點播 那4000個人很抱歉 第4000的一個人就進不來了 就進不來了 那另外4000個頻道它是用廣播的 那廣播的話你這裡有一萬個人 其實這一萬個人都可以看到 同時看到這4000個頻道 所以它把它分成兩段 那至於是不是4000對4000 還是2000對6000 還是1000對7000 業者自己去調 你要看這個地區的區域性是怎麼樣 所以它是一個彈性的點播跟廣播的分合 那這個也是目前MOD做不到的 還有現在很多IP地區做不到的功能 因為剛剛我很抱歉我們同學講 那這個問題很好 其實它是可以去彈性的去調度 你這裡的轉化 那為什麼在前端要兩基呢 因為兩基它可以把它切成一基 是即時的 那因為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雖然點的時候 它下來速度很快 所以你沒有感覺 你沒有感覺 它的速度的delay 是這樣的情形 我不知道這樣回答 是不是回答你的問題 OK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問題 我最近很多都做互動 好不好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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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基本上如果說你有提供免費的計算額 那我想政府不會反對 當然你去跟相關於未來這個主管集團社NCC 你說我有更高檔的東西 但是那個是智慧的 我想也不應該會有反對的意見 當然我只代表個人不代表委員會 我個人意見是讚同說 其實因為我應該強調一點 我要賺的是每月的錢 不是賺一次的錢 所以我比較 從全世界的經驗來看 其實免費才是一個 你推得動 因為我們可以看 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整理平衡 也就是說你這個網路上面如果有一個用戶 你不看數位的話 你這個網路就不能切 所以你是要信三千多 還是要讓整個來普及是更好的 從這個衡量上去考量 當然你可以去說跟政府應該提供更好的 因為銀行優位貸款去做這樣 那這個是商業機制也可以去考量 但是我個人還是認為說應該是 親可愛的東西是不要錢的 不要錢的 那讓這個市場機制去打你 政府管的越少 越低度管理是越好 那要不要定價錢 我個人是比較不贊成定價錢 那我不能代表其他人 好不好 我比較不希望定這個價錢 那為了這個整個產業介護保障 我希望是免費的 今天我們可以看法 他不是說使用100次 那100次一定會使用到的嘛 對不對 而且他為了保障他的收入 都怕你沒有用到100次以後 他那個成本沒辦法卡不回來 對不對 沒辦法卡不回來 那你從中國他都可以看也是成功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他免費的時候 他就是 他可以整個來講可以整理平衡 因為你免費可以整理平衡 如果你不免費你整理平衡 那你一定會被罵死 你一定會被罵死 好不好 就是說今天來看 我們不要說啦 今天要錢你要不要裝 我想很多政府就不要裝了 很多政府的官員都不要裝 問過很多喔 政治他連保證金1500 你說保證金給我 免費你 你罵我罵我罵你 他也罵你 很多政府官員都不要啊 那為什麼要給你保證金 那你每個月付你錢啊 所以這個爭議喔 爭議不完的 但是從業者 從一個商業角度 我認為是大老闆 要有這樣的利益 所以應該是免費的 好不好 我還是個人的看法 但不代表所有人的看法 好不好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淺見 好 我不要這樣說回答你們的問題 好 沒有 好 請 是 是 所以我想機上我完全可以用廣告商品別的方式 獲得免費的使用 好 再來一次我的問題 再來一次 因為我們知道 數位媒體ITTT這種東西 他簽字到的商機都很豪大 甚至比3G還會很豪大 那所以有何場才能想插一腳 那在相對的目前的基礎建設中 台灣比較稱得上 規模最大應該是中華電機 對 那中華電機已經被明明了 那像美國柯林鎮當初有推出資訊高速公路 但是台灣政府一直不太願意對這一塊 做出一些進一步的實際動作 反而到時候 呃 在基礎建設上 台灣如果要建資訊高速公路 是不是有政府出面會比較合適 好 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剛剛說到在傳播科技傳播發展方向的部分 我們有好幾種規格 現在這麼多規格呢 譬如說 教授你剛剛說的 像CSO或者MSO或者其他這種不同規格 所謂不同規格的產生就是為了 我不想被你帶的 我想自己創造一個聯盟 我們會這個規格利潤比較大 那這樣子會造成不同規格的產生 會讓我們這個數位的進度落後 甚至會造成紛爭或是困擾 勢必將來又會面臨到整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好像也是NCC成員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規格 譬如說台灣數位電視或者數位IPDB 這樣的一個規格的建立 或是標準的建立 是不是應該由政府或者NCC出面 來協商 來確定 這樣子大家在同一個平台上來發展 會不會能夠減少很多時間的浪漫 或者是金錢的損失 是對大家會比較好 因為市場做起來其他才有不賺 那我想說廠商很多那種競爭 是不是應該由國家電話或是有NCC政府出面來 對 好 一個問題 我是因化搜尋來講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NCC有300億 但是這300億如果好好包在刀割上 其實是有注意的 但是也是以目前來看還是不足 如果是五年前那300億可以做很多 因為五年前那裡500億就可以把台灣的有限制買掉51% 可是現在你很難啦 你沒有一兩千億 你很難把台灣有限制買掉 你從最近的交點來看 那是 未來的時候越來越貴 越早買越便宜 什麼越早買越便宜 教授你剛剛說 如果是三年前買的話 可能像七十三個部分 可是現在要一兩千億 但是未來的時候會覺得越貴 我比較不同意 就是說未來 其實現在已經高點了 四萬五千塊已經是高點 會往下走 往下走 我剛剛所講的 你那網路能夠不改善 你讓MOD紀念五十萬戶 讓MOD紀念一百萬戶 馬上跌到三萬以下 這是一個市場的很現實的考量問題 今天為什麼他們對MOD很concent 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其實完全要看客戶的base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中華力民進化 其實各位知道 交通募倦百分之四十億的股份 黨政經濟業 其實是針對這一點來的 有沒有解 其實很難 所以是不是民進化 他民進化定義 再看定義 定義是說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民間的來的 這個 這個 看你怎麼定義 你怎麼定義是民進化 你怎麼定義是媒體 這就是一個 那再來是說 其實我不認為很悲觀 因為我那個中華力民進化 有限定期 都很有機會 將來提供一百美金 其實對他們來講 我只是剛剛不太講 其實對他們來講 在走下一步 走到我剛剛講 一百美金到家 一幾個到企業用戶 它的成本是一萬塊台幣 三百塊美金 一戶 貴不貴 我那也不貴 剛剛講 為什麼剛剛各位講 一百美金是一百塊 一千塊錢一個月 建置一戶 是一萬塊台幣 然後呢 你每個人收一千塊錢 不要說一年收回 一年半到兩年回收 這個bix model 我是可以考慮的 我認為是可以考慮 只是我剛剛不可以講 這個價錢 這個價格 你們兩個人亂信的東西 這是稀有資源的 我們就是高度管制 好不好 另外有人問到說 個別的 其實像現在 像微軟 很多都有IPT 可是 顏則上 我剛剛已經講了 希望所有東西是開放性的 越開放越好 不要被整個 你要付license 要付reality的東西 慢慢就盡量少碰 當然不是叫你不要碰 盡量少碰 另外現在其實在市面上很多的 不管會有TV 不管什麼TV 有沒有 有那個PCR的 一個一台一萬多塊的 只有這個路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將來一定是one stop shopping 就是說 你 有基礎建設的人 去跟sepati去做合作 那你的規模就越來越大 你的體系就越來越大 然後你可以提供很多的服務 那不管是擋野服務 或是整個 整個的一個 一個配套措施的服務 會比你單向服務來講 客戶的忠誠度 會高 美國經驗 如果你說你提供只有有線電視的話 還有你有提供打電話 還有上網的話 它的退機率是降一半 就是說 它的客戶的忠誠度提高一半 那這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提供單一向的服務 未來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就是說你只有提供單向的服務來講 你的客戶的忠誠度 也就是說今天人家降價 你不降價 客戶就跑了 就跑了 所以這一點來講 我是直接也要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 將來一定是 這個 整套的服務 one stop shopping的服務 我們希望找出一個model 這個model 對假 對於都是一樣的 今天不然可以對假 是一種方式 對於是一種方式 那這樣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最難的 我們是要每一種模式 我們現在也看到 每一種模式出來的話 就是你今天討好的頻道商 就得對的系統商 討好的系統商 就得對的頻道商 像最近你罵的實在是 其實罵的 有時候你看看 有時候是沒道理 有時候沒道理 我們可以知道HBO HBO在台灣 從亞洲的收入 在台灣是90% 在中國大陸他用護衛頻道 在台灣他就不要護衛頻道 因為今天如果他是在基本頻道 他可以收到400萬 沒有400萬350萬或是450萬的費用 每一戶都要護十幾塊錢 可是如果他跑到護衛頻道的話 他可能收到100萬 因為可能只有100萬人要看HBO 不是每一個400萬都要看HBO 那他的收入就減少了 所以他打死不到護衛頻道去 可是他中國大陸他就提護衛頻道 因為前亞洲裡面收入 最大的收入是台灣 所以大家還在罵我們說 那今天你收不到錢 你跟那些是什麼關係 那是你系統上跟頻道的商業機制 因為你今天收緊 又不是會來跟NCCC收 所以有些你看MAA的東西 有實在是 那有時候我們實在是算了 不然這是回憶回憶不完 回憶回憶不完 這樣 他比較有版面而已 可是他是沒道理的 這是沒道理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盡量去說明 不然這是有時候就是挨打 那也是剛我們看到幾個先進 問到問題我把它稍微整理 那當然還有其他 那我想我還是進行 因為時間上有限 那我十二點半一定要 你看一個朋友的兒子結婚 我一定要去的 好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他在那個電視機上 因為我們知道 29歲以下電視機 一定要有DVBH 有DVBT 就是要能夠看那個陸地廣播 那一種是把它建在裡面 一種就是它旁邊 黃色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 在那個右下角的黃色 USB 就是你不一定要在這邊 你就把它插一個USB進去 然後把那個天線的線拉出去 就可以了 所以用這一種圖是告訴你 事實上你可以建電電視也可以 那也可以外建也可以 USB的一個方式 那下面就是USB很多的用途 所以我就很快挑 因為這個跟技術比較有關 就是USB的一個架構圖 你用USB可以接MP3 你可以接PVR 你可以接VAD 也可以接Digit Camera 或Digit Video 你可以接CarReader 不管是信用卡的CarReader 或是將來那個 其他的SmartCard 或其他的CarReader都可以 CarReader 一張來外面的CarReader 是十塊米金 那USB很多應用 因為電子節目表 然後你的Word PowerPoint PTF 相片 VIP什麼都可以 然後手碼也可以 那甚至你可以把你的使用手冊 你叫人家怎麼使用的使用手冊 都放在裡面 實在包著使用手冊在裡面 那只要點進去 電視上告訴你怎麼使用怎麼操作 對不對 這是最方便 因為使用手冊 有時候在產品都做到使用手冊 也是蠻麻煩的 可是如果你在電視機上 可以看到的說明書 也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就是Wireless的USB 就是Wireless 一個Wireless的方式就過來的 觸控式螢幕 剛剛講 不需要付任何的會用 任何的使用會用 那這是我剛剛講的Demo 就是說這個是IPD Plus的一個換例 真正的東西 它這裡就是 它一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剛剛就看完說 我按一個鍵 我就可以把這些英文字母全部拿掉 那你的電視機就變成一個儀缸 而且這個儀缸是動的 這是一個影片 這是一個影片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山水 或是國畫 或是香車美人 或是其他的 比如說今天就會跟你的PC一樣 是你的畫面 你的PC的畫面 去Dunload 但是這個Dunload 有可能要錢 有可能不要錢 因為製作前的問題 有人可能拍很好的片 他放上來 你要不要點 你點一個畫面 一個這樣的一個影片 就是10塊錢台幣 或是100塊錢台幣 OK 然後系統跟相關提供的就去拆帳 不然3G拆4G拆5拆都可以 所以第一個功能 就是你的電視機 如果掛在牆壁上 就是一幅畫 它就是一個動態的畫 或是動態的儀缸 這是以前你們可以看到的 對不對 等一下 OK 它可以再進去 當然這是簡單型的 這樣可以更複雜一點 像這個就是一個風景的畫 後面把這個拿掉的風景畫 它進去才可以選擇 你是企業用戶 還是一般用戶 住宅用戶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然後呢 那你一進去以後呢 它就讓你選擇 如果你選擇 人家要選擇畫面 就電視機的畫面 就是你有故宮的國寶 有國家公園的 有海洋世界的 香車美的 阿拉斯加的 韭菜溝的 國際車展的 當然不只這些 還有很多啦 我是把它列起這樣 就是說 你的電視機的畫面 是可以這樣去做一個 像你的 跟你的電腦是一樣的 做一個選擇 好不好 那這也是事實上 從電腦衍生過來的 的東西嘛 好 那 基本上它現在有 九種功能 但是不只九種功能 就基本頻道 微軟頻道 路邊記事頻道 影像電話 寬體照 電視封信 還有監控 它可以在那個 外面的監控 你家裡外面監控 這個東西可以擺上來 或是公司的監控 都可以把擺進來 然後呢 有聽部落格 聽部落格 聽部落格 甚至在聽部落格 或是其他裡面 也有講笑話的 這個 幾千種笑話 那你點進去 都在那邊講 說故事的也有 對不對 但是很抱歉 都是要付錢的 都是要付錢的 有人是不要錢的 然後在進去就是說 你如果是弄電視機 那你要看連續劇呢 還是要你年輕動作呢 就這樣點 當然 這很多層啦 你一層一層點下去 電視劇錶 一層一層點上去的 一個概念 那如果你是連續劇 在頂級裡他有做幾些 那他在頂級裡他有分 你要看第一級 還是一到三級 還是三到六級 四到六級 這樣 那還要分幾 不同一級就不同的價錢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這個就是 蘇院長那時候 我們剛好在做DEMO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調那個香港 換完衛視了 那我們就 你看下面那個時間 下面那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是可以改變的 你把那個時間輸入以後 他的畫面就不一樣 那他就說 DDTV的 就是Dance Delay 的一個角度 那這個 這個是可以點播也是廣播的 就可以看 你把它規定是哪一類 點播跟廣播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隨時去看到 你過戲 沒有 那這個 一個時間的空間 在外面的空間裡面看到 你隨時可以把它調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你 或是沒有那麼多的記憶容量的時候 你做不到 那這個是有些年級做不到的 有些年級做不到的 一個功能 然後呢 完了以後呢 你點帳範就出來了 你今天消費什麼 或是你今天想用什麼 那帳範就出來了 那你要更詳細更詳細的帳範也有了 OK 他已經把B0都做完了 就是 所有東西都 你該可以的都已經做完了 OK 這是他的功能 那他今天會在美國 在中國大陸 那下一階段會在韓國 日本 那我們希望他到台灣來 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因為台灣是最好的一個試驗場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PHS 大眾練習PHS 因為台灣成功 大陸小聯盟才成功 就是 台灣是一個其實很好的 我踹的場地 那如果這個在台灣可以成功 我跟你講他 不管是日本、韓國、中國、美國 應該也可以起來 可以這樣 這是一個簡單的demo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現在呢 這個demo因為他有板前的問題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給各位 可能也不能給各位 好不好 這個很抱歉的部分 好 另外可以往下看來講 就是說 他這個地方是可以用九種 九種網就可以 另外他這裡所說明的說 其實行動的 行動的 無限跟行動其實 最大的一個定位是在方便 這個 紅色那個地方最大的方便 然後呢 其實無限有很多 多路徑干擾 或是這個 以衰 或是那個直線的 因為他只要擋到牆壁 有擋到的時候 他就不通了 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無限 只是一個下一代網路的 顯像之一 而不是主向 所以這一頁告訴各位 它只是一個顯像 而不是主向 然後呢 這個 IPv6 IPv6 是一個承載網 只是一個承載網 到底要承載什麼 大家清楚 可是我們從現在看起來 IPv6其實真的承載是data 不是video 所以 下IPv6 絕對不是下一代的網路 只是下一代的電腦網路 但是 不是下一代的網路 這不同 下一代的網路 是它是真正要承載的 就是一再強調 跟今天一再更強調的是 video 是影像 而絕對不是數據跟語音 好不好 那 IPv6其實還有很大的問題 要去帶去客戶 當然也是必走 因為 政府已經投資那麼多錢下去 那 這其中有一部分的項目 也是 IPv6 一個屬項 是在 在發 那 你看 IPv6其實得到一個IP 其實它的成本 大概12塊錢 你每年大概入12塊錢 一個IP 當然你用DHP 用動態IP 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用動態IP 其實每一個IP 拿到一個 加入會員 繳會位 繳一些歸位 大概12塊錢 那將來電話會也要收 因為這個在華爾街上有規定 每一個電話號碼 一年是要付電 那這個價錢現在還沒訂出來 還沒訂出來 將來 但是電話會也要收 但是可能是 不是收到的 但是可能信討會轉嫁 會轉嫁到各位身上去 那 那個 無線網路只是下一代網路之一 然後呢 下一代的Internet 也是下一代網路之一 也是下一代網路 這是他告訴我們 我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我這裡打錯的話 應該是一萬塊 不是一千塊 我這裡打錯了一個 一萬塊 對 因為上次我講錯的是一千塊 很多人 怎麼可能一千塊 所以這個是一萬塊 這是一個網路的一萬塊 OK 那 這個 在這裡 我們看網路的 電信的核心是通信 網際網路的核心 是資訊的查詢跟交流 網際網路 但是下一代的網路核心 是內容的消費產業 內容 所以我想 內容其實是很大派 我們一看到 資訊 傳播 跟通信是一塊 但內容又是獨立的一塊 內容 所以內容其實在那裡 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角色 當然 他這邊講是 就是IPT不太希望像 像手機起在呼叫器 各位知道呼叫器 對不對 起在有線電視 當然有次導流 也就是說 可能還有一點時間 IPT Plus 才有可能起在有線電視 那 是不是會像手機起在電視 那可能要一段時間去證明 好不好 證明這個 這個這個部分 那IPT跟Wintail不太一樣 因為Wintail的技術壟斷 技術壟斷 然後呢 我們希望它結構性是可管理的 安全性的 然後呢 變向整個視頻 就是video的新應用 那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好不好 那 Wintail的這個IP其實它花了很久 它從Wintail開始買起 失敗以後到現在 其實也不能小看它 然後 這比如剛剛我一開始說 ID的人是有侵略性的 所以這一塊結論不能小看它 它一定有一個空間 但是它目前的所有技術還差 IPTV不要是差一集 差一集 所以剛剛我看了很多的東西 它現在是目前是做不到的 它可能目前還在Basic的一些方面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整個網路產業跟媒體產業的整合 當然這裡包括資訊網路 包括資訊網路 也就是說 事實上它已經融合了三網 它現在微缺點是沒有 把第四網進來 它沒有長耳朵 可是它的盒子沒長耳朵 那將來其實是一年以後 一年半以後 兩年以後 它可能盒子長耳朵 盒子可以長耳朵 盒子可以長耳朵的頻率 然後呢 從大眾進入分眾 進入個人 這整個是一個趨勢 這整個已經是一個大環境的趨勢 你現在年輕人 你說它搶有沒有一個頻道 以前絕對不可能 就像現在你看看 像很多拼力臺 禮物臺 它說你給我訂屏 給我一個 我現在沒有頻道 沒有位置可以擺 將來其實不會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對衛星頻道 或是對節目那種的 可以低度管制 因為將來這個部分 一定要很多 好不好 會很多 那對於無線 有在於無線電視台 一定要稍微高度管制 因為它有佔了那個國家 無線頻道的資源 所以要看它是不是虛有資源的角度 OK 那後面有些 我就 沒有紅的我就帶過去 不看了 然後呢 再看這一頁裡面紅的 商品的價值不論何時 效果要一次才能定價 就是你要那個商品的成熟度要夠 才能定價 那可管理的 像烈士百貨公司的商場一樣 那有些人常常 也有人比喻 從過去裡面 那個腳平躺穿拖鞋 對不對 因為過去 我在做的這個行業 所以我也被槍壓過 這個到這個台中 去被人家槍壓了 這個 這個很多 然後以前在華夏公關教 也被學生 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的學生 然後扁鑽就這樣上來說 老師我要殺你 如果你把我當掉的話 所以其實分到很多 但是那個學生也是唯一 現在還有聯絡的 然後現在唯一像當老闆的 所以我常常講 在學校唸書 會唸書會玩的 才是上等 只會唸書 只會使讀書的 其實不是上等 你要唸書 要唸書 當然再來是唸會唸書 再來是會玩 最差的是 又不會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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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我兩次都這樣 其實那時候也是 夢打 像台中他壓了 我說你打 你要不要打 那你收起來可以彈 那那個學生你說 我說你收起來可以彈 但是呢 你怎麼把它堵越堵 沒關係 好 像現在就可能會比較 不用那種膨大 那以前是 人人膨大是這樣的情形 OK 那 這一節的最後一章 我們可以看 下一代 IPED是下一代 電視媒體跟通訊網路融合 打開了大門 這是他講的 這是他講的 那目前 其實我研究這個東西 已經研究三年 已經研究他的三年 那提供 其實這三年提供他很多意見 比如說三年前 看他實在是 真的不行 但是非常有potential 然後每次去看 就告訴他一點 告訴他一點 說你要改善什麼 改善什麼 改善到去 去年的三頁 他DEMO給我看的時候 我說可以了 這個東西可以了 那你稍微把盒子 因為他盒子做得很粗壯 我說你把盒子改一下 然後去找各地的IP 這部分都是台灣來做的 是最好的 因為台灣這個cost down 是最厲害的 那他慢慢也點頭 慢慢也點頭 那他過去來講 他說他只賣給電信 不賣給有線電視 我說你不能這樣 我說你賣武器的人 你可以兩個都賣 他們怎麼去打他們的事 OK 你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賣 不可以賣什麼 那這也是從 有一次我在中國大陸 看到一個 一個大學畢業的 大概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現在當總經理 他也在開發產品 那我先看到他一個東西 他就跟我講說 我左手都賣給廣電部 右手都賣給信義產業部 然後他們讓我們去打 因為我是一個武器的供應商 我管他們去打得誰輸誰贏 反正誰輸誰贏 反正誰輸誰贏 對我都沒有影響 反正有人買我的東西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下一代的人 其實是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因為文革那段框了 文革那段框的時候 我有機會 因為我剛好是文革那段框 所以這一段的 我領先他們很多 可是他們文革以後 這一段其實是蠻強 你可以看他們現在 副部長級的 副部長級的 全部是劉美寧德 劉奧劉瑞瑞這些人 部長級全部是政治的 但是副部長級全部都是精英 都是年輕這一代的 三四十歲這一代 都很強 而且一天到 在前世紀上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定的角色非常準 你可以看他的數位電視 無限台的 2005年一個階段 060、0708一個階段 2015年欠幾歐爾 非常準 你可以看他非常準 他絕對不會定個2006、2008、2010 做不到 做不到 好不好 那相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啊 有數位的階段少命 你要定了2006 然後0到2008 要延到2010 反正不行再延 不行再延 有這樣的一個思考邏輯 這是一來一回 其實有很多落差 再來我們看最後三個 恰大王目是 恰大王目的 解剖是什麼 基礎是什麼 這都是要考量 當然跟各位沒有關係 但是跟相關的 要基礎建設的人 是有關係的 好不好 是有關係的這個部分 那 最後呢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 一個 因為 我的投影片 大概有幾萬張 所以實在是 從這裡面篩選一部分 給各位 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這是今天早上看到的 歐爾010的全球內容 降到430億 我又不講43億 我剛剛講43億 他們調查 就是手機的內容 從這裡可以看 它這邊有4條 所以這也是 因為今天我剛剛看了 就把它抓下來 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人家統計異顧了 是手機的內容 那你可以看 手機能量這麼多了 那你看那個電視的內容 是不是可以更多 這讓各位做參考 那另外我還是很快的 告訴各位 基本法 一些概念 基本法跟組織法 一些很快的 利用實行運動的時間 跟各位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基本法是93年就公告 那其實它很重要的 第一條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科技匯齡 最後我們有一個組是 在負責科技匯齡的 第二個是整個的 通訊傳播健全發展 有一個組專門在負責健全發展 那有一個組在 維護國民潛意的 消極會那個維護 還有保障消費者利益的 這兩個消極會的 然後多言無話的 這是等於有六個組 在制定這個東西 然後它的定義上是無限有限 就是剛剛所講的 有個同學問我的載具 這個就是載具 就是載具 然後它在傳播 剛剛講三網的東西 這是大家把文字變進去 說四個 四個內容 四個內容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效的管理事項 然後獨立行使職權 可是現在有點走樣 為什麼走樣 因為科技資訊委員要諮詢 要去諮詢 所以這個 那原來的交通部的優電師 還有原來的新聞局 就是只負責輔導跟獎勵 也就是說管制跟監禮 是在NCC的 可是輔導跟獎勵 是在原來的單位 原來的單位 就是輔導跟獎勵 像金鐘、金馬獎 那些都是在原來單位裡面 那這邊你不要吵 這邊我要把這個相關的 給主辦單位 他們會給各位 好不好 那其實在相關的那邊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條 它有個基金 所以它的費用 不是從政府拿過來 是從它的收入裡面來撥 來支付它的業務費用 除了人事費用 是由行政單位撥以外 其實沒有 那它不要去參加行政院的業務會 那在這裡就是說 第五條其實跟一條有點類似 其實多了一個是弱勢的權益 弱勢團體 我們要特別去照顧弱勢團體 還有它這裡有 第六條就是說 鼓勵新技術的服務 新技術的服務 所以沒有正當理由 不能妨礙新技術 那中環電技術中 MOD是新技術新服務 其實它不是 從剛才聽過IT 普通它MOD絕對不是新技術 也不是新服務 然後也不能因為 傳軍技術有差別觀 也不能因為它衛星無限有差別觀 除非是它有稀有資源 另外就是互通的應用 這個是中環電力最嚴重的 因為一個互聯一個智慧 談了那麼久談不下來 這是很多人很抱怨的地方 因為你是一個市場的領導者 市場的壟斷者 就應該帶頭把這個問題解決 而不是閒在那個地方 拖在那個地方 MOD讓它合法 可是有相關很多地方 你又不讓它合法 然後呢 過去很多地方的 只要有打關係 有問題給電力總級 沒有的 自己擁有 所以這裡面還有很多爭議 是要帶一親跟主理的 然後呢 消費者的資訊要充分的公開 消費者對消費的資訊要充分的公開 還有一定要公平合理的處理 這是在基本法裡面有的 還有這裡面還有稀有資源 一定要用公平有效益 便利和諧 還有基督樁力為原則 不能去偏袒誰偏袒誰 有這樣的情形 那基督網民一定要互聯 就是在第十一條一定要互聯 所以將來很多的沒有辦法 不公平的互聯 我們大概都會 還有智慧的方式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電視跟中華電視的網路 都已經折就完了 都已經折就完了 其實 到的時間其實可以去那個 但是今天它有很多的困難也清楚 你可以看它的所有機房 都在市中心在地方 它資產沒有重複 它資產一重複的話 其實它的資產是上兆的 可是一個上兆的資產公司 它的營業額只有1800億 這個是不成名的 它的股價馬上會下去 所以它定了一個 1000多億跟2000億的資產 它一年做一個資本額 所以它的股價在維持 如果說今天它的資產重複是一兆的話 你看它的營業額是達不到那個程度的 這個就是它的困難點 也所以要了解 然後一定要透明化合理化 還有沒有差別的待遇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進階服務 這也是剛才所講的 要讓很多人有使用頻道的權益 現在是沒有 那這個數位化以後才達得到的 還有服務要普及 以及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就是服務的地區 上次商業週刊登了一個 它讓外國人騎了腳踏車 騎了很多 100多公里去教個英文 有時候只能講 我們是要檢討 這個地方其實應該 國人要自己做的 哪個人去做 這樣可以說 然後美林固定要起績效報告 那也是整個績效的改進 那個績效可以給各單位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做參考 然後呢 也會有一年的施政計畫 還有三年的施政方針 這個我剛剛講 慢慢都會要出來 然後要主動公告 然後要送立法院去做備查 這是基本法裡面 17條裡面的 然後呢 它有權力在緊急的時候 去調用所有的資源 傳播通信的資源 緊急的時候 應變的時候 必須要這樣 然後它會比較注重的是 國際教育跟國際接軌 跟國際接軌的情形 然後兩年內要把所有法修正完 但是要注意一下 兩年內修完 如果兩年內還沒修的時候 還是以基本法跟組織法為原則 過去的有限電視法 過去的電信法 都可以放一邊 也就是說 在最後一條 你可以看 在最後一項裡面 17條之前 前向法規施政施行前 其以本法規定抵觸者 通信傳播委員會得依本法原則 為法律之解釋跟適用 所以我們的委員會是可以解釋的 就是說過期的電信法 如果有切施 或者不同的地方 可以用基本法來解釋的 因為各位可能很少看基本法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我過去 除了12月10號被口試 有記讀一下 後來就沒有讀了 這一個月實在是每一天都要讀這個 每一天都要依照有沒有依訊 所有東西依法行政 但如果有進和的也是相同的 這是大概我很快的時間 把基本法跟各位做說明 下面就是主治法 主治法是去年11月9號公告的 然後才有後面的一序列下來了 那它會比較弱言論自由 那因為這一條憲法保障言論自由 所以有時候很多的媒體的 政務區的節目 其實有時候很難管 很難管 那唯一的當然 我個人是認為說 有些節目 其實時段要磨 因為只能唯一的考量就是說 它是一個普通級的 還是一個保護級的 還是一個輔導級的 還是一個限制級的 其實有時候不要在八九點那樣 好像笑話在那裡 馬來馬去的 那孩子怎麼沒看 那孩子怎麼沒看 所以有些東西其實 不是說不能討論 是可以討論 可是那種態度跟方式 其實是有些改進的必要 好不好 不過大家在那裡頭 好像鏡頭的照樣鏡 大家有一點像內視就開始發飆了 其實這不是好的現象 我個人認為 當然這個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還有黨的就是跟媒體 那只是我們去定義媒體 然後健全發展 那媒體的專業自主 其實媒體現在 智力比較少 其實真的媒體 應該是智力 他力跟法力 其實不要用到法力 其實智力跟他力要先考量 可是現在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失衡了 有一點稍微失衡 好不好 還有保障落位者多元文化 它一強調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就是盡量去多元 整個的 不管是各個族群啊 各個方面 這個都要去考量 那國家的競爭力 然後再來就是 原來屬於行政新聞集的跟交通部的 都會移播 只要不是輔導 不是獎勵的 全部移播到這裡 那現在還在移播 因為現在還沒移播完 所以可能要到夜底 或是視線還了以後 可能會比較正常 但是這邊更可以強調一點 NCE這個組織 絕對沒有違法的事情 沒有視線的問題 只有違言 那我們有個違約的共識 只要他解釋委員是違法 我們全部辭職 全部辭職 這個大家都一次性 那這一段時間 我是覺得政黨的運作沒有 我真的想跟大家講沒有運作 因為雖然不同政黨推薦出來 可是這邊政黨的運作 其實真的沒有 大家都盡量朝一個共識的 所以才會被罵那天前 主委入主委說 酒票酒票嘛 對不對 有一個記者問說 哎呦 你怎麼連自己都自己倒自己 對不對 那這是唯一的缺點 可是當時我們是沒有想意到 我們當然是說應該一個共識 大家可以團結的一個力量的角度來看 沒有考慮到說 其實應該自己不要投自己 這是唯一的 唯一的有一點稍微瑕疵 好不好 稍微瑕疵的情形 好 再來看 我們可以看喔 它的主要是監禮政策裡面 法律訂定明定 修正 不是形成的修正 廢止跟執行 這是有關於它的執掌的事項 好不好 還有證照的合法 還有設備的審驗 還有工程 剛剛有講的工程技術的規範規定 好不好 還有傳輸內容 因為它有相反一個傳輸內容的 傳輸內容的相關的審核跟規範 還有資源的次序 就是說它有個資源處 資源管理處 它有些頻率的資源 相關的資源 IP的資源 電話號碼的資源 都在資源管理處 還有見證視訊 還有資訊 還有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是在這裡的 但是這一塊會比較重視 在我們這邊有個電信技術中心 電信技術中心 現在其實三大塊 一塊是資安 資訊安全 一塊是號碼可信信 就是各位換那個換號碼 就是換電話公司不要換號碼 一個是這樣 那一個是電視機的檢驗 就是數位電視機的檢驗 現在他們已經建置完了 因為那個地方大概到明年 花了20億在南部陸主委的中心 然後在板橋 跟遠東租的一個辦公室 這有兩個地方在做 那將來可能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的技術的資源單位 就像過去研究所的單位 研究所的任務 還有重大的爭議 還有消費者打戶 可能有一個 還有基金 相關基金 調裁決 所以它其實它有準司法權 準立法權 還有準行政權 也就是說 它是獨立機關 可能它有三權都有 這三個權 那你就只有獨立 才有辦法執行 不然你沒有獨立 真的很難執行 就像我們講地下電台 跟匯瓦電台就好了 如果你不獨立的話 很難取力 就很難取力 因為今天所有這些人 後面的都有背景 都有相關的背景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難去執行 有這樣的情形 然後呢 起立跟處分 其實 電信總都知道 你哪裡有地下電台 哪有回答電台 此次要不要動你 我們說真的 它有配合電信警察 有100個電信警察 也表有電信警察 所以 其實這個主持是蠻龐大的 因為 這個民主編制是621個人 包括正式的公務人員 跟會正式的公務人員 那包括電信警察 100個人 電信警察分北莊南區 三個分隊 三個分隊 但它的隸屬還是警政署 警政署 那 這就是他講他的職務 就是從13職的以上 所以他們現在 有些電總 或是其他人 心情覺得還好 電總有些比較不習慣 因為他們過去只有一個 13職人的局長 現在突然間冒出 九個人在管他們 所以有時候也覺得 有時候也覺得 但是其實我們是盡量 越管得越少越好 但是他們也是很辛苦 因為我們每天開會 他要提款的資料 真的很多 他們真的很辛苦 兩邊要做 其實真的這段時間 真的很辛苦 然後 主委或主委是不同政黨 所以你看我們主委或主委 是屬於三個不同的政黨 屬於三個不同的政黨 那 再來就是說 整個 這個 在當地定這個法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 他把公務人員 跟公營事業的人 全排除 就是說 過去以後你在公營 公營機油 公務人員當過 就不能當委員 所以把局長 人和護長都排除掉了 很可惜 很多好的公務人 其實都不能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 不是學著 就是外面的 民營企業的 民營企業的 這個單位 因為像我 第一個政黨的爭議 第二個是財團的爭議 一路上 但是我都不回應 我就覺得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那有些要概括承受 最要去承受 因為你是誰推薦 就是你要去概括承受 那 雖然有些東西 不是事實上說假的 可是真的沒辦法 就是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這也是說 一開始 他們那個 四個政黨裡面 平時我有機會 因為是四個政黨之一的 而且只有一個 但是我一開始就說 晃劇 我不要去當主委 我當洋主委員就好 這就是我一開始就晃劇 這個不需要 我不想去做那個 因為那個 有時候有那個潛力 同樣有義務 你知道嗎 那當委員我常講一下 是一個責任跟義務的開始 絕對不是潛力的傲慢 絕對是一個服務的開始 那不是拿著這個東西 要去做一做 我絕對不是這樣 那另外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是很嚴重的 尤其利益迴避 還有就是我們有個自利條款 也是在耶穌 希望耶穌的 當然 有時候人家講不敬人情 但是這個 沒有來 因為是共結智的 共結智 所以那天要 草案要公布出來 其實我是那個是倒立 我那個說慢一點公布 因為這一公布 我會打到另外兩個案子 對 人家已經回首會回 結果真的 禮拜有人叫做回首就回了 有三個人就 就被 提出來說 我外面堅持十幾個二十五 其實那就是公務機關了 有些是委員會 蘇聯委員會什麼委員會 後來全部都遲了 全部都遲了 那上禮拜 主委也把他黨籍停權了 被人家問 那停權了 其實我們這邊沒有啦 但是 既然外界有這麼高的要求 那大家就按照這個 有一個遊戲規則去玩這樣子 然後 退下來 三年內不能當任何相關事業的 所以你看 是不是逼人家到學校去了 是不是 或是怎樣 或是逼人家到美國 或是其他國家去了 是不是 OK 那 他的 整個的 東西其實蠻嚴格 因為 我們希望授權 各處事 因為將來有十三個處事 十三個處事 這個 除了人事 政風 不屬於我們外 另外還有十個處事 那我們希望授權 可是 法裡面規定很清楚 很多不能授權的 很多都要違背決議 你看 很多人違背決議 一個禮拜開一次 怎麼可能 案子那麼多 怎麼可能 所以你看這裡這麼多 還有監理政策 制度定律審議 重要的計畫 荒漫的審議考額 資源的分配 還有 相關法律的定定 明定 修正廢止 略議的公告 許可處分 編制 表位表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只還了分譯規則 自立條款規則 出入規則 大概把相關的都已經都討論完了 都討論完了 然後 下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要公佈財產 還有財產的信託 就是 還有這些 反正還有很多的 然後預算的結算的審核 所以其實事情蠻多的 事情蠻多的 所以 我們昨天在開玩笑 現在是一個什麼 我們那個憲法有三部對不對 第一開始是什麼 軍政對不對 然後進入什麼 信政對不對 然後才是什麼 憲政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經政時期 你知道 我們昨天還在開玩笑 我們在經政時期 那我們希望很快的能夠進到憲政時期 不要每天在那邊開會 好 你看他只講每次開一次 這不夠的 必要時開一次 其實每次 絕對是不夠 那每個人 可以有協同意見書 跟不同意見書 就是說 你對不同的案子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 或是 有部分是相同 有部分不同 都可以提出來 那可以公告 像最近我們討論有幾個案子 有人就有不同的 或是協同的意見書出來 那我們希望是 不要都是言堂 也是希望 如果你有不同 還是可以提出來 但是還是要共述節 就是說 多法委員開會 那多法委員決議 才算數的 那以多數節為原則 當然 我們的書委員 其實書族委員其實很好 他這個人很好 他都讓我們講完了 然後他盡量去統合大家的意見 然後真的是 非常非常穩重 本來 很多人 很多人 可是我個人來講 對他是非常的佩服 非常的佩服 當然有幾個聯軍委員是很衝的 但他都可以慢慢 把大家的意見 融合在一起 這個人真的不簡單 我認為這個是 我們選他當主委 其實我們認為 大部分選委 大家都是其實都蠻佩服的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督導各處事 當然我們盡量少管 因為你可以看各處事 它有柯 有處 那又到委員 又到委員位 那這層級太多了 我們就像這種東西是簡化的 盡量能夠很多東西簡化的 當然也有 我也提到說 是不是相當的像wave 就是你那個的申請按到wave上 就網路上上來就好了 那你可以從網路上看到你的進度在哪裡 NCC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不能跟老式的過去的關牙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的東西我們會在革新 所有東西是讓E化 希望電子化 所有的話 我們希望整個的流程加速 那所有東西能跟過去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也是大家希望齊齊是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這個是其實很累人的 很累人的 當然也可以請協助專家 當然各位這裡面有協助專家 等於將來我們都是可以請各位去做一個諮詢 那另外因為很多的案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開公聽會或是聽證會 因為只要經過聽證 就可能會避開宿念 因為將來我們自己審的案子 又自由我們宿念 還是到行政院宿念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有一點 行政法裡面有一點模糊 所以這讓我們也很小心 所以我們以後很慢慢很多重要的東西 可能會開聽證會 或是開公聽會 廣行各界的聲音 這個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是原來第一種的副局長 吳家輝 吳局長現在是我們主任秘書 這個是目前的現狀 那他是平調的 因為他本身是12指的 然後那個相關的單位就是隨波移轉 隨波移轉 然後還有警察單位 然後另外我們有個基金 基金的來源就是政府的預算 另外就是我們像各會說的 各單位 各事業單位說的 歸會 這裡面很多的 特許會 許可會 頻率使用會 電信號碼會 審查會 認證會 審驗會 證照會 登記會 還有其他的歸會 百分之每 百分之10 百分之5到15 當我們的業務會的支出 還有基金的諮詢 還有其他的收入 那這些用戴就是用在一般我們在事物業的支出 這個事物業上就不照 不像行政醫藥 除了不夠 才跟行政醫藥要錢 才跟行政醫藥要錢 因為你是要錢 一要到錢就跟立法院有關係 一跟立法院有關係就很難獨立 就很難獨立 就有這樣的一個相關連帶的考慮 那這個是過去的人員的內容都保障 就是過去你在員單位 那你移過過來的所有權利都保障 那一般來定義總級的人都是升一等 因為原來的科長是三級單位 現在變二級單位 所以科長都升一等 處長升一等 所有男人都升一等 因為二級單位的官等是比較高的 高的 所以那新聞級比較吃虧 因為新聞級本來就二級單位 本來就二級單位 好 那就是說如果過去有 對不光平處理的三個月也可以提出來 那三個月就到五月十七 所以各位 或是各位的單位裡面有的話 就在三個月一定要提出來 一定要提出來 然後呢 那整個來講就是監督啊 相關的這個 這些證照相關的這個 就是我們主要的業務是在這裡 在這裡 那當然如果複照 就是要回覆 但是現在就是噴到龍翔 龍翔這個案子 可能就是後面他有國賠的問題 那當然還要在協商 那這個是因為 但是一進來我們顏則 我個人的顏則是希望說 新的位置新的頻道 有上來的機會 可是你不能要求說你要定在哪個位置 因為這是商業機制 這是商業機制 所以不能 另外呢 就是說 揮護也是說讓你揮護 可以上去 可是也沒有辦法幫你揮護說 你定到哪個位置 定到哪個位置上面去 因為定到哪個位置是一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商業的協商機制 好不好 不能管他那麼多 那這個大概我今天很誤要的 藉著機會跟各位先搞我們的基本法跟組織法 讓大家最少有個概念 我們所有的依法的東西 就是依照這兩個法 其他沒有了 很簡單這兩個法 來做我們的未來整個的一個規範的規定 那大家也知道說 你只要任何事情 你要去看這個兩個法 你研究這兩個法就可以了 好好好 研究這兩個法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報告到這裡 那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是不是在開放一個問題 讓大家看有沒有問題 那我沒有 我們今天到這裡 非常謝謝今天各位的這樣的 歡迎的時間 來突如有這樣的撈到撈到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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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的 minima的那個 limitation 就是說 你多久以 我們是在學校訪呢 上面看快要30年 你看各位 看看我年紀多大 30年 哈哈哈哈 謝謝 快30年 那個從 從四星開始 開始教 然後 一天等五 一天 淡大 那現在只有在福大 所以可以說自身 像自身 可是自身不見得 代表有學問 先講清楚 然後今天來上個 我必須抱歉 因為齁 我接觸的時間 他說6月20 25號 所以我都沒有準備 昨天臨時打電話 上課 說要上課 我下課 我下課跳 我下課跳 這個 不過呢 我雖然說 我雖然說 沖沖滿滿 我昨天下午才開始 我從來沒有做 這是有生第一次來上 用point point來上課的 然後呢 我從下午開始 念打打打打 打 不在靈光啦 這小組在打 大概打20多個 那個point point而已 後來 後來不行啦 因為太慢了 你看一個下午才20多個 聽說真的有一百多個 哇我慘啦 但是呢 我不怕 為什麼不怕呢 我有三本著作 這是大陸傳播法 這是新聞法律上色 這是下車 所以我不怕 所以不怕 因為這樣子 我老實跟各位來講 我是不好意思批評別人 但是我是台灣的 大概是數一數二的 有書本的 現在我們其實書上看 只有這幾本書 所以我這麼有自信 雖然說 可能 這個可能台灣不太好 可能講話不太好 可是還有一點點學問 可以在這份 像聲明的 所以我 但是 因為這件事 其實講起來這個 這個 這個 寫書真的怕很多時間 你看我這個寫這幾本 我得過 得過 兩次 曾須百學術新聞獎 各位不曉得這個 曾須百學術新聞獎 什麼東西 這個是台灣大概 可能我是唯一的 唯一 這個 很多大學 什麼專業的教授 平常講 我都覺得 應該用這種書來掌握可遁 沒有 所以我算是 我自認為 還有一點點小學問 從聲明到 那我自己 當然這個 我自己 一直在台大學法律 可是我最大是 學新聞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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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說 好 讓人還可以來 來混 來上這個課 今天很榮幸 真的有機會 來這個 來乾貴 來學習 來對話 因為 小南京 現在社會時代 講起來真的 過去大概好幾年前 就注意 可是沒有多少時間 再多發事情 可是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我沒辦法歸 到基本司長 我跟各位報告 實在是很不滿不公 我對媒體沒有好感 沒有好感 那我很奇怪 我自己學生是 教媒體的 因為那個 他們在媒體工作很多 因為教的都是 差不多是 編才科 那個什麼傳播科 可是 我不能怪學生 因為學生 出去之後 就說到那個 就業的關係 所以真的 說到這個 老闆的控制 你看 什麼收視率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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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七八糟 那個 真的 我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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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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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動勢 這個是長期的 可是現在很糟糕 有自有沒自律 很麻煩 所以我剛才寫文章開始 對媒體有批評 像我的學生在 媒體觀察基金會 常進的協助我都蠻支持 只要改革 要進入我會很支持 各位手上有講義 今天一個編號就是 媒體殺人 現在媒體 蘋果日報殺人 我看了各位的 背景 好像還沒有蘋果日報 沒有蘋果日報 沒有蘋果日報 其實上 我 若生在做同業參加的時候 蘋果日報其實跟我講 還對我蠻支持 私下 蠻支持的 那我主張告 告媒體 為什麼 因為媒體的賽事很糟糕 就是 負責所斷 那我這個 評論到這個是講 大概上禮拜吧 就是在 台中是一個已婚的 張姓老師 常常 很照顧學生 大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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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 班上師生做一個 國小 國務閨女生 然後就演變的 這個 不能以師生之念 可是因為那種什麼關係 結果就報警 妨害性自主 被起訴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新聞 其實 這種師生之念 就是因為年紀太小 就容易有出麻煩 因為我們的法律規律 新法規律 沒有我們 十十歲啊 十六歲啊 如果信息有的話 就有問題了 那這個老師 就是能長期照顧 可是最後 後來發生 有兩次性關係 然後呢 就 就發生 這個 要分手 然後就發生 這個問題 那 就能夠把他起訴 信 這個 侵犯自主罪 把他起訴 沒有 報警燈的時候 還好 可是 那個 那個老師 張老師就說 欸 你們 你們喔 不能 怎麼燈喔 然後 要保護自殺 他就這樣 這個 公開說 那 各道記者喔 欸 聽到這個消息喔 欸 都還 還有 還有 覺得還 幫老師想 因為老師 國中老師啊 然後呢 還有點 還有點 機會喔 這個 第二天寫喔 張信老師 什麼某國中 沒有講國中的 這個名字 有沒有講這個 老師名字 結果呢 只有一個蘋果日報 我等於帶來 帶來 因為我非常生氣喔 各位 各位有信息喔可以看 你要去看看喔 每月給門一萬金 可惡老師喔 可惡老師 對起訴 然後這邊呢 照片這個張老師的一個照片 旁邊是女生 女生殺了這個處理 可是還是認得出來 這是學校的大門 然後 有個示意圖 有圖 有圖 浴室洗澡 然後怎麼行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其實我上課喔 每次都跟學妹講 欸 這個學新聞真的很單紛的內容 因為 我說這次上 到下一次的話 什麼事情發生 今天常常很多事情發生 然後要同學 說把你們新聞拿來討論 可是我必須承認喔 這個學生真的很 很少看報紙 而且電視有時候都不太清楚 這很糟糕 就是說 自學傳播 學新聞就不看報紙 不看雜誌 不看這個電視 我都覺得很奇怪 不看半天啊 所以 然後呢 像這個事情啊 當然 太大了 所以會知道 但是 小型可能就忘記 那沒有關係 可是知道整個整個大概 然後這個老師啊 在這裡啊 他聽到 那就是 你看 燈照片 跟女生們都一起 你想一看 這盆燈的話 女士老師你怎麼想 你怎麼想 然後這人提到說 什麼八億兩啦 一哥給他六千塊 等等 有些不事實 後來這個老師 看了之後 後來自殺啦 我想各位看到報紙 那這個是張星老師 那大概兩三天前 這個叫做林雙群 林雙群吧 這個 這個事情啊 其實 在我看來 在我看來是蠻複雜的啦 就是說 當然 這個 這個 林先生 他 他 他 如果是警察官的話 其實我也有懷疑啦 那要不要公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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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公佈那 五百萬呢 多少 沒有 好像沒有兩千萬 這個對我來說 沒有這麼大的這個 可是 這個 有難免發疑啦 可是 發疑可以 但是發疑 這個 要不要公開 你 看我 那 這 就是 就 那 一個 那 那 這個 可能 媒體 有 很大的壓力 那 我們後來看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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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集團到家庭去採訪 然後一大堆是怎麼去 這二層的新聞壓力 可能這樣後來自殺 這很厲害 人鑰匙真的很麻煩的辦法 你看那個他們好像有在見識 但是有時候摸掉都不知道 你都不聽 後來真的自殺 所以人鑰匙真的把他捆不住 那這邊希望文明媒體也有責任 大量的報導 然後SNG撤載在門口 案真的很大這樣 就是我想這個 我記得不久前在地下室辦一個座談會 有一個台北醫學大學老師 他研究過自殺的那個報導 外國有些禁止的 後來寫了報導說有什麼限制 好像就是新聞自由太自由了 所以很多麻煩 那這關心 那我談當然很多是新聞道德問題 所以今天講起來跟各位來談 其實我們上這個課 只是給各位一個概念而已 你看三個小時的課能講什麼東西 真的有限度 那我歡迎各位有問題來問我沒有問題 這個我很樂意我對媒體真的很關心 但是也很很很很很感 真的講 那我今年上就說 這個從這個新聞事件 這個殺人開始的話 那我們還談到當然很多報告說 淡大一個學生 我在今年上學 也在淡大上個課 淡大那個學生庭呢 這個是一個強烈一個女生 然後 報告說 還有一個不玩得到 說是 這個 他是 會被判幾年 然後那個大大學生就 就怕了 就去自殺掉 還會這樣子 所以這個媒體的力量就說 對某些人來講 真的很壓力非常大 跟他這樣 要不然他怎麼自殺 這個奇怪 就判十年 我判十年 所以我想很多人呢 可能 這個法律不太懂 那有基本常識很重要 那 這個其實 很多自殺事件 真的可以避免 而且 真的 一定要所自殺突入 真的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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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我他們在說啊 這個媒體其實喔 報告自殺 至少 不要像朋友們看到啊 這個 低板是什麼 屍體流體什麼的 還屍體 我看的時候都非常反感 所以我鼓勵報 用來告這些媒體 那我自己也告過 那個告過一個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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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提到啦 一個老師 這個傳播老師 他們那個 執女兒 那個 五六歲嘛 那個 就慘死了 那 《平衡日報》呢 把他的這個 媽媽照片 凍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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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上 那個這個照片 其實 我想的一定是 因為《平衡日報》 打算說是 翻拍 那是一定 警方給的 我給的 所以 我那個告警方 那 告《平衡日報》 他賠20萬啦 又道歉這樣子 我認為啊 現在喔 這個媒體 什麼都不怕啦 什麼 王王不怕什麼都不怕 也不怕老百姓 就怕什麼 怕怕怕 怕這個報告 但是告 也不見得有什麼 這個 丟大的威嚇力量 因為喔 平衡日報 清楚了啦 準備很多錢啦 準備 來打官司 沒有關係 我不相信 一次兩次三次看看 我就不相信 就是說 大家說 毀謗 毀謗是 在外國判很重啊 那個這個 幾千萬幾百萬 台灣沒有這樣判啊 幾萬塊 兩千百萬 這個 了不起啦 但是長期的一定 會 會加上這個 給他一個血管 我想很重要喔 所以 這個 今天來上這個 媒體的這個法律 我想喔 就是給大家一個 基本上一些法律程式 就是 跟大陸總統有關的 法律而已啦 那我想 呃 不曉得 在座 對媒體 我想也是 雙項溝通也不錯 就說 你們看看有些哪一個管理理由 你知道嗎 沒有興趣來 來來來 雙項溝通 沒有興趣 這個 我當然上這個時候啊 就欸 你們想想看 傳播法給你哪些課 這個 那個 你是 這個 你是 你是 好 就評論一下這個包養好了 這個包養這兩個字 或者其他跟世子不相的 這現在是什麼法律 什麼法律 什麼法律 違反 行法的違反 好啦 那你幾個他賠償又現在什麼法律 民事 好 這個民事賠償嘛 這個也沒有錯 你還不錯吧 那個 呵呵呵 好 這個是違反的 好 然後現在 我常把很多 去跟 跟拍什麼 來跟蹤那個 那個 這個就是 輕鬆隱私 不過有些 有些 有些難度的記者 就去跟吵醒人家 這個可能 輕鬆出錯權 不過呢 有些 如果說 裸體的 這個方面等等的話 那個可能會 這個所謂 這個 反應分化 那這個是 大的方向 其實還有很多 我想 那 基本上 我們 哪些法律官的媒體 有啊 這個 廣播電視法 那 衛星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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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無線的 衛星還有這個 基本上一些廣告法規 如果 各位從事醫院 可能去拿廣告 廣告一些法規也重要 那當然 還有一些 這個 出版法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了 但是 還有一些雜雞雜包的法律 譬如說 我們說啊 譬如說 國家監視保護法 那最近最熱門法 177 國家通信存部監控法 國家通信存部監控法 這個 一大堆法律 當然 跟各位 如果從事在 報導方面的話 那就可能會牽涉 被告 那這個 就要 了解一點 那這個是法律 所以 這方面講的話 法律是 蠻多的 這是專門 所以 將對媒體方面的來 譬如說 民謠平常 我們這個 這個 媒體要支房子啊 要顧員工啊 那這個 你搞不定基準法 就不需要啦 那為什麼今天說 我們談到說 新聞 其實 法律有些有規範 那有些真的沒有規範 那沒有辦法 就要靠 新聞 同業人員 所謂新聞治理 道德 那個新聞 這個道德規範的 有 有 可是有時候 很多人沒有遵守 我再舉個例子 那個白冰冰那個女孩子 他的兒 女兒 這叫做白 白小燕對不對 白燕死掉 白燕死掉的時候 那個白冰冰說 就你們媒體 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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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死掉了 有沒有道理啊 有道理 因為喔 他被綁 被承認性 他們綁架的期間 因為媒體喔 就在他家門口 他要給前面門口 因為 然後 他們幾個 逮出來 當然就是看到 你看 這個已經 已經知道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當然 不信了 那 那 不信 被他們 殺死 可是 問題就是說 如果 像鄭文心 鄭文心 是不是 媒體不要這樣做 而且 我知道 還有兩個 好像是 平面媒體 就是雜誌那裡 你通知了這個消息 說被綁架 欸 這個 新聞道德規 基本就說 被綁架的時候 在原則釋放之前啊 被放之前 被斷報導 這是大家公認的詭言 可是喔 還是有人敢這樣 這個 綁得出來 真的很糟糕 那還有這個獨家報導 這個獨家報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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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時 他還說 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 還這樣大聲 大聲 這樣講 但是 糟糕 她們 那幾個 劑子啊 都 都不亢生 都生不委以來 對 表示還有良知 存在 這個就是喔 我們要靠的 這些人 誠良知 這種 新聞劑子 是一個 piece 所以我們還是要 新聞大德 那新聞自由 今天講條真的可以說太自由啦 可是大的還是一定要追尋 不然真的到最後大家對媒體被人家說是讓言 不讓言啊 當然不談立法院不談媒體 媒體本來是社會的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叫做 就是來看能夠 然後呢也監督這個 當然提供銘的等等 傳播資等等都不用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如果沒有新聞資料的話 我認為這個很嚴重 這個對媒體來講真的會 造成很大的麻煩 那麼 這三個之後呢我想 在開始這個之後我想當然我認為是 我個人是對國家安全是蠻重視的啦 那這個大陸傳播方面 對國家的安全有沒有關係呢 有很大的關係 那問題就是說 哎 國家安全是什麼叫做國家安全 安全定一戰了 然後它放一戰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喔 如果國家安全無限廣的話 這樣過去說什麼 風土人情啊什麼都包括進來 哇那這個不得了什麼都包括進來啦 那整體戰啊 那那當然就很很麻煩啦 可是我們想喔 已經來看看 欸其他國家 這種所謂新聞自由跟國家安全 他們的評論點在哪裡 這個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看那個美國的越戰報告 美國的越戰報告是一個 就是美國喔 就是美國喔 介入越戰的整個的事物的那個那個那個報告 那 媒體喔 這個 努力時報 當然很受注重的一個報紙喔 他拿到這個報告 他拿到這個報告 然後報告呢 對 林先生 他們拿到這個這個這個報告喔 不是拿到第二天都發表不是喔 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 欸 請人研究 分析 看看怎麼樣 今天發表幾個頁 研究之後 才開始發表 就像台灣拿到啊 第二天真的有好戲唱 好戲看的 這個很糟糕 然後就反正 欸 這個是 怎麼來 來報導 那麼 開始報導之後 那 美國司法部不得了 這個蠻嚴重的事情 這個越戰報告的國家經驗啊 後來就透過法案層要了扣 那扣的上方呢 又 華盛領有辦法又看得出來 哇 那糟糕 又跳一個出來跑出來 也是 後來這兩個案件就跑到最高法院去 最高法院也是大概與比試的樣子啊 就是說 因為還是 那應該扣 那不應該扣 那當然問題 這個就蠻嚴重 就好啦 那就是在發表 因為 認為法律虛隔 這個是讓美國強大的國家 武力強盛 那麼這個 真的世界唯一的這個強國 所以 不怕 怎麼樣 但是還是有法官 大法官認為說 這個是 因為 政府沒有辦法證明 說這個是 難免可以造成一級的危險 所以可以接受 那這個當然是 是 呃 跟台灣情況可能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 我們還是要注意這個國家安全 像 最近我看到一個報告說 在金門 有些門員 想要當 這個 下門的什麼報紙的句子 他說 欸這個不行 像 這樣這個照看就沒有什麼國家觀念了 那 那 在 黃外國家安全的法律方面 有些他們很多 那 我法律也幾個比較重要 譬如說 內鬧罪外案罪 內鬧罪外案罪 內鬧罪說 這個 裡頭 這些 這些 內鬧罪外案罪 都要用暴力的方式 那如果光口頭的話 我們 基本上是 新聞自由 這個大部分都沒問題了 只要 比如說 我主張統一 我主張統一 都沒問題了 這個就目前 那這個主張說 大家要用去 這個 結合起來要去推案證文 用暴力 那這個就有問題了 是 內鬧罪 內鬧罪 內部的這種 那種 這個 互相的 來結合來 推案證文 這個 外面就是 結合外 外偶罪勢力 那 這個 就是說 一般人 當然 比較不容易犯 那媒體方面 來 記者方面 拿到消息 那 有些部分 可能牽涉國家經濟的話 可能就 等一下 國防經濟保護 這個打錯了 國防這個防禦打錯了 國家經濟保護法是大概去年前才通過的 就把一些五官國家經濟的這個事項 它有一定的規定 在百分期間不能洩漏出去 洩出去的話也分為 什麼絕對經濟及經濟經濟三種類 然後它的經濟時間有一定 那如果有人拿到這種東西的話 那就要注意 有些真的要 你報答的話就可能會出問題 不過國防法律大部分都關於這個 比較關於親密方面 國防親密方面這個法律 比如說假定說 今天我們有發展原子彈 那你要是新聞可以發表嗎 這個問題一下難看 如果你拿到原子彈 你能不能發展這個消息 你報答的話 可能會牽涉一個 妨害國防禦法 這個我們過來 那陸海國防禦法 有一條問題就是說 你散布謠言之類的 這個是有可能 陸海國防禦法 像這些可能牽涉國家安全的法律 那作為一個記者 有機會拿到就是 這個經濟消息的話 或者國家經濟消息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做一個 說出一個 這個分析的 那當然不是 這個分析的 這個分析的 這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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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ονgan 它有很多的版面 来提供大家来写稿子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媒体金融权 这个媒体金融权呢 它事实上可以说是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头 在这个社会里头 真的你要来办一个媒体很难 因为你要有很大的资本 要充沛的人力等等 真的很难 所以问是怎么样的 但是有钱的人 有事来控制媒体 那对于弱势同体 或者是金色地比较低的人 真的很糟糕 所以慢慢学者认为说 这不行了 一定要一个所谓 让大众能够接近媒体这个权利 这个来应用 这就是所谓媒体金融权 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法官 适合360号的解释 它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个是 藤所本地老员 在民众八十年间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广电媒体 所以申请大法官会解释 中国大法官在360号解释 这样的他说 以广播及对视方式表达意见 属于现法第十一条所保证的 言认自由之范围 而保证实现的自由 国家对于电波频率之使用 一为公平和理之分配 对于人民平等 接近使用传播媒体权利 亦应该坚固传播媒体 并以自由的项目 与尊重 并应该以法律定制 简单的就是说 广电媒体的利用 不只光 这个资本家的利用而已 他就有机会来接近媒体来使用 所以我们在看看世界各国 有很多的规定 在评论媒体方面 有达务权、更正权、读者投书 比如说 你一个报道 讲到你讲错了 那要求更正 那你听到我 要求来答辩 那有一个读者投书 这个就是达务权、更正权、读者投书范围 那变成媒体方面的话 我想这个就是美国他们说 因为候选人在选举期间 我想各位都知道 每次选举时 大家各党都要抢认媒体 为什么说竞争NCC这样通过 就是因为广东媒体效果会有影响非常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来参与媒体 来发挥影响力 因此就促成NCC的通过 但在美国他们的时候 有这个候选经验原则就是说 我每个候选人呢 我如果人家候选的话 我会有权利用这个媒体 然后竞争经验就是说 我利用的时候 没有同样利用 一个媒体对我来讲 对断面来讲 我如果用的话 对的时候有经验利用 它要对考拥用这个地方 它收多少钱 我付多少钱 同樣的情形 這個是根本原則 那根本原則是講的就是說 因為重大這個議題的時候 如果有人提到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主張合適 可是我要對於不同意見的人 要給他演意見 比如說無反合適 同樣也同樣的 平等讓議題能夠兩邊不同意見來稱出來 就是根本原則 然後我們國家的這個法律 就有一些規定 那這個比較具體的 那個都在調文裡頭 因為各位手上沒有這種調文 所以我基本上也簡單 跟各位報告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媒體紀錄權 我只要這個調文裡頭 有幾個調文 也許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稍微念一下 各位就知道他什麼內容 例如說 我們看第一條 第五條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他講說 政黨依法律 政黨依法律 有平等使用 公營大眾傳播媒體的權利 政黨 有依照法律的平等使用 公營大眾傳播媒體的權利 各政黨都可以利用公民的媒體 問題是今天廣電媒體幾乎沒有公民的 我們說臺市還是賞民的 華市其實也不是完全公民的 所以發生困難 只有什麼公民電視 公民公視 所以這種情況就有時候 為什麼說在野的政黨 常常說要對媒體很注意就這個道理 因為其實就法律來講 真的是很公平 對這個有些 因為政務這個政黨 他很有機會利用這個媒體 證益宣傳等等 就比較難以來說不對 我們看看其他廣播電視法 二三條二四條 然後這個廣播電視法 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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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 講什麼東西呢 是講個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報導 那個 對電台的報導 你要關於如果有錯誤的話 可以在博宋之日起事 天使之內 要求更正 因為報導錯誤啊 為要求十天要求更正 電台應該再接到要求之後 七天之內 在原節目或原節目的同一時間的節目中將以更正 或將其認為報導無錯誤理由已順便達入請求人 就是說你報導錯誤了我要求更正 有這個條文 然後呢如果你這個廣播電視評論 涉及的機關或團體或個人 你認為有審慨權力的話呢 對評論的人呢有錢要求給同一個答辯機會不得拒絕 所以這幾個條文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消息談到我錯誤的話我要求你更正 這就是這個廣播電視網 就有我們的這幾條大支相同 那如果你談到我的評論的話 要我給他答辯就做這個條文 那麼下來這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有些電視的公益性 可以說到哪三條人的經齣 我知道這個 gordons通關價 香港人都 Knowledge. mx3 那現在就是個芒 QU Sign effects 那電視台有個頻道你們可以利用 我不要叫做知道不知道 電視台有個頻道你們可以利用 我才跟學生你們知道這樣 其實很少人知道 為什麼呢 之前在這個 有些電視台之前更多就是說 每一個電視台要留下十分之一的頻道 公益用途 另外一個叫做PEG Public E就是Educational Governance 所以公益頻道由老百姓來用 那有沒有有啊 我們現在是只有騎哪一個 因為在每個在經營的時候 要營運機構的時候都要提到 要提出公益頻道 然後沒有辦法利用 所以在這每個人 你如果想說利用這個公益頻道 可以你跟地視台說 欸你們這個 我要利用這個公益頻道 當然這個公益頻道有幾個限制啊 比如說 你不能做商業宣傳 你不能做商業樣圖 那麼它呢 可以提供一個頻道 但是時間 照相對秩序來排 這個公益要領就是 你可以照秩序來申請 有一定的時間限制 各位如果 真的覺得欸 你可能不錯啊 英文不錯啊 後來去請跟人來演講 或做什麼 欸你可以利用這個頻道 我曾經跟你們講 你們回去 就要求 這個是免費的 這是禁用權的具體實現 所以各位認為 想 來演講一下 來可以啊 所以我跟你們要求 如果這個地視台拒絕的話呢 你就要跟那個選舉 他就違反這個規定 將來呢 美金之後他就麻煩了 以前新聞局啊 現在英訊息啦 這個 這個是 規劃要的 你可以利用的部分 所以下面觀光電視台 講什麼呢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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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講什麼呢 你講就是說 也是 如果說 這個 對於電台的報導 公視方面 你來關心點 沒有錯誤的話呢 在播送諮詢訊四床內 請求更正 電台應該在街道請求二十床內 在原節目 同一時間的節目 會更正 而特色之節目中 會加以更正 或將請認為報導 並無錯誤之幾的理由 或以思念打誤請求人 因錯誤報導 致力要公經人 全力受審判的時候 公司基進會 電台相關人員 應該依法負民受刑事責任 這就是講電台的報導 沒有錯誤的話 應該更正 而且 我們有權利 要覺得根本這是 13條 那4條是講這個 電台評論的涉及個人 機關或團體 自省要求請問的話 對評論者 會請求給予相當的答辯機會 請問答辯請求全職行使 及究極方法 準任全條的規定 這是講解說過 如果你涉及到我 評論到我 錯誤的話 當候選人或政黨 以前程的規定 請求更正 或提供達辯機會時 政黨應該接到請求後 及時 以更正 或提供適當的答辯機會 必要時 答辯人可以輸入為師 也就是談到說 在選舉期間 在選舉期間 如果提到我 提到我主任的話 我就有權力 要求評論報導也好 評論也好 要求來給同等的答辯機會 這是在公共電視法裡頭 公視裡頭 這個特別 關於選舉方面 其他 不管是有線電視法 我們電視法 都沒有規定的 我們要看看 這個 這個 媒體最容易犯 因為 你稍微查證不死 你稍微兒子 用的偏差 都會可能犯 那這個犯法 其實 在英美來講 就是 絕以讓媒體 垮掉的 因為他們 判賠的數目 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那麼 這個媒體的 涉及犯法 其實因為 你在報導 當中 因為時間壓力的關係 時間壓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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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感覺要 要報導 常常會很多的麻煩 那當然 我經歷很多的媒體案件 這個報導案件 那個 當然 也告過媒體 也代表 這個被害人告媒體 那 例如說 這個黑衛官司 可能 可能在座 這個 大概知道 那 我自己寫書 大概寫了20本 那 那 這個 下一篇大概是講 要寫這個黑衛官司 我自己寫過 一塊半官司 一個人叫車票官司 那個拍過電視 那個 華中勤 當局電視 那個華中勤 我寫過 一個人叫車票官司 在我學生時代 公車處 賬價 一塊 賬到一塊半 我告他 我那時候已經在做律師了 在學校 正大先生 選手當學生 告他 說你這個 不對 一塊賬到一塊半 不對 要賠一塊半 那對方律師呢 說 我賠了好 我拿了一萬塊的 律師會 我賠你一塊半 兩塊三塊都賠了沒關係 當然這個 目的不在錢 就是一個 是不是該依法行政 那是一塊半官司 那我也寫過 斷訊官司 告居師台 告什麼東西呢 在八十六年級的時候 八十六年級的時候 全國大斷訊 東森跟何信兩個集團 在搶地盤 後來 有好幾個頻道被斷到 有CNN啊 後來我告 我跟我說 我是一個好事之徒 好事之徒 好事之徒 不過 媒體 我記得以前有個設定 談說 好事之徒太少了 好事之徒 就是希望我像這個 好事多一點 那個 來告 那個 是 第四臺 因為斷訊官司 那我認為他這個是 不對啊 因為 那時候還信任局 李大維因此下臺 對 都是下臺的 現在下臺 下臺之後 還說不然更好 跑到這個 美國當駐美代 所以更好 那今年上 就是說 第一來 他們有時候真的 為商量不擇手段 那我當時告他 後來 是有陪我啦 幾千塊啦 大概四五千塊 加點利息 不過 其實不是 不是 我也寫過這個書 但是問題就是告解是 一定要 他這個 盡重這個消費者權益 這個是 呃 這個 題外化 我在講說 我們說媒體 涉及誹謗 其實蠻多的 蠻多案例的 那 這個 黑官司 劉總統 當然 他說 我沒有講過啊 這個 楊兆說 是 半月有人打電話給他 11點打電話給他說 什麼 欸 中文鬧鬼魂啊 等等啊 那 我說沒有 你說有啊 查查查 有沒有這個電話 就重點 那沒有的話 這個段的話 半月裡頭打電話說 跟 清晨說 欸 有沒有中文鬧鬼魂 這個好不好 這個是不是涉及匪犯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的話 是 是判做這個應該道歉啦 沒有這個就這樣 沒有要求賠償啦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 毀謗官司 那基本上我想 我們看看 欸 毀謗罪喔 不要說是媒體啦 一般人有時候容易 發生 這個 這個毀謗的官司 容易喔 不小心 他罵起來齁 這個 這個 這個罵 這個有點意思齁 我們說 毀謗 欸 我想在這 對於法律 可能也許 不這個 很 就很敏感啦 比如說 比如說 我罵 比如說 他媽的 比如說這樣講啦 這個是好還是話 是 是罵人是不是 罵人話對不對 罵人話 這個是 不是 是 是不是 如果 如果 照法律規定的話 像這個罵王 三明君這個就是齁 就是公然 公開 藏合 罵人 使人難堪 欸 使人難堪的話 不一定用 不一定講話欸 不一定講話欸 這個 很多罵人的話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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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動作表示 你知道嗎 看到你來對不對 噗 你是不是 就是 這個 看你來就 噗 噗 然後 你還好好的 大家都看到你來 就這樣 你看 噗 那這個 就很明顯是 無論 就是公然 可是我沒講話啊 這是公然無辱啦齁 那當然 有些也可以 公然很多方式 譬如說 我有一條狗 掛個牌子 李登輝 李登輝 趕快走啦 或者掛個什麼 宋廠 人贊 大家都公平嘛 陳水扁 趕快走 趕快走 欸 這個是不是無辱 公開無辱 公廊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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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廊無辱的話 就是說 是 公開餐盒 則難看 這個是公廊無辱 那 今天有人 譬如說 這四個被我提到 要告我的話 我是不是構成公廊無辱 好像剛才講幾個都對 快點走啦 快點走 快點 連上 讓我們收集一起給我 大家晚點叫進去吧 齁 是公廊無辱呢 118 公廊無辱 怎麼說啊 那些人幫我做我的律師 怎麼答辯這問題 怎麼答辯 說我們沒有無辱的意思 啊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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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是兩大報的當時 現在沒有了 現在慢慢減少了 他們互相 競爭很嚴重 也很嚴厲 競爭很激烈 那麼每天 沒有報 就寫 這個 因為剛剛 中國時報 醫醫中的媽媽做壽 然後呢 在這個 中國時報就寫 他媽的壽 他媽的壽 有沒有功能有壽 或者什麼毀胖有沒有 你沒有 我是人有報 你是中國時報 人有報的醫醫中 發行人是醫醫中 媽媽在做壽 他媽的壽 有沒有壽 有沒有壽 有嗎 沒有 可是我說沒有 他媽的壽 沒有壽 他媽的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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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知道他沒有好意 是確定的沒有好意 可是 他媽的壽 比如說 你媽的好 是媽還是好之壞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媽的好 這是好之壞 他媽的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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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媽的壽 那壽 那個臺板比咬死 你女友可以這樣講嗎 他媽的不敢 我還說妳好耶 他媽的好 是情人好啊 所以 這個我們看看這個腔瘟的時候真的很有趣 我們看看腔瘟那個腔瘟那個腔瘟 在這裡各位也許多看幾世 也許要罵人的話就知道什麼罵才不會出事情 就是腔瘟罪 在講功能的事實只是難堪罵人 功能公開的常有罵人 但是真的就是一個比較常常 因為連語在犯法腔瘟罪的時候 常常有聽到一些事實 所以比較全身腔瘟罪 在310條 並講說 意圖散佈於宗 而指責或傳屬 足以非省他人 迷之手會毀瘟罪 處一人以下其徒刑 居於或不敢下罰金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呢是散佈文字圖畫 換前項之罪則 處兩人以下其徒刑 居於危險的罰金 前面當講叫做普通毀瘟罪 下面叫做家壟毀瘟罪 差別就在於 下面第二項不如是以文字圖畫 文字圖畫 來釋換前面那個罪 前面就是說我未來善不宜眾 以文字圖畫 然後來指責你 譬如說你是小偷 偷的東西怎麼樣 那個是單純第一項 普通毀瘟罪 下面是文字圖畫 為什麼呢 因為文字圖畫 他的傳播很 可以印出來 然後到處上畫 可以 聽了更多 看了更多 所以這個就很重了 我們從這條文來看這個 看這個 整個他的這個意義 你看 要有善不宜眾的意圖 媒體呢 都是善不宜眾的意圖 對不對 媒體當然就善不宜 很簡單 指責或傳述 要有指責傳述行為 所以 我跟妳講 妳不要跟他講 看你叫我王八蛋 他以為我的東西怎麼樣 我跟妳講 妳不要跟他講 那妳呢 妳跟他講說 不要跟他講 因為我跟妳講 妳不要跟他講 等等等等 大家就知道了 傳述行為 可是妳知道我倒嘴巴啊 妳是叫我不要講 妳是叫我不要講 那我跟他叫他不要講啊 所以叫他不要講啊 而且全部人都知道了 這個情況啊 因為說真的 法官要判妳無罪 好像很難啊 因為喔 傳述 因為指責行為 當然啦 這個要 主要講的話 要足以回省他呢 妳要 對妳讓妳有損啊 我會說 妳他媽的好啊 這個當然 對妳無省嘛 妳真的很好欸 妳打 這樣大堆 當然有些 譬如說妳不學法 說妳是 根本法律師 什麼白癡 法律白癡 因為根本法律 這個 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如果妳去律師法官 所以妳是 白癡 法律白癡 然後還亂用條文 欸妳麻煩啊 因為妳本身確實 沒有這樣的背景 然後 然後確實不是 這個 是商業 妳不是學法律 但是如果說妳是學法律的話 那不一樣喔 對妳有損啊 因為妳是從事法律工作啊 所以這個 這個幾個 我們大概有一個人 一個女生 她穿紅衣服的 但是這個人呢 投我錢 投一百萬 終於拖一億 然後呢 不要臉啊 很丟臉的人 然後呢 這個是妳 女生 這個人是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啊妳看這個 是不是過程五入 妳看到是 妳來嫁住哪一個人 比如這樣講 對不起啊 妳做律師 沒有 沒有 有沒有對妳五入 有沒有對妳五入 過程毀棒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過程毀棒 我沒有準備報信喔 但是 我看看 就是 就是妳穿紅衣服嘛 因為 其他都沒有人穿紅衣服 因為本來 本來 不好意思找我女生 要找男生來開玩笑才對 可是 一下子 看看那個 那個男生穿 好像不太紅 不太全紅 那 大家都知道講誰 那這個 就構成了 蛤 可是 可是 如果有很多的話 那就不見得啦 比如說很多黑黑衣服 我講黑衣服 不知道妳就講哪一個啊 一定要 大家 大家在講誰 我在講 可能有子民大姓 可能有大家講誰 那就構成了 所以 這個 假如說 罵人 所以妳 看到這個法律 要知道怎麼罵人 都沒有問題 好 因為 這個 折曉法律 非典 好 哪一個 北港湘 都沒差 我記得我寫過文章 因為我也寫過好幾篇文章 可是 我不跳出來啊 我不跳出來啊 他那個書好像也沒 沒 沒 沒講什麼名字嘛 沒有跳出來啊 啊 如果妳傳出去講我 妳就慘了 我 我 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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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看情形 很難 別港湘 也很差 我很高興的 沒有人差啊 別這樣講 這 這 不講我啊 所以 這個 等一下我們談到說 一些情況 基本上我想 這個 這個 就迫謊而已的話 當然 是 就這樣這麼簡單啊 就是 可以碰到兩項徒刑 好 我們再看看 這個 這個 迫謊罪的情況 有很多種 普通迫謊 剛才講的就是 普通迫謊罪 加重迫謊罪 一個是普通的 一個是加重文字 圖畫的 加重迫謊 那再來 迫謊死人 以前呢 有一個叫做韓語 那韓語的這個 這段話 我想 今天的 情況 跟 那時候的情況 可能 情況不太遠 除了韓文字實 還很光榮啊 很光榮啊 可是 韓語子孫 都很生氣 後來告 告 但是 這個 到底有沒有過分得到 是引起很大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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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議 但是 基本上 後來 是有判罪 那判罪 本人就說 這個 我們的法律規定 是非謊死人 是在判罪的 沒有錯啦 那判罪 這個就牽涉到說 欸 這個明明 變成歷史的什麼 還在講這事情 對不對 這個真的 有點莫名其妙 那 我在書籍頭 也這個 面我引用很多的資料 也談到這個 培放死人的事情 那 這是韓 是在這個 潮州文獻 65年的事情 他說 那個 韓語 為人善不脫 古人豐有 才子的怪習氣 其切之外 不免消滅於 風發血液 曾在於 潮州 讓這個 風流病 一致體力過度消耗 即後 入性方式 流氓 簽下補劑 離潮州不久 果主以後 流氓病中毒 這是 這個 他文章 這個事樣寫的 講到這個韓語 什麼風流病 後來一個 潮州的房中士就告了 他說 這個是 告這個什麼 死人罪 我祖先是 韓語 他給他判罰金 三百塊 一個罰金 以九元 則算一天 這個 你看這個 有點不妙的法律 就是說 幾百年前 這個 當時在什麼情況 怎麼來告 所以外國法律 他就說 這個 要告這個 扶棒死人 有幾代 比如說幾年 一兩代 會陷 那這樣 不可能搞歷史 對不對 歷史怎麼樣 搞半天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國家 這個 比較特別 毀棒死人罪 那特別毀棒就是 比如說外國的元首 罵他 這個是毀棒 特別毀棒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那毀棒罪 罵人 欸 不真的有罪啊 因為可能是事實 可能可以免責 所以 很多情況 這個 這個 都免責 比如說我們講到這個 不要 這個是憲法規定 不代表以免責權 你在立法院 很多立法委員 很聰明 就在立法院 立法院 罵人 那事情 真的沒道理啊 可是 憲法規定不免責權 這是比較特別的 那有的呢 現在立法院的 不是在會場喔 就在那個 廢宜室裡什麼 那 扩張解釋說 讓這個立法委員 能夠 趁所欲言 就保護 這個就比較麻煩啦 所以 這個是免責的條件 那基本上呢 匪盪罪的免責條件 是 在規定310條 第三項 第11項 第31條 311條的部分 這幾條呢 講什麼東西呢 是講到說 欸 如果 事實的話 跟事實相符的話 就沒有問題喔 那 這個事實相符 或者說 因為基於公益 為了保護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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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保護合法利益 那這個也沒有事情 或者說呢 你這個 這個是 是 以 公務員 善意 來職務的報告 或者是 基於善意 對中央及地方的分裏 或法院 或公務局的局勢 或者事論的債訴 這些情況呢 是 要負責任的 反正講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誹謗的事 能夠證明的真實 就是 潛於公公利有關 而被專設個人私的 就是說 跟公利有關 而被設於私人德行 怎麼修養啊 譬如說 我沒有結婚 那我根本就 女孩子比較想 欸 人家問我 我跟妳怎麼樣 妳不能管我齁 妳不能說 講一些 這個什麼 一些 跟事實不符 因為 你如果說沒有結婚 剛才我跟妳 哪些同虛 不傷大癌 就是 人性 那妳這個 跟公益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 你 批判最後的 有件事情可能免責 這是 在規定下310條 第三項的部分 就是說 對於所謂的事情 活動的事情 確實批判 可是呢 如果證明的真實的步伐 或者說 跟公益利益 這個 有無關 直接設施的 那就不行 這個情況 大家要注意一點 所以 不是說 批判人家 就一定出事不見得 我們再看看 批判的催俗跟 公益裡面送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顯示的話 就用這個link 去連結 那個就是 稱為 一個service 我們就要去連結它 所以連結可以 有很多應用 比如說 AL download 機上的軟體要更新 就用這個 製造成的 財產會審慨的話呢 可以請求 強男金 我就是說 這個 金子的未屆金 然後 可以通用書 到達報紙 就是這個 德務民意的這種處分 這個是 對方的情形 你們這個實驗是怎麼控制的啊 是 一個面小的休息室是不是 還怎麼樣 OK,好,我们再继续 我想目前来讲 现在我们说永远越来越自由 而且真的讲起来越来越开放 那么各位手上有一个感觉 那个讲语里头 就是在第三页的部分 我的手上有点,第几页 就讲到这个蔡炸阳的案件 讲出第三页 第三页就是蔡炸阳是以前的交通部长 那么商业周刊 王洪人士他的准备机 林宁秋是记者 那么在85年10月间 那个记者林宁秋写了这个 新一大楼那个大关门的皇室揭秘 内宅这个蔡炸阳中修不当 然后这个朱尔阳发达两百多大元 重新装潢整修官司 这位该栋大楼注广为流传的头角新闻 然后看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秦恒术的案件 我这个写 王洪人士都可以写这个 蔡炸阳抢走王志庚的公关爱将 我谈到说 自身操守绝对没有问题的蔡炸阳个性 虽然认识积极 现在一大堆秀入凌厨医 气量赶紧杀绝 已经让媒体大开眼睛 一大堆下面一大堆来批评的话 那么后来蔡炸很生气 说那这个事实啊 我根本我的官员社里头 没有发两百多万来装修 然后讲到一些批评的话 他很生气 后来提出 做陪伴 因为历年没有装修两百多万 你说两百多万 这个是差太多 那几十万而已 然后批评一些什么这个 很难堪的话 什么克伯寡恩啊 什么喜欢醉醉醉啊 什么一大堆 一大堆都 他就认为他不能接受 所以告诉人 就是他要自己站出来告 如果不告这件事情 结果他就告他 就是告这种诽谤 后来是加重 这种评伴判罪啦 那李游金文认为他就是说 因为 把官员说啊 这查的事实结果呢 这个李游秋他说这个消息怎么 他说是根据立法院官报里头 他说是根据立法院的背景 叫一个立法院问 叫周慧 周慧 周慧阳 周慧阳 他执行的新婚稿 然后列上州的助理男 黄郁文 还有大楼去查证 然后去查 这个拆写 都认为这边证出来 可是呢 後來這個法官就傳這些人來問啊 跟事實有出任 不過也沒有發兩百多萬 大概幾十萬而已 大概七八十萬而已 跟事實不符 另外他認證的是 足以對蔡兆有名義有損 後來判他罪 其實判得不重了 你都可以依科罰金 那這個 很多人來說 我們平常講話其實很隨便對不對 那有的開家人下啊 那也不一定的 但是 很多情況之下這個建築文件的話 真的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那看到你說這怎麼樣怎麼樣 那傳進去的話 建築文件真的很麻煩 那這個案件呢 是碰到罪啦 他們很不勁氣啦 尤其他們那個 總命局呢 他說 欸 我是在國外耶 我們在國外耶 我根本這個 他出刊的時候 我不知道啦 可是後來查的時候 法官說 欸 你說另外一個人叫做 好像是他的代理登記的話 看過 可是傳他來啊 他說沒有啊 他根本沒看啊 沒有看他怎麼當負責啊 出來你看還是誰幹 所以我認為還是他在負責 然後這個林彥邱說 看我去查證呢 可是查證不死齁 所以最後呢 還是判他罪 那這個詳情呢 等一下 有機會就慢慢看這個內容 那這個判免下來之後啊 才被罪官很不服氣 就申請大和幹部的解釋 有人說 欸 怎麼樣 這個好像不對啊 我有去查證啊 拿我有去怎麼樣 還判我罪 實在沒道理啊 有些人喔 對這個一天的罪啊 都不能忍受的 很多人 所以他很生氣 後來提起大根的解釋 最後就是這個四日第五日文明主要解釋出來 各位看到這個文字喔 這個大和幹部四日文明主要解釋 是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對大家 對未來對媒體內容 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很多人啊 因為這個大和幹部解釋呢 都受到了很多的這個保護 他上面很清楚說 人民自由為人民是基本權利 先來第十條永民保障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 對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對其證明及監督各種政治 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對於發揮 我也兼顧對個人民意 隱私及公共律師保護 法律商務不得對 言論自由依其存貨方式 為合理之限制 請討第310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毀謀罪 極細保護個人法律而設 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 乎現討第2三條規定之一之 至刑法同條第三項毀謀罪以對毀謀之事 能證明其為真實的不華 既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無 則之保障 並建議限定刑法權制範圍 會為指摘或傳述毀謀設置其為人 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實真實 此能免於刑者 好 那這段下面這段非常重要 差不多很多場合都問到 各位請注意聽 為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即不能以誹謗最知行者相似 即不能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 或自訴於事實 依法應或行為人故意毀審他們的民意是幾頓責任 或法院發生其為真實的義務 就此而言行法第2、317條第三項 以行法保障人者之事 必無錯誤 就是說行為人雖然我不能證明 這個真實內容是真的 可是我所提 我能夠提一些證據資料 這個證據資料能夠證明說 我當時呢 有個理由相信是真實的 那就我沒事情 就沒有辦法證 我在報告當中 我去查證 合理先生是這麼深的 沒有錯 就發現這個不是這樣子 3192解釋說 沒事情 這個對媒體朋友真的很幫忙 你去查證 也是有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這個不對啦 可是我有查證 而且我有理由相信 也應該這樣子 結果發生不對 沒有事情 509號解釋 至於 如果在座的朋友們 如果說要從事媒體 你只要經過合理查證 相信是真的 也沒問題 大概就沒問題了 所以錯啦 你慢慢聽到 還好 有這個大陸官會解釋 509號解釋 這個解釋 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上 因為有這個解釋 所以 很多人 很多人說的是 這個大陸官會解釋的保護 比較有趣就是說 這個 張維州官這個判決 這個 蔡宏仁 黃宏仁跟林妍秋 因為有這個大陸官會解釋 那些人說 那個 查證嗎 體在神 希望能夠判無罪啊 可是好像 沒有裸躍 好像還給他判罪就是啦 大概沒有 還是沒有好好查證的樣子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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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行責 好 我們再看看 我有一個建議 其實也不是光 媒體朋友 沒有媒體朋友 常常有經驗碰到 火爆罪 所以我有幾個建議 我上面這幾個 訓練員工 就是 要都以這個 基本的 火爆罪 了解什麼 火爆罪啊 他們有沒有免責條件啊 他們意什麼樣啊 這個很重要 訓練員工 然後專家過濾 有些媒體 他們 一些 學法律人 去 check 去把它過濾 那這樣的話 可以減少 不必要的麻煩 這個一個法律的 基本的 把它過濾掉 常用查證 很重要 常用查證 當然 很多事情 講到很容易啊 但是事實上呢 反而傷人 傷人 所以你要查證一下 拼人報導 就是說 你講我話 什麼關係 這樣我不能 是 你也來反應我 讓我講話 他說我包 這個 這個 這幾千個 這個 騎切成群 什麼 怎麼 一大堆大堆什麼的 你讓我講話 我跟妳講 沒有這事情 然後怎麼怎麼 一照燈 平衡道德 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 因為 至少讓我講到機會 這個 就是李雙璇這個事情 我在想如果給他更多的經驗表達 解答官說你有這個協議 其實我也會懷疑 好啊 可是讓他盡量講 你怎麼會懷疑 因為很難講 很多人有這種很奇怪的行為有可能發生 所以常常奇怪的動作 沒有關係你把它當作嫌疑犯 可是也保留一點 因為人家都說他不錯啊 他能聽說他很好對不對 他說這個很好一個同事啊 那你也姑且聽之 但是代表當中 剛才讓他評委一下 所以他也許會自殺說不定 那事情就是要讓他多講一點 當然對上法語應該法語啦 因為剛才說這個很多民間女性 因為要將來五百萬是 要五百萬那個獎金 所以很用來檢舉 但是給他評論報導 也許這個對他應該心裡比較平衛一點啦 如果你要只寫片面的話 那就容易出毛病啦 所以片面報導很重要 因為使用適當很吃味 就是說你用這個潛質啊 我覺得媒體朋友啊 真的沒有很精準 用字要很精準 謀財害命 這個文字就不能有 保險詐欺 這個都要小心 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保險習慣呢 那你這個保險詐欺 你麻煩 你為什麼先判對不對 也很不對啊 所以這個用字潛質 真的很重要 我想 剛才講罵人一樣 罵得很 只要你罵我 可是哪裡沒辦法啊對不對 哪裡沒辦法啊 你怎麼知道罵我啊 欸 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很重要 然後重視毒水反應 這個歐哈雅州 他們有原來大學研究過 就說 很多的這種不當事件喔 媒體燈啊 這種氣 馬上就要搞 然後打電話 complainer 說你不對不對啊 只要媒體 他們內部 馬上來處理 比如說 怎麼不對啊 然後跟他談 跟他處理 也沒事情耶 你就是不理由 好 我要硬告你 我碰到好幾個案件 就說 明明跟你報應 那你趕快處理 比如說 你來溝通 是不是這個事情怎麼樣 我來適當的 這個已經沒事情了 所以重視毒水反應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 訓采補救措施 比如說 請客吃飯喔 中間人來握寫一架等等 對 那四五那哪有得到 覺得 悲傷或者什麼 抱歉 現在很多媒體都 什麼來寒照燈啊 成親啊 這個就是其實就是 差不多 類似的不救措施了 覺得 好 至少我綁了一個面試齁 那算了 算了 打官司很麻煩耶 各位朋友 真的 真的很麻煩啊 你吃一個小時多少錢啊 你吃一個小時多少錢 你吃一個小時多少錢 大小排 大小排 大小排多少 小排多少 啊 一個人大起來一個小時 六千秒 你蠻懂的 台中律師公會他們說 一開始有一個牌子 一個小時五千塊 公會是看人 公會 公安臺被公會 那些公會 公會 這一開始 可以拿到 一萬多 當然 agrees不為 另外 ос LA 我是最便宜的 在這個 一個小時多少錢 我不知道 看一下 看一下 � spoken 這功能不足 我自己當賽宗看 我說 spare 帶 contractors 所以這個來抱著貴女心情來也應該很愉快 好 再來就投保誹謗賢 在哪些國家就投保責任賢 我被告的話我和八字公幫我陪是沒有關係 當然你常常被告的話包括提高保衛 你這樣還乖乖一點還是小心一點 這個很重要 不然是被告被告我把人家陪的位不蓋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注意這個 告訴我是不是不是好事情 因為跑法院很多人我想再度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不會走法院 不會到法院去 可是一定是醫院對不對 然後沒有到醫院的群居首 幾乎沒有人不到醫院 但是一定有人沒到法院去 因為每天一定有生病 重量一定有生病 可是不斷地打冠師 當然部分黨員是說可能思想解決掉啊 算了算了被罵就算了 心裡罵他這個王八蛋 算了算了不要跟他理 沒有事情不要告 我看了有些報紙對我 有些硬要告賽事 賽事有時候我看到太多太多的講不完 沒有基本上我也是以人為三 我當時來回家就盡量不要告 因為告真的很麻煩 跑法院還發時間等 都很麻煩的事情 好我們最後談一個隱私權 那這樣好看這樣好 休息一下 那我建議呢就是說 裏頭有篇文章是談隱私權的部分 那是我今天講一個大字就是說 如果有人公佈我家的電話住職 欸這個沒問題 這個牽涉有什麼隱私部沒有 這個大家想想看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談的問題 大家這個想想看 然後呢 也許各位呢 在下次這個等一下上個之前呢 來提一些問題來 那我借機來談談這個也不錯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學習幾分鐘好不好 好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學 我想有宣布幾件事情 大部分大家幾分鐘 想請問一個 請問的時候 這個私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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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來談 不是啦 我們上課 因為這個 你們的時間寶貴 這個先面用時間 那下面講也不收位沒關係 下面沒有 但是我想這個時間寶貴 應該是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這個學習心很強 這不錯啊 這社會真的 越來越 有需要 知識是 就是力量嘛 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 學得越多 越過吃虧 那在這 這麼有心來上課 這個不斷了不起 其實我常常說 我不聰明 但是我很努力 我很努力 我很努力 為什麼你們有把握學到20本書 就這麼努力過來的 從來不會比人家聰明 也不會比人家跟我講話 但是就是很認真 很努力 這個是最基本的啦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先來一面題來 就是說 這個隱私選 其實大家知道 最近有那麼 最近幾年來 當然一週刊開始嘛 就開始 就是 八卦 八卦 然後很多很多八卦新聞 現在大家很多媒體啊 真的 樂區下流啊 都是 學這個一週刊 學朋友日報 什麼 畫圖 這個 寫意說明什麼的 這個 很多都超過範圍啦 好 那個 但是這些齁 在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只是 沒有像台灣這麼 這不能主流 這個不好 就是 還有你小道消息 你小道就可以 可是不能像這樣的齁 你看 不是說看這個 我看這個 每次看到幾份 五十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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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份 他現在慢慢降一點啦 這個不好 現在聯合報 這個事實上 這個事慢慢學啦 好都不學學壞的齁 我說這 不是很好 那這個就是齁 輕人隱私 那什麼叫隱私權呢 當然都知道一下啊 你根本 老實說大家都有隱私啦 沒有人都有隱私 那 這個隱私權怎麼過來的齁 這個說實在意的 是很非常有趣啦 這個隱私權 之所以有這樣的隱私權 其實一開始也是 跟媒體有關係 媒體有關係 這個 在美國齁 黃色希文的時代 在1980年的時候 黃色希文也是 都多多 報導一些齁 張家長 李家坦 其中一個華倫的齁 他是一個 他討到一個 一個參議員的女兒 居住在 巴士頓 然後 他們常常在叫一個 開派對 開派對 他太太有錢 做參議員的女兒 然後 這個派對本身呢 這個 他是 本身也是學法律的 律師 他跟媒體是 兩個都是 都很 在華語學 讀書 然後成功都非常好 一二名的 那那個 媒體後來做 最高法案的 名罵最高法案的 大法官 那這娃林 還做 做律師這樣子 那後來他去 改行去做 造紙商 做進行他的這種 八道的這種 事業 當地有 常常開 開這個 派對阿 怎麼樣 有報紙 就專門 看他說 今天請誰 請誰 穿什麼衣服 都那些 就是 有 通常這個 八道的新聞 然後呢 有些 談到這個 什麼 色情等一大堆的 可以說 黃色星非常猖獗 那時候 他們就覺得 這不得了 不得了 每次好像人家跟蹤 啊 什麼 團團一些 什麼 那什麼 社群 這不對啦 我就幹了之後 就開始看法律 美國英明法 有沒有這樣的法律 沒有 沒有 後來就說 這個不行 因為像這種 媒體越發達 黃色星人越多 真的千萬人家隱私越多 後來他們就想 欸不對 後來就在 哈武大學的 法律評論大 在19 19 這個 在1980年 在哈武的 法律評論大 協同叫做 論隱私權 隱私權 隱私權 然後這邊 人家出來之後 大家說 真的 有道理啊 你看 然後這個報紙 當時只有報紙嘛 那個雜誌 那些人懲罰 其實很不好 他們就用這個概念 這個法律 這樣之後啊 剛開始還是 法律 還是不能接受 法律沒有 因為沒有 這是法律 沒有這種法律 那就發生了 說 有些事情 有一個 第一名義人 穿著 這個什麼 褲吧 那個 就是 很窄 就是 很窄 就是 就是 蛤 就是 就減身了 減身一窄 那個 然後呢 在舞台上 人就開拍 這個在舞台拍下來 後來 那個很生氣啊 他沒有是猥褻 那個是 當時猥褻 或者告 可是告書了 因為那個隱私權 還是沒有成為法律 沒有成為法律 後來慢慢呢 就 紐約法律 就開始定 說 如果 如果 經過同意 把人家的聲音 影像 性名 用出來的話 就輕鬆隱私 開始有這種法律 因為這個法律 成效之後 慢慢慢慢 大家都結束 你看這個 要追究人家的性名 影像 等等 所以這個 開始有來 然後 這個 名詞就是說 Don't be alone Don't be alone 那我不要管 我這個 從社會退去 他就在這裡頭 隱私權 文章之後 開始 大家對這個利益怎麼樣 那美國有一個學者 叫做 Perser 叫做 Perser 他說 他沒有給這個隱私權定義 但是他說 有事的情況之下 可能輕人隱私 有事總的 就是這個 就是說 對於原告引頓 獨居或盛事的隱私園情外 也就是說 侵犯他們 施視的民間 那第二個是 宣揚他人私的秘密 在這個 使他們處以共用誤解地位 利用他們特定做謀利 等一下我會舉一些案例 這個案例 比講還更精彩 這個 我們先講這個 我們先講這個 我們先講我們國家 其實 這個 因為 這種 私情緒很多 很多 那我們國家呢 這個法律規定 其實有規定 除了這個憲法保障 明明這個 有居住 就是說 你的 你的 你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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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 密密通訊 你通訊 密密 不要人家來 比如說 投情電話 那個就是 親在裡面的隱私 然後 他們有居住自己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 任何人當的情況 各位 你們知道 以前有個case 美國發生的 就是好像 日本人 日本 到一個地方去 他 就是說 這個住宅區 然後他呢 因為 日本大概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問 屋子 就慢慢走過 那個草坪過來 那屋子呢 然後 槍殺 因為這個 草坪啊 等於是他的城堡一樣 不能隨便進來 把槍殺掉 這個蠻嚴重的 那個 死人命案啊 可是 他們一個人就說 我的城堡不能侵緩 我的這個 住宅不能侵緩 這個很重要 觀念 那我們現在就說 有居居自由 有密封自由 這個很重要 憲法規定 然後 憲法上也規定 這個 憲法規定 比如說 你不能利用 無故喔 利用工具或設備 虧視 竊聽 他能非公開的活動 言論或談話 無故 不能這個 以錄音 照相 錄影或電腦的 記錄 記錄他們的非公開的活動 言論或談話 我想就是說 你不能偷聽 不能偷看 不能偷讀 這個都不可以 所以就是 如果公開 就沒問題 那是密密的地方 就是說你在房間啊 你就不能 不能 這個 這個 確定器 什麼都不可以的 就是 審法規定的 然後這個 如果 意圖剛才講 你不能隨便看 這個 偷看人家的信念 不可以 就是審法都禁止的 你獨在房間裡頭 人家這麼滾蛋 你還獨在那裡頭 這個是 也是 審法都禁止的 那 游電方面 我想 游電方面很清楚 就是說 你郵件 郵差 被你亂傳 我沒有這個法令 訊果不可拆 不能扣押 不能徵收 那電信也是一樣 這個 就是 游電法就規定的 所以 民法當然有時候 會導臨人格權 就是說 你人格權 你故意或過失 其他人家權利的話 人格權 隱私權 是人格權的一部分 我們這個 把 隱私權 列為人格權 也是最近幾件事情 來 人格權 包括隱私權 隱私啊 徵招啊 等於都是屬於 這個法律所 民法所保證的隱私權的範圍 那今天法律也很規定 哪些法律呢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各位可能知道這個 比如說 精神病 你不能去訪問 不能錄音 這個都 都要經過 特別許可的 精神病 精神病 精神病院裡頭 都要注意一點 這個 因為 全能病法有規定 然後精神病法都規定 那怎麼 癌私病人 這個 這個 不能夠加以氣勢 然後這個 沒有經過那個什麼 病毒的同意 不能錄音 錄音 錄音 精神病院裡頭 沒有經過病人 跟他保護人 或病人跟家屬同意的話 病人對病人 錄音 錄音 這是喔 法律規定保護這些 精神病院 癌私病院 或是 這些 這些東西 都特別規定 那麼 媒體 可以說 現在台灣 台灣人其實真的很 太過發達 這個 這個 美國 像這麼大 大概一兩家 全國二十小時 台灣這個 特別特別的媒體發達 我是認為 太過分了 就太經營過街 出毛路很多 那麼 媒體這麼發達 這個問題就來了 那看看 隱私前官司 從 跟 華盧夫妻 私生 細節 被報紙過度宣揚 然後 才能 問 隱私人這個文章出來 然後判例 法律 這個案件非常多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個案件 非常有趣的 各位來討論 那麼 媒體 跟隱私前官司 非常密切 那麼在這個科技 發達 什麼人 高倍 望遠鏡 照相機 什麼人 露營機等等 這個設定一大堆 隱私前被親人干擾太多太多了 那當然是 不只是個人 那個 這個團體 什麼明明 明明個人都可能發生 那不是當然 純門媒體 對不對 因為純門媒體 是影響命大 然後又普及信事 所以 我們要特別 這個 對這個媒體 要這個 要加以注意 那現在很多的 隱私權 剛才講過 四種 情願 無人搶地種 私生活的寧靜 對於原告隱鈍 獨居或私飲室的隱私權侵害 1939年發生 Bubber這個 控告時代雜誌 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怎麼樣 就是說 Bubber是一個病患 他是 他 他是 常人 不斷地餓 不斷地食物 不斷地摔下去 很奇怪 這個病 不斷地摔下去 在醫院裡頭 然後 五月十八 那個記者呢 就強行進去 拍這個照片 然後登出來 這個Bubber你是很生氣 要告他 登出事實 登出來 你們看看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幾個例子 在座每個人 都有機會到醫院 對不對 照實光線 每天 那照片 用出來 張三 張三 被婚 X光明在這裡 怎麼樣 大概都講半天 比如說什麼 講男性 我開玩笑 會 會 小心一點 好了 胸部 人姓 好像沒胸部 講講講 這個張三 你是 沒有問題 你是張三 你有什麼權力 誰會看你什麼權力 好 那現在我是醫生 我說 你預決探討啊 這個需要知道啊 這個是這樣 這個胸部怎麼怎麼怎麼 可以嗎 沒有同意 沒有同意 我們這醫生在討論呢 可以這樣嗎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 蛤 可以嗎 下次把你的 你的X光線 看你那種話 對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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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電話呢 什麼電話呢 我聲音幾個意思 美國對方的案例 這個 那個 在生產 醫生 生產 那個什麼 婦產更衣生債啊 然後 他朋友 進去 進去 幫忙 不管什麼理由 去幫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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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婦女很生氣啊 為什麼把這個朋友帶進來 告癮啦 那這個 我想 剛才這個例子就是說 你把這個X光線 照片 或者不要用什麼東西 來討論 可以啦 但是 你EBG怎麼樣 把姓名拿掉 不能認識這個個案 你一個討論 但是不能有這個人出來 不然姓名出來 你討論問題啊 這個 所以在報紙一樣 你這個東西 你引他的那個臉 跟姓名 這個必要 你新聞 要報納可以啊 可是 你這個不是新聞的要件 因為新聞 一定要 因為新聞討論說 這個人 你不斷地吃 不能餓 不能瘦 可是沒有把這個人 必要 把它得出來 姓名 照顧不要得 這個很重要 這個 你盡到這個責任啊 你媒體沒有問題 可是 你就不能 不能把這個出來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這是 我們 這家人是不是 他說 他同意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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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是 如果我本人的話 同意或是沒問題 因為我要大家就引到這個名字 這個有必要名字出來 才知道是真假 才知道沒有問題 這樣就可以 我們再這樣這個case 我想可能各位看報紙 一說可能記者拍那個 拍那個陳純 陳純 陳純真 小S阿牙 范曉軒等人 在台北市北投區某北屬內舉行的 非公開舉例活動 然後呢這個 那個攝影機 那個 好多人呢記著好幾個人 拍照 攝影機偷拍 然後在周刊說 小S阿牙 范曉軒 陳純真 露天搖頭姓愛派對 方面 報紙內 照片說明 各有 8月4號的週末夜晚 就一群年輕人正在舉辦 蛋蛋的這個搖頭派對 這群人正是創決選手 陳純真 四泥又南在一棟梅樹裡 離離外外的舉止 活像是一齣什麼 肉欲橫有的巨麻 常春音更是遠出露天春光 某大的山區裡只盡在房子裡 隱隱約聽傳出 搖頭派對中 常音樂聽到 歸意又強烈的音樂節奏 他們還很多啦齁 各位要聽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沒戶動開啊 什麼大隊好啊 什麼大隊好啊 什麼大隊好 很多很多 欸 如果你是 你說這幾個你 你什麼想法 你沒女色嗎 他們在那邊 欸 陳希 就是說 電影明星啊 明明啊 有時候也很矛盾喔 他希望你跟 我還是希望你跟喔 可是又想告 這個很奇怪 不過這個喔 後來他們告啦 告這個 告神話朋友 就是 清換隱私 沒有經過偷拍 偷路 然後在 他被聽到 93年的判 這個 判准奔機 公佈代表人 黎之音 婚雷根準備要 攝影主任 美蘇奔機 等年代賠償 魏武金 200萬元 這是 其實還有案件 他課了好幾個啦 200萬元 一本 這一週刊 不到100塊 要幾百本啊 對不對 給他 我就說 給他不斷的告 這個教訓喔 那我不想 我不想 他不會停下來 一定的 告告告 當然 我聽說他上百件耶 不照一件 上百不照一件 但是我相信喔 那個 有些太過呢 不要客氣 這是剛才講的那個 好像第二個是 宣揚 他人是命名 喔 莫文明是在1918年 曾經做過紀念 因為被案 被關謀殺案 那麼台灣的媒體呢 大概也需要改革 那麼在這個狀態上 台灣的regulation這幾年呢 逐漸在解除 至少就媒體來講 但是很不幸 媒體其實除了regulation之外 其實還聽到一個是自律 任何行業 我剛剛講 任何專業都需要自律 那 即使是商業的主 商業的 商業的部門 其實也需要自律 那 台灣的媒體呢 照我看 自律非常的不足 嚴重的不足 那這是台灣媒體 很不理想的一個狀態 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原因 那麼台灣的傳播界 那麼剛剛講 從1988年報定解除之後 在90年代廣播跟電視的 解禁自由化之後呢 台灣大概這整個的 規範呢 大概比較從寬 從寬鬆的路去看 那麼現在在座 我看了好幾位 來自頻密媒體 頻密媒體的各位先進 大概各位看得出來很清楚 台灣在1999年 本來有一個叫出版法 我們在1999年 匯組的出版法 出版法是 在19 20年代 早期的在 中國大陸的一個立法 不是很好的法律 不過 出版法雖然不好啊 但出版法 它規範其實主要是出版品的 包括報紙 包括雜誌的 出版的一些 行政上的一些 一些管理 但出版法其實還是有一些 還不錯的東西 譬如說出版法 你看它那個內容 大概譬如說 它對於在審判當中的案件 它認為這個媒體不應該去做評論 避免這個報紙審判 譬如說出版法規定 如果這個評論媒體報紙 它的報導錯誤 那麼當事人可以請求報紙要求更正 而且這更正在同一版面 那麼在七天之內要做 那這個會除之後 你現在很多不幸變成不實報導的受害人 要求報紙去更正 大概除了蘋果日報 也有一個叫錯以批評的小蘭之外 大概報紙 它高興就更正 它不高興你就不更正 那你重新去告它 那這個造成台灣的評論媒體 包括雜誌 那麼對造成往往侵害人權 侵害隱私等等 就很多不利的結果 所以就解除管制來說 台灣的新聞媒體 除了這個數量大量增加之外 還有很多規定 事實上是網鬆的方面 那我們剛剛講 像廣電法 像衛星電視廣播法 那等等這些的法律 其實也逐漸在改變 那麼另外一方面 這幾年大概像去年很熱鬧的一年 這個NCC的成立 那麼然後譬如說像我們談到的這個 這個電視衛星的換照 還有像黨政監退出媒體等等這些 黨政監退出媒體 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剛剛講的這種列領黨 以黨領政 然後把傳播媒體當成這個統治的工具 所以就會造成那個黨啊 政黨啊或者政府啊 或者甚至這個軍隊去辦媒體 那軍隊像黨政監辦媒體 在某種程度裡 假如是公共部門 像公共電視台 這個當然是所謂公共 但什麼是公共呢 其實也是行政部門去辦一些媒體 其實在某種程度服務 譬如說像美國 他美金事實上有新調報 那麼美金太平衡總部 事實上他有他的電台 那麼像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 行政部門去辦一些媒體 在我看其實是 也不是最大惡極 最壞就是說這裡頭 他是不是有他們一定的 維持為公眾服務 他們那個特色 而不是為專門一個黨服務 或專門一個執政黨服務 或專門一個執政的當局去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基本的 不過這個我們假如留在後面有空 再來有時間再來談 那簡單的講 我想第二部分想跟各位談 就是說台灣的媒體 從1988年到現在 是屬於解禁的過程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這個法律 或者各方面的優勢 相對來說比較少 那麼但是這個其實新聞媒體 基本上的那個勢力 在這個時候並沒有增加 所以就會造成一些 除了這個台灣民的現象 比如說我這裡舉了幾個現象 那個職內這個下降 那麼量是增加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開放帶來的競爭 競爭的有力整體 這個社會的一個結果 到現在至少 當然還沒有完全看出來 我不是說全部都是壞的 但是譬如說開放的結果 數量當然增加 大家可以各位今天看報紙 你看報紙那個篇幅大量增加 像蘋果日報一天可以 好幾十張的這個內容 我經常坐火車看到年輕人 現在大概其他報紙比較少看 看蘋果日報 然後一個蘋果呢 很多的容易閱讀 然後圖片很多大標題 他甚至他自己做很多的判斷 那麼這個 然後那個內容也增加很多 那麼啊 譬如說那個這個 你只要看你喜歡看的 像我女兒早上一起來就看 先看那個影劇版 那我雖然很不以為然 但是已經年輕人的改變了 那他大概看不慣 我真的 偶爾上就只有看第一碟 或者看經濟新聞 他大概也看不慣 他甚至大概都有在看經濟日報 我覺得很奇怪 他雖然知道 他老爸是經濟到初遙無人 那他會有不同的掠讀習慣 那譬如說 我們消費者 你跟這個 在座很多漂亮的小姐 衣服怎麼買 怎麼消費 那像我喜歡吃各地的美食 都會有 旅遊都會有 那這個其實 這個量多啊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有一個好處 但是品質 我只是覺得品質 還可以再提升 那麼 那量多也造成這種 惡性的競爭 惡性競爭結果就會變成 我這裡提了一個SNG的現象 我在很多場合 跟他談 了解到傳播媒體 談到SNG 很多一般人 一般人不知道 我那天去跟那個小學的 五六十個老師 談媒體 談SNG 來 在座哪一位 把SNG 拿幾個字的檢寫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電磁工程 那 哪一位 SNG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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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講一下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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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們應該聽到SNG S&E就是幾個字的簡寫,你看那個字字字內意義 S就是Satellite,S-A-T-T-E,衛星,N就是News,新聞 G呢,Gathering,G-A-T-H-E-R-I-N-E,B-B-G-S,S&E 字內意義就是衛星、電視、採訪 順便說,我那天碰到齊海人,他對台灣的媒體很多 像我們最近很多ETC,譬如說NCC,那都會用簡稱 那他就用簡稱不好,我說其實我們傳播上 對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就是你第一次要用全稱 後面再用簡稱,只是我們新聞界有時候很壞就是很懶 就是久了之後呢,就簡稱也不要,其實不只是簡稱 還要加一點背景,但是你就是染了之後呢 就不說明,第一次用簡稱,那後面再用 第一次用全稱,後面再用簡稱嘛 所以你就不做這樣的手續的時候,不做這樣的交代的時候 第一次開始就用簡稱,那這個會壞,就久了之後呢 你原來的名字是什麼就忘了,就不知道了,連記者都會忘掉 所以,像在CNTE,這個大家耳熟能詳 ETC呢,有沒有人知道,ETC 有沒有,這個電子收貨這個 來,舉手舉手,ETC 是嗎? 真的嗎? 那是我客氣啊,是怎麼樣? 是什麼? 是嗎? 這怎麼搞的? 是嗎? 你會不會一致? 是嗎? 沒有人願意告訴大家 我們聽到什麼聲音 ETC 字面意思就是 Electronic 電子 TA Traffic 交通 C 是什麼 Collection T 應該是TOW TOW TOW就是走高公路的TOW Electronic TOW Collection 就是電子收費的系統 NCC呢 國家 傳播通信委員會 National National NC Communication überhaupt Commission NCC 所以你看這個 我們都用簡稱 南帶奇海鹽叫做會抱怨 不過我覺得傳播上 性能上處理 第一個用全稱 後面用就用簡稱 這樣大家都知道 這種新聞界的欄 跟不體制獨子 很壞的就是 我是LKK的人 十幾年前在當總編輯的時候 在經濟日報 那時候有一個事情鬧了很久 叫十八標 現在開車的人可能會經過十八標 十八標鬧了大概半年 我有一次在編輯部問了幾十個主管 我就來我們用棘手 十八標跟我一個答案 十八標是中山高還是北俄高 幾首 猜對的幾首對了一半 二選應該對了一半 我問十八標是從哪裡到哪裡 大概就很少人知道 多長那就更不用說了 像這樣的新聞 你會覺得新聞界很久了 很訝異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很多的資訊當中 你反而雖然多 但是往往 我這張新聞界最大的問題 基本的事實是什麼 你往往不清楚 你看了一大堆 譬如說今天 昨天有一個新聞 今天各位可能早上看不到 熊媽貓熊來不來 那個事情到底是什麼 真相到底是什麼 很少看到完整的報導 那麼我們現在新聞這麼多 有整體的新聞 二十四小的新聞 那麼有報紙 還有call in 一大堆 但是你這麼多當中 你往往沒有把基本的事實講出來 所以社會大戰們 在很多 暴露在很多的媒體當中 你資訊裡頭 很多都是資訊的垃圾 很多都是口水 我覺得這其實是非常 新聞界非常負責任的 所以像SNG現象 當然就是大家為了爭取力 所以去 Saturday News Garden也很好 你像各位記錄 9011 那個Water Center 你那個資源邁中心 在各位的面前倒下來 那個是SNG 傳播跟通信科技很好的進步 但是呢 這個東西浪漫的結果 就會變成夫妻吵架 他要跳樓 他也開動SNG 那有人很聰動的 他威脅什麼東西 那他在你面前也要SNG 那陳慶欣 白小燕的案子 也當然要用SNG去採訪陳慶欣 等等 這個東西造成這種判斷上的一個 失準 還有新聞價值的一種 在我看有點錯亂 那麼錯亂到什麼結果呢 我這裡用一個 可能比較刻薄 但是我覺得 也是蠻嚴重的一個訊象 就是說 你今天問很多新聞界的新聞媒體 為什麼要報導這個新聞 為什麼要炒這個新聞 極體炒作這個新聞 像幾天前那個小S 回到台東去 你看那個新聞整天都是炒這個新聞 那個新聞到底價值在哪裡 有人說是隱樂 有許吧 但是在我看 即使隱樂也不必這麼樣的 如此的炒作 那到底在哪裡呢 那有時候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個 這種極體的炒作新聞的結果呢 你問記者 就像剛剛講 事實真正不瞭解 新聞價值在哪裡呢 有時候有 我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這裡用一個 比較刻薄的話 就是說 會影會聲 就是說 一般說來 當然有例外 一隻狗為什麼會叫呢 狗可能看到黑影 看到什麼陌生人在叫 一群狗為什麼叫呢 很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其他的狗跟著在叫 所以冬天的夜晚 你剛才在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 狗的聲音吵醒你 你覺得這一群狗為什麼 那一群貓什麼要叫呢 你去問他 可能說 因為其他的狗在叫 所以我就跟著叫 那叫什麼原因 什麼道理呢 不一定清楚 我覺得這個台灣新聞界 某種程度 現在有一點點這樣的性質 新聞的炒作 不去問為什麼要那個 那就是那個 那還有呢 我剛才講 新聞界是 自由化是民主化的一個結果 所以新聞界變成 我們經常聽到 所謂第四權 我個人對第四權有一點保留 所謂第四權 大家就知道 是三權之外 那各位知道 現代的政府 我們雖然中華民主有五權 但一般民主國家是三權 行政、密法、司法 那麼認為說 這個新聞界應該是監督政府 代表公眾監督政府 所以它是第四權 那如果是第四權的話 那我覺得很基本的 麻煩的問題是 我們前面的行政、立法、司法 三權分立 而且負擔制衡 你說那個行政不能受到 立法不能的制衡 那立法不能也要受到 立法人貪困 那這個議員立法人 疑似涉涉嫌 這個議案大名間保管 他其實立法人也要受到一些限制 那麼司法不能會對他那個 那司法不能法官如果濫權 也要受到一些指責 或者甚至一些違法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鐵路 所謂鐵路怪客的 李雙錢的事件 那個檢察官 偵犯不公開 事實上馬上也受到一些 處分 指導官還不是那麼嚴重的 但是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 那媒體 如果是第四權 誰來監督媒體 不要說誰來處分媒體 當然媒體會哀告 但是如果是第四權 也要有分立跟制衡 我覺得這也是蠻基本的 那大概是這些惡性競爭的結果 就台灣的媒體的現狀 我剛剛也不算理想 所以在有些民調當中 會把媒體當中設個濫言 那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 台灣社會幾個濫言 大概媒體是其中之一 那立法委員 立法國會 大概也是亂言之一 那其他也許還有其他亂言 不過大概這兩個人亂言 是蠻基本的 那一個社會 如果說四權 裡面有兩個權是亂言 那其他部分 也許效能不好 或貪污或什麼 這個民主政治 這個社會 是會出一些問題的 那你不信台灣現在 至少在年輕的民主國家台灣 事實上是有一些 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這個媒體解禁以來的 大大狀況 簡單說呢 我有一句話去總結 我覺得媒體開放自由化自來以來 媒體是自由的 那新聞是熱鬧的 但是呢 真相呢 往往是不清楚的 那這是今天台灣新聞界 某種程度的寫照 那麼更不好的是 我們談論你不是只有 對第一線的成員 往往是媒體的老闆 那台灣的媒體老闆呢 你不信是把媒體當成 可以下蛋的雞 問題是雞蛋他這裡拿走了 那個雞死 雞放出來的那些 有害的東西 讓社會去承擔 這是我覺得台灣的媒體 現狀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我很簡單 各位報告 我個人觀察台灣的媒體 就是自由了 但是呢 這個品質呢 還有自律方面 倫理方面 還有很多可以提升的 改進的地方 那甚至因為媒體很偉大 那像上次總統 像是一般人 對媒體或者不了解 或者怕他 或者討厭他 或者是想利用他 所以造成媒體 照我看發展有點畸形 你這樣的一個不太完全正常 符合專業的新聞媒體 會造成社會上很多的問題 這是我個人大概 也許滿主觀的觀察 那麼我列人那個表 抱天那個那個表 還沒有 因為新聞局這幾年 改變一些定義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把它update 那是每個以報紙的加速為限 你增加100加 大概就給它一個數字 現在台灣的報紙 大概至少有700加以上 那不是說你在報市面上 可以買到700加報紙 但是有個報紙 譬如說不是天天發行 一個禮拜 或者報紙是股票報 或者報紙是報名牌的報紙 就不論了 不過至少統計上是這樣 這是一個跟各位報告媒體的 從過去到現在的簡單的發展 那第二個部分 我想跟各位談到 你談倫理 倫理其實的出發就很簡單的 你的這個行列 這個職業 或這個到底人家的基本性質是什麼 它的角色是在哪裡 那你從跟你出發 你才能夠談到 你的行為即使 你的作為應該要什麼 所以談論點 你一定要先談它的基本的角色 那我這裡提了兩個很簡單的角色 一個就是說 就新聞工作者來講 他應該是旁觀者 就是說對 你就報導新聞來講 你一定要旁觀 才能夠客觀 才能夠 所以說這個 能力很旁觀 能力很旁觀 能力很旁觀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說 你不能夠參加變成事件的一部分 你就站在旁邊看 旁觀者 你才能夠所謂客觀 我們說客觀 不是主觀 客觀 你才能夠站在旁邊去看 那其實要的不是能演 其實應該要的是 這個頭腦要冷 冷靜的頭腦 不是只有眼睛冷靜 你應該能腦旁觀 這個很多的事情 那新聞記者如果說 你要說他的職責在哪裡 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 假如說他們的計畫 應該是報導事實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那當然報導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不是只有報導 你可以說他可以做分析 或者可以做解釋 甚至在涉論或者評論 把它出現一個評論 我們剛剛講的 第四權裡面 他們的監督 這裡頭其實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其實報導事實 應該是做一個 做一個新聞工作的最基本 那為了報導事實 你就必須做個旁觀者 我想這些都是很基本 什麼是旁觀者呢 我在後面第三個部分 我再跟各位簡單的 做一個討論 那這是記者 那媒體應該是什麼 那媒體呢 我覺得媒體當然 我們現在講 媒體一方面它是 它所謂的社會公器 公器 所以它基本上有些社會公器 那社會公器就是社會倫理 但是當然媒體 也不完全是社會公器 媒體 大家知道 在新聞界都知道 媒體現在也是一個商業 有商業機制 然後它 像這次主辦當中之一的華視 華視本來是商業電視台 雖然它有國安部跟教育部的公股 但是它基本上是商業電視台 那現在要把華視變成公式的一部分 那這裡到底怎麼安排呢 昨天董事會已經換了 改組董事會然後換了總經理 後面還有一些安排 像這些其實事實上是公器 但是有一個商業機制在內 那商業機制的話 其實商業機制也並不是不要有社會責任 講一個最新的發展 各位可能在報道上看到 大家知道ISO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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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那個系統裡面 9000系統事實上是 各位知道是關於品質方面 所以ISO有9000 有9001 有9002 就講究品質管制 Quality這方面 ISO後來又發展了 他從1970年代開始 後來到80年代 90年代出了一個ISO14000 各位可能看過 那個是關於環保方面 ISO最近最新的 他打算推的是26000 26000 那這是談什麼呢 就社會責任 那什麼是社會責任 那什麼是社會責任 其實一個慶略 它雖然是商業機制 雖然人不畏己 天出地面 是為了營利 但是營利 其實善盡社會責任 對企業來講也是好的 你想想看 一個企業 以前俗到說無商不堅 堅商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地位 那我們有些財團 財團有個形象不錯 有財團形象是不好的 那財團如果維護不容易 當然是不好的 那如果善盡社會責任的財團 有錢人 其實也是對社會 它可以創造就業 它可以提供很多社會的家庭 就業機會 這個謀生的機會 這個都是不錯的 它企業界如果 譬如說它為了賺錢 它污染造成經濟學院的外部性 它污染的環境 或者是像在一些開發中國家 使用奴工 使用童工 或者是剝削勞工 這個都是不好的 所以ISO最近要推唱 2600年 也講究社會責任 這方面其實是 其實講出了一個 就是說 即使是商業機制 也有一套的倫理 所以能夠善盡社會責任的企業 事實上也是 對它自己也是有利的 不要說是對公眾是有利的 那同樣的新聞媒體 它有工具的性質之外 即使是商業機制 它其實也應該要講究 善盡社會責任 我想這是很基本的 所以我做新聞記者 經濟記者三十幾年 我覺得我一直觀察 我其實覺得很多的 台灣的企業界在這方面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不夠 那都是只有見錢眼開 只有見利妄益 我覺得這方面其實 善盡社會這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我要說就是說 其實新聞媒體 媒體啊 包括節目 包括電視節目 其實為了賺錢 為了收視率 道指為了賣道指 但是呢 那個 即使道義有道 何況是媒體 也要講求 它一定的專業跟倫理 我覺得這是很基本的 那所以 假如不善盡責任 我覺得就會危害社會 那媒體我們說是公器 那是比較中性的資源 那如果做得好 可以變成公益 那如果做得不好 我就會被人公害 所以我個人 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我其實我是幾年前看不慣新聞界 我組了一個基金會 叫財團法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 我不是把媒體當成公害 而是覺得公害需要防治 所以我希望能夠 能夠在媒體方面 能夠促進它的專業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還有呢 就是這裡頭的角色呢 我還提到 除了剛剛記者的角色 跟媒體的角色之外 還有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談到客觀跟主觀 就是說 我們經常看到媒體 媒體的很多功能當中 剛剛講 除了報導之外 也分析、解釋、評論、監督 比較好的媒體 我覺得是 以前在威權時代 剛剛講 在衛名喉舌 聽民眾講話 衛名聲張證明這是對的 但我覺得在民主社會 應該比較衛名耳目 就是說把當作公眾的耳朵 跟他的眼睛 去 把他這個 替公眾去看 就是提供基本的資訊 提供事實 那一些判斷 其實是可以讓觀眾去做判斷的 當然 媒體還可以保留在一些評論的部門 有時候需要解釋 需要去發表意見 但是 到新聞版面 其實上 應該盡量 只有報導事實的這一部分 那這是 這是 喉舌跟耳目 另外 就是說 你在做評論之前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你一定 包括在座各位 你其實做一個光明 做一個一般人 你記在心理意見之前 最好你要先了解事實 如果 如果不了解事實 做的評論 如果只是一般的看法 我覺得無三代 但是久了之後 有時候會造你一些偏差 如果 有人裁判你 或者是有人 你去寫文章 你 其實做的評論 對你的批評也是一樣 你如果不是基於事實 做的評論 我真的會非常危險 那你 像有些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你看 民嘴有時候不能公開 就是因為很多民嘴 他 評論的時候 你不根據事實 而且 不根據事實 他就會到最後 而且民嘴 什麼事情都可以談 到最後就是 你其實他談的 只是嘗試 或者他談的 只是個人的評見 他不是追究事實 這個社會 其實會變成 這個 很嚴重的分裂 還有基本事實 其實我往往不清楚 就很多的評論加出來 很多民嘴出來 其實 這樣的官邁制的形成 其實是跟這個 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 評論 或價值觀的形成 最好要先了解事實 那 主要沒有的話 你 講的話在官免堂皇 做的評論在官免堂皇 或者像民嘴 其實 我覺得就像在沙灘上 蓋大樓一樣 你蓋得越高 講得越官免堂皇 其實那個基礎 越不穩固 倒下來 或對社會造成的危害 所以 我覺得會更大 我這裡用了一個 2004年的無印法事件 這是很基本的例子 這個例子 各位不曉得記不記得 簡單聽各位說一下 2004年 其實是2006 兩年前的年初 有一個台灣的小孩 總確的說 應該是 他是台灣的爸爸 巴西的媽媽 他爸爸是高零縣 高零縣 高零縣 決定的一個床園 到巴西去認識媽媽 然後 女孩子 然後兩個人 就生下了無印法 所以他是台灣 台灣跟巴西的混血兒 這樣的對解 後來他父母親都過世了 那他叔叔就去把他帶回來 就回到台灣 那無印法就在高零縣 就念小學 然後這個事情 大家可能知道 巴西的外婆 就 如果說監護權在她 那麼就引起 就追到台灣來了 黨官司 那最後呢 這個無印法 就跟著外婆 就回到巴西去了 那那個事件當中 各位可能還記得 或者已經記不得了 台灣的媒體做很多報導 那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炒錯新聞都這樣炒 媒體報導 然後政客跟進 那商權入國 說為什麼無印法是台灣人 台灣支持為什麼 判歸巴西外人 外人去肩負 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件 新聞事件 那很多人覺得 對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你如果不了解事情 你會覺得 那這一頭你要了解事情 你就要了解說 無印法為什麼 會歸巴西的外婆去肩負 根據的是哪里的法律 根據是哪里的標準 有沒有人 在這裡有沒有學法律 我根本會對這個事情了解 無印法為什麼 侵入權歸巴西的外婆 來幾首拜託 哪一個 有沒有 為什麼 蛤 直系血清 他其實也是血清 黃是龐系 有一點道理 還有 他根據哪一國的法律 直系血清 大概說出一部分 不過也不是完全是直系血清 外婆 那個 無印法這個事情 其實很基本的是這樣 他是根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民法 民法 民法第1000年94條 所以台灣的法院 根據中華民國的民法判決 1094條規定了監付權 監付權 就是 簡單的說 在監付權的順序 就剛剛這個先生說的 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說 孩子都不在的時候 孩子的雙親都不在的時候 那監付權的順序 有幾個排法 有幾個排序 第一個 就是跟他坐在一起或不坐在一起的主婦 或者他的兄弟檢驗也可以 譬如說他的小孩 然後無印法很小 他有大勾 那也是可以的 那 無印法其實就是 那 說說伯伯那個是等於在後面的 就這個順序來說 那麼 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我們的法院 根據這個民法的判決 無印法歸巴西的外婆 所以無印法現在就回到巴西去了 我不曉得還總是他熟悉的童年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那當然 那麼多的很多新聞的報導就會 就會覺得 所以你如果沒有去瞭解基本的事實 你會覺得 好像這個無印法台灣之子 對啊 為什麼會歸巴西的 而且如果你從父系去看 你會說這個叔叔伯伯從外姓吳 應該是歸他的叔叔 但事實上的判決是根據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做憑之前最好先了解事實 我們很多憑依也是不了解事實 熊貓要不要來 貓熊要不要來 那你會看到很多的 政治 跟媒體的炒作 那種說 熊貓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熊貓歸熊貓政治 這個政治歸政治 這個當然是一個論點 不是熊貓來台灣 沒有政治嗎 各位覺得熊貓沒有政治嗎 至少我個人是不相信這個統領的政治 所以你只要不要政治 那你其實 你可以當然可以跟民主的國家 台灣的政府說你不要政治 但是你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政治 跟媒體的人去要求 海峽對外的中國 說你不要對台灣有政治 熊貓沒有政治呢 熊貓什麼時候宣佈的 是中國共產黨聯戰主席 去中國大陸去年5月宣佈的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政治的動作 那當然熊貓是很可愛的動作 所以他就來的時候 他就用這樣的時機 然後他取了名字 一對熊貓 當然是要名字 團團圓圓 這個當然也是有政治的意義 他送給台灣同胞 當然是統戰 他統戰當然 他統戰他不會說 他用非常柔性的 他比幾年前恐嚇台灣 朱鎔基那個絕影 都會看到 所以當然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頭 我們經常 我在新聞就很 看到觀察我就 我自己也寫文章 不太理解的是 我們很多這裡的人物 或有媒體要求我們 政府 政經分離 或說我們不要政治干預 但是這樣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 對台灣這麼講 是民主國家 這是天真地義 有沒有去跟中國大陸說 你也要政經分離 你不可以了解中央共產黨 其實你不必是了解 五六十年前國共鬥爭 你其實去看 中國以前駐香港的 李嘉屯的回憶錄 你就可以知道 許家屯的回憶錄 你就可以知道 許家屯的回憶錄 你就可以知道 他統戰是怎麼做的 馬英九最近說了一個 在中國看來 應該是分清 主要敵人跟次要敵人 統戰其實 意義之一 很多意義就是 拉攏次要敵人 去打擊主要敵人 那馬英九會 替中國這樣的設想 我覺得很奇怪 他之前說 在中國看來 主要敵人應該是民進黨 那次要敵人還是 但是只要敵人還是 最後到毛澤東 到統戰前 他都是要把你打倒 要把你消滅 你很明顯 馬英九會聽他這樣想 我也不太能夠理解 對不起 這個有一點政治平衡 不過拉回來 拉回來 所以你要先進去 我剛剛講熊貓 熊貓你要了解 熊貓是說 你說沒有政治嗎 其實這是統戰 那你說好 台灣審查 可以來 因為蒙河也就在那邊的審查 那對頭的當然有一點不好 就是 陳哲平總統不應該發言 你既然專業審查 就不應該發言 像這些其實都是台灣的 那我的意思說 你要判斷熊貓能不能來 那你要了解政治 這是一個 熊貓其實是有政治 熊貓還有經濟面 各位可能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報導 2月16號 對不起 2月初 年18日的報導 美國有四個動物園 從1975年最早的華盛頓 華湖 華盛頓第七個動物園 新興英聯名 1975年中美要建交 開始網站的時候 送了一隊 現在每個四個動物園 有九隻熊貓 現在發現熊貓很大的麻煩 因為熊貓 按照華盛頓工業的規定 熊貓不能夠借給其他國家 不能買賣 那其實送都是有問題的 都不是無常的 所以熊貓 一對熊貓 譬如說到美國的動物園 包括亞特蘭道 的動物園 一對熊貓要100萬美金 然後一年要100萬美金 如果生小熊貓 交租金60萬 這是熊貓 另外它還要回饋熊貓的保育基金 也要100萬 所以熊貓大概對美國的動物園來講 到最後就大概前幾年會帶來很多的遊客 包括我們台北市 當年我看他們的估算也是這樣 一開始都這麼說 門票收入 好奇一定的 但是大概美國幾乎三年 熊貓帶來的收益就入不敷出 那每年要回饋100萬美金 再加另外有100萬 大概200萬美金以上 而且那個約一千要十年 而且熊貓是很焦貴的動物 牠要吃竹子 還要另外去種 等等等等這些 所以大概美國通常動員 今天大概三年之後 就入不敷出 會形成很大的一個負擔 那像這些其實還有經濟面的整個感 那我一下就是 我們媒體在報導這種事情 沒有把這些相關的層面去報導清楚 就是靈魂在口水 或者在表象 那就各位就很 各位做一個讀者 做一個觀眾 都很容易很簡單的 就形成一些照顧看 沒有了解事實 這個形式報導 那這個事實 這樣形成的公論政策 照顧看是蠻麻煩的 我現在的議論其實也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新聞工作者 最基本的應該是把這個事實報導出來 像這些事件當中 你要經常要提醒 就是剛剛講的 要把事情的 就簡稱一定要把全程講出來什麼東西 同樣的 那個事件的背景 一定也要交代清楚 我剛剛講十八標 到最後你就不曉得十八標到底是什麼東西 基本的事實是什麼 那這些面向要 那然後替你的觀眾 夜聽大眾 把這些事實報導出來 那不要太多的意見 意見是可以 不要輕功地自己跳進去形成意見 應該是訪問專家學者 當然也可能會有主觀的部分 但是至少把各種 所以新聞工作簡單的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準確 有沒有tell the truth 那另外一個就是平衡 accurate 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 你看新聞報導 其實就是這樣的 能不能有這樣的 不然的話很多的新聞報導 在我看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有時間可能沒有控制得很好 講其他話講太多了 那第三個部分呢 我跟各位報告 台灣的媒體在我看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一部分我累了十幾點 那我盡快地把它大致地說一下 我剛剛一開始傳到倫理 倫理就是要新分新角色 我們剛剛談到記者的角色 媒體老闆的角色 那角色呢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剛剛講團觀 能演團觀 能演團觀 旁觀者輕 旁觀才能夠不涉入事件 所以我不應該成為參與者 那麼什麼是旁觀者 沒有很簡單的 我是經濟記者 那經濟記者 我也曾經主持過經濟日報的編務 那經濟日報的總編輯 是經濟記者能不能買股票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角色的問題 倫理的問題 能不能買股票 我們好幾年前有個部長說 手中有股票 心中有股價 那在我看這是不可能的 手中有股票心中有股價 只有兩種情況 一二是聖人 那我想在座各位 大概很少聖人 包括我在那裡 很少聖人 所以我不相信 手中有股票心中可以有股價 那另外一個就是白癡 因為你買股票是會好玩的 那不是要為了賺錢 我相信這種人也大概很少 所以一般一定手中有股票 心中一定有股價 那如果經濟日報的記者 或經濟日報的總編輯 如果手中有股票會怎麼樣 假設 我算是假設 這個錄影假設而已 假設我手中有台數的股票 那六七發生爆炸 那你的反應會是什麼 你希望這個新聞最好不要燈 或是大事化小事化無 你最好燈得小一點 譬如這就是人性 南亞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哪台數的股票 你如果有什麼 台積電 台積電低量的價格下降 你希望不要做頭條 台積電好像發生事件 你一定是這樣的 這是人性 新聞記者其實就要避免這樣的 那政治記者也是這樣 我們過去這幾年看到 有個政治記者 替人家做競選重佈的幕僚 替政治人物出書 那這個其實都不算是旁觀者 這都是變成事件的一部分 那當然新聞上 有些記者為什麼說 我要參與人 因為我有使命感 使命感 譬如說我是環島記者 我覺得我會對環島問題特別講究 或者我路見不平 我機供應 我對弱勢團體特別的 特別的覺得應該替他們發聲 就是為了為您喉舌 這個這樣幫我們也可以理解 不過我就覺得其實 你把事情真相報道出來 其實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而不是你跳進去 台灣這邊媒體有些亂象 我就覺得就是 很多的媒體 絕大部分的媒體 在他新聞報導之後 主觀跟客觀不分 新聞報導不原來是應該 我剛剛講的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準確的一個是平衡 那現在我們現在 就把主觀的部分 加到新聞報導裡面 就變成說 這個新聞我看不慣 我不喜歡 那我就把它放大或者縮小 或者甚至不報 那這個就會把主觀跟客觀混淆 那就失去了旁觀者 所以你看 其實弱勢團體 你尤其可以做詳細的報導 但是那個還是不能 違反比例的原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新聞媒體最好還是做旁觀 那當然有些主觀 我覺得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你進去做移工都可以 但是不應該利用工器 不應該利用那個去做一些直接的 或者偏頗的 一二三四 還有那些是 零星的 零星的是怎麼一回事 零星嗎 蛤 沒有還要側 看不到了是不是 對 好 所以可以請他們來這邊坐 沒問題 喔真的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 那你們四位就來這邊坐好了 好 好 到現在規定就這樣 好不好 謝謝你們 這裡兩位也非常的自動 就跑不去了 非常好 好 還有一位還在那邊老老舍 哈哈 首先要謝謝各位 支持這個廣電基金會的這個活動 然後 這個活動事實上 私情文局委託的已經辦了第三屆了 我是前面兩屆一直在擔任前面兩屆的那個導師 然後 然後 今年 這個 學校裡面事情特別的 多 所以說那我接了新的職務 然後 學校事情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就 就 就沒有辦法頒太多嘛 所以 整個的 半年的時程 這個只能來 跟各位見個面 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 那裡我們有個規定 左右是不准坐人的 那就請 到中間來坐 好不好 聽到了 聽到了 OK 左右不准坐人 左右不准坐人 然後 那個 集中到中間來坐 後面的那一位 後面那一位 謝謝你 對就是你那個 你旁邊沒有人了 你 你能不能當班代 當班代 就是說那個 後面的人 如果進來的時候 就告訴他們說那裡是不能坐人的 好不好 謝謝你 然後 那個 那個 兩種間的 後面的那一位 那你當班代 就負責 負責那裡 好不好 嘿 嘿 謝謝你 嘿 嘿 不是要出去啊 怎麼要出去了 進來啊 你讓他出去了 你讓他出去了 嘿 坐這邊來 OK 我說那邊也可以 OK好 他嚇到 他嚇到 這個為什麼這樣子 剛剛曾經講過 不要破壞這個 那個 團體秩序 OK 好 各位既然 犧牲了自己的 禮拜六的 禮拜六 禮拜六跟禮拜天的時間 勢必 應該 有權利 或是 有義務 或者說是 有責任 要希望能夠來 吸收一些東西嘛 那所以說那個 所以說我還是會比較強制一下 要求兩位那個班代 負責一下 那個 那個 門口要負責一下 好 那 我們今天往後 接下來 會有大約兩個小時半左右的時間 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關於數位影視節目 自播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通識的課程 我大約只會講 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半 然後呢 到時候不是要下課 不是要下課 就是到三點鐘的時候 並不是要下課 然後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這個 練習跟活動 然後 讓各位去做一些練習 因為 這個課程講完之後 呃 事實上 上課都是沒有用的 你知道嗎 上課上了所有課都沒有用 當你沒有去練習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就 不確定 你到底會不會 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待會會 會做一個小活動 那這個教室其實還蠻好的 這個很適合唱 開演唱會 那 那 欸 這個班戴沒有負責任 欸欸好欸 這班戴做動作了很好 不准坐那邊 這裡有四個寶座 OK 班戴要負責任喔 班戴要負責任 好很好 欸 通通補滿了很好 謝謝 OK 那個 是哪個公司的 你 你啦 班戴是哪個公司的 蛤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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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假的 你在糊弄我還是怎麼樣 是真的蘋果日報的嗎 那我今天就不能夠隨便講一些 一些內幕了是不是 早上講很多了 OK 好 好 隨便 好 這裡基本上有123456 有大約因為座位 座位的關係 有六個群體 我們待會就 這六個群體 我們來試一下 試一下你們自己本身的這個 看你們剛剛這個 興高采烈進來 這個互相在討論作業 感覺起來好像在搞討論作業 事實上在聊八卦 但是事實上這個 這個討論作業很好 就是 我剛看了一下學員名單 就是有少部分是在 還是學生 那大部分應該是95%都是在業界 在業界會來做在職訓練 來學習最寶貴的不是來聽 老師們講什麼 業界的在職訓練最寶貴的不是 在聽老師們在上課講什麼 是在下課 如何跟你的同學能夠去認識 然後從你的同學們之間 能夠獲得不同的產業經驗 跟跨業的合作的契機 所以說在職班這個裡面呢 其實下課比上課還重要 但是我們上課的時間 還是比下課時間長 就這樣子 但是那個待會 班戴 班戴 班戴你後面又有一個人 你 你這樣很不公平 你看看他那個漂亮的學員 你就叫他做你旁邊 OK好 好隨便你 OK 好那個 這個在職班最重要的其實是在 同學們互相的認識跟 將來的持續的 可能產生的合作契機上面 特別是這個數位媒體這個是 跨產業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跨產業經營的 一個非常異業整合 非常重的 非常濃的這樣子的一個 奔委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產業 好 首先我想先跟各位 聊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各位講義裡面有提到的 傳播媒體 資訊科技跟視覺設計 產業的一頁整合的這件事情 我們十年前 十年前 各位多多少少都是管義的 這個傳播業界 十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這三個業界 事實上是設計 還有這個傳播媒體 還有資訊科技 事實上都是互相拆離的 互相拆離的 電腦產業 他們做電腦產業的 然後這個傳播媒體 他們做傳播媒體的 設計藝術 他們做設計藝術方面的 互不關聯 但是最近的十年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現象 很多的現象 我們不要從產業裡面來看 我們從那個 那個各大報紙裡面的 那個真人啟示 或者是從104銀行的 他們的那個 徵求人才的啟示裡面 就看得出來 純粹是傳播媒體產業的 或是純粹是資訊科技的 或是純粹是 這個視覺設計的 這種純粹單一的 這種的產業的人才的 需求量慢慢的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但是呢 整合起來的 量量整合的 這種的人才的需求量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 你原本是念這個 這個傳播媒體的 但是你恐怕 你目前如果要生存下去 在未來十年 要保證你一定能夠生存下去的話 恐怕你必須要跨過去 對於資訊科技的這個 應用資能 必須要有了解 否則你會活不下去 或者是 你以前是學這個 傳播媒體的 你必須對於 藝術設計方面的這個資能 或是說 目前的整個創意 整個文化創意的產業的這個發展 不管是國內外的 都必須要清楚 否則你也會活不下去 因為傳統的這些單一市場的 這個需求量越來越少 越來越窄 所以說在這邊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幾個 產業目前的整個異業 最近特別是最近的異業 整合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這裡所說的傳播媒體就是 指那個傳統的這些的報紙 雜誌 然後廣播電視 然後這個電影 這些叫做所謂的傳播媒體 可是那個資訊科技呢 資訊科技我在這個講義上面 裡面有寫得很清楚 它是等於電腦加電信 電腦加電信 國內事實上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專業名詞 專有名詞 一直被混淆跟誤用 像資訊科技 它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 一想到資訊科技 大家都以為那是電腦科技 但事實上是錯的 事實上是錯的 資訊科技它基本上它是整合了電腦科技 跟電信科技的這兩項 所以說你看那個十年前 資訊科技的這個產業 他們根本就不理會 不理會這個 不理會這個傳播媒體 或是設計藝術相關的這些的頁別 但是最近的十年 整個局勢變了 整個局勢變了 所以說基本上那個資訊科技 基本上各位 大家的認知是電腦跟電信 那這個一定要有一個認知上的一個清楚 那視覺設計這邊 我們涵蓋的是比較大範圍一點 就是包括了這個所有的 設計相關的這行業 像好比有商品設計 商業設計 空間設計 這個建築設計 或者說是包裝設計 這些所有的設計服務業 OK 那所以說最近十年 我們看到了這幾個面向 這幾個面向的互相整合 像好比說大約在八年前 我們舉一個例子 八年前那個中時電子報 並不是蘋果日報 就是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他們當時成立這個電子報的時候 每一個公司他們都必須要去找 在政府機構裡面 要去找一個主管單位 對不對 要去找一個 找一個管他們的單位 那這個中時電子報成立的時候 當時他們的這個負責人 就拿著自己的這個營業 拿著自己的計畫書 他們去找這個新聞局 找新聞局 說這個中時電子報歸新聞局管 那新聞局官員就跟他們講說 不 你們這個是網路事業 應該去找交通部 OK好 那他就 這個 因為交通部比較有錢你知道嗎 交通部比新聞局有錢多 然後他們聽到說 自己是這個交通部管的 他們就信聰聰的 就再把這個計畫書報去找交通部 就這樣的 交通部跟他們講說 你們這個明明是報紙 來找交通部幹什麼 就這樣子 然後 後來呢 他們就這個 也不曉得怎麼辦 他們就去找支撤會 又去找這個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嗎 繞了一圈之後 各位曉不曉得 那個中時電子報是歸誰管 自己管 自己管 那是不可能的事啦 這樣子 結果他們後來發現說 自己是那個 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管 因為那個中時電子報 它那個規模 它那個人數規模 就正好是那個中小企業的那個規模 因為沒有人管 就只好那個中小企業去管 就這樣子 很妙齁 就是說這個 基本上 產業的它的發展 跟它的整個的趨勢 它其實很多的時候法令 跟政府的這個機制 跟這個學校的這個學禮 它是趕不上的 產業它其實變化的最快 產業它變化的最快 但是事實上 這堂課我們講到最後 也會講說這個其實 產業其實也變化的蠻慢的 就這樣子 如果說比起 國外的這些先進的國家 來看的時候呢 事實上也變化的蠻慢的 OK 好 所以說我們以這個例子 大約各位就已經 大約有個概念說 原來這些新跑出來的 這些的事業體 反而是非常熱門的 這樣的一個事業體 像好比說電子報 那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事業體 它就 它是跨在 它在跨在哪裡 它是跨在傳播媒體 跟資訊科技的中間的 它跨在中間的 你看那個最近的十年之內的 這些104銀行的這些要的人 這些產業需要的人 都是跨在中間的這種人 特別的熱門 特別特別熱門 你是學員嗎 你是學員這邊 這都坐滿了是不是 中間都坐滿了 那裡還有一個位置 你可以來這邊坐 或者說是 那一堆美女中間也可以 剛講到哪 講到 像好比說 中時電子報就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例子 接下來兩章的話 這個並沒有在講義上面 你們想抄的話 就稍微抄一下 OK 所以說最近十年我們看到的一個趨勢 傳播媒體跟資訊科技的整合 傳播媒體跟 藝術設計的整合 然後藝術設計跟資訊科技的整合 整合之後呢 它變成了這幾個頁別 在這個投影機 在螢幕上面有呈現出來的 像好比說 網路傳播或數位媒體 中時電子報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非常明顯的例子 另外像好比說 這裡有一個媒體製作 跟感知設計的意思 就是說 傳統以來 大部分都是在談視覺的傳播 跟頂多聽覺的傳播 但是 談到多媒體 或是數位媒體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 所有的 像味覺的 觸覺的 這些將來都會變成是一個可能性 都會變成是一個可能性 那下面 像好比說 藝術設計跟資訊科技的結合 一頁結合之後呢 就產生了一些非常新興的這些行業 像好比說 這個人機互動設計 人機互動設計的 這樣子 這一行 像好比說 網路加值服務的這個行業 我剛看一下這個 這個學員名單裡面 好像有很多 都是 有一部分是中華電信的 有一部分是其他的這個 這個電信科技行業 所以說 這個組成其實蠻好的 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警覺到了 大家都警覺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態勢 那個新的市場就在那邊 新的市場在那邊 然後 但是新的市場已經 隱然若現了 但是我們 唯一缺乏的是 真正能夠跨領域的人才 因為在座的看起來 只有幾個比較幼貴一點 但是大部分都應該在30歲以上 大部分 那個如果 如果你在30歲以下的話 這個不要罵我 就是看起來好像大部分 在30歲以上 這樣子 30歲以上的人 你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當科教育畢業的 哪怕是現在 大部分的人都是當科教育畢業的 就是你學大眾傳播的 就是學大眾傳播 你不會去學到電腦的運用 你也不會去學到電信科技 你不會學到 因為它裡面的課程 它既沒有課程 又沒有實質 當時的現況是這樣子 可是目前 基本這樣子的一個業別 我們需要跨領域的人才 也就是說 你們坐在這邊 就是期待 你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訓練 半年裡面的訓練呢 能夠讓自己能夠成為一個 有第二把刷子 或是第三把刷子的這樣子的一個人才 能夠協助台灣的 這個數位影音的事業 能夠去向上的蓬勃的發展 好 OK 所以說 在這邊 因為這個整個的課程 才剛剛開始一個月 才剛剛開始一個月 然後所以說 在心態上面 或是認知上面 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 你今天來 雖然是你們分了工程組 分了新聞組 分了節目組 但是 並不是說 你做節目的 就只能夠去學節目的東西 如果說你只學節目的東西的話 你將來還是沒辦法跨領域 你還是沒辦法跨領域 所以說 那個 我剛剛看了一下課程 就是在你們有 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課程 是有鼓勵你們去做這個跨領域的課程 那要珍惜這樣子的安排 要珍惜這樣子的安排 那是讓你能夠去突破 突破你自己的這個視野跟範疇的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非常好的機會 好 那所以說 這裡 這些 這幾個變化事實上是 熱門的 也是新興的這個市場 然後是未來掌 掌控了未來 10年市場 甚至20年市場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新興的行業 我們用另外一張圖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像好比說這個數位媒體產業 如果說我們把它做 比較更大的解釋的時候 線上遊戲 線上遊戲它基本上 它也是一個這個數位媒體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然後 線上遊戲像好比說 我們隨便亂講 這個金庸群俠狀好了 這個有 你沒有玩過線上遊戲 請舉手 大家都 有玩過請舉手 我就不相信你們 有這麼多人有玩過 OK 好 沒有關係 沒有玩過 也看過自己兒子玩過 對不對 OK 好 好比說這個金庸群俠狀好了 那一款的這個數位媒體的節目 一款數位媒體的節目 它需要一些工程的人才 它需要一些資訊工程的人才 特別是線上遊戲 它需要有一些前台的人才 跟後台的人才 不可否認 對不對 難道它不需要美術設計的人才嗎 它當然需要平面的動畫的 難道它不需要編劇的 音樂的 市場的 行銷的 節目劇情的這些人才嗎 它當然需要 好 也就是說 一款數位媒體 或是數位內容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時候呢 的確 它需要資訊科技的人才 它需要設計藝術的人才 它更需要傳播媒體的人才 它更需要 所以說這種的產品 有別於以前的 聲音的廣播節目 或者是電視的 那個影視的電視節目 以前的這種傳統的類比的 這些的影視的節目呢 影音的節目呢 它基本上 它只要單一的人才就好了 但是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它需要有這種 不同專長的人才在裡面 所以各位 你們可以回去 看一下你們自己的公司 如果說你們自己的公司 想要朝向數位媒體的平台 或是節目 或者是服務去發展的時候 你們公司 有沒有這個條件 或者說將來在五年之內 你們的人力的開發 人力的發展 跟人力的規劃 跟布局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慢慢朝向 這樣子的一個多元人才 跨領域人才的角度去思考布局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怎麼可能 那個公司 怎麼可能能夠跨入這樣的一個紀元 可是這三種公司 這三種的人才 事實上還不夠 還要有一個所謂的應用主題 像好比說剛剛提到的金庸群俠狀 好吧這個線上遊戲好 那如果說我們具備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傳播啦資訊啦 然後這個設計的人才 可是如果沒有金庸的話 如果沒有金庸他的小說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金庸的小說的時候 他沒辦法提供他的角色 他沒辦法提供他的場景 他沒辦法提供他的時空的脈絡 他沒有辦法提供他的其他的周邊的配套 也就是說在這裡 像好比說這個應用主題 他就是在指這件事情 他在指這件事情 OK 好 下面這一頁 這個各位就有了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數位媒體 所以說我在這邊應該跟各位 稍微做一個定義 就是說這個數位媒體的一個定義 查騙了所有的這些的 國內外的文獻 很少人對於數位媒體有一個定義 有一個定義 那舉防可以承載儲存處理傳輸呈現 數位化資訊的傳播媒體 我們一般都稱他叫做所謂的數位媒體 叫做數位媒體 然後我們今天比較載話一點點 我們只談那個影視的那一部分而已 因為基本上各位是來學這裡的 所以說大約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果說我們把它稍微載話 不要去管那個動畫 這個線上遊戲 不要去管這些什麼 什麼數位學習相關的這些 這個數位內容產業的話 我們集中去談這個影音兩個產業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過去的十年 看到過去的十年 應該是說過去的十五年 有一些變化 那這些各位其實應該 這雖然是一個歷史的一個眼鏡 但是各位應該上過課應該 這是一個通識的這個課程 各位應該要對於國內 台灣在推動這個數位媒體產業的歷程 應該要有一些一些的了解 事實上我們從1992年就已經開始 這個已經開始成立了這個所謂的高化值資訊 高化值寫錯了 高化值 高化值視訊工業發展推動 推動小組 我們從1992年就成立了 現在是2006年 已經搞了14年了 對不對搞了14年了 但是好像還一事無成嘛對不對 可是它事實上它是已經 14年前就已經開始起跑了喔 OK 1992年 1992年的時候 事實上就已經開始在起跑了 我們從1996年的時候呢 開始推動這個數位音訊的廣播 開始推動了 開始推動 然後1999年的時候 開始由無限的五家 五家電視台提出這個 數位電視籌設的申請 籌設申請 我記得很清楚 我是在1996年的時候 進入新聞局 去擔任他們的這個質疑委員 然後我去年就離開了 因為這個事情太多 在新聞局待了10年的時間 然後換了9位的新聞局局長 那個 不說也罷 OK 那個1999年 所以1999年那個五家 五家無限 五家的無限電視台 它開始申請籌設許可 五家 可是各位應該還記得 各位還記得 那個事實上是在 那個 大約是在2004年 是在大約兩年前的時候 10月份嘛 前年的10月份才正式通過執照嘛 可是事實上它是1999年 它已經 它已經申請這個籌設許可了 2000年的時候 廣播電台 廣播電台 2000年的時候才是 那個開始決定了 開始決定了這個四波的工程 選擇了這個Eureka 2002年 從1992年到2002年 我特別要提這兩件事情 我特別要提這兩件事情 是跟我們今天課程是有關係的 2002年的時候 這個小組 在1992年成立的這個小組改名 改名 從高畫質視訊 從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 改名叫做數位視訊工業 這個它意味著什麼事情 它意味著什麼事情 這個我要問一下 這裡應該有幾位是那個 是電視台的人 所以這個問其他人 可能會問不出什麼 所以然出來 可是問電視台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問一下那個郭忠勝 忠視的 郭忠勝在哪裡 我問 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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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1992年到2002年 坐下坐下 坐下 到2002年它改組 意味著什麼事情 好 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 不是主要的原因 各位看一下它的那個名稱 它以前叫做高畫質 它強調高畫質 改名之後叫做數位視訊 叫做數位視訊 它中間一定有一些發現嘛 高畫質它走不下去它才有改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高畫質走不下去呢 規格的問題 啊 規格的問題 規格的問題其實也不見得是問題 技術其實都不是問題 後來他們發現 這個 推動數位媒體的時候呢 只強調那個高畫質的時候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講難聽一點啦 產業賺不到錢 就這樣子 賺不到錢 各位 各位 曉不曉得 那個高畫質跟這個 類比電視 數位電視跟這個 如果就製作的觀點 我們只要就製作 我們不談其他東西 不談播出 不談傳播 不談什麼其他東西 我們不談其他東西 我們只談製作 各位曉不曉得 以前去做一個 不管是什麼節目 哪怕是新聞性的節目 他這個 這個妝可以畫淡一點 沒有關係 但是那個戲劇性的節目 他妝就要畫濃一點 你看那個 你去拍 用類比的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去拍一位 這個 女主角好了 女主角 那個班戴旁邊的那一位 就當女主角好了 那個類比 類比的視訊一拍下去的時候 他只要抹一層粉就夠了 數位視訊一拍下去 他要抹三層 但是抹了三層下去 還看得到青春豆 這樣懂了嗎 你光光連那個 演員的化妝的這件事情 這麼細節的事情 都已經被 這麼嚴重的挑釁 他的成本了 這麼嚴重的挑釁 他的成本了 那你 你更不用去談其他事情 道具啦 他的道具 他的美術啦 他的這個 所有 那個 他成本非常 以前 以前一個通告 半小時的這個節目 錄個 三小時 差不多 平均三小時到五小時 數位電視一下去 半個小時的節目 你那個 十個小時的成本 都還不夠 十個小時成本不夠 你光光那個化妝的時間 就拉長一倍以上 所以說 後來就發現說 這個強調高 這個數位媒體 不等於高畫質 不 不單純等於高畫質 不單純等於 如果你只強調高畫質 那件事情的時候 對產業來講 他是賠本的 他幹嘛要做 他幹嘛要去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說 就回頭來思考說 那個數位電視 到底他的意義在哪裡 他不是只有高畫質的這件事情 他 他 在業界 他一定要 講盈利 哪怕是公共電視台 那個 治理學員 那有部分是公共電視台的 哪怕是公共電視台 他仍然要有成本跟利潤的觀念 更何況是其他的商業台 OK 那所以說 基本上他在2002年的時候 這個緩然大悟 緩然大悟 然後就決定改名 決定改名 就鎖定在所謂的這個 這個 數位視訊的這件事情上面 那個 抱歉 我自己 比較有潔癖 所以說 那個 你如果想睡覺的話 就 或是想離開的話 這裡不會點名 我不會點名 就這樣子 所以說 你就離開沒有關係 就這樣子 然後 但是呢 如果你願意待下來的話 你就 請睜起你的眼睛 注意聽課 就這樣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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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混也是一樣混 在這邊睡覺 這個 這也一樣混 這個 既然到這邊 就跟同學們互相認識 也聽聽課 這個 這也不會打壞你身體 這樣子 OK 好 所以說那個2002年 2002年的7月份 它開始更名為這個 數位視訊的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2004年 已經非常近了 現在今年是2006年 2004年的時候開始 10月份 10月份 無線電視台 無線電視台 它邁入了 無線電視台 它邁入了數位化 數位化 所以說那個 這個1R3 這個頻道1 變成3 就這樣子 OK 好 2006年的時候 這個 數位廣播全區的開播 我們在2005年的時候發了指照 發了指照 發了指照 8張指照 4張是藍銀的 4張是綠銀的 4張是綠銀的 就這樣子 分配的剛剛好 OK 好 很好 特別是這個兩張深藍 兩張淡藍 然後兩張淡綠 兩張這個 分配的這個 蠻好的 這樣子 OK 好 2006年的時候 就發生這件事情 2005年的年底 發生這件事情 2006年 2006年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 就號稱要全區開播 就這樣子 好 然後 2006年的時候呢 照新聞局的規劃 就是希望能夠 這個 這裡 應該是指29吋 29吋 以上的 29吋以上的 要這個 全部setabox要內建 好 然後這個 到2010年的時候呢 希望能夠數位電視要全國普及 好 要全國普及 好 那很多人就要問說 這個全國普及的時候 那這些類比的這個 這些台到底是要怎麼辦的 這樣子一個事情 那目前沒有定見 就這樣子 OK 好 好 那大約了解了一下 目前的現況之後 大約了解一下目前的現況之後呢 然後 那個 這個 幫忙 幫忙攝影的旁邊的那一位去叫醒他一下 他如果要睡覺的話就請他離開 抱歉 你 你如果真的很困的話 就出去這個通通風 好不好 好 那個 我向來不點名的 真的 我在學校 這向來不點名的 好 只會當人不點 不點名 就這樣子 OK 這個數位電視發展 數位電視的發展 目前 這些 無線舞台 無線舞台 是目前這樣的狀況 那各位應該 這個 蠻熟悉的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就是外韓人 當你知道 你自己是外韓人的話 你就應該警惕 就這樣子 你就應該警惕 OK 好 那我會認為說這個是基本嘗試 這個是基本嘗試的問題 那來這裡休課的話 這個基本嘗試應該要有 這樣子 好 那數位電視的發展 目前的這個 不是指無線台 是指無線台目前的狀況 是這樣子 好 那 回歸到一個主題上面來 回歸到一個主題上面來 剛剛曾經講說 那個1992年到2002年的時候 混了十年 混了十年才發現 才發現他應該要怎麼混 才會 才會是這個正道 這樣子 2002年的時候 那所以說 回歸到他數位媒體的本質上面來 回歸到他數位媒體的本質上面來 我們就必須要問 到底數位媒體它是什麼東西 數位媒體它具備了什麼樣的特質 他具備了什麼特質 我們 曉得什麼特質的時候呢 你才會曉得要怎麼去應用它 你才會曉得說 啊 他原來跟這些類別媒體 是完全不一樣的 喔 原來他的 這個這個這個 以前是通通要靠這個收視率 去找這個廣告商 欸現在收錢 不是只有靠這些廣告商而已了 數位媒體它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改變了完全改變了 他裡面的節目的製播的邏輯思考 他也改變了業務行銷的這些手段 因為他的經費的來源 他就不是來自一個單一管道嘛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數位媒體它自己本身的那個媒體 特性的問題 特性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 這個高影音的畫質 高影音的品質 這個高的畫質 或是高的聲音的品質 這個是一定要的嘛 這個是一定要的 這個不用再廢話 不用再像1992年的時候廢話 說我要強調高畫質 這本來 數位媒體它本來就是高畫質 或是高 高音這個影音的品質 它本來就是高嘛 就這樣子 好 訊息物件化 訊息物件化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大家經常沒有提到 但是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各位有沒有想過 那個剛剛中市 中市 中市事實上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 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他們過去製作了非常多的連續劇 他們也累積了多少的 非常多的這些資源 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非常多的資源 可是那個 那幾年前好像因為水災 然後把那個地下室給淹沒了 但是也救回來一些了嘛 救回來一些了 就是 這個 上次我去中市跟那個 現在那個礦香霞還是你們副總嗎 還是嗎 那總經理換成誰 中天的 中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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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說 以前有這麼多的 以前有這麼多的 這些的 footage 這些 footage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那個數位化就是把原來的類比節目 去把它 數位化而已 就把它數位化而已 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這是完全錯誤的 這是完全技術 以技術 以工程為導向的觀念 完全沒有任何節目製作跟 加值服務的觀點 完全沒有 我再講一遍 你把類比的節目數位化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就以為那個是媒體的數位化 那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完全錯誤的觀念 但是那是第一步 那是第一步 也就是說 你必須把它數位化之後 但是要思考 它要如何再加值運用的 這件事情 我隨便舉個 這個不太好的例子 像好比說 這個 中世以前有什麼 非常著名的 那個連續劇 20年前有沒有什麼 啊 金金 啊 對對對 那個 想當時年紀還小的時候 OK 好 金金 OK 金金 金金那時候 你想想看 把那個節目 把它數位化之後 把它數位化之後 假設它的母帶 還 假設它的母帶 還是非常的清晰 它的顏色還沒有 吞色 然後它還是非常好的品質 把它數位化之後 各位想想看 那個 好像有100集左右 是不是 以前連續劇都是 都是還有 這好幾百集 而且都 都不像 不會像那個 《請假賣戒口》 這個 這個有 雖然不會像這個 《請假賣戒口》 這麼的長 但是它其實是 比較有規劃在做劇情的 那 我們看一下 它好比說 它100集裡面的話 你把那個第99集 的某一個片段 去接上第2集的某一個片段 接上第49集的某一個片段 接上第53集的某一個片段 如果 它是聯繫的話 如果它是聯繫的話 再加上一些新的 Footage去進去的時候呢 它變成另外一個節目 一個全新的節目 對不對 然後 沒有 沒有這個公司 它沒有付 男主角的費用 它沒有付 女主角的費用 它沒有付所有演員的費用 它沒有付 導屋的費用 它沒有付工程的費用 它沒有付美術的費用 它沒有付化妝的費用 它只用了兩種人 劇本跟後製剪輯 將近零成本 這個就是數位媒體的魅力 各位要開始思考說 那個數位媒體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必須要掌握到 那個數位媒體 它的那個特性 你才會曉得說 你要在哪裡可以去再製 再去運用 然後去用原本的東西去加值 利潤就在那邊 它不是只有強調那個高畫質而已 OK 這個是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們隨便再舉 像好比說那個負培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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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負培煤 烹飪好了 它以前錄了這麼多集 這個都是經典 經典 經典 各位想想看 你去找那個楊丞琳或是那個 林志玲 來主持一個烹飪節目 你就藉由他們的臉 但是那個手下去的那個take 就 直接用傅培煤的手 你就修一下嘛 修一下 就這樣子嘛 OK 我還是在舉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在舉一些極端的例子 讓各位稍微體會一下說 那個數位媒體的魅力 那個在智的那個魅力 OK 好 那 所以說那個訊息 它這個叫做所謂的 它的 數位媒體跟類比媒體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性的不同是 類比媒體它是電波媒體 好 數位媒體它0101的 它很容易能夠去做直接的 結段處理 然後那個無縫的處理 無縫的處理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多元媒體的整合的這件事情 多元媒體整合的這件事情 好 那因為它是一個0101的數位化的一個資訊 它基本上它在做任何整合的時候呢 它會非常容易在製 跟非常容易的重製 它可以非常容易的能夠去跟跨業去做經營 能夠去跟這個Animation 去做這個Online Game方面的東西 能夠去做這樣子一個異業的整合 多元平台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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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以前做出來的節目 在螢幕上面播放 在電視上面播放一次賣一次 頂多你重播再賣一次 現在呢 現在呢 你看那個民視在電視上面 主頻賣一次 在那個二頻再賣一次 它的飛來訊再賣一次 然後跟中華電訊的那個節目 再賣一次 多元平台的運用 多元平台的運用 但是問題是 在很多人在談那個多元平台的運用的時候呢 比較少人從節目製作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因為不同的螢幕 它會有限制到不同的大小 不同大小 它會有牽扯到影視製作的文法 或是它的語法的問題 你在看這麼大的節目的時候呢 在看這麼大的螢幕的時候呢 它可以 它可以鏡頭拉得很爛 它拉了一個大全景 沒有問題 它看得到 但是各位想想看 你拿起你的手機 你看那個 這麼爛的一個景 你看得到嗎 或者是你體會得到它的廣闊嗎 第一 體會不到嘛 所以說很多人都誤解說 我只要能夠做一個節目 我就能夠到處亂播 這樣子 它錯的 又錯 又錯 那是代表說 你懂一半 就這樣子 這數位媒體的特性懂一半 所以說每一個平台 它自己本身 它會有它自己鏡頭語法的問題 它也會有使用者習性的問題 使用者習性的問題 你躺在沙發上面 你可以很舒適的 在那邊看半小時的電視 可是你會有可能 在那邊看那個小螢幕 在那邊看半小時 你什麼時候能夠看半小時 你等車嗎 等車也不會等半小時啊 通常不會 通常不會等半小時 就這樣子 你什麼時候 你那種使用者 那種媒體的 那種媒介的使用者 它什麼時候能夠讓你看半小時 除非搭火車啦 就這樣子 OK 那你就要思考說 原來 原來那不同媒介 它會有不同的製作語法的問題 它會有不同的 使用者或消費者 它的使用習性的問題 那你就要開始思考說 當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當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如果說要 將來考慮到 我多元平台運用的時候呢 我當場 如果說這個是5G作業的一個節目 一個作業環境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應該變成 7G或8G的作業這個型態 然後哪幾G 它是固定在使用在 將來是預設在哪一個平台上面的 這個所有這些的 這些數位媒體特性的深入了解 你會 你如果真的能夠深入了解的話 你就曉得說 原來當我在做劇本的時候 我應該做怎麼樣的改變 當我在做這個 這個 這個 製作 在做這個 製播節目的這個現場 我應該做怎麼樣的改變 我將來在做傳輸的時候 我應該做怎麼樣的改變 我將來做壓縮的時候 我應該做怎麼樣的改變 這是一個全套邏輯的改變 全套邏輯的改變 OK 好 使用者互動性的這個問題 使用者互動性的問題 也是一個數位媒體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以前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這樣躺在這個沙發上去這樣子 OK 好 就躺在那邊 就看 頂多它有的互動就是那個遙控器 在那邊轉來轉去 就這樣子 轉來轉去 然後這個 但是問題是那個數位媒體 數位媒體特性 數位媒體的特性 它有一個叫做使用者的互動性的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powerful的 也就是說 你看你以前的那個 我們拿那個股票 股市下單來講的話 你現在你頂多只能夠 看它在那邊跳來跳去而已 要等個大約 要等個大約10分鐘左右 或者5分鐘到10分鐘左右 你同樣一檔 你所關心的那一檔 才會再重新出來一次 對不對 可是呢 最近各位可以看到 國家呢 對這個文化創意產業呢 已經開始了 希望能夠多多的讓他們發展起來 那最近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台灣出現的李安 那麼李安呢 也得到了奧斯卡的這個導演獎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說 有一期的商業週刊裡面特地提到 李安跟那個Pisas 各位知道皮克斯是吧 皮克斯動畫 各位知道 他大概是做了20年才起來 那李安大概也是20年才起來 那像文化創意這種產業的 其實跟我們國家所謂的兩兆雙星 我們有兩兆雙星 所謂的兩兆呢 指的是北京園南光電 就是我們這個新竹科學園區的晶圓廠 那麼這晶圓廠呢 它達到一兆以上的產值 那另外呢 在我們的這一個光電的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達到一兆的產值 事實上這兩個很快就到達了 可是呢 兩星是什麼 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BioTech 就是我們的生技 生技 以及我們的文化創意這兩個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生技呢 在台灣做得起來嗎 也做不起來 做不起來 為什麼做不起來呢 因為很簡單的 生技產業必須經過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就是經過很長很長的測試 才能夠拿出來賣 那當然如果台灣能夠出一個像 那個VIAGRA就是 那個叫什麼 我也有鋼嘛 出一個這樣一個產業就夠了 就夠了 那但是呢 因為 生技呢 它跟文化創意其實是蠻像的 這兩個大概需要20年的時間 才會起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 當初有李國鼎 現在為什麼沒有李國鼎 現在要出一個李國鼎 大家要20年後來看 20年後來看 不過 我最近呢 看到我們文化創意產業呢 又有好幾家跳票了 那為什麼會跳票呢 這個問題就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缺乏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 經營的部分我們非常的缺乏 那通常呢 文化創意人啊 我們先來看看文化創意人的想法 文化創意人的想法 你看看 我們看這個 我的 呃 我的背後不是我的身後 我的 我的背後 是文化創意人在想的 這個叫 upside 他是想這個最大的願景 他想的是vision 你叫那個 吳戀真啊 或叫那個 侯孝賢來拍戲 好像會跟你講 你怎麼知道這個 這部電影 我去到哪裡 做地很賺錢 做地非常非常賺錢的 可是投資人在想的是這一邊 最大的風險 我們叫 downside risk 就是說 好啦 吳戀真我知道你很會賺錢啊 你拍得很棒啊 侯戀真我知道你拍得很棒啊 但是 你先跟我說我要撩多少 他其實第一個想是這樣 所以兩邊沒有辦法通話 兩邊沒有辦法通話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李安在 最近一起那個商業週刊裡面講到 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CEO 他本身就是一個產業的CEO 他必須把話 講給投資人聽說 不是告訴他說我戲位拍得最 拍得多好 而是告訴他說 你可能最多賠多少 賠完了以後 你可能怎麼樣賺到錢 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就是我們台灣過去文化創業人通常不會的事情 這其實跟左腦右腦有關係 我們知道右腦是管這個藝術 左腦是管這個符號啦 數字啦 數學啦 打財物 大部分的這個文化創業人是 右腦比較發達的 他是有空間的 沒什麼時間概念的 所以這兩邊的人是 沒辦法溝通 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 兩邊最大的差異就是 發生在這裡 那我們先來看看文化創業的 本質 這個本質非常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他需求的不確定性 好萊塢有三個非常重要的Rules 非常重要的規則 第一個規則叫做 Suncode Rule 就是我們叫做沉默成本原則 各位如果念過這個財務等等 沉默成本比如說 漁夫 過去在報紙 電台電視台等等 通通都起來 好啦 那這個過程裡面已經出了名了 但是這些公司 本來這些報紙電台電視台 他們投資在我身上 那我出名的這個成本 已經沉默了 已經沉默了 就是說收不回來了 好像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常常在開玩笑說 你要不要討個小老婆跟你 你要不要養個二奶跟你 有沒有結婚已經是 無關了 那個叫沉默成本 所以你 你已經娶了一個老婆 然後 你投資在這個老婆身上的成本 已經沉默了 已經沉默了 那你要不要去取二奶 跟這個成本 花掉了 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當然有些人是說 有了男人 有錢在變壞 然後 那另外一個呢 所以一個大明星呢 比如說 Tom Cruise 人家投資到他身上很多 他已經成名了 過去那些電影公司 投資在他身上的 那些通通通是沉默成本 不過沉默成本他會產生的另外一種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再過來就是Hit Rule 就是 如果這一部電影電視已經紅了 已經紅了 那就沒什麼話說了 這中間就沒有人有錯了 每個人都是貢獻的一份子 各位知道大腸金 有沒有 大腸金從韓國紅起來 一直紅 紅到日本 再紅到 中國 再紅到香港 再紅到台灣 不得了 一路紅 所以這個背後呢 我們就看到有一些 像Vision Week 就會寫說 裡面是有多少人的努力 這些人多棒啊 怎麼樣的 可是呢 萬一如果失敗呢 萬一如果失敗 當然就是每個人都有錯 所以第三個原則呢 叫做 Nobody knows 不曉得為什麼紅 不曉得為什麼賣座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三個原則呢 是好萊塢 一個非常大的原則 過去上來講說 為什麼你會叫座 為什麼明明拍這部不會叫座 為什麼拍那部不會叫座 為什麼拍那部不會叫座 所以他的不確定性非常高 一直在講的就是這個 不像我們現在賣這個 一般的這種產品 這個產品賣好了 下一個可能就接著 繼續啊 也是賣得很好 文化創意產業不是這樣子啊 他可能這個起來 下一個不起來 等一下我們有證據可以來證明 再過來就是創意工作者 他有一種沉疊的身份 比如說 李安拍段貝三 拍完了以後 成了名是誰 李安對不對 李安也成名了 所以他在工作的時候啊 這個電影跟他自己本身 會一起去成名 像一般的工人在做福特汽車 做完福特汽車以後 他會不會成名 他也不會成名啊 福特汽車賣得很好 跟他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但是呢 在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好 漁夫換漫畫 漁夫跟漫畫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 不是只有他的產品紅 他本身連作者本身 一起 就往上去爬 所以這個叫重疊的身份 這跟我們一般的製造業不太一樣 所以就為什麼我們很多過去的政府官員 會想不懂說 這到底是差在哪裡 以前用代工就可以做 那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想不懂是在這裡 再過來他需要一個多元的技能 創意產品需要多元的技能 那麼所以他是一個叫 我們叫做雜事的團隊 是很重要的 李安平常在拍電影的時候 是沒有拍電影的時候 是一個人 我們說Pixers Pixers的總監來台灣的時候 我跟他聊 我說你們平常有多少人啊 他說我們平常大概 算一算 一百四十幾個人 平常 包括他在做什麼 行政財務 做這個 做Admin 做一些行政管理等等 大概是一百四十幾個人 但是一旦他開始要做動畫的時候 馬上就recruit所有人到 recruit所有人到 所以就變成 這個團隊 就是叫做 我們叫一次性的合約 就說拍完這部動畫完了以後 沒有了 再見了 你回去 你也回去 那所有的電視 電影 動畫什麼 通通一模一樣 你有沒有看李安平常養一堆人 他需不需要養一堆人 他需不需要養明星 他也不需要 他不要養演員 不要 所以只有 在有合約到的時候 他才會合起來 所以在這一行裡面呢 美國商務部的研究 就有所謂的 就是 up the line就是 above the line 就是 線上成本 跟線下成本 等一下我們也會解釋 什麼叫線上 什麼叫線下 不過 大家要注意的是說 這種團體呢 基本上 文化創意 基本上呢 是所謂的一次性合約 是所謂的彈性的專業化 是所謂的雜設團隊 合起來的 所以 有一次我們的 呂副總統 跟我們行政院長 游西坤 說 呂副你做動畫 那我們去你公司參觀 我說 你要參觀什麼 我說 參觀動畫 是生產線 我說 我又不是代工的 我怎麼會有工人呢 怎麼會有生產線 他說那你公司是誰啊 我情義是有MBA啊 你沒看過MBA啊 所以不一樣 不一樣 那像我們公司呢 平常就是 像我自己的公司 平常就是組合 都是MBA 那 我的 我的動畫工作室在哪裡 Studio在哪裡 我們培養一個一個Studio 在我們周圍 所以是橫向的聯繫 那這個 動畫師 跟做MBA 做經營管理的人 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經營管理員 講求要紀律 紀律 所有的這種MBA 都是要講紀律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 LV 開幕 有一次 台北市頓畫南路LV開幕 那個LV總公司派來的 全部清衣色穿黑色的 有沒有 懶得穿西裝 你就穿套裝 清衣色MBA 法國的MBA BHLV 我們的MBA BHLP 不是啊 去 韓國有LG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們 經營者 這種MBA的經營者 還要求紀律 不太一樣 動畫師要幹嘛 動畫師他要喝酒抽菸 他要三更半夜工作 他要談談小戀啊 他要喝咖啡 有沒有辦法把這兩種人 湊合在一起 沒辦法 沒辦法管理 沒辦法管理 我自己就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 所以乾脆就把他分開來 分開來 因為一組人要跟你上班到晚上 晚上五六點 半夜五六點 一組人早上七八點要來 那我不是二十四小時都要掛在那裡 所以就把他們分開來 那 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 過去啊 我們政府啊 一直想要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所以要來做個文化園區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南港軟體園區嗎 各位有沒有去過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發現一家咖啡廳都沒有 我說喔 這種地方他們叫我搬過去 我說我不敢搬過來 你至少給我喝一杯咖啡 那在我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代工廠 要講求紀律 各位如果到大陸去看 那不得了了 那一整個工廠就是一個生態系統 就是所有工人全部關在裡面 叫集中營 包括吃喝拉撒睡 全部都跟你弄好 全部都弄好 而且一個公司的方圓啊 就是有五公里平方 就是我要這樣走一趟 他們要開著那種高爾夫的車子喔 帶著我這樣繞一圈 那一些人基本上是處在集中營裡面 那台灣過去這樣發展出來也是這樣 你看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做經驗場的 真的也蠻可憐的 每天 到了公司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把所有衣服脫掉 穿上防塵衣有沒有 防塵衣穿完 然後到底上班的時候 同事是懶的女的都不知道 甚至是不是機器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高級的代工 高級的代工 不過他們也 我不是歧視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也有他們的貢獻 但是在那種代工的環境 跟文化創業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那文化創業要在什麼環境裡面產生呢 各位有沒有去過那個 英國的SOHO區啊 小劇院很多 然後 黑黑草草 然後有貧民窟內 小酒吧餐廳什麼都有 就是文化創業人需要那種 頹廢的氣氛 他要談戀愛 他要喝酒 Even Georgie Lucas 各位知道嗎 那大導演Georgie Lucas 還要吸毒 Peters 那個Peters 也要吸毒 有沒有 我不是鼓勵大家吸毒 我是說 他們需要有這樣子的環境 有這種頹廢的環境 所以我們宜蘭蓋了一個叫做 傳統 名義中心嘛 傳統藝術中心 把我們的藝術大師 關起來 住在那裡面 那這些大師住在幾個都受不了 都通過跑光 通過跑光 所以最近還提出來說要做文化創意 演區 有沒有必要 有 但不是那個新竹代工 的模式 等一下我們會講 再過來 我們這種產品呢 它有所謂的 垂直性區隔 跟水平性的區隔 這個又蠻有趣的喔 演員為什麼要真排行 第一線演員跟第二線演員第三線演員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這個叫做垂直性的區隔 另外一種叫水平性的區隔 好 各位可以看到 一支Motorola的手機 一支Nokia的手機 跟一支Sony Arison的手機 通通叫做手機 它只有什麼 水平性的區隔 不像文化創意 它是有垂直性的區隔 水平性的區隔 兩種都有 所以它很複雜 所以會產生 我們叫做無窮的變化 那這種無窮的變化 造成很 造成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不確定性都非常高 所以你每一次會奇怪說 為什麼這支紅 為什麼這支不紅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再過來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時間就是金錢 我們叫Time price 時間就是金錢 各位可以看得到是 我請問各位 牙醫師 執行長 請問我那個司機 把我的那個文化創業書 拿個五本進來 要當那個 等一下提問人的獎品 我請問一下 牙醫師的存貨是什麼 蛤 好對 好 那等一下我要送你一本書 時間嘛 對不對 律師的存貨是什麼 時間嘛 好 那他有沒有其他存貨 沒有了嘛 牙醫師如果是兩個鐘頭 這兩個鐘頭沒有人來給我看牙 那我這時間就完了嘛 這就是存貨 那我們一般的製造業 存貨是很清楚的啊 剩下幾支手機就是幾支手機在那裡啊 幾台電腦就是幾台電腦在那裡 那個叫存貨 那我們的存貨是什麼 演員在那邊等通告 沒有人要請他去 那叫存貨 那個叫存貨 如果每天都開通告 那是不是就賺很多錢啊 所以那個叫存貨 所以時間非常重要 時間一delay 所以時間就是discipline 我們叫時間就是紀律 所以 在我們這一行的經營裡面 你那個時間一delay 就很危險 成本就產生 成本就產生 或者說吳戀真 帶了一群人 跑到淡水河 準備要拍廣告 然後吳戀真 大師級的 看一看這個 今天的淡水 下雨 天氣很冷 沒有陽光好 不要火把回來 那怎麼辦 需要錢要照顧 旁邊的人都來了 那些要搞攝影搞什麼的 全部都到了 哇 沒啦 沒啦 那投資者怕不怕這種情況 怕 我叫你去 你叫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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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的大師 那我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 好來 我們來看這一張非常有趣 它的高度不確定性 這是 我們叫做 湯姆漢克 湯姆漢克 的北美票房 從1990年到1999年 各位看到有沒有發現起起伏伏 湯姆漢克夠不夠大牌 夠啊 夠不夠紅 夠啊 可是起起伏伏啊 起伏伏啊 有沒有保證下一部片 湯姆漢克來演就 就 就紅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種 高度不確定性 這是湯姆漢克的 我不是只有舉一個人 再舉一個人 這一個人叫做布魯斯威利 是不是也起起伏伏 有沒有 起起伏伏 你看 那你叫一般的這個投資者 叫做財務管理的人 他怎麼樣去預測你 到底會不會賺錢 你叫那些學了很多財務管理 學了很多什麼 限職法啦 PVV啊什麼的 一大堆人 這怎麼去算 怎麼去算 沒辦法算啊 沒辦法算 所以好萊塢我叫 normally knows rule 就是這樣子 不曉得為什麼 好 再過來 文化創意人通常 有件事情就是 連怎麼開公司都不會 連怎麼開一家公司都不會 很多人通常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說 你是不是應該開一家公司啊 我說怎麼開公司啊 要有多少人啊 開公司要有多少資本額啊 連第一件事情開公司也不會 那我個人有七家公司 那當然我 我們還有 一些公司是不方便講的 比如說要買燒購禮券的時候 不是 跟那個無關 就是說 有一些公司它是屬於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叫project company 或是叫paper company 就是 為了一個案子 專案而去成立的公司 所以你必須經常在 像這一行的人 他常常在 做你的這個公司 那這個 為什麼要 有一家公司呢 很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你的智慧採取 你copy run沒有辦法清啊 我現在 做一個簡單的解釋說 你現在找了 李安拍了一部斷背山 好 那麼這一個 斷背山的 以後的版權怎麼算 那 是不是就李安一輩子領 他的這個費用領到他死呢 也不是啊 或者說 李安如果沒有一家公司 那這一個斷背山的錢 要付給誰 付給李安個人所得嗎 對不對 我們知道有一家 電視台的總經理 他有一家 我不要說誰 免得這裡有沒有 國稅局 他的個人收入很高 但是課不到他的稅 那為什麼會課不到他稅 因為他成立了一個公司 那他領這個公司的錢 那比如說一個人領三萬塊 但是這個公司呢 那一家電視台 呼會給那家公司 就成為一個consultant fee 就是顧問費用 然後他才從 他人再去領那家公司的錢 不是後來被國稅局抓到了嗎 國稅局抓到了 所以 他必須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才有辦法去運作他的財務桿桿 這不是壞啦 就是說一定要有一個公司 來玩這些東西 那還有他 比如說他的薪資 怎麼弄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 這個演員啊 像我們看那個李小龍 演到一半 欸 死掉了 那怎麼辦 後面投資人怎麼辦 哇 哇 你男主角你死了 那我的錢就賠了 李安要來台灣 他說想要做 就是隨便做個飛機的商務艙 馬上被禁止 不行 你要做專機 你現在屬於公司財產 所以你一定要做專機來 一定要做專機來 謝謝 所以 他們要 他們在做拍攝的時候 要有演員的保險 要有什麼 這些必須要有公司去運作 台灣大部分的那種文化創意人 這個基本的都不太知道 還有 一個演員最重要就是他的青春 或是明星之類 就是他的青春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肖大美女很漂亮 突然冒出一個林志玲 結束了 我沒有說他結束了 我是說 不應該說他結束了 突然就被取代了 突然被取代 這一行裡面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 本來他好好的很紅 突然間就被換掉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我們叫做破壞性的創造 什麼叫破壞性的創造 各位看 有 有一味 愛滋味 番茄醬 對不對 甜的嘛 賣的很好吃嘛 對不對 各位過去那個賣番茄醬賣的最好是誰 可口美 甜 鹹的嘛 對不對 突然有一天出現了一個叫做愛滋味甜辣醬 哇 可口美完了 可口美可不可以回頭做甜的 來不及 所以各位如果這樣仔細的回想 影印機的歷史 大家想一想影印機的歷史 最早影印機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年紀比較大 我們在座年紀比較輕的可能不知道 我的年紀的時候最早的要影印 有一台很大一台的影印機 那一台叫Zerox全路 有嗎 每個人都要跑去那邊 等著 然後用共用那一台 那個全路當初那台影印機是租給你的 租給你這家公司 我做給你 我口太深 我做給你 全世界我兩萬個人來做 做maintainless 就是做維修的工作 但是呢 有一天有一家公司叫做canon 有沒有 發明了個人影印機 整個把歷史改變了 把歷史改變了 Zerox有沒有 還有沒有影印機又不做了 現在變成canon在做了 現在有沒有影印機 現在大概也很少人在用影印機了 現在還是 就是說它的那個創造性破壞很快 這種很快 變成新的市場 就是我們現在 市面上最流行的叫藍海策略 有沒有 那什麼紅海沙的一塌糊塗 所以大家跑到藍海去好了 這個叫藍海策略 不過這種創造性破壞 尤其是在文化創意產業界 特別的紅 各位看那個以前做動畫最偉大的叫做什麼 迪士尼嘛對不對 現在最偉大的是誰 比克斯嘛 要不然就Dreamworks嘛 各位知道Dreamworks的 有空去看那個叫i-trade的網站 Dreamworks或是那個pixels 它的稅後存力多少各位知道嗎 所以我存力86% 所以我存力86% 意思就是說 你把你們別倒板我不怕你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你一塊光碟幫我倒板 我也不怕你 我利率還是這麼高 利率還是這麼高 那我們一個pixels所產生的 的產值 可能會超過我們的台積電 好 那我剛剛一直在講 文化創意人跟投資者 大家都是分開來 兩邊都不一樣的人 那請問一下那中間需要誰呢 中間需要一個人叫做阿福 各位有沒有看到阿福 你不要笑他不是費用喔 他是劍橋大學畢業的 旁邊站著這個人叫做 蝙蝠俠 蝙蝠俠 蝙蝠俠是大師 他要出去作戰的時候 需要蝙蝠車 蝙蝠的武器 蝙蝠裝 後面一定要有個人幫他準備啊 要不然拿來這麼厲害的武器 你怎麼不能說 上一次跟那個什麼 極動人打完戰 已經滿身鮮血 衣服都沒洗好的 這次又飛出去了 不可能吧 所以旁邊有個阿福 阿福來事後打師 那我們MBA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這個角色 我們來事後你大師 你大師是蝙蝠俠 那好啦 你需要蝙蝠車 我必須幫你找到一群很懂的做蝙蝠車的精密的工人 來做一台蝙蝠車給你 我扮演什麼阿福的角色 我來伺候你 我知道你需要什麼 我來伺候你 所以是對上伺候大師 對下你又必須要去成立一些studio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就非常重要 不過那個跟經紀人的意思是不太一樣 這種人阿 你要去伺候大師阿 你必須要注意兩塊 一塊叫擠出的效應 我們叫crawling out 跟擠入效應 什麼叫擠出什麼叫擠入呢 杜甫他有一首詩叫做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有沒有 就是說他住在茅屋裡面有一天呢 秋風把他的茅草屋給吹破了 然後杜甫就悲從中來 就開始寫一首詩 叫做什麼安德廣下千萬間 大闢天下寒視聚歡言 有沒有 然後我怎麼樣蓋一個 我怎麼樣蓋這種 很多這種集合性的住宅 我們用現代語言來叫 集合性的住宅 讓很多人來住 那問題是 好啦 杜甫在寫這首詩的時候 是他的他家被風吹破 所以他才悲從中來寫這個 你真的說杜甫如果是一個 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總市長 他寫得出來嗎 他當然寫不出來啦 這個叫擠出效應 或者說杜甫是房地產公司裡面的一個文案 企劃 你錢給他說杜甫你給我這樣寫出來 杜甫也寫不出來 這個叫擠出效應 什麼叫擠入效應呢 有些人像我一樣 你沒有給我錢 我就實在是沒有辦法畫漫畫 我就實在是沒有辦法幫你做什麼事 這個叫擠入效應 就是說你給他錢他反而創作力更強 有一種人是你給他錢他反而創作力更弱 所以你在服侍大師的時候 有些大師你去了你要很注意喔 你要是講錯話 他馬上就幫你錯罵一頓 我有那麼愛錢嗎 其實是很愛錢 但是 但是你沒有把他正確的猜中 他心裡面大概是要多少錢 這是向上的部分 各位看這張圖是東映動畫 這是東映公司啊 我們去訪問他 給我們一張十年前的 這個是蠻好笑的 十年前的這個東京啊 你知道東京地鐵 然後交通 實在是很複雜 然後可能一個動畫師畫好的東西 要拿到他本公司來 或要坐船坐很久 坐火車坐地鐵做什麼 然後才來到本公司 那交通費用就很貴 所以他們就用了這一套叫做 Catas 的系統 用網路把他們連結起來 十年前 連結起來 比如說你看 做背景的做彩色的做畫的 那做CG的啊等等啊 這些人 你們透過網路把你們的作品 集合到這裡來 十年前啊 這一套花了四十億的日幣 各位現在要不要錢啊 不用吧 不用那麼多吧 不用什麼錢吧 你像我 我在全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 我們公司的所有的企劃 有沒有onschedule 有沒有onschedule 因為現在的網路實在是太發達了 網路實在太發達了 但是 我這張圖的意思就是說 它也是好幾個studio 有沒有發現它有好幾個studio 然後透過它這個Catas這個系統 再送到各個媒體去 所以它扮演的是中間那個Catas的系統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阿福的系統 那你對下的時候啊 這些下面的人會有很好玩啊 這個叫做上有正側 下有對側 通常啊 比如說我們在跟我們的studio 談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 你給它一個新的概念 你說我現在要做新的東西喔 比如我最近想要發展那個 人工智慧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 什麼叫做動畫的人工智慧 那結果他們就跟我講 第一句話就講說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因為他們會長期啊 習慣你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一個朋友啊 他是廣告公司的總經理 他們公司裡面養了十個做企劃的 十個人 專門在做廣告企劃的 可是這十個人呢 做出來的東西呢 都一樣 長得像公司文化 通通都一樣 畫出來都一樣 後來他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在外面請了十個人來畫 十個人畫出來通通不一樣 那麼不一樣 這個叫做 上有政策 下有對側 長期以後 在那個公司文化 然後沉浸到差不多了 哎呀這不變了啦 不變了 很多公司其實也常常做這種事情 或是像這個公司集團 公司集團 久了以後會變公務員的系統 那就要把它注入心血 怎麼樣改變 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就很重要 那我們做這個人必須要去尋找 創新跟創意 這怎麼改變呢 好我舉這個例子 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叫全路 我們剛剛講的Gerox Gerox公司啊 過去啊 他有一個叫做PARC PARC PARC 對 叫做什麼 我忘記他的名字 就是一個研究中心就對了 那麼這個研究中心裡面呢 發明了非常多的東西 各位知道那個 個人手提電腦啊 個人電腦是 我們知道是那個Steve Jobs 就是那個 蘋果電腦的創辦人辦 但是 手提電腦誰發明的你知道嗎 全錄 全錄的實驗室發明 第一個 把 把那個 文字啊 引印出來的 print out 誰發明的 全錄發明的 全錄發明的 全錄發明非常多 3M誰發明的 3M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便利貼是吧 全錄發明 全部都要發明 那個實驗中心發明 但是有沒有用 沒用 沒用 為什麼沒用 因為跟引印沒有關係 所以它只最後變成一個方 我們看到一個漏斗 能夠出去了 只有影印的東西 好啦 那就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那些花瓶怎麼辦呢 那那些人只好離開啦 離開幹嘛 去做 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啊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漏斗啊 那個漏斗啊 它是一個封閉型的 這個漏斗呢 是一個開放型的 就是後來全錄也想說 欸不對啊 嗯 你我等我這裡發明 發明的 你說我拿去外面買 做公司 你賺錢我都沒賺 所以後來他就做 spin off 轉投資 出去 沒關係你出去做 你出去做 結果後來他的子公司賺的錢喔 加起來比他的母公司賺的錢還多 還多 對不起 好 那這個又是更好笑了 嗯 常常啊 我們在 做文化創意的時候啊 跟一般製造業有沒有什麼不同 有 思考就不同 我們的思考叫做螺旋性的思考 螺旋性的思考 不是直線型的思考 叫做非線性的思考 不是叫做線性的思考 我等一下會展示一個 我怎麼畫漫畫給各位看 我畫一張漫畫各位可以猜 有沒有人告訴我 我畫一張漫畫包括彩色 它印出來 你覺得多久 你記得要多久 開始畫我 不算 沒有用點子喔 不算點子喔 五分鐘喔 五分鐘 也快接近了 我這樣比如說 我現在畫一張漫畫叫做 陳水扁在總統府前 擁抱李秀蓮 擁抱李秀蓮 就這樣 我講完已經畫完了 已經畫完了 等一下我們就會展示說 什麼叫非線性 就是這麼快 畫得這麼快 可是我因為太快了 所以有人就叫我 你不用畫了 你怎麼那麼好賺 好 我們這個姿勢的創造過程裡面 是所謂螺旋形 是怎麼樣螺旋形 比如講 我們要做原住民動畫 我們就請那個邱肉榮 大師啊 他專門在畫原住民漫畫的 好 你先畫一個原住民造型 畫好 拿給我 我按照你這個造型 你畫正面側面 正麗婆 婆面不用了 就是正面跟側面 畫完 我把它改成動畫的原件 再送回去給你大師看 你大師看一看 這裡要改那裡要改 好再拿回來 再改 改完了以後再送回去給他看 他又說這個再改 然後再回來 就是這樣 叫做螺旋形前進 螺旋形前進 你做所有節目也都是這樣 螺旋形前進 那工廠不是啊 他生產線 砰砰砰砰砰 唉唉唉出來 生產出去 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所以你不適合用代工去思維他 就是這樣子 這一張如果各位有 比較有興趣 這本書其實我覺得很棒 這個是 一個美國人跟一個日本人寫的 叫Hiro Taka 就是這一本是講知識的創造過程 因為過去啊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們的文化創意 到底是做什麼 好來 這一張更好 更有趣的 這一張來講 我們劇場的四種形式 這是我一次我跟在 那個藍寧劇房那個叫什麼 李立群是吧 李 什麼 藍寧劇房沒有人知道了 實在有唱那麼多嗎 藍寧劇房 啊 李立群 我就跟他們談他們是怎麼樣做劇場的表演 他跟我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把它整理成這樣子 第一種叫做舞台式的劇場 就是它的Storyboard它的劇本呢 是靜態的 它的表演也是靜態的 舞台劇啊 各位看舞台劇啊 看京劇好了 就是站哪裡做哪裡什麼都有一定的點嘛 所以它是固定的劇本 然後固定的表演 好 那 有一種叫做 呃 這個 固定的 這個 表演 然後有動態的 動態的這個 演出 動態的這個腳本 那這個叫做搭配式的劇場 搭配式 這 呃 應該老實講齁 應該是 就是說 表演是固定的 然後劇本是動態的 或是表演是 呃 劇本是靜態的 表演是動態的 應該有點像電視劇啦 可是我們台灣的電視劇就很奇怪喔 有點像Call-in節目喔 就是 今天 那個龍捲風 今天我兩個人罵來罵去 然後看讀者反應 明天再繼續編 然後再繼續演出 呃 就演出來就變成很奇怪 然後本來是這個人是壞人 然後變成 等一下又變那個人是壞人喔 你可不可以太清楚他們到底在演什麼 啊 不過那種劇本的寫法齁 雖然水準不怎麼樣啦 但是收視率卻很高很奇怪啦 那再過來 其實那種齁 等一下我們會分析 它為什麼會 會收視率高 龍捲風大家知道嗎 霹靂火 現在叫什麼 金色摩托影 都一樣齁 都長得一樣嘛對不對 那個叫類型劇啊 那個叫類型劇 這個很 這個是他們很聰明的 各位看那個戲劇 戲劇兩個字 戲從歌 劇從刀 所以一定要刀光劍影 矛盾一定要很多 才會好賣 等一下我們會不會告訴你說 平常你認為說劇本很重要 劇本都不重要重要 但是呢 劇本有沒有辦法標準化 有 等一下告訴你劇本 標準化叫什麼 什麼樣的劇本 是標準化的劇本 好 寄星式的劇場 這個最好玩 這個動態的 動態的腳本 動態的表演 這種就是藍寧劇本他們在表演 比如說他們有一次表演說 你都不能講到我這個字 也不包括日文的我答覆 或是包括那個什麼 英文的愛啊什麼 通通不可以講 但是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理解 就是說你在講我 我自己 你在講我 那這一種 就會產生很大的這個 這種衝擊效果 很多創意就會出來 但是在我們公司的不容許 我們公司只容許你在 討論劇本的時候發生這個事情 其他完了以後就開始要標準化 好 我們先來看文化創意這個 蠻有趣的特質 呃 很多人常問說 一個文化創意最好 最多的人數是多少 我就想最好是小公司 如果是一個 IBM裡面會不會有創意 不會啦 那個幾萬人的公司 怎麼可能有創意呢 有文化創意的公司 全部都是在小公司 二三十人 所以我們政府的政策也蠻有趣的 他說 欸 案子如果是在一億以下 那麼 就是補助 一億以上就是投資 那我請問你 台灣有哪一家文化創意公司 是超過五千萬資本額的啊 有沒有 很少嘛對不對 超過五千萬資本額的 需不需要你政府投資 不需要啦 我已經活下來了 已經二三十年了 活下來了 不過還是有 我 呃 在我的堅持下 還是有些公司拿到 呃 國家的投資 比如說 開發基金 那 有一陀我去審 我是委員 我去審 三個案子 沒有一件案子過 兩件案子不過 第三件 我是主張 政府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投資一家 雖然我跟那家公司 沒有什麼關係啦 但是一定要 投資一家 讓他們過 然後會變成一個指標性 指標性 指標性 好 那所有的這種 文化創意都是來自於外圍 各位知道五百嗎 五百現在很紅嘛對不對 五百它十年前呢 在哪裡呢 在羅斯福路地下室 有一家餐廳 在那邊唱那個 Rock'n'Roll的台語調 我們幾個人去看啊 欸不錯耶 那時候最流行的叫江蕙有沒有 江蕙的歌我每次聽了 都會覺得心神生活 就很不想聽了 但是他那種靠雕話有沒有 江蕙那種靠雕話 其實還蠻有江湖味的 後來有一次我去上海 那個上海 司機說 你們台灣的歌我最喜歡 就開始放江蕙 江蕙的歌 但是那時候流行人是這樣 但是五百那個時候是外圍 非主流 所以非主流 那時候聽眾規模 藝人我所謂寫藝人是說 很少啦 很少 那受惠者很少 那上海潛力呢0 那它的原創的真實度呢 很高100% 那只是一個對比的數字 對比的數字 就是說剛剛開始的時候 五百是很 很很很很 它自己的真實味道 可是慢慢你經過音樂公司的包裝包裝包裝 到後來它自己的味道就開始在消失 變成到主流核心的時候 就是全部人通通都喜歡的 通通都喜歡的 所以 各位不要看很多那種明星什麼上來 其實啊 我請問各位美有沒有標準 藝術沒有標準 但是商業美有沒有標準 有 是有 哪個三個標準 我隨便提個三個標準告訴你 第一個叫平均數 你知道你們這群人裡面誰最漂亮嗎 誰最帥嗎 不是我啦 哈哈 誰最漂亮誰最帥怎麼看呢 就是把大家的臉合成了以後 最接近那個中間平均值的人最漂亮 我們以前的周圍實驗 就是把所有的 每個人通通寫 比如說寫三民主義四個字 每個人通通寫 然後把這些字合成 全班的人都寫 把這些字合成 出來最後的 最漂亮的字叫做什麼 楷書 這些人合起來的書 書寫出來就是楷書 這個叫平均值 平均值 那我在畫漫畫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畫林志玲 畫馬英九 畫不到 抓不到 抓不到特徵 為什麼 他是平均美 抓不到特徵 馬英九現在是老了一點 有這個 所以還可以抓得到了 林志玲很難抓 越接近平均值的越難抓 沒有特徵 那你說李登坤好不好抓 那個大下巴當然好抓 對不對 郝博春好不好抓 那個眉毛那麼粗當然好抓 特徵很清楚 那帥不帥也不帥嗎 對不對 不是美型男嗎 對不對 如果美型男好不好畫不好畫 所以你看那個模特兒什麼 為什麼通通都長得一樣 長得五官什麼都差不多 就接近平均美 接近平均美 第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熟悉度 就是 這熟悉度蠻有趣 你回去 你把你的照片 你把你兩張照片 我今天也沒帶圖來 你會做數位的照片嗎 你把你一張照片翻過來 你把它反轉過來 然後你問你朋友 你可以跟你朋友做個測驗 你把一張照片這是正的 然後就把又另外一張是反的 這樣 然後你去問你那個朋友說你喜歡哪一張 大部分他會喜歡反的那一張 那他的朋友會喜歡哪一張 會喜歡正的那一張 那這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 我們比如說他 我看他都是看正的 他看他自己要從哪裡看 鏡子看 所以他看反的 所以反的對他來講熟悉度最高 所以說我呢 我看他是正的 正對我來講熟悉度最高 所以這個就是美的標準的第二個 第三個是什麼 忘記了 下次我記起來再告訴各位 最近有點老了 這個有點老人痴呆了 所以美有平均標準 所以你看那個日本漫畫為什麼畫出來 不管哪一個作家畫出來的 那個藍領豬腳都長得很像 為什麼那個眼睛都是那麼大一個會發光的那種 有沒有 那個叫平均美嘛 那個叫熟悉度嘛 那你看那個 美國人畫的為什麼都是很粗壯 有沒有 那美國人為什麼一下子就 X-Man啊 Batman啊 Superman啊 什麼的 有沒有 那個通通叫商業性的操作 就是美 是有標準的 那這個是 那比如說500已經進入 中心點 它變成 很平均啊 這大家都只能接受啦 但是 我不是講500 其他有一些明星級的 慢慢就會被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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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外面去了 推到外面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會被另外一個灰主流 又把它掩蓋過來 掩蓋過來 那這種 這種是從異端到核心 從核心被推出去 所以在文化創業這個圈子啊 不斷的變化 不斷的變新啊 變新畫像是很重要的 好 外顯跟內隱的知識 我們在胡適大師的過程 我舉個例子 日本松下電器想要做一個 叫製造麵包的麵包機 那麼他們的一個中層主管 一個女性主管呢 就跑到歐斯卡大阪去找了一個師傅 這個師傅很會做麵包 非常會做麵包 他說每天跟他做 然後他問師傅說 師傅啊 那你是為什麼這麼會做啊 那個師傅說 我知道啊 我們師傅在那裡教我 我怎麼知道 好 他就在那邊研究 怎麼揉這個麵粉 到了有一天 他突然發現說 啊原來就是扭力啊 就在做這個麵筋的時候 要有那個扭力 要把那個扭力做出來 這個麵包才好吃 所以他把扭力呢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機械原理電腦的知識 就發明了麵包機 這個叫做把內隱的知識給外顯出來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通常一個 比如說一個漫畫家 漫畫大師 他在創造這一個人物的時候 我必須要跟他對談 因為我也是漫畫家 我可以理解他的過程 那我可以把他要講的東西 給外顯出來 這一點就非常重要 然後到底是說什麼 到底是秘訣什麼 然後我必須把它外顯出來 這就非常重要 所以叫做內隱到外顯的過程 這一點很重要 那如果搞到已經是變成操作性的知識 或是系統化的知識 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變成操作手冊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什麼叫做creativity 叫創造力 創造力 我問各位一個有趣的問題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嘛 對不對 然後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有沒有土人跑出來 有沒有當地的土柱跑出來 有嘛 那為什麼不是當地的土柱 為什麼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創造力是這樣子 哥倫布 要去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得到西班牙女皇的同意嘛 對不對 旁邊有跟著天文學家 航海學家 什麼學家嘛 一堆嘛 然後這些人跟著他去發現新大陸的時候 這些人把他發現的新大陸的知識 給肯定 所以進入了我們叫做 叫做Fail 叫做一個知識的領域 這個從此以後 哥倫布發現原來地質上還有一塊新大陸 這是一個領域叫做Fail 那麼這個新的領域呢 因為已經出現這個新的大陸 所以在進入學校裡變成教科書 這個教科書裡面 多出一個新大陸 這個叫Domain 然後這裡叫Domain 好 出現新大陸了 從此地球就出現新大陸 好 下一個人說 喔 因為有這一個新大陸 所以他已經從Domain 得到這個知識喔 然後他再去發現其他東西 那種叫創造力 創造力的社會的過程 必須經過這三個 三角之間的關係 就是Individual Fail 跟Domain 這三塊合起來 所以 常常講說 會賺錢的叫做創意 不會賺錢的叫點字 就在講這個啦 有些人說 我的點字這麼多 你都不經過這個過程 你怎麼會賺錢 你怎麼會賺錢 好 那我們一直在強調 對不起 我們這個是要 一直要講幾個鐘頭才休息 休息喔 蛤 一個半小時之後 那我們現在是講多久 一個小時 好 那我們繼續 再過來我們在講的是 很多人在講啊 我們在講說 content is king content is king 內容是王 內容是不是王 不是 內容是後 內容 content is queen content is not king 那who is king king is platform 叫平台 平台是 king 我問你 電視台比較大 還是電視台製作單位比較大 當然是電視台比較大嘛 對不對 我是電視台啊 你是製作單位啊 那你 你怎麼會比我大 我要不要跟你用啊 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 康念是 queen 好 比如說 我做好了 一個聯繫劇 那我可以來賣台式 中視 華視 各個電視台都可以賣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 queen 我這個 queen 就要裝扮得漂漂亮亮 把內容要做好 那我就怎麼樣 到處去嫁人 當然價越多越好嘛 對不對 台視要跟你播 華視要跟你播 中視要跟你播 那最好啦 對不對 而且 如果能夠特見一下 那不是更好 這叫content is king ah it queen perform is king 那所以你要去找到 king啊 所以就不是你的content的問題而已啊 context也很重要 context是什麼 就是如何找到錢 如何賣出去 這個叫最重要 所以我們一直啊 我們跟韓國 國家跟韓國一直的不同 就是在韓國人 一直在找context 政府一直在扮演做context的角色 那我們一直在扮演做content的角色 比如開動畫補習班 那你做那個幹嘛 比如訓練導演 訓練編劇 你做那個幹嘛 也很好啦 但是問題是說 啊你給他訓練出來 啊他做好一部片子出來 那你去哪裡播啊 最近是最好玩的是 我參加一個文化創意產業 就是新聞局補助某家公司 做了一個HD的片子 就是high definition 我們叫做高解析度 補助他1500萬 他拍好了 結果在現場啊 他就講說 啊我拍好了 但是我在台灣又不能播出 我們有個立委就抓狂了 為什麼新聞局 補助你1500萬 在台灣不能播出 我說 喂你不要生氣啦 這個因為我們那個電視台 還要再投資2到30億 才有辦法讓他播出HD 那那個官員又更勝去了 你怎麼會是這樣子弄呢 我說哪有什麼辦法 基本上沒有去理解到說 你還沒有preform 你叫做content幹什麼 做content幹什麼 各位知道HD跟那個平常的SD 我們叫做Standard Definition 標準解析度 是吧 跟高解析度差在哪裡嗎 如果你想要在HD上面播啊 的演出啊 真的那個SKII要塗好幾層 真的太清楚了 以前那個背景 我們還可以 電視台那個背景 我們可以用那種透明膠布把它連起來 對不對 你用HD一拍齁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所以那個演員啊 那天只要長一顆豆子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不是像以前還可以稍微掩飾一下 但是問題是政府如果要做 我們國家如果要發展這個HD 還要到20到30億的投資 那不得了啊 可是問題是你還沒有context 你為什麼要叫他去做content呢 這就是不懂啊 不懂 所以就開始要罵政府了 第一個 我們到底出現了什麼回事 這個其實新舊政府都該罵了 從以前的政府罵到現在的政府 可能再下來政府也要罵 第一個叫做門戶洞開 我們去跟WTO談判的時候 在2001年 我們為了要進入世貿中心 我們在2001年自動放棄啊 兩條 第一條 就是政府呢 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呢 對於國產片的播出 要給它一定的比例 這個在韓國都還保持著 我們自己放掉了 我們自己不要了 那時候的政府啊 那時候是國民黨時代 那時候政府的想法就是 我們台灣做電影幹什麼嘛 沒什麼好賺嘛 算了不要了 第二條 叫做 把我們的第40條啊 就是說 我們對於外國的這種 進口片我們給它抽稅 自己也忘記了 自己也忘記了 就很奇怪了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反正 我們喝的話這製造業 台灣就是製造很強啦 製造強到說 你去每一個台灣人的家裡面 通通是製造品啊 每個人 咖啡杯都買很多 但是都不在家喝咖啡 都出去外面喝咖啡 東西太多了嘛 每個人 什麼 洗澡的設備都很多 但是都跑到散布那裡去洗 變這樣 製造業太大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叫蝦子摸象 什麼叫數位內容 我講一個例子 我大概六年前去演講 我演講有一個題目叫 數位大總統 結果那個 那個主辦單位打電話給我說 怡惠先生 你要講數位大總統 那請問你是要講幾位 我說 我說我實在是沒你的辦法 數位嘛 數位嘛 所以那個時候 各位可以想 六年前沒有人知道什麼叫數位 數位 我們叫數位啦 中國叫數字啦 香港叫數碼 那麼 在這個Digital的過程裡面 因為突然來了 大家都不曉得說 它到底是什麼最重要的 所以這一張圖呢 是IPAC 是我去韓國啦 跟他們的學者談 這是IPAC的 到2001到2005年 整個總和的增長率呢 有關於動畫跟遊戲呢 這兩個是基本 這兩個本身呢 的產值呢 會產生到大概 各位給他加加看嘛 加加看 大概是88% 佔所有數位內容 88% 那台灣不是啊 台灣現在很多人 就是跟你數位化以後 他也說他是數位內容 然後比如說 你出版業也是數位內容嘛 對不對 因為製作過程都數位的嘛 但是你是不是數位 不是嘛 但是他說他是啊 你有他的辦法 那就要看個人本事啊 但是政府最近已經有清楚喔 那工業部經濟 經濟部工業局啊 已經開始很清楚 就是動畫跟遊戲就是這兩個樣 就這兩個就好 台北市喔 如果缺水 下水不要下在台北市的街道 沒有用嘛 要下在哪裡 翡翠水庫嘛 下翡翠水庫 但是 就是已經六年了啦 現在終於懂了啦 終於懂了 好我們現在講線上 線下成本 線上跟線下成本 其實 它有很多戲目啊 我書上是有寫 但是我 我 這裡沒有寫 沒有寫得很清楚 叫Above the Nine 跟Below the Nine 那 線上成本是付給人才的 就是付給導演 付給男女主角 付給大編劇 大監製這些人 線下成本是付給那個做摳缸的 拍電影的時候做摳缸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可以被取代的 線下是可以被取代的 線上不可以被取代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Tom Cruise換掉 不可能啊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大導演換掉 不可能啊 不可以把李安換掉 都不可能嘛 所以那個叫線上成本 線下成本至於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跑到墨西哥 或跑到什麼非洲去拍 找他們當地人來拍 也可以啊 我只要把我的那種大導演 抓好就好 那個叫線下成本 所以過去呢 你看Disney在台灣 動畫台灣在跟他代工 所以他把線下成本部分 移到台灣來做 那現在不是的 現在移到大陸去了 所以台灣就沒得做啦 線下成本 大陸又更便宜了 更便宜 所以線上跟線下成本 所以我們常常自豪 我們常常自豪 我們常常以前呢 我看有些那種政策 那種官員出來講說 我們要成為 亞洲動畫後製中心 我說你太狠壞了 你這線下成本的部分 你就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人家就會比較 人家就會做得 跟你 比你便宜 他的成本就比你便宜 那這個線上成本這個 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發展什麼 大明星啊 大導演啊 像李安一個就好啦 中獎一個就好啦 這個比較重要 那當然這個 也牽扯到我們文化上的 一個思考的策略 各位想一想 就是台灣這塊土地 才會產生像李安這種人 雖然每天這麼吵 但是才會產生李安這種人 香港會不會 香港不會 更有趣的是 我前兩天 去參加那個建築之旅 然後有一位大學教授 跟我一起去 跟我們那一團去 然後那大學教授就講 為什麼日本出現這麼多 偉大的建築師 為什麼台灣一個都沒有呢 我說那是文化的問題 我說喔 那文化的問題 我們現在又要去除中國文化 那不是更嚴重嗎 我說你神經病 誰要去除中國文化 然後我說 中國有沒有出現 偉大的建築家 沒有 也是沒有 林懷銘 各位想很多啦 很多 世界有名的 好 現在再過來要談的是 文化策略的問題 我們整個國家現在目前 各位可以看到 這分為三個旗 基礎旗 專業旗 跟創造旗 目前澳洲是在創造旗 它是把文化當作一個 休閒跟娛樂來看 文化策略是把它當作 通俗的藝術 然後呢 它把文化的態度當作 消費來看 那我們在哪一期啊 各位看 看這一張 各位認為在哪一期 我們在專業期啦 我們現在在搞精英社區文化 有沒有 我們在找文化民主 有沒有 文化參與 社區參與 我們在這一期啊 對啊 補助啊 所以第二期叫補助 對對對 但是 應該說我們有進步到第二期 專業期 專業期 那有沒有在創造旗 沒有 所以到現在為止 管觀光的呢 還是在 經濟部 觀光局嘛 那為什麼經濟部觀光局 因為觀光要開路嘛 所以要歸交通部管 沒有啦 交通部觀光局 可以這個 交通部管 那觀光是因為要開路嗎 不是嘛 所以觀光應該誰管 應該文化部管嘛對不對 應該是 地區有一個文化很會做很多 你那種 日本人啊 你到那個 日本去旅行 我都不要說日本 全世界都跟我去旅行 他們都很會講故事啊 有三 有三 有一大堆 這樣 然後讓你來呢 看完了以後 你會下次會再來 因為你了解他的文化嘛 你跟他的文化有結合在一起嘛 那甚至我們去那個什麼 呃 觀光理髮廳 人家有一個色情文化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是歸觀光局管 不是歸文化部管 文件會管 應該觀光這回事 歸誰敢 文件會管 好 不過這個如果說起我們那個 立法院 到現在政府組織 都過不了 一天到晚只在那邊吵 好 至於 就是我們的 還沒有進化到這個創造期 那就會變成 你文化創意產業會變得很難做 所以真正的文件會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應該是去 找到很多talent 然後 找到很多 那種投資者來投資這些人 應該是要這樣做 那麼我們因為是在第二期 這個當然是國家的 呃 文化政策的主持人 不太理解 好 我們最好笑的是 我們來看我們文化創意產業的 館的機關 各位有沒有看到文件會有沒有 齁 視覺藝術產業是文件會館 音樂跟表演藝術產業是文件會館 文化展演措施文件會館 好 再過來 新聞局管電影 廣告出版 新聞局有 上任的那個新聞局長說要拍100部電影 蛤 蛤 對阿 他說要拍100部電影 100部電影 你說拍10部我就覺得你這個局長很不錯 你說拍100部起來比較奇怪 台灣有那麼多演員嗎 台灣演員導演嗎 我們是需要有一個critical mass 我們叫一個量 但是講100部實在是太誇張了 這個叫狀況不明點子多 經濟部也管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那裡面少了一個部會 有沒有 少了一個部會 對 文件會那個有啊 少了一個部會 教育部 對 文化跟教育沒有關係 你實在是覺得很荒唐 很荒唐 不過他們最近教育部已經有成績 也被我罵 罵久了 這一張各位齁 各位如果還記得是最近過世的 Michael Porter 寫的傳統價值鏈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張啊 一整張啊 他說下面的後勤生產配銷行銷售後服務 這個屬於主要活動 產業的主要活動 上面屬於產業的附加活動 可是呢這一張到了後期 他提出這一張後來的十年裡面已經 整個社會都改變 整個世界改變 上面那一張 才是主要西方的國家的主要活動 下面的後勤生產配銷 是我們 這種國家 這種代工可憐的國家 在做的工作 叫做附加的活動 那現在我們已經 沒有那麼可憐 變大陸最可憐 大陸最可憐 就是我所謂的可憐是說 這美這西這股這壞這樣啊 那我們一直沒辦法去做上面這一塊 做上面這一塊多好啊 你像法國人 我跟他們談那個 我們的電視播映權 他給我 他給我從7月給我度假 度到9月才回來 他們一年要度3個月的假 度3個月的假 你看啊 法國人是這樣 歐洲西方的人就是 就是過得很 人家生活價值過得非常好 啊我們只要這股這肺 真的很可憐 就是專門要給他們 幫他們賺錢就對了 來 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是文化創意產業的 這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鏈 我們把它改成 這是澳洲一個學者改的 類似做一個 做一個類比 那麼 台灣現在在做哪一塊 在做 開始生產 這兩塊 那上面這個其他全部有沒有啊 傳送機制 觀眾跟接收啊 這一部分是屬於電視台 是新聞局管 那我們的文件會是在管生產 做生產 那 為什麼會加上社會負價價值 因為文化創意產業 它不是用產值去算 它會產生很多負價價值 負價價值 比如說我們韓國現在最有名的那個影星叫什麼 那個男的啊 對對對 裴永俊 裴永俊 人家完了以後是 他們拍韓劇拍得很好 是大家跑去那邊旅遊 對不對 那旅遊的產值可不可以算到文化創意來 你怎麼算 你可不可以算到他電影的產值來 沒辦法算 所以它會產生很多負價價值 那通常呢 在韓國在日本 他們那種大企業 對那種明星的裴子啊 是很重視的 他們有所謂的 像我們前一陣子啊 這個說來 林志玲很早以前幫台演拍了一支廣告 大家知道嗎 那時候聽說胸部沒那麼大 不過我不知道我沒注意看 但是後來 林志玲紅了 那時候的台演如果跟林志玲簽好合約 比如說你就是我的代言人 或是我來經濟你 那不得了了 光是林志玲發行特別股 他一般股就起來了 普通股就起來 對啊 他就是不會啊 他就是不會啊 那韓國會啊 韓國那種Samsung啊什麼 他們都會做這種 他們會去培養明星 我們不會 我在歐洲這樣跑 我今年歐洲跑了13趟 我就這樣看 到處都是Samsung的手機 我就覺得很感觸 那我就覺得他們很聰明啊 會這樣做啊 不過後來呢 有一件事情 順便我們題外話講一下 我第一次到法國的Samsung 那十幾年前 但是最近一年 第一次去那邊 法國去香榭里斯大道走一走 我發現說 欸 這個 Toyota 齁旗艦店 Mercedes-Benz 旗艦店 LV旗艦店 然後那時候是2000 大概 去年 就剛好 政府提出了一個叫 2008年要做台灣博覽會 結果被那個 在野黨全數刪除 2600億嘛 那我回來 我就 我那時候一想 我說欸 那乾脆我們就 不要台灣開博覽會 台灣如果開那個Computex 我們最近要開一個 Computex的展覽會 台灣因為是電腦大國 所以Computex是全世界 一個大的電腦展示會 可是台灣只有電腦大國而已啊 你又不是 那你展其他什麼台灣香蕉 有誰要來看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啊 我說那山不救我 我來救山啊 乾脆我們就在 雄辰里斯這邊 就給他做一棟房子嘛 買一棟嘛 我們也來做 叫做Taiwan Plaza 欸 結果 我就問我那個法國的朋友 那個電視台的中間 為什麼不 他說人家那個丹麥 Denmark 就在那邊開一間 你等一下去看就有了 真的還有啊 阿爾薩斯 那個阿爾薩斯省 各位知道嗎 法國阿爾薩斯省 你小時候念那個書 不是有那個 什麼 早上醒來 他的國家已經被德軍佔領了 有沒有 那個叫阿爾薩斯省 他就在那邊開了一家餐廳 餐廳的上面呢 就是 他們的旅遊局 那家餐廳生意非常好 然後裡面呢 盤子什麼通通是阿爾薩斯省的這個 這個 這個風景 然後賣什麼呢 最好吃呢 賣德國豬腳 為什麼 因為只有他被德國佔領過 他賣德國豬腳 所以我們這邊那個腦袋 都是 我們這邊的腦袋很 很 很沒有腦袋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上次不是什麼 日本什麼 靖國神社什麼 拜拜有沒有 那個 我說那個 那個有什麼不好 你就把它裝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 你把它弄好一點 然後叫日本人來拜 賺他的錢嘛 而且他來的時候 你要譴責他說 你看你親戚過我們 對不對 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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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啊 所以就不會 沒有 就只有那個政治意識 沒有那個商業頭腦 然後你看那個 後來這個事情 我把它講一講 我寫一篇文章 欸 總統府就排了一個人來 一個老朋友過來 說 你來講這個 因為他長期在巴黎 他過去二十幾年都住在巴黎 他說你來講這個 我現在在弄一個歐多之家 那我準備要跟總統講 那你下一次 你見到總統 你跟總統講一下 我說你都會見到他 你跟他講就好啦 好 後來就派了一個 我們法國一個駐法代表 在楊子堡 各位如果知道 他是法國的 奠基博士 奠基博士 是很重要的一個 學院畢業的 我們過去駐法的代表 不會講法語 駐德的代表不會講德語 後來換了一個 謝志偉派到德語 我們該建議 就謝志偉去 謝志偉是德國文學博士 他在那邊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他有一個叫 他在那邊都送人家茶 德國人說 他送人家茶的時候 德國人都講說 哦! Chinese tea 他說 No! This is Taiwanese tea 他說 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他說 因為德語啊 那個民主啊 Democracy 在民主裡面 他們叫Democracy 他說 This is democracy 這是民主 民主茶 滿聰明的 好 我們看到那個 法國那個 就這樣講 然後開始 但是 後來就派洋子堡去 就手藝 真的我們要在那邊開個 Taiwan Brothers 如果各位以後啊 到巴黎去啊 看到那個巴黎的香榭里色大道 有一家 有一棟大樓 在賣台灣大米 你真的會落淚 哈哈 落淚 其實我們有很多台灣的東西啊 是可以外銷的 包括 各位如果注意看 挺太豐 小籠包 珍珠奶茶 什麼蛋紙麵什麼 都開始在外銷了 所以他滿有希望的 好來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個我們叫做高概念 high concept 什麼叫高概念啊 如果要把它講到很清楚 就因為它牽扯到整個財務的運作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整個 創製財務行銷 法律事務 同步進行的 在拍一部電影 拍一部動畫 像我們在拍動畫 這個都是同步進行 那這種同步進行 有點複雜 看起來有點複雜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各位去買房子 比如說地保大樓好了 當然 如果 如果你是大官的兒子的話 或是買一棟大樓 他一定有蓋樣品屋對不對 樣品屋對我們這一行來講 叫Trailer 四看片 拍一段四看片給你看 然後你覺得那個樣品屋 欸不錯 所以我訂一戶 他訂一戶 他也訂一戶了對不對 你們每個人都跟房地產商訂一戶了 房地產商說好啊 訂一戶訂了差不多了 欸 欸 集資到百分之六十 好 開始蓋 有沒有 是不是很聰明 你錢先給他 對不對 然後他再跟你銀行貸款 好 那 集資到六十Percent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叫做Green Light 叫做綠燈開拍 開拍 開拍 所以我們常常在做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做動畫 我們動畫做完前面那一段 就到世界過國去presell 這個 這個Style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 你要不要 跟我們合作 說要好 那你現在訂金 這個叫presell presell 就是跟我們賣房子相差不多的道理 不過那個是 這個是無形 那個是有形的 無形的借不到錢 有形的借得到錢 這個差別是這樣而已 這個叫高概念 高概念 那這個是高概念的 創作流程 這個比較複雜 這一張圖 其實各位 有空 可以研究一下 對你將來要經營文化創意 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一整套裡面 很重要的一點 很重要的一點 有點複雜 這個後面這個是 華視經濟的高概念投資 不過這個已經 這個案子 華視經濟已經收掉了 因為都歸給公廣集團 公敗垂成 本來是 因為我當初呢 我去華視當董事的時候 帶了跟 這個Venture Capital 跟一般的投資公司 找了 一般的投資公司 投資進來 兩億 要給華視用 準備要給華視用 兩億啊 那為什麼是兩億 為什麼不是一億 為什麼不是三億 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會算兩億 因為台灣拍一部連續劇 大概兩千萬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如果十部同時開拍 是不是全台灣都沒有導演 編劇演員 呢 全部都在我這裡了 對不對 到時候各家電視台 是不是要給他 滾 要不要來跟我跪 他說想法是這樣做 這樣做 後來公共話 這個事情就沒再做了 那這裡面還有所謂的完工保證 台灣只缺兩塊 各位一定要將來記住 台灣如果做電影電視動畫 不管啦 反正缺兩塊 一塊叫完工保證 一塊叫國際合作 co-production 一個叫做 compration guarantee 完工保證 我們現在在開發基金 省的也會省到完工保證 什麼叫完工保證 一天吳念珍和孝賢 拍一拍 性格大師 說你買賣金錢 沒有你怎麼弄 那你怎麼辦 投資者怎麼辦 那一定要有一個 完工保證制度是說 好 吳念珍 我現在不要拍了 那我找李剛拍好 假設這樣子 我幫你takeover 隨時takeover 資金整個takeover起來 這樣人家才敢投資 那我們一直缺這一塊 那至於那個什麼evaluation 我們有見價制度啦 什麼什麼制度 就是說我們現在 後來我們發展出一個見價制度說 政府幫你見價 見價看你這個公司 大概值五百萬 你就可以跟銀行借三百萬 銀行要不要理你 不理你啊 你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你幫那個葉書輝 做帳的會計公司 都會做假的 我怎麼會相信你呢 我怎麼會相信你 所以 完工保證制度 必須要透過我們的 公權力來完成 這是政府要做的平台 不過在立法院立委租公 我們那些立委租公 我們沒有做過什麼好事情的 我們來看 高概念 就是這幾個重要的模式 那麼 它有一個 我看中間有一個叫明星制 各位明星制是很重要 休息喔 我快要講完了 我先把這一段講完 我們下一段要來講我們的製作過程 明星制呢 就是 各位要培養大導演大明星 這個是有用的喔 就我剛剛講的Sun cost 那種成本 但是明星 人家看到你的cost是怎麼樣 人家才有可能去投資你 所以就有所謂的明星的這種票房 明星的票房 第二種叫類型片 什麼叫類型片 台灣龍捲風 不錯 收視率很好 下一步叫什麼 不是叫霹靂火還是什麼 霹靂火龍捲風 金色摩托影 全部演同樣的 跟明星那個也是全部都同樣的劇本 這一個紅了 就繼續下去就對了啦 明星改一改 但是繼續在那邊燒麵 就對了 然後那個類型劇啊 它是簡單到叫做kiss原則 就是keep it simple stupid 很好玩喔 它那個兩個人對話嘛 比如說一個叫張三一個叫李氏 然後對話比如說 在劇本講應該是張三跟李氏講講話就好了 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然後他就過來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他不是 他這樣講張三 你懂我意思嗎 你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過來李氏要跟他講 李氏你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再過來張三 他一定要先把他名字叫出來 怕觀眾喔 不曉得他是誰啦 他是很蠢啦 但是我告訴你 這種片其實啊 這種片就是我們講的標準化 我們要標準化的一個原則 標準原則 所有的 劇本 好萊塢的商業或電影 我不是講藝術電影喔 商業電影 全部都是這樣 注意看全民公敵 功夫 或是大腸筋 都是一個人 平常很正常 進入了一個特殊的世界以後 從此開始一路被追殺 有沒有 然後一路被追殺以後 開始一路自救 很奇怪他的朋友 他的敵人都不會救他 就一路自救這樣往前走 然後最後呢 Happy Ending 這個叫做 共識四條 四條 四條 我們常常用這種 我們在看那個所有的劇本 都是腳本都是這樣編的 各位注意喔 就是這樣編喔 這幾個原則就是這樣編 所以腳本有沒有標準化 有 有一家泰國餐廳 很賺錢的 他那家泰國餐廳為什麼賺錢 因為 他請了師父 那個師父呢 今天吵一吵 他們明天跟你講說 大爺今天沒心情了 不跟你吵啦 對不對 那他後來怎麼辦呢 他後來就把一道菜 放多少牛肉 多少醋 多少菜 多少什麼 用一個一個容器給他裝起來 然後請公讀生來 左邊炒三下 右邊炒三下 就這樣啦 就這樣賣 所以 他在賣什麼 他賣菜嗎 他賣快速 可能他賣氣氛 我請問各位 麥當勞好吃嗎 不好吃 他是賣吃的啊 對不對 可是他是賣吃嗎 他是賣快速 賣清 賣清潔 賣什麼 好 所以 你說 Starbucks在賣什麼 你就仔細想一想 你就仔細想想 這些人到底在賣什麼 賣吃的不是在賣吃的 你要記住 所以 你說 像那種三立那種聯繫劇 他在賣什麼 在賣什麼 對 好 我們這一段呢 先把這個講完 等一下呢 我們要來講 製作過程 然後我們要來看幾支動畫 包括我們加碼做過的幾支動畫 不錯 你看那個蘋果跟那個 Windows差這麼多 Windows真的是 真的是維護不仁 好啦 我們先來講我們這個 創造 漫畫創作的這個數位化 我們來講什麼叫數位化 數位化 這很重要 好 我們來看漫畫創作的數位化 剛剛我們有問過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我做一張 政治漫畫 時事漫畫大概多久 那這個是 一開始大概我必須 如果正常程序 必須先 畫一些草圖啊 然後把人物加進來 然後 上色啊 描繪啊 上色啊 什麼一大堆啊 那如果創作數位化呢 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要畫一張叫做 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前 擁抱呂副總統 來 第一步 就是把一張底圖拉出來 第二步把總統府拉出來 第三步把副總統拉出來 第四步把總統拉出來 第五步把我的簽名拉出來 完成 好啦 好啦 就這麼快 可是各位先生有沒有看喔 你會發現這個 非先性跟先性差別在哪裡 這個如果正常的 會畫的秩序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不是從前面的陳水扁開始畫齊 對不對 再過來畫呂削仁對不對 再過來畫後面的錦對不對 那這種非先性有沒有前後秩序啊 沒有 這第一步已經沒有了 因為它的這一個 原件呢 它的整個 整個的圖形是被拆解的 拆解出很多元素出來 總統府一個 總統一個 副總統一個 我最近看到有人啊 蠻有趣的 去做一個 程式就是說 你如果需要一張畫 那這張畫你希望有這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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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樣子解析把它拼在一起 拼出來以後再叫人仿這一個 仿這張畫畫出來 這樣 也有這樣的生意在做 這個就是解析的 原件式的解析 那麼 這樣子 再過來會不會改變你整個的創作的過程 會 那我其他的 我既然畫一張畫這麼快 其他的時間在幹嘛 我一天只睡一個鐘頭 幾到23個小時在打瞌睡 其他就是在於 因為你是屬於非線性 所以各位看 一個寫文章的人 如果他是用筆寫 那他在引經句點的時候 就變得很笨拙 但是如果你是已經拆解成很多的時候 那麼你這時候你能夠引經句點的東西 就非常多 非常多 而且會更精緻化 更精緻化 那麼這一點 他已經改變了你的創作的 這一個過程 這個 這個手法 就是說 他其實本身出來的作品 已經 跟以前不一樣 但是他又影響到你創作者本身的思想 本身的這個創作的這個過程 所以 各位也知道 我資料上我現在念交大的那個 數位建築的博士 那數位建築跟過去的建築有什麼不一樣 過去要畫正立婆的圖 以後如果電腦畫要不要畫這個 也要啦 但是就很簡單了啦 很簡單的 那 有沒有辦法去看到那個房子蓋出來是什麼樣子 有啊 有沒有看到那個房子承受抗震力是多少 有啊 有沒有辦法看到房子的採光是什麼 有啊 通通不用蓋就已經出來了 可不可以模擬採光 可以啊 可不可以模擬空間 可以啊 通通可以 那它是會改變 你原來建築師的設計觀念 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又長不一樣 長不一樣 所以這種數位化的過程其實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大部分人不太理解說什麼叫做數位的創作 那像我這樣子速度就非常快了 非常快 那我其實我不是畫每一個元件呢 我都畫得很好 好 那這個是把我們的漫畫改編成數位的動畫 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們舉個蔡之中的 過去我們過去跟蔡之中合作 蔡之中的漫畫怎麼樣改變成動畫 那我剛剛跟各位談過了 我們有叫做spiral的這種螺旋形的過程 那這個是蔡之中原來的漫畫原稿啊 因為它有漫畫原稿的好處就是它劇本也有啦 劇本也有啦 那麼 但是劇本我們還是修啊 因為改成動畫完全不同的呈現方式 所以還是要修 那這是它孫子兵法裡面原有的漫畫的這個作品 然後呢我們必須要把它什麼呢 把它的腳本的初稿給它做出來 就是把它的動畫 它漫畫原來的不是完全就搬到動畫去 它做一個腳本 這個腳本我們叫story ball 但是我們不是只有這個story ball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叫做dynamic的story ball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幾張圖 這個腳本 是在電腦上它是呈現這個動態的 什麼叫動態的呢 就是這裡面的人在講話的時候已經先錄好 配音啊先錄好 錄好以後把那個 每一個橋段大概多少時間 每一個episode大概是多少時間 我們必須要去計算 所以配音已經先配在前面 我們以前拍電影拍動畫 是不是後來再配音對不對 我們不是配音在前面 配音在前面 配音完了以後 後面再來對合 錯合 那到最後呢 還會不會再配一次 會 到最後就是說 可能請明星來配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重新再配一次 所以這個叫做dynamic的story ball 那現在目前台灣呢 大概不會做這塊 以前是洋人做的 做好我們照這一塊畫 那這個是已經把位置啊 相關位置什麼 通通都跟它講好了 所以你只能照這樣做 那我們當然這個是我們 比較早期的一張 我們現在因為 比較更精密 那是牽扯到我們公司的trace secrets 所以不能拿出來展現 這早期的做法 好 那我們再把它裡面的 這個動畫的character造成 怎麼會斷電 沒有嗎 有 出來了 好 那把它做成一個動畫的元件 那這個元件呢 各位 如果你會用maya 你也就知道了 你看頭是做頭 身體是做身體 像capot一樣 到時候倒倒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可以一切的duplicate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做的那個功很大 但是到後面來 你就功越來越少 演演 布袋戲都演好了 最終好 所以我們把 我們過去做原住民 我們做原住民 各位如果到文件會網站去看 現在 careerate 就是點擊力最多的是我們的網站 是我們給文件會的網站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原住 開放出來 給學生做為練習用 練習之用 不過我們那個立法委員 李永平 看到我 看到我給那個 文件會這些東西以後 他就抓狂 他只要看到我的名字就抓狂 就把文件會的預算凍結 真是 台灣這個立委 他不是管文化創意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那種 那種意識形態 那麼這個是我們 剛剛已經把原件做好對不對 我們需要的場景 所以我們把這些場景先做好 不過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在做生子兵法的時候 考慮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做 感覺上是有一點 因為是做那個 中國的文史澤 所以必須要有水墨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是3D跟2D在結合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到原住民是全3D 跟那個 跟那個 各位看的最近那個冰原試劑 是吧 那被冰原試劑 那個 是一樣的 同樣的技術 好 再過來就是 那些模做好了 以後就開始 我們來做這個 Action的 一個測試 大家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人被 射中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一個姿勢 當然這個呢 我們現在有更進一步的叫做 我們在做這些動作的儲存工作 動作儲存工作 就是說 你走路 重見什麼 這些工作都儲存好了以後 那麼以後你如果說 你有一個場景是剛好有一個人 走路然後重見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combine起來 那這個就是變成一個 非常快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 我們正在發展 也就是說我們是在一步一步做這個 我們叫做 人工智慧的部分 人工智慧的部分 就盡量把這些累積起來 所以 我記得我們在 我們總共做了一千四百分鐘的 中國文史者的動畫 我大概是海峽兩岸 只有品牌最多了 然後呢 我們剛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在做裝置的時候 做了大概半年 光是create那些 年間就做了半年 再過來就是做兩個月一步 再過來就是一個月一步 再過來就是一個月兩步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因為它可以做累積 來 我們先來看 這個 孫子兵法 我們燈要關一下 這個孫子兵法呢 孫子兵法分為 道天地降法 那麼我們把它分成 分解成好幾張 好幾個chapter 那這個是屬於有一點是 3D跟2D結合 那屬於教育性 不是娛樂性 教育性 那 呃 大家一起來看吧 站起來 招呼 折引備战 传线到达战地等待敌人的 就居于从容主动的地区 动作快 一定要比敌军先抵达战地 终于快到了 是啊 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 杀 杀 对了 凡事先休息了 权军击战 后到达战地而匆匆弄战 就居于幕后不死 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支配敌人而不被敌人支配 要是敌人来我预定的决战地区是以利诱之的结果 要是敌人不敢配 要是敌人不敢配 比射法防抗击 要他不敢配 所以敌御休息 则射法使他疲于分明 敌御若安住不动 则射法使他移动 必动而进 虚张声势使敌人莫测我之趋势 则能做到我兵力提供 而敌人兵力存在 集合 我军兵力集中一处 而敌军分散十处 这样就能以十分力量打击自己 怎么弄打我 用兵的规律像水一样 水是由高处和低处的位置 用兵的规律是 地形 为 King 手势 而为其他EP 水因地形而变化其方向 用兵 杀 也要顺应运行变化 而特地移植 所以用兵没有固定的移植 就像是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 能依照运行变化的移植 能依照运行变化 可在是用兵无想到 用兵之道如同五行变化一样 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不非胜作 春夏秋冬交替灯碟 伤变化 可在这里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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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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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眼 م讨论 若有ミーバー 若那 若有 dere侵牌 若有相爱 我是聖琢营, 伍 fuzzy, 伍枓,伍笋。 也是聖琢营, 伍笋。 我是聖琢营的奖所 llam的, 我送他自己的, 我为他们的健康, 然后我们的合作。 我ات过去, 不要定, ician必须要有两小百思 because那个 通过也太工了 当时爱情命 izquier functioning 在上班的執政中, 這些人們的財政中, 不可就在於中華民主, 他們的財政中, 這就是財政中的財政, 他們的財政中, 他們的財政中, 他們的說話, 中華民主的契機, 起源地 都是在黃河流域 但是原住民的起源地在哪裡 在台灣 在台灣 那當然裡面 比如說我們有做那個少祖的白鹿的故事 就是講日月潭 這個呢 其實是要講那個 應該是講大霸尖山 還有講秀古鑾溪的 還有講什麼的 他們的起源地都是在我們台灣 那 那 那各位看這只有十分鐘 就是一組十分鐘的故事 所以它是會比較偏重 有點娛樂性啦 但是主要還是要給 將來我們原住民小孩都可以看得到 那裡面你看到那個服裝 我為了這個服裝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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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原住民的學者吼 我們跟他回到我們去笑 真的是 後來就乾脆不請他們了 呵呵呵 因為他們講一下子講這個耳環啊 因為我們每一組都不一樣 就沒辦法去講了 所以我跟他們講 我們這個純粹是藝術 藝術 要把有一些東西簡化 而不是回歸到那個原來 像以前我們拍那個 叫做韓夜三部曲 那是李喬 李喬寫的那個韓夜三部曲 學得非常好 你如果用文字閱讀 就是說當初鮮明來台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奮鬥 努力 可是你趕快拍成電視劇 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 那你想灰頭土臉 年輕人一看 我們K家的人原來是這樣 反而對他們是不好 所以必須要經過那種淬煉 淬煉出來 但是我們 我們就是不太懂這一套 就是把它淬煉出來 把它淬煉出來 那 我們先再休息一會兒 因為我等一下要放人工智慧給各位看 讓我準備一下 讓我們先休息個五分鐘以後 我們再繼續 我們現在要放人工智慧 我們現在沒有偏僅 我們現在要放第三代 我們很詳細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我们30秒的POMO 把灯光打开一下 另外那个人工智慧那个放在window里面 忘了带来,我抱歉 那个部分是 我们在讲解 那个是会比较学术化的 因为在讲解那个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跟那个 国外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高教说 我们将来可能产生的 比如说 各位看那个魔戒 魔戒不是有很多那种怪兽打来打去吗 那其实 那个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群组运动 群组运动 那我们现在在发展这个 就是说以后你会看到一堆 一堆这种 就是说那个大场面我都不有办法做 那我现在目前我们正在发展这个 那这个部分 不难 不难 主要是这一块我们在发展 另外还有一块是 是三个剑桥博士去做的原型 Prototype 就是我们以后只要把那些character 装进去 比如说对打 打架 那他自己会 你设定参数说这个人设定多少 参数他是多高 身高多高 体重多少什么什么 然后你把设定进去 他就自动打 自动打 然后如果 打到这里 他还是 那个feedback 力量feedback都有 都有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 呃 在跟国外做present的时候 是告诉他们说 我们能力已经 几乎啦 可以到达这样子 这个比较 那个 没带来也是蛮可惜的 可以放给大家看我们怎么做 好 那是剩下一点时间要给 各位 蛤 学员 可以问问问题吗 刚刚有一大堆有一大堆问题 刚刚有人说 那个 林真 就simulation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其实一直也 就是要做到非常 细 要做到电影的那个film的品质 就是 花的钱很大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一直在 刚刚在讲的人工智慧就是 我们在做这种动作 细部动作 细部动作 细部动作的部分 那一个部分还没有完成 那个部分完成以后就会更细 更细 比如说一个人喝咖啡 喝咖啡 然后掉了 然后烫到 然后他会怎么反应 那这个动作就会把它做储存 那当然还有技术的问题 技术问题 所以 就是说电脑技术问题 所以为什么那个Pistols是20年 因为他20年前有两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他们两个就是想要做动画了 20年前 那他用什么算呢 他用那个电脑里面那个叫什么原则 那个Intel那个叫什么原则去 那个一个原则 就是说电脑每 莫尔定利 每八个月会 价钱会落一半 产量会多出两倍啊这一类 那他们就这样算 算大概说20年后就可以用在PC上面做电脑 这两个人真的实在是太天才了 那事实上也做好 各位看那个Pistols的第一个片段 有一把灯 有没有 就是他第一个做的 就是他们第一个作品啊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作品 所以做这一行要有一点疯狂 要有一点信仰 相信你会成功 相信你会成功 那刚刚还有说光影的问题 光影的问题当然 接着到艺术的风格啦 那甲马现在组织 我们组织现在还在调 那因为我们走的路都是 大概台湾几乎没有人走过 因为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去给别人代工的 台湾哪有人做动画动作去给人家代工 也就是我们去跟人家代工 那不过现在目前就是说 我们要做到变成 刚刚讲的那个Dynamic Storyboard 要很精细 非常的精细 那我们要先做动作给他们看 那他们才有办法去代工 那像中国跟我们已经接触很久了 我们也去看他们 我去看那个中国最大动画公司叫蓝猫 各位知道吗蓝猫 蓝猫我去看 政府给他八亩的地 八亩耶 然后 请了两三百人 请了两三百人 大陆我们这边请一个 大陆可以请十个嘛 大概就请八十个 两三百人大概是在台湾请二三十人 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的创意实在是不行 所以我说台湾是最有创意的地方 最有创意的地方 就是 就是华人世界里面是最好的 音乐啦 舞蹈啦 艺术啦 等等都非常接触 只要不要吵也一天到晚在那边乱吵就好了 哈哈哈哈 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来 请说 为什么要需要那么多的资金 好 这个好 问题 硬体不是成本 硬体在我们公司会计项目里面列为 Expense 费用 费用 差不多半年要换一次电脑 因为那个 那个CPU一直在变嘛 所以我们现在 以前 以前你要做一个动画 你大概有workshop 对不对 那种workshop级的那种电脑 现在用PC就变不变叫 但是 那个 rendering form 就是我们叫做运算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rendering form 就是在运算用的啦 就是 反正在运算就是 我不曉得中文怎么翻 然后 那个比较贵啦 不过在 Pixels 我所知道的是 他跟那个HB合作 HB提供他4000部 电脑 去算 所以他可以做fame集的 电影集的 那我们当然 国内 国内 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嘛 我们也不敢去打电影这一块 我们就打电视这一块 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整个电影我们也没有那个通路 那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去跟好莱坞拼 但是 那个拍个100部看也没有办法啦 不要拍一部去的啦 拍一部去没有用 好 那他的成本为什么会贵 他的成本就是在前期制作 前期制作上那一些 原件什么的设计等等 包括 你 应用的 现在在MAYA是比较便宜的 MAYA大概 现在大概是 五六十万可以买一套吧 蛤 三十万了 现在比较便宜 当然 大部分的公司都买十套嘛 你懂我意思嗎 都买十套嘛 齁 吉他都不知道哪里来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们在省那个案子的时候 每公司买的MAYA都十套 呵呵 那 那这个 在create那些原件的时候 一般一个动画师create一个人 大概 看情况啦 十万到二十万 也有比较便宜的 也有三四万 那你需要那里面的原件很多啊 原件很多 所以它会归在那个地方 那 另外呢 会归在后面的行销 后面行销 其实行销跟制作费用大概是50-50 就是说 你不要看一部电影啊 他拍的大概 不是说他花了一亿拍啊 他大概后面宣传要花一亿耶 要花一亿耶 所以你没有那种 没有这样子的花卉 做不起来 所以我们的一意是 我们在做那个 我们在跟那个VC Ventral Capital提案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提案的时候 我们会有Cash Flow跟Work Flow 这个就是大部分的文化創演员 不会写就是这样 我们很会写这个东西 那个Cash Flow跟Work Flow怎么走 就是我做到哪里啊 比如说起厨 我就起到 我们台湾现在差不多 起到第二十九多少钱 起到第三十九多少钱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啊 那我们很会写这个 那进出场机制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我刚刚忘了讲 就是我们的 Project Paper 我们的Project Company 通常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亿的这一个 50步的时候 我们会成立一个 叫Project Company 也叫做Paper Company 它其实没有人 里面都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有董事长 我是董事长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 因为这样设计 每一个投资者 就可以在这一家公司 以七年为限 七年为限 然后所有的Copyright 都在这家公司产生 一股份来分 来分这个利润 那么 在制作前期的时候 我们会成立一个Committing 就是一个委员会 比如说你是某某人投资 你是电视台投资 你是谁投资 你是花行公司投资 你是什么投资 那你会对内容有意见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Community 这个Community 是紧就内容的大方向 不做技术的Details 来做管理 所以必须召开这样的会议 然后七年为限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做到第四年 已经要上市了 好上市出来 比如说卖 卖座不错啦 假设这样子 卖完减资 为什么减资 把资金先退回给原来的投资者 才是第一步 先退回给他 那他就可以先取得 那你一般的 台湾的Venture Capital 就是 投雇公司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投雇 投雇公司就是很像秃鹰 但是没办法 美国也是一样 他是两年到三年一定要回收 两年到三年他一定要回收 顶多给你四年 他两年到三年他一定要有个Event 这个Event就是叫做 两件事情 一件叫做被Merge 或是被Acquire 我们叫M&A 那另外一件呢 就是你必须要IPO 就是要上市上柜 他必须要让你做这两件事情 就是Venture Capital 所以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政府要扮演叫做 Angel Capital 那一般文化创业人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他家里面所有的钱 他刚刚开始 他想要出来创业 创业家 也不一定文化创业 创业家是刚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把他身上所有的钱 他可能拿一个patent 拿一个什么出来要创业的时候 没有人要投资他嘛 對不對 你这个是有专利啊 你这什么东西啊 没有生...没有长出来 我不知道啊 那他就要拿自己的钱 出来 先去找一些人 然后开始写企划案 然后开始说我要做这个什么 那时候甚至 把信用卡刷帕变卡奴了 就是那个时段 再过来就是必须要找到 一个叫做Angel Capital 天使资本 Angel Capital是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创业家 比如说温世仁 像我们公司就是碰到温世仁 温世仁就是一个 曾经创业的创业家 他很有钱 但是他 他会回想到他自己 当初创业的时候 也是没人理他 然后他有一个点子 新的想法 然后他就会讲说 好 我觉得你这个很不错 我来投资你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Angel Capital 就出现了 那政府 我一直希望政府的开发基金 要扮演的是Angel Capital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敢他说 你两个三四年 要给我上市上跪 要被人家merge 什么的 你不要这样敢他 你可以 等他个七八年 至少 至少 政府应该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 现在问题就是开发基金 到了立法案 立法案又没人 你看你投资这些公司 有没有赚钱啊 七年八年 立法也等不及 他下一街不知道 有没有选上的 他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制度性的问题 那 七年为期 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到了七年的时候呢 大概说 应该卖著作权也都卖了 应该要结算的也就结算了 那么七年为期做到 七年后就看剩下残值是多少 大家来计算 大概分不分地回去 刷 就是这样 这个操作说法 在目前台湾 还有一个人也不错啦 张水江也不错 电视豆 电视豆也不错 所以 比较能够懂的这一套操作说法 人比较少 比较少 台湾现在文化创意就是缺MBA而已 缺律师 好莱坞都是MBA跟律师啦 那 我们一直说缺导演缺编剧 哪有缺这个呢 是缺MBA缺管理的 缺 It's not only content but context 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样 那大部分做文化创意的 你看常常会跳票就是这样 你不会算 不会算 因为你本来是右脑发达的 你叫左脑怎么发达呢 不可能啊 不可能 连开公司都不会啊 怎么会 会做呢 怎么会做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 那像在我们家嘛 这个 清一色的MBA 所以讲话都是很准确的 很准确 就是使用的语言 都是那种财务的 管理的语言 所以很准确 花很多时间比较沟通 你去跟那个文化创意人 讲那个什么财务啊 他听到财务 他会唬你啊 你叫他怎么做啊 他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我送你一本书 有话问的都送一本书 等一下 我们小姐悠闲吧 他声音我听不太清楚 可不可以 这样 嘿 对 等一下 我先答你的题 你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书里面有讲 那个叫Inkind Inkind 就是说 我找你这个大师 这个蓝远元 我要找你来拍 那刚开始我可能资金不是那么充分 或是说 我不愿意刚开始就把资金分给你 所以我就跟你谈好 谈好说 你 我们到卖 我先付给你多少钱嘛 然后卖的时候 我在 依这个loyalty 发给你多少钱 所以 这个我们叫做Inkind Inkind的合作方式 有很多种合作方式 我这本书 我是 賣得很差啦 但是是 我写的 是把实物跟那个理论 结合的 很清楚的 那我只是要让一般的文化创业 能够更理解 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把这本书出版了以后 就拿去送政府官员 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 自己回去看书 就这样 好 第二问题 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我刚刚有讲说要做集资1亿做50集 我现在目前已经集资了6千万 那那50集 我不能拿在这里放啊 因为那个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嘛 造型都有了 那个造型我告诉你 有原住民的色彩 但是 不是原住民的故事 那全部是娱乐 商业的导向 然后 剧本呢 就是我们有标准的做法 比如说就是要一路被追杀 然后一路就会出现一些惊险的 还有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那个规则里面 刚刚规则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写 应该有写吧 那spectable 就是壮观的场面 每一集都有壮观的场面 就是你出现船 你不要出现一部 一艘啊 你就要出现一万艘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一定要这样 现在小孩子没那么容易骗了 你出现一艘都不会要理你 但是你要duplicate很快嘛 有没有看那个 各位有没有去看那个 雅历三大是吧 战争的场面有没有 你不是看他 人怎么那么多这样子 有没有 那个除了群组运动 你看战舰都是 一来都是 就是说每一幕 都要有 一场很壮观的 场面一定要出现 所以这个叫做 剧本的标准化 那我们将来这个一役 我们已经急之一千 所以green light 开拍 所以已经开始在做了 所以 没有募到那个钱 就不要做 我刚才上次有人 上次很好玩 上次我去审那个案子 有一个人 居然把那个 钱都已经投下去 把它拍好了 所以才开始要卖 我说你勇气真大 很有勇气真大 你拍好放在那里 他干嘛 就是说制作人 那个制作人 他其实就是 就是从他制作面 去想 去想 等一下 發問的人 你来跟我拿書 只剩下 兩本 好 这样我回答满意嗎 OK 好 去做 你要不要给我 哈哈哈哈 刚刚就讲了这件事 我叫很多文化参与整件事 趕快去提案嘛 你们提案上来 我说赶紧站瞎嘛 没有人提案 那为什么没有人提案 不会写啊 就是连那个财务预估什么都都不会写啊 你可以找 行政开发基金 你就找工业部 经济部 经济部工会局嘛 然后找 新闻局好像也有辅导嘛 这些单位 辅导的单位很多啦 但是问题是 你要自己会写啊 你不要连那个 那个 VP都不会写 那你叫人家怎么辅导你 那这种东西 文化参与这种东西 你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省了一个案子 这是侯德健的白蛇传 这个已经不准了啦 他要政府投资26亿 26亿 已经送到 我们这个最后的 这个审查委员会了 那总共14票 好像被否决了嘛 那为什么被否决 他这个案子很奇怪 他这个案子写的喔 他已经很会写了 不过他整个案子的 从一开始就写错了 第一个你是白蛇传 这个是在演中国的故事嘛 演中国故事也没关系啦 反正只要台湾出剪 能够出名就好啦 好啦 但是他是在纽西兰制作 那台湾到底是在哪里 政府投资你26亿 台湾不存在 不是 所以不会写吧 你应该是 那这样你为什么要选白蛇传啊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白蛇传国际间也不出名啊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搞文化创意人 自己本身也要反省的地方 那政府现在有比较清楚了 而且也是被我长期这样骂 骂到我已经懂了 好像懂了 但是 现在变成文化创意人 要自己提案 各位想想想看 为什么华人 中国人 跟日本人 日本人为什么卖那么多东西给西方 为什么中国人买买买 中国为什么出不现 没有办法出现什么 顶多只出现那个谁啊 演那个秦始皇 有没有 那票房也不怎么样 那为什么不容演 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仔细想 为什么都是日本人在卖呢 那为什么西方人都 都没办法卖呢 中国人为什么没办法卖呢 我跟你講日本人很聪明 从林木大佐开始把禅介绍给西方 从此以后他什么都卖禅 禅在英文里面叫禅 有没有 我最近会写一篇文章谈这个 好 山寨益生是不是卖禅 怀石料理是不是卖禅 各位看那个安藤宗雄的建主是不是卖禅 他通通在卖禅 他买这味就炭到吃不了了 我们会不会卖这个 不会啊 我们不会 我们没有一个目标啊 不知道谁在卖什么 美国人要学禅 就跑到日本去学 他禅是谁发明的 中国人发明的 好 那 日本 卖禅卖到什么程度 我在美国还买了一本书 叫做 禅与电脑 他可以把 那个电脑的键盘 讲的跟禅有关系 真是掰到可以了 掰到可以了 然后 呃 我们现在卖什么 我们自己要清楚 还有一点 Sonic 各位知道Sonic Entertainment 现在是买下 当初是买下什么 Song 美国那 Columbia 那你看人家在拍什么 人家拍 Geisha 异记 有没有 或是最后五世 你看他演五世道 他叫谁 Tom Cruise 来演 演一个西方人 跑到东方来 然后呢 来看日本的五世道 我们那边的脑袋就是 脑袋瓜子就是 比如说拍 郑成功传 我那时候建议他们说 请Tom Cruise 来拍 荷兰船长 请金城武来拍 郑成功 对不对 那是荷兰船长来到的 台湾发生的故事 对不对 返乡思考嘛 不是啊 你应该想 谁要看你金城武 你金城武跑到美国去 谁要看你啊 所以 你家人有没有 很聪明啊 人家的演法都是 都是美国人家 那这样子有故事 但不要疑啦 我想请高老师 是不是 文化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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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意上才會發熱 會比較省錢 2D現在沒有比3D省錢 3D比較省錢 不過你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 過去Disney他是拍2D嘛 像Pixels 3D起來以後 Disney就全部會取掉 Disney以後就不再拍3D 不再拍2D 但是有沒有人接著2D有 攻擊劇 2D有個好處 就是人物的描繪 細部描繪會比較好 但是攻擊劇也有加入3D囉 但是他是以2D為主 然後3D為輔 但是攻擊劇的作品喔 是 他不是Entertainment 就是美國的那個動畫是純粹Entertainment的 看我那樣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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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劇不是 會讓你思考 沒有人去思考 其實攻擊劇也是賣慘而已啊 就是賣這個啦 所以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但是日本又不太一樣 日本有個漫畫市場很大 他就用漫畫市場撞起來 撞起來 而且日本真正那個動畫的版權是在出版社 是出版社 然後電視台倒不是喔 不是說電視台自己來製作 是出版社 他們的操作方式是先出漫畫 漫畫出了以後 你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 已經出名了 我再來進一步做動畫 日本的操作方式是這樣 但是因為日本是一個圖像的民族 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以前看漫畫是那種小人書 你看看我 叫你媽媽 以前都是一塊錢看到完嘛對不對 我的時代是這樣子 那樣都叫我們 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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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完全不一樣 但是日本是一個非常圖像式的民族 從他的胡適會以後 不是本人是太聰明了 胡適會又賣到美國去了 影響到印象派跟荷蘭的花派 你看看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他怎麼賣 他怎麼賣 那他們是有一整套在賣 但是他是經過明治 我插一下 他是經過明治維新去思考了以後 才會呈生這麼多的一個變化 他在1865年黑船事件被人家打敗 日本是不太一樣的民族 就是說他以前被 他以前要征服中國 他就失敗 失敗他就跟你遣唐食 我跟你學 我怕輸你快樂 然後後來被美國人的船打開來以後 歐學 南學進來 他說 我跟你學 我跟你歐洲學 再過來被美國人打敗說 我跟你美國學 被打敗他就跟你學 所以他就不太一樣 那他會 那他從那一年開始 他就已經 國家已經開始 各位如果有空 其實有一本書可以看 細學 對 他講明治維新的過程 你如果有空 你要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你看那個細學 你也比較知道說 日本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的整個轉換過程是怎麼樣 會比較清楚 我剛剛是 現在沒有人要做2D了 現在大部分做3D 公崎駿很堅持 要做3D 那是大師啊 我們跟他還很長的距離啊 我們這邊會不會出現公崎駿這樣的大師呢 不知道欸 結果中國如果不要給人家駕駛 還有可能啊 其實很多日本人羨慕說我們有很大的華文市場 但是我們吃得到嗎 吃不到 看得到吃不到 我們很多 你看那個 李安段貝山不是被禁言嗎 可是那邊的盜版賣得翻過去 哈哈哈哈 那都是賣盜版 那只有等到 其實 中國 珠江三角洲 長江三角洲 金塘地區這3大塊 只要不要有盜版 有正常 像西洋舟生意 夠了啦 市場就夠了 你現在一直講到說 其實台灣就是 文化商業產業就是 文化商業產業就是 文化商業產業的營運計畫 那像這個問題在目前 假如說文化商業人 文化商業產業 還是說台灣有什麼可以傳道 可以去學或者說 有人可以通過這樣 欸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跟你講是這樣的 我剛剛講的不是說不會寫營運計畫書而已 我現在講是說那個 那個營運計畫那種商業的概念沒有啊 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出在這裡 那就可以到怎麼樣去建議他們的一個 好 我只能講我加碼的經驗 我加碼就是 我因為我本身已經是MBA嘛 然後 我的孔下是MBA 然後 我另外一個孔下是MBA 然後我們請的人 什麼德國留學會 美國留學會 澳洲留學會 全部清一色都清一色的MBA 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對話 但是我其實會鼓勵很多文化創業人去念一下那個EMBA 真的去念一下 然後痛苦隔兩年 就會有一些商業的概念出來了 那大部分是 你看有一個叫王文華 是不是 哈佛的MBA 那MBA去著有一個好處就是 像哈佛那種MBA是這樣子 它是 每一個公司 每天都是解決Case 那你想想看 你只要解決一百個Case 你就是大老闆了 對不對 一百間公司的問題 你跟社會改管 你就是大老闆 我現在在念那個建築博士 他們說我一天到晚出去國外看建築幹嘛 我說每一棟通通看完就好啦 我就知道了嘛 因為建築這種事情不是 不是那個用讀書可以讀得懂的 就是去 所以文化創業人還是要這樣子做啦 財務那個 我是比較鼓勵去看 這樣看有沒有辦法 好 有九種管道 九個管道啊 我們九個管道包括 比如說現在正在那個香港有線電視台播出 然後這個要請我的那個副總來講 但是我告訴你九種 包括你飛機上可以看啊 然後飯店可以看啊 等等等 應該是講是十種啦 第十種是大陸的盜版 那總共是九種管道 那我們 我們把那一些管道都已經捨備過一次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原住民 然後這個原住民就跟這十種管道 這九種管道 我們再跟他合作 繼續合作 那最近我們又多了一個管道就是 全世界Nokia的手機上面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叫做Emerging的Device上面可以看得到 先跟他簽約都已經簽好了 簽好了 然後那個英文企業你想想看 文化創意的英文企業你會不會看 我們光是研究那個企業研究了一個月啊 包括那個用詞啊 那我那個 那個洋人喔 送來的企業都是這樣厚厚一本 厚厚一本 那這個除了那個要叫那個誰 陳長文來看以外 其實他不會看了啦 陳長文也不一定看得懂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沒有很小心在簽這個月 所以 簡單講 不是只有現在所有的電視媒體 然後你包括新興的媒體 包括MOD也有我們的啦 但是那個新興媒體現在都沒什麼層次 MOD啦 或是 我們要講DVBH啦 還有Bundle的啦 還有一堆啦 總共99 好 我覺得 好 我現在舉給你聽 我們現在大陸是由明日工作室發行流媒體 流媒體就是 他們那邊所謂的流媒體很多啦 手機什麼通通都有 是委託由他們 東南亞我們是委託那個大眾書局 去做整個東南亞 包括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什麼 由他們來做 由他們來做 所以你看我在華社義務職人家問我說 阿義務你賺什麼 我公司多少錢 我賺什麼 你就靠我們公司啦 所以 但是我跟你講說 你要先把那些管道 survey過一次 知道了 才開始做 然後你要知道那些管道出去的 附加產品是什麼 清楚了 再開始做 阿很多人 不是 是先拍了以後 再來找人家那種 那個 委婦齊 委婦齊 這樣回答滿意嗎 老師 剛剛上課真的有知道 這個 這個就好了 OK OK 這個問題 你是等 結果承認台灣 又是一個公司 啊 呵呵 為什麼不考慮 在這種目的 美國是一個公司 的效果 欸 這說起來 各位頭髮 不是 你到美國去住這個公司 就要當地的法令 什麼的 我先舉個簡單的例子 法國我們本來想要成立一個公司 但是他 你知道嗎 他員工只要超過三十個 要成立公會 你知道 喔 你很簡直不是他那個 不是他對手 那你說成立一個 paper company 不像我們台灣那麼好成立啊 嗯 那 那 對啦 但是我們也研究 我們現在也正在研究怎麼樣去弄 其實 是 這個 就會比較 錯綜 比較 錯綜複雜 比如說你賣給那個 Nokia手機畫面 你能不能賣給ipod 這兩者之間就會 就會 有一點強縫 然後 我們就會 呃 這個 exclusive 我們就會跟他講 exclusive 這個部分 然後 那個很複雜 那個 所以我跟你講為什麼需要那麼多MVA 就是必須要每一個案子 每一個案子 那種法律條文什麼 你都必須要分辨得很清楚 因為 你這樣才有辦法做國際 那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說 哦 你怎麼知道我很厲害 我都不會到外面去 我就聽你講 各位還記得那個 有一部電影叫做什麼 天邊一朵雲 我要負責給他一千萬嘛 因為我是那個高雄市 電影的 的那個委員 那我是很贊成給他一千萬啦 反正我只要知文化創意人要錢 我都贊成給他啦 但是我沒有看過APEN那麼難看 哈哈哈哈哈哈 他後來是給他啦 可是問題是他賣 他去法國得個獎 那法國得到很 法國人是 對侯孝賢對我們 那個是我們的導演那個叫什麼 韓德昌啊什麼的 他們對我們這些很棒 齁 蔡明亮這個很棒 是很棒啦 藝術電影的其實都賣不錢 他是可以賣Russian 賣歐洲那些小國 那個 那個 其實不是很Commercial 我今天要 整個要講的都是要講商業啦 我不是要講藝術 如果講藝術的話 我們不要再講這一套 講這一套就很 很那個 有時候跟 藝術跟商業要有些Compromise 有時候你為了要趕 你就會知道 我實在是不能做這個 就是不能做 你看那個 那個 Pearl Harbor 那個叫什麼 那個電影叫什麼 珍珠港 珍珠港 就是那個 Disney那個老闆 叫什麼名字去了 那個總裁 現在最近下台了 他當初拍珍珠港 是全世界花最多錢的 他有一幕是男女主角在 30年代的火 40年代的火車站 兩個人 遇見了 非常的感動 抱在一起 接吻 好 那個叫Eisenor Eisenor就把那個編劇找來 你可不可以不要 火車站 很貴餒 開一個40年代的火車站 很貴餒 然後後來改成公車站 所以有時候要有一些Compromise 所以 反正你記住就是說 標準化 就是商業 啊就是商業 所以很多人很聰明 Steven Spielberg 平常都拍三頁電影 拍一拍可能偶爾 為了他的reputation的問題 就拍一部新得樂名單 同情一下猶太人 有沒有 你看我們 我最近去看安藤忠雄 在表森道的那個 百貨公司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電視那個 弄出來 我就覺得 我說安藤怎麼會蓋這種房子 就是那個完全安藤的那種味道都沒了 就是在回油就對了 在那邊繞了啊 spiral啊 旋轉這樣而已 可是他是開始在考慮評校 考慮評校 因為他有業主的壓力 所以商業化會有這樣的壓力 會變成明明姐姐 大姐姐 我剛剛也變成這樣 李安也是一樣 綠巨人 有沒有 他那個拍得很商業化 結果死了 好 現在在拍端梅山 欸又起來了 這是這個 很難講 這就是要有 常常有這種拉鋸戰 拉鋸戰 嘿 欸 好 這個問題很好 那個 當初拍的時候我們是三家工作室合作 三個studio 然後我們假碼是負責control他們整個的schedule這樣 然後 我就跟你講 這樣子總共花了四千多萬嘛 然後再下一步就要花一億 那下一步為什麼會一億 照理講應該是要更多嘛 因為時間更多了嘛 但是因為我前面的成本已經省下來了 原件的成本已經省下很多了 所以 他的 後來的整個效 整個那個 就是cost down了 就已經 成本已經減下 那我現在最近又成立了兩家 是真的有人啊 不是那個project company 兩家那個 也是動畫工作室 動畫 動畫 前製作業 編劇 發想 以及 行銷 創意賣 這個在我們公司 在加碼 那製作 在 在 這些公司裡面 那製作又分兩個layer 第一個layer是做 做前製 做人物設定 第二個layer的公司 是做後製的 的 的 那個supervise 怎麼講 就是 呃 前製人物要設定嘛 我剛剛有看到嘛 人物要設定 那些是一家公司在設定 然後 設定好了 開始要製作了 有很多家動畫公司都會去代 代工 那一家呢 是負責監控所有這些動畫公司 他 加碼監控這一家 這一家在監控那幾家 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們的公司 我們叫做 水平整合啦 跟郭台銘那個垂直整合不太 郭台銘是 後製作 下來這樣子 很龐大的 那種muscle很強的 那製作呢 叫拆開 讓它拆開 讓它一個小小小小小 你 人太多的話 就沒辦法做 好啦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時間的問題 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這樣我回答滿意嗎 好 啊你 動畫片製作的時間多久很難去講啊 但是 對啦 我現在只能告訴你說 我目前50部是準備在兩年之內拍完 但是我現在已經delay半年了 前置的原因 delay半年那個整個成本又增加了 就這樣 那前面的那個 我其實我們做動畫是 我是2000 我是2001年離開三立電視台 的總監的職務 是因為我不想做了 我覺得媒體是亂言 所以我 所以我就開始去做自己的 以前是job 就開始做自己的career 那我就成立這家動畫公司 大概就是 2000年的時候 有一個前身的公司啊 正式成立是2001年 那現在是2006年 其實是5年 那我是 我是大概這個業界不會賠錢的 那你的問題是說 才能學合作 才能學合作就 我們老師教的 跟我們要的 這很奇怪 就是中間還要經過訓練 就跟所有台灣的教育都這樣 不是只有我們這行喔 做那個什麼晶圓的 都是這樣喔 就是距離一個gap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知道啊 那我們也努力想要教他們啊 但是他們的 這種 會做就會做 不會做就不會做啊 就是這樣 就是 不是啊 他不會應用工具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工具啊 啊 想怎麼賣的是NVA啊 所以你應該是動畫是培養 你在學校如果培養動畫 是培養美感 培養什麼 培養你的 使用工具的能力啊 但是現在是 不知道 不配合 這樣回答滿意嗎 招募什麼 劇本創意 沒有啊 招募劇本 我們劇本都已經寫完了 全部寫完 剛剛那個前面四位發言人 請來前面拿書 謝謝 謝謝各位 數位技術的這個 發展的趨勢 那為什麼會把話題設了這個地方呢 絕對有我的想法 那天我在跟NC去問報告的時候 我絕對有三個看法 一個看法是說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這個是對媒體的 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有 某種程度的一種管制 這是絕對可以接受 因為媒體 它是一種注意力 影響力的經濟學 而且呢 對政治 對商業的結構 對整體的產業的結構 發展來講 它絕對有它的一個 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也因為如此呢 政府當然有這個力量 有這個 有這個合理性 有這個適當性 它去適度的去對媒體呢 來做一種 某種程度的一種管制 那媒體管制 基本上來講 只有三種 一種是進出管制 一種是結構管制 一種是行為管制 那這三種管制呢 今天我要報告的內容呢 是結構管制 跟進出管制 這兩個 那行為管制的部分 不算我們今天報告內容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 因為談數位技術 那當然就不再談那個行為管制的部分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行為管制呢 當然會有 為什麼 因為結構管制它就會 會適度規劃出來它的規模 包括它的工業規模 技術規模 平台規模 包括它的一些 一些 除了我們所謂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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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所謂的技術規模之外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財務規模 財務規模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這個媒體的運作 欸 我們後面的燈其實可以打開 因為你們這樣如果說 欸 後面那一面版本不會影響到前面 這個都完全不會影響 後面的燈 是在哪個地方打開一下 因為我覺得後面好像有一片烏雲在那邊 對後面的朋友來講 這樣不恭喜 欸 我們哪一位可以幫忙一下 把後面的燈打開一下好了 好 我剛剛特別報告是說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當我們 在看我們這個整個產業的發展過程裡面 政府扮演的角色 這是我第一個要提出來 那麼長期以來我們都知道 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是 我們站在一個管制的角色 那管制有幾種 再說一次 金柱管制 一個是什麼 結構管制 第三個是什麼 行為管制 那行為管制就是內容管制 那結構管制的部外部就是技術的規模 跟它的財務的規模 比如說外資 比如說它的部份之類的 那麼這三種是我們第一個要去思考的 那我慢慢會把這個思考 慢慢引到我們今天的話題裡面 那麼第二個呢 我是認為政府 在扮演這個管制角色的過程裡面 是因為它有它的正當性 為什麼 因為媒體 基本上來講它的注意力跟影響力 所產生的一種經濟的規模跟結構 的確是我們必須要去注意的地方 而且呢 媒體所用的某種程度 它因為它是一個公共資源 Public goods 這個概念 那麼有一個社會資源在那邊 它是賣空氣 賣空氣 就是無限的部分 無限的部分 那有限的部分經過這種管溝 這個限規 你當然也會用到一些社會資源 所以政府當然是也有它的適當性可以管制 那管制的同時呢 那是管制的同時 要去思考的另外一個議題 我個人認為說應該更深一步 更進行程度去思考 那因此呢我就提出 從公共行政的一個角度 提出三種看法 一種看法呢是說 當我們今天政府有 有合理的適當性的 就是要擠好 你